蒂昆的心头泛起一片寒气 传言是真的 这混沌文虎是一出劲敌 不能沾热 他的心脏不为剧痛 那里有一个血洞 鲜血射出 被那一只巴掌大的蚊子吸收了 于无绝中中招 他急速倒退 共有两只那样的蚊子 巴掌大 混沌气弥漫 实在是可怕无边 轻轻一阵翅 千里虚空劫烈 蒂昆变色 头也不回地倒退 然而在此过程中 他的四肢喷血 出现几个血洞 同时后背也剧痛 被钉穿 前后透亮 就在这一瞬间 他全身喷血 天神血液流失九成 蒂昆逃了 遭受重创 半边身子都破烂了 被钉得全是血洞 精血都流进了 若非这对混沌古蚊 早已迷失自我 只剩下了模糊的本能 蒂昆绝对难逃一死 混沌气翻腾 两只蚊子在湖面上 盘旋了一遭扑通 再次没入黑色的大湖中 就此消失不见 而天穷上 一只金色的蚊子震翅 散发天神气息 速度极快 扑向远空 一头神琴 紫金红湖路过时 刹那毙命 血也被吸干 山地中 也有一只金色的蚊子 追逐成群的蛮兽 刹那间 所有巨兽的机体 都干瘪了些去 皮包骨头 几只金色的蚊子 肠都有一丈 比神琴凶猛数十倍 虐杀所有生灵 疯狂吸收血液 此外 更为惨烈的事还在后面 在他们的身后 银色的蚊子 足有数万 血色蚊虫 更是密密麻麻 遮蔽天空 席卷大地 无论是飞禽 还是走兽 只要被它们覆盖 全部化成骷髅骨 精血尽尸 很长时间过去 所有蚊虫 才重新 没入黑色的湖泊中 恢复寂静 蒂昆 却而复返 面色阴沉 他身上满是血洞 一代天神 差点陨落在这里 平白丢掉九成井穴 太惨了 此外 他还丢掉了一道原神 彻底断了联系 特别是 想到不久前 被一个蚪蚁一顿 很臭 大嘴巴 琵琶响 他差点吐血 额头青筋爆跳 恨不得一巴掌 毁掉这湖泊 蚪蚁 黄 身为天神 他多年没有这样的情绪波动了 此时 他面孔猙獰 恨不得竭尽所能 救那小子一命 不希望他死去 只为留在身边好好折磨 真希望有奇迹发生 你还活着 留待日后 慢慢招待你 蒂昆不认为 十号能活下来 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 盯着黑色大湖守了很久 不肯离去 最后更是 潜出族中的弟子 驻扎在此 密切盯着 至此 他才真正离开 关于混沌文湖 有太多的传说 有人说 当年石兄之一 陨落在此 埋葬于湖底 几只蚊子 吸收其精血 漫长岁月的进化 得了大道 也有传闻 上一纪元的先 有对手在此覆灭 化成浓穴 形成黑色湖泊 蕴养出 一群邪恶的蚊虫 还有人说 这黑色湖泊 本就是 开天辟地时的 阴晦之地 蕴结着不祥 湖底十号下沉 他自然没有死去 依旧活着 但是现在 却感觉 生不如死 浑身剧痛 太遭罪了 湖水冰冷 即便穿着 那副神秘的甲咒 但血肉 也如刀割般 这是一种 无形的煞气 斩其筋骨 错其脏腑 最为让人 头皮发麻的是 那蚊子密密麻麻 在黑色 而粘稠的液体中 穿行 浮着在他的身上 疯狂下嘴 这种东西 小的也有一尺 大的一米以上 十号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恶心的蚊虫 这么的大个儿 破烂甲咒 康强作响 被那一根 又一根 锋锐的尖刺撞击 许多蚊子涌来 密密麻麻 爬满了他的躯体 啊 蒂昆的那道 元神 没有任何 甲咒防御 凄厉惨叫 他被一根 又一根 尖锐的口气 刺穿 浑身疼痛 难以忍受 这些蚊虫 很特别 不仅能吸血 连元神 都能吞噬 数百上千只 虫来 给人造成 密集型恐惧感 如如而动 蒂昆 张嘴大吼 那黑色的湖水 没入其嘴里 如同刀子般 斩其神石 让他越发不知 但毕竟 接近天神境了 这道元神 依旧很强大 接近所能反抗 镇死一片 又一片虫子 只是 当远处 一道金光刺来时 他顺息不动了 那是一头 有天神气息的 金色蚊虫 其真行口气 无间不摧 不久后 地坤陨落 元神 被密密麻麻的 虫子围住 很快就被 吸食了个干净 十号将这一幕 看得清清楚楚 头皮发麻 这么强大的元神 就如此被解决掉了 太迅气了 果然 肉身为根 失去了庇护 再强大的元神 要枯竭 总有衰败的一天 现在不是同情地坤的时候 他自身也遭遇险情 无数的蚊虫 在叮咬他 甲咒铿锵 火星四肩 这甲咒虽然不凡 但毕竟破烂了 有很多洞口 许多尖锐的口气 刺了进来 对他造成致命威胁 十号对抗 甲咒发光 盈盈灿灿 那些洞口内形成神力漩涡 将不少口气 闻碎 但依旧有一些尖锐的刺 插进了血肉中 这真是防不胜防 他伤势太重了 后继无力 我要死在这里了吗 十号心头发凉 他没敢动用守护神符 怕惊动那几头金色的天神级虫子 更怕惹来两只混沌古文 手中的万灵土寂静无声 根本就没有一点反应 他长叹了一声 收了起来 十号取出丹炉 打开盖子 向外清晰天河水 有闪电划过 击碎一片蚊子 更有诅咒之力蔓延 向外扩散 这引发躁动 不仅金色天神级蚊虫 向这里往来 就是两只混沌古文 也在远处有所异动 抬起了头 坏了 十号神色骤变 外面有地昆真身 湖中有这样密密麻麻的虫子 真是内忧外欢 没有生路 嘣 突然一只混沌古文动了 急速重来 十号一谈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手持万灵徒 并且另一手持一枚古符 这是同守护神符 一同在九龙拉关盼的废墟下发现的 一直不知道有何用处 嗡 然而 混沌蚊虫速度太快了 几乎是一瞬间 就数次动用口气 唯一庆幸的是 他失去了神志 处在昏恶中 没有刺中十号的肉身 第一次刺在与雷地有关的甲州上 火星溅起 震开了湖水 第二次 他刺在了万灵徒上 铿锵震耳 让此地一下子暴动了 万灵徒发光 弥漫出一片混沌气 各种生灵浮现将这只骨虫经到后退 惊异不定 无声无息 十号的体内浮现一团火 烧得附近的黑色的湖水消失 景象诡异 另一只混沌鼓虫也来了 但是见到这一幕 却也不禁发颤 跟着倒退 不敢再临近 最后他们退走了 就是几只金色的天神级蚊子也都警退 有一种天生的本能 对万灵徒静而远之 十号尝出了一口气 实在太危险了 若非这些虫子灵时蒙昧 失去昔日的神觉 只剩下了本能 那就麻烦大了 换作任何一个正常的天神 都会攻击 不会这样因本能而退去 随着几头最顶级的虫子退走 其他蚊子也躁动 向远处而去 不再包围他 十号经营 一场危机 暂告一个段落了 他没有离开 在这里寂静不动 默默地恢复伤体 这是难得的宁静之地 不会有外界的天神追杀 可是这个地方 真不是修行的好地方 煞气浓郁 除了这些最喜欢阴晦气息的蚊子 其他神灵待在这里难以忍受 时间一长了 连真神都受不了 肉身会军裂 而这些蚊子是因为被黑色湖水孕育出的 故此无惧杀气 即便如此 十号也没有离去 默默忍受着 调动自身的精血 缓缓恢复 那两只混沌骨蚊 还有金色的天神去了哪里 十号也正 转瞬间就感觉不到了他们的气息 显然这湖泊很深 超乎他的想象 那些强大的蚊子潜入了湖底 十号不再理会 更加安心 开始疗伤 就这样一连过了数日 他的伤口愈合一点 又在煞气中撕开些许 处在一种平衡状态 这湖泊太糟糕了 一晃眼 过去了半个月 十号总算艰难的恢复了一点 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精益的发觉 湖底深处有东西 一散出些许惊气 对他的伤体 竟有极大的好处 又忍了数日 十号觉得状态稍微好了一些 一咬牙 向着湖底最深处前去 外界一片嘈杂 二十几日过去了 荒被天神追杀 进入暗界 就此消失 这成为焦点 所有人都在议论 可惜呀 荒就这么死掉了 英年早逝 在这一纪元 还能修除两道仙气 实在是天纵神资 真的死了吗 也许还活着也说不定 小话 进入混沌文虎 谁还能活下来 自古至今 那么多大人物 深入湖中 都一去不返 两只混沌古文 有可能是仙师变异产生的 他怎能抵挡 此刻的仙谷 很多人都摇头 认为荒 死掉了 不可能活下来 地坤 出自仙殿 这般出手 肯定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 这是在报复 三千州的天才们 也认为 时好死掉了 已经死亡 人们知道 荒与仙殿 传人对立 最后更是将地冲击杀 而今天神地坤出手 并不意外 嘿 再强大的奇才也无用 就是修除两道陷阱又如何 死掉的话 一切成功 也有人幸灾乐祸 终于辞了 哈哈哈哈 外界一片吵闹 清衣得惜情况后沉默了 站在山崖上久久不出声 小兔子的大眼睛更红了 道 这个祸害死了 不是说祸害一千年吗 小子 你安心的上路吧 我会为你报仇的 大神是愤怒 慌死了 跌落进混沌文湖 引发轩然大波 外界一片议论声 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湖底有点点微光 十号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他足足下潜四万丈 这才接近湖底 这简直不可想象 一个湖泊居然这么深 那是天呐 师兄吗 龙 还有那个女人 十号震惊 当来到湖底后 他看到了让他瞳孔急速收缩的场景 湖底有一个女人 如同白玉雕刻而成 躯体洁白无瑕 发出盈盈光泽 她身材极好 曲线起伏 拥有一头蓝发 披散到妖精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美女 堪称国色天香 倾国家里 她身上的衣裙 早已腐烂 但是关键部位 却有甲州 竟是以黑暗仙金注成 高耸的胸部等处都被覆盖着 这仙金甲州乌光点点 即便漫长岁月过去了 依旧不朽 不过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裂痕 并非是岁月所侵蚀的 而是曾经遭受过重击 护住了他的胸口 但是黑暗仙金受损 很难想象 那是怎样的力量 凭着感觉 十号知道 这个女子存在岁月久远 虽然她机体血白如玉 栩栩如生 但是那黑暗仙金甲州 却流淌着古老的气息 难道是女仙 十号心中 有惊涛骇浪在奔堂 这个女子给她的感觉太摇曳了 虽然美丽绝伦 但却让她心惊肉跳 特别是在那女子的千丈外 还有一段骨骼 血白如玉 那是一段龙骨 那骨骼长达十丈 气息恐不惊人 血肉已经不存 在上面踏浮着两头混沌骨纹 一动不动 没错 是真龙 十号震惊 那种气息 跟当初进入昆蓬潮 以及进入仙古凶潮时的感觉相仿 至高至强 让人敬畏于战力 真龙在这里断下一节骨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女子倾国倾城 横沉在湖底 以颖白而绝利 一条龙骨 古意盎然 恐怖气息弥漫 让人生畏 这样组合在一起 实在诡异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景象 十号远远地看着 没有接近 心中波澜起伏 难以平静 这太惊人了 仔细观看 她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女子的眉心 有一点阴红 曾经被刺穿 这是她陨落的原因所在吗 不过 为何那机体 还有蓬勃的生命气息 仿佛还有生命 难道还能复苏 一个绝代利人 小半截龙躯 都横沉在湖底 这是怎样造成的 让人瑕疵万千 两者是仇敌吗 相互血拼 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还是说为盟友 全被敌人击杀了 十号轻语 他难以推断过去的事 他只能凯探 仙古纪元太可怕 真龙仙都有敌手 会有陨落的危险 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让强者热血沸腾 无比向往 他盯着两只混沌古纹 目光闪烁 渐渐明白 他们为何这么强大 被这湖泊孕育出时 他们就已经很超烦 后来多半又吃下了 真龙遗落在这里的血肉 两只蚊子吃下真龙血肉 光想一想就让人觉得疯狂 不然他们何以趴在真龙鼓上 将那里当成了棋聚敌 要知道真龙即便死去 其血肉也不会腐朽 能长期保存下来 而尽消失了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被鼓蚊吞噬了 十号呆呆出神 眼前所见超出预料 这就是混沌文湖的 可怕原因所在吗 很明显 那两只八正大小的鼓蚊 发泄了他 但是没有过来 而是在震翅 像是在警告 发出恐怖波动 他们只剩下了本能 如果还有灵智 后果不堪设想 万灵图 还有十号体内 那团神秘的火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故此没有攻击十号 十号倒退 远离真龙鼓 接近那名绝世佳人 因为让他身体感觉好转的精气 正是源自内里 丝丝缕缕缕 向外溢散 十号接近 起初还好 可是当临近十丈进出后 一股莫名的力量 直接将他震飞 让他蹊跷流血 血肉 再次击裂 这种力道 太突然了 环绕在女子的周围 形成场域 将他守护在中央 他身上有诡异的力量 即便漫长岁月过去了 依旧还在 且有蓬勃生命精气 仿佛还在沉睡中 十号擦去嘴角的血 露出奇异之策 难怪两只古文没有吃的 居然有这种力量 他在十丈外盘坐下来 开始运功疗伤 顿时有一缕又一缕 涟漪般的波动 从那女子身上传来 化成霞光 十号犹如在干旱的沙漠 遇到干露 全身都得到了滋养 这种力量很奇异 带着生命朝气 对他有极大的益处 并不像神药等那么猛烈 但却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肉身被神秘的精气补充 他调动浑身血气 修补伤体 就这样 十号一坐就是八九日 而进入这座黑色大湖 已经一个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身上的伤痕慢慢愈合 重新焕发生机 流淌晶莹光泽 如同七彩神理一般 熠熠生辉 不过肉身修不好了 但是大道之伤 却一直还在 没有立刻痊愈 这很难治疗 就是天神遭洁 被大道重创 都可能会死去 不见得能治好 十号拥有两道险器 虽然觉得能够复原 但是却需要花费时间 就这样 他一动不动 心中空灵 动用所有的精气神 来调理自己的伤体 抹平道伤 希望尽快好起来 又是一个月过去 大道商终于 有了明显的改善 好了七七八八了 若非是这具仙子躯体 散出神秘契机 真的麻烦大了 十号自语 虽然最后也能养好上 但是必然要耗费 漫长的时间 第三个月 十号彻底痊愈 精气神恢复到最巅峰 两道仙气绕体而行 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大 此时此际的他 已经站在了目前的人生 最高峰上 终于恢复了 不知道外界怎样了 十号轻 他估计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他死掉了吧 他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巩固修行 这是难得的宁静之地 是理想的闭关之所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十号的第二道仙气 得到这名血白如玉的女子 溢出的契机的滋养 居然同第一道一样 达到了顶峰 仙气圆满 不能再强大了 除非修出第三道仙气 想到这里 十号摇了摇头 他的极尽就是两道仙气 再也没有办法另寻他土了 他决定熬练几身 让自己身心都达到最强状态 而后准备引天节 也许在天节中 能出现第三道仙气吗 他觉得 在这个没有天节的年代 渡劫一定会无比可怕 也许能诞生出第三道仙气 因为他在药园时 恍惚听白龟提及过 只是这一级园没有天节 强行去接引 一定会恐怖到极致 一个弄不好 就形神俱灭 万劫不复 故此 十号不敢轻易尝试 必须认真准备 让自己的状态 超越以往的境线 天节因人而异 我已经修处两道仙气 想来 降下的劫难 一定会更可怕 说不定会是最强累积 十号凛人 他曾听闻过 在上一纪元 诸多天宗奇才 都会死在天节下 难以活命 那可不是儿戏啊 不是谁想渡都能渡过 积极备战 并不仅是调理身体 他还要锤炼几身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十号开始了自虐般的修行 他脱下与雷地有关的破烂甲州 赤裸着躯体盘坐湖中 对抗的蕴含着无尽杀气的黑色湖水 这东西 该不是上一纪元的 强大生灵的血液吧 十号怀疑 黑色湖水 是无上生灵的血液 散掉了精华 只剩下了污血 让人的肉身 难以承受 剧痛无比 蚊虫能够承受 因为是这种液体 孕育出来的 在这一个月内 十号不断对抗黑色液体的侵蚀 多次受伤 最后来到湖底 借助那女子散出的精气修养 一黄眼 他进入黑色大湖 已经快六个月了 此时 他的肉身与原神等 适应了黑色大湖 不怕侵蚀了 可见 他的进步有多么的惊人 但是他依旧没有去杜劫 还在准备 他开始去主动招惹那些蚊子 当然没有触动金色的天神 与混沌古蚊 真神级的银色蚊虫 长达一米多 全都扑了过去 口气风锐 刺在他肉体上 火星四溅 密密麻麻 无尽的虫子一起攻击他 十号 借助他们的刺激 垂炼几身 这很惨烈 即便他很强大 起初可以挡住 但是到了最后 总有疲累的时候 肉身便会被刺穿 我这是在自虐吗 十号 咬牙坚持 每次重伤后 他都会潜入湖底 在那疯滋绝世的仙子 十丈外修行 默默盘坐 借助他一出的精气 疗伤 必须得对自己狠一些 石冠王有仙道小数 凶巢的男子 更是入主一处仙地 他们都有大造化 而且积累了很多事 我得夯实跟机 蚊子有剧毒 且口气尖锐 对十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不断负伤 又不断恢复 争 真行口气发光 刺在十号的肉身上 神光闪烁 争争而鸣 就跟打铁一般 但这最近的一个月修行中 不断以真神镜的蚊虫淬炼几身 令自己千锤百炼 起初满身都是伤口 肉身被毁得不成样子 时常流进精血 到了后来 他逐渐适应了 体魄越发强大与坚固 精气神 无以伦比的充沛 咔嚓 到了后来 真神级的虫子口气 刺在他的身上 其体表 会泛起长片的霞光 若雷电交织 他的宝体难以损毁 可以了 该出去杜劫了 不知道外界怎样了 他们是否将我遗忘了 十号出关 准备离开黑色大湖 大半年过去了 荒一直没有出现 有人叹息 有人幸灾乐祸 表现各不相同 一个奇才 修成两道仙计 这样被天神逼得 追进混沌文湖 就这么的陨落了 让许多人都感慨无比 不管是敌视的 还是惋惜的 对他的议论声 从未少过 直到近来 风波才渐渐的平息 少有人提及了 毕竟再强大的人 一旦死去 也只能是 一捧黄土 与草木同在 生前的风光 都不复了 十号 我会为你复仇的 曹一生出关 得惜这一结果 一张胖脸声 写满了怒容 大声发誓 轻衣小兔子 曾求助 请天神 为十号复仇 但是却效果不大 遭遇了阻力 没有人 愿意为一个死人 去得罪 有天神的部落 活着的荒 那是奇才 拥有无尽钱能 但一具尸体算什么 师兄走好 长公眼对月饮酒 自己喝了一杯 又向地上撒了一杯 仙谷 依旧有天才崛起 有辉煌神话诞生 人们的关注点 已经转移 不在荒的身上 又有风云人物崛起 那凶巢 到底是什么地方 居然那么可怕 有天神 追进去 都死掉了 没能活着走出 人们震撼 来自凶巢的哲心 那个手持御敌的男子 也曾遭遇天神追杀 因为怀疑 他也修出了 第二道仙气 可是 他重伤 逃回凶巢后 有一位天神 跟了进去 最后 居然陨落在里面 血雨洋起 漫天都是震惊 仙谷 在这期间 还有很多大事件 比如 有人渡天节 引发大震动 多少年 不曾有这样的人了 这一世 居然有人 以雷节 淬炼身体 进行洗礼 那一日 仙谷巨阵 很多人 前去围观 着实很壮观 很可惜 那位古代怪胎 杜节失败 死掉了 因为自己主动 引来天节 将无比的凶猛 他遭遇了 不可想象的磨难 最终 被劈成交叹 也是在那一日 先古原住民惊悚 因为杜节时 有无尽诅咒降临 去侵蚀那个人 让天神都心颤 怕被殃及 因为对于外来者来说 第一次遭遇诅咒侵蚀 还算不得什么 但对他们来说 等于点燃火药桶 会让自身诅咒更严重 石冠王的小树 居然是世界树幼苗 这则消息传出 让先古一地大地震 许多强者出击 寻找他的下落 引发疯狂大潮 要知道 就是在上一纪元 世界树都算是质保 将这样一株幼苗 根植在体内 无需多想 肯定能修出第二道险器 因为在上一纪元 曾有记载 这是最强的几颗仙种之一 在那个纪元 有人炼化雏形宇宙的种子 与己身合一 有人在世界树与体内 都踏出了古来最强路 最后登临仙道绝颠 战略震动 古今未来 这样的风暴 自然无以伦比 原住民中的天神 都坐不住了 纷纷出关 冒着被诅咒侵蚀的危险 寻找石冠王 而且 就是其他古代怪胎 也因此遭殃 有一些名气大的人 遇到阻击 这是最后一次开启仙谷了 各方都亮出了底牌与造化 不能掩藏了 故此引发前所未有的大乱 直至很久后 古代怪胎中最出名的几人 或陨落或消失 风波才渐渐平息 在此过程中 一些人如璀璨彗星 照耀天宇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 他们的名字 比如石冠王 凶巢的哲仙 宁川等人 一个个光芒万丈 让日月都黯然失色 他们还活着 不过天神一时间寻不到了 三千周 毗邻无人去 各教修士都心绪起伏 波澜涌动 最近这半年 他们透过仙道花瓣 所应现的景象 看到了仙谷内发生的事 全都难以平静 好啊 我族的天才崛起了 他挖到了一株神药 实力暴涨 希望能够平安归来 宁川了不得呀 居然避过了天神追杀 可谈 那个杜杰的奇才 原本天赋超绝 就那样化成了一节交谈 太可惜了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喜悦 有人忧愁 石子灵夫妇 便黯然神伤 非常难过 哎 半年多了 荒还没有出现 肯定死透了 他这么张扬 注定要过早的凋凉 能活下来 才不正常 很明显 对十号不满的大教 有不少 比如天人族 火云洞 仙殿 民族 军天境等 此时 这些门派的人 都尝出了一口气 可惜啊 他死了 我还等着他回来呢 一座血色战车中 传来夜宵般的寒冷话语 那是天国之主 奇音可怕 很明显 他希望十号 活着回来 是想亲自动手 而不是真正 期盼他平安 算他走运 若是活着再现 让他生不如死 妖龙道门的人 也冷笑不已 这样死去 也算是一种解脱 他太幸运了 魔魁元的人 也开口道 一群鼓叫 弟子门徒 没少被十号熬煮掉 吃了很多 且以前也结过仇怨 故此对他恨透了 这次十号跌落进黑色大湖 许多道筒都稀落 有些神火镜的生灵 更是哈哈大笑不已 当然 也有很多人惋惜 这样一个奇才 如此死去 太过可惜了 不管怎样说 十号有大半年 没有出现了 没有人认为 他还活着 想借助仙道花瓣 映现他的身影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旦修除仙气 缠绕在身 就会蒙蔽天机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成为死人 也无法探查 他们能知道 十号的战绩 以及拥有两道仙气的事实 都是通过观察旁人 得惜的 当日听闻十号 修除两道仙气时 着实让一群人目瞪口呆 引发了天大的轰动 所有人都跟见了鬼一般 死了以后 天才也不过是粪土一对 某一天 他要是又出现 活着归来会如何 万一修除第三道仙气 那乐子可就大了 道兄 你在说胡话 一个死人 怎么可能还会活着出现 更不可能修除第三道仙气 就在外界与仙谷内议论纷纷之际 十号出关了 他从黑色的大湖中冒出 扫视四方 嗯 还有人马驻扎 守在这里 怕我没死吗 十号目露金光 寒气一闪而没 在这里有一些生灵 如黄金巷 球龙 还有那些人形的 十号咽了一口口水 大半年不曾吃东西了 看着那金色的骨像 还有龙气弥漫的球龙 他食指大动 要节约 十号暗中嘀咕 没有动那些兽类 而是无声无息的将一个人形生物 拉进了湖中 没有惊动其他人 这居然是蒂昆的后裔 来自他那个部落 很快 十号就从这个人嘴里 得惜大半年来 仙谷所发生的事 神色阴晴不定 最后他将此人 为了蚊子 大步走向岸边 天呐 湖里走出一个人 一头龙却尽叫 鸟会长得很大 不敢相信所见到的一切 是他 竟然是荒 他还没死 黄金像大吼 像鼻子朝天 发出乌声 用力唱笑 没错 时髦人又回来了 从地狱中归来 你们别费力气了 一个也走不了 十号 踏着黑色的湖水 来到岸边 扫视 灾场的强者 这太震撼了 让每一个人都发呆 而后心中生出一股寒气 这过于诡异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从湖中钻出来了 他们守在这里 不过是例行公事 遵从族内的天神法旨而已 根本就没当真 不信十号还能活着 可是现在火箭鬼了 啥 这些生灵大叫 一起出手 想要逃走 更有人祭出了破戒符 别浪费宝福 十号大叫 这些人惊悚 发现虚空被禁锢 居然没有一人可以逃走 他们发出的宝树 秘宝等都被对方 缭绕着仙气的拳头粉碎了 十号一拳一个 快速解决了战斗 包括真神等 都难以抵抗他的轰杀 半个时辰后 黑色的湖泊盘 吹烟鸟鸟 一口大顶被夹起 当中的水早已沸腾 龙雀 黄金象 囚龙等 被放在一起 熬了一大锅 香气扑鼻 能传出去树里院 十号在这里大快朵仪 大半年没吃东西了 他现在差点将舌头咬掉 好吃啊 好吃啊 囚龙 黄金象 还有龙雀 都是人间美味 还不得天天能吃上一顿 十号的嘴巴很刁 若是以往肯定会很挑食 但现在饿极了 就是给他炖一头猪 他也觉得很是美味佳肴 荒 又出现了 消息像是龙卷风席卷大地 一下子传了出去 让仙谷一行小钱世界内大震动 一个死去的人怎么又出现了 我不相信 那可是混沌文虎 跌落进去 连天神都不能负上 荒怎么可能还会再现事件 这是一场轩人大波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却有人带来确凿证据 告诉外界人 荒活着回来了 正在黑色大湖畔 熬煮黄金像 囚龙呢 烧烤龙卷 正在大吃特吃 众人愕然 这太假了吧 十号不管这些 他知道消息走漏了 但是他无惧 故意为止 他刚一活着回来 就在那里炖了一锅肉 这是在回击与挑衅那些天神族群吗 这一日根本不能平静 消息太惊人了 与此同时 三千周不少修士也知道了 广袤无人区的边缘 人们通过仙道花瓣 映现的景象 洞悉了千古正在发生的事 当然 依旧无法捕捉十号的踪影 因为他有掀起遮体 可是却通过其他人的嘴 知晓了这一情况 怎么可能 慌他还活着 又回归了 不久前 还有人幸灾乐祸 西洛慌活不长 注定要过早的凋零 可结果他又出现了 不久前 不少人都带着敌意 大肆谈笑 比如天国 民族 先殿 天人族等 结果人们发现 仿佛挨了一记耳光 慌 他活蹦乱跳 又出来了 特别是不久前 有人藏戏眼 慌 没准会出现 若是修出第三道仙剑 那乐子就大了 当然 当时所有人都赤笑 认为那是白日做梦 然而这梦成真了 许多人都觉得脸上火烂了 这个少年在线注定要掀起天大的风浪 仙古内黑色大湖盘 十号大吃特吃 扔了一地的骨头 终于心满意足 他尝出了一口气 吃饱了 他们也快出现了吧 地上一堆骨头 有球龙的 有龙雀的 一片狼藉 巨大的骨骼发光 蕴含着神性力量 黑色湖泊盘 十号仰天 躺在那里 枕着一段龙骨 身下铺着艳丽的雀鱼 无比的舒坦 打了个宝格 他灌了一口烈酒 扒的滋味 感觉这种放松的状态 晒过神线 半年前大逃亡 重伤垂死 最近几个月 又天天对着密密麻麻的蚊子 被真行口气刺穿身体 垂帘几身 苦不堪言 现在这般松弛 饱餐一顿后 他心满意足 毛孔喷波霞光 法力鼎盛 精神饱满 这是难得的清闲与享受 天哪 真是那个魔王 黄 他还活着 不远处 有人来了 见到他全都失声惊呼 觉得不可思议 传言是真的 他活着出现了 好端端 不曾陨落 真是他妈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禁地 混沌文湖 从来没有人能够活着爬出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人们发呆 难以置信 若非亲眼所见 都会觉得消息为虚 是有人故意编造 可现在 却说不出话来了 很快 第二批人到了 当中 不乏仙谷原住民 一个个跟白日撞鬼般 木凳口呆 真正的看着前方 哎哟 我迟撑住了 都快起不来了 你们怎么又出现了 十号坐起来 揉了揉肚子 吞了一口口水 望着前方的一些敌对种族 在那里 有金色的古猿 有囚龙等 都是曾经追杀过他的种族 当然 来的强者 并不是天神 最高也只是在真神经 听闻荒再现于世间 他们正好离得不是很远 第一时间赶来 嚣张 有人暗自咬牙 并且快速后退 起初不相信消息 现在亲眼见到荒 异常震惊 同时也感觉不妙 想要顿走 来了就别走了 十号大笑 土黄色大手 遮蔽天日 如一朵 很厚的云牙落 将那里覆盖 杀 那几头生灵大喊 极力抗衡 同时心中心中后悔 储存粮食 储存粮食太重要了 这是他的真实感叹 最近几个月 他不见灰心 脱困后 看见这种野味是眼睛都快冒绿光了 粮食 这听在众人的耳中 一阵的无言 全都发呆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家伙真的太凶残了 庞大的黄金像 皮修的 原本躯体都跟小山似的巨大 可而今被穿成一串 都化作了巴掌大 垂挂在他的身上 成迷你性 怪异又惊人 见鬼了 真是他 随着时间推移 各方都有人来打探 特别是离得较劲 正在外游历的第一队生灵 更是第一时间赶支 可想而知 一个又一个都被侵住 十号对其中几个大族汗透了 他差点被追杀的惨死 现在他们的徒子徒孙出现 自然不会客气 这些人不如误区 都不相信 十号还活着 故此前来求证 当然 后面的大部分强者 还是很谨慎的 没有临近现场 在远处观看 到西冷气 看着他身上挂了一串 又一串猎物 头皮发麻 一个个全部撒压子狂逃 至于不相干者 十号没有出手 不会丧心病狂到内部 哎 民族 你们凑什么热闹 又臭又服 根本就没法吃 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十号贪指 在扑扑声中 有几句含着恨意 带着仇艳的民族强者 被击穿 倒在了地上 黑血渐气很高 外界三千州各教修士发呆 此时 十号没有一处仙气 他们能够看见 全都面面相去 至于民主物 屹立在一座白骨山上 脸色要多难看 又多难看 这是赤裸裸的蔑视 这家伙在仙谷惹了天神 还不收敛 居然还敢如此行事 天国的杀手 还没死绝啊 居然还有人冒头 十号再次说话 冷笑了一声 第一次收敛笑意 从原地消失 没入远空 血液洒落 他从虚空中 轰出一个人形生灵 半截躯体 当场被击碎 天国当时第一杀手 居然是他 也来到附近 要知道 天国的古代怪胎 那个王者的肉身 上次都被十号磨灭了 但天国当时的传人 上次却没露面 今日他没有能逃过一劫 在一息间 被十号击断半截身子 砰 接着他又一脚扫出 将天国当时第一杀手踢碎 伴着血雨 外界三千周 一辆血色战车 鲜红的惊人 不断向下淌血 爆发出滔天的杀意 古战车在轰鸣 蒸蒸作响 天国的主人 第一次这般愤怒 慌 这是在折辱天国 在宣战 在挑衅他的危言 是做给他看的 其他人也变色 这就是修处两道仙气的荒芒 果然绝世强大 同阶中的天国杀手 何其可怕 结果才一交手 就被格杀了 所有人都深感事情的严重性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那不可想象 吃得太饱怎么办 回到湖畔 十号摸了摸肚皮 这般说到 事实上他身材挺拔 修长健美 肚子并不鼓掌 这一幕让人见到 那绝对是在羞辱各大天神族群 该怎么消失呢 十号咕怒 突然他盯住了人群后方的几头生灵 大笑道 送瓜子的来了 那几个生灵大恨 转身就走 那是魔奎猿的强者 他们跟荒自然是死敌 七神下戒时就藏使主力 这次十号倒是没有下死手 只是将他们捉住 稀里哗啦一阵摇动 而后一顿狂掰 弄了一堆精盈 如黑玉石般的瓜子 很显然 这会让几人倒行锐剪 这是他们的精华所在 咔嚓 十号坐在湖边 开始嗑瓜子 神态悠闲 那几个强者掩面而逃 太悲愤了 远处众人看得无语 无论是原住民 还是三千州的天才们 都大眼瞪小眼 这果然是个魔王 外界广袤无人区的边缘 魔奎猿的主人 气得一巴掌 拍碎一座巨山 怒火滔天 许多人进入寒蝉 很明显 荒是在敌意针对 不久前 各教修士还在大笑 稀落荒 认为他注定早逝 活不长 结果他不仅活了 还在这样挑衅 这着实等于在山 所有人的脸堂 当面拍来 多无可夺 很多人都觉得脸上火辣辣 面皮难受 黑色湖泊暗边 时候刻了一地瓜子皮 浑身精气澎湃 每一粒种子都蕴含着 道行与神性是补药 这家伙 太嚣张了 居然就这么处在这里 又吃又喝 他要等在这里对决天神吗 不可饶恕 他一定会被震杀 竟敢这样挑战各族的底线 死无葬身之地 很明显 暗中还有敌对生灵 混在人群中 全都愤懑 握紧了拳头 静等天神驾临 将他击杀 瓜子好油腻啊 来盘水果多好啊 十号说道 砰 一株神藤 八地而起 来自上界太阳神宫 这是一株金色的太阳藤 同为敌对势力的人马 被十号拘击了过来 吃吃几声 将他变成了甘蔗 开始拒绝 他活不了 外界一株金色的古堂似吼 他是太阳神宫的主人 曾经下界 被柳神斩断躯体 狼狈而逃 这本来是轰动的场景 慌活着回归 引发各方瞩目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会闹出这样一出戏 令人瞠目结舌 轰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终于天神降临 这房小世界剧烈咬动 虚空四裂 几道身影 从黑色大裂峰中走出 俯视着黑色湖泊 看着满地狼藉 被吃剩下的骨头 半空中一头黄金骨像 面色阴沉 他足有山岳那么高大 此时气息恐怖 小聂处 你太嚣张了 觉得自己有所倚仗 就可以冒犯天神吗 今日你活不了 黄金骨像冷悠悠地说道 然而很快 他就额头 倾尽暴跳 金色瞳孔 射出两道犀利的光束 任无可忍 因为那小子竟然在 用一根雪白的象牙 踢牙 十号 豪整一下 施展手段 将一只雪白如玉的 巨大象牙缩小 用手指捏着 在那里漫不经心 当作牙签用 众人发傻 这家伙太嚣张了 这岂不是想将黄金骨像 气死吗 小子 你这般挑衅 想死都难了 到时候会伤不如死 半空中传来 巨大的轰鸣声 囚龙族天神浮现 双眸如灯笼似的 看着下方 十号不紧不慢 扔掉牙签 穿上一件甲舟 熠熠生辉 非常灿烂 仔细观看 可以发现 居然是以 囚龙鳞片炼制而成 你找死 囚龙断吼 眼睛赤红 小辈 你这样过火 一会儿没有好下场 一头羽衣鲜亮的龙雀展翅 遮蔽天空 这般说道 十号依旧不说话 以行动回应 他取出一根 最为璀璨的龙雀羽毛 那是唯一针鱼 跟原始薄谷等架 而后开始掏耳朵 当时 虚空中龙雀阵痴 小子 你有种 但 却也别想逆天 今日真仙将领 都救不了你 马原也来了 天神追杀 就是因他而起义 十号终于正面回应 道 你个老乌龟 一会儿活顿了你 还有几人 比如那古元 皮秀 以及地坤 那王八高杂 都滚出来吧 你 马原 脸色铁青 用手点指他 这小子太长狂了 根本就没有 将他这个天神 放在眼中 你什么你 忘记上次 我怎么揍你了吗 还不长教训 一会儿再十多年老小子一对 而后直接击杀 十号说道 众人无补目瞪口呆 这家伙还真是什么都敢说 马原气得面孔扭曲 神色正名 这小子居然敢以这种口气 跟他叫板 老气杭丘 仿佛真能压制他一般 老小子 你别不服气 上次不是胖揍你多了吗 真是既吃不计打的东西 十号继续埋怠他 放屁 马原大怒 一世英明啊 什么时候被一个小小的神火镜 修饰揍过 虽然上次中了诅咒 但那也只是大意而已 好臭 十号大笑 放肆跪下 马原大喝 动用了天神秘术 以最强的精神威压横扫 想让十号神识遭创 心神失守 十号眉心发光 他的神识快接近天神了 并不会弱上几分 因此无惧压制 老鬼 你在鬼好什么啊 唱独角戏吗 一个人在那里 碎碎叨叨 不嫌累嘛 挺招而凡的 十号抱着双臂 轻描淡写的说道 上一次 马原几乎将他逼死 他的嘴巴自然不会留情 故此耍剑 马原怒火上涌 同时心头一领 他可是知道 这个少年曾经遭受重创 受了大道之伤 可现在却精神饱满 早已无损了 其他几位天神也都看到了 他精神极佳 明显道伤痊愈 这异常惊人 要知道一旦被大道所伤 就是他们都难以恢复 那种伤 天神都多半要陨落 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去修复 才有恢复的可能 此子了不得 需要迅速击杀 这是几位天神的共识 慌太惊人了 居然靠自己治疗好大道伤痕 说什么都无用 将他杀了便是 囚龙冷悠悠的说道 好 立刻诛杀其原神 肉身留下 回头我们再定夺 黄金古相说的 第一个出手 相笔如山岭 向前抽去 霹雳虚空 我来 突然虚空中 探出一只毛茸茸的 金色的大手 抢先抓来 要擒走时好 这是一头古猿 他身上密布着鳞片 但一些鳞片 缝隙中 也有金色毛发长出 看起来相当的威猛 他刀枪不入 曾经追杀过时好 真差劲 蒂昆 那王八高子 怎么不来 不然我一块杀掉都省事 时好横移 急速避过这一击 出现在大湖另一侧 几位天神 目光悠悠 强行止步 这可是一处禁地 若是相比与大手 拍击下去 打进湖中 一定会惹出大乱子 你们几个混账 一个都别想走 全部击杀 时好说道 众人发呆 这是何等的狂言 一个神火镜修士 居然敢叫板天神 还扬言要全部灭杀 这很不现实 马元向后退了几步 因为他相信 时好不是傻子 也不是疯子 不可能自寻死路 一定有什么厚少过 许多修士都看到了这一幕 露出异色 这时挤得天神 双目中也有金光在闪烁 哈哈哈哈 十好大笑 什么也不说 就是伸出一根指头 点指马元 脸上带着轻蔑之色 小辈 有什么可笑的 马元喝道 他恼羞成动 胆小如鼠的马老头 我劝你赶紧滚蛋 就你这样的货色 也能修到天神境 我刚才那封话 差点吓死你吧 十号的嘴巴很毒 他秒的 马元气得蹊跷生烟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堂堂一代天神 居然被一个小辈 屡次羞辱 这是奇耻大辱 跟他废话干什么 直接干掉 我等是天神 高高在上 这么多人在此 谁来了都无用 皆可击杀 那鼓员暴躁 金光大圣 再次出手 不错 出手 这次马元 很生气 冲了过去 堵在一方 其他人也出动 将黑色湖泊 围了起来 封锁虚空 不怕他逃走 任他本领超凡 也不可能突围出去 众人屏住了呼吸 并且快速倒退 天神若出手 那种威势 绝对会超乎想象 他们可不想枉死 因为天神一怒 流血飘鲁 尸骨百万 恐怖无边 这一刻 所有人都在盯着 他们不知 十号如何活下来 他只是一个 神火镜的修士 根本不可能 对抗天神 那种高高在上的强者 一根指头 就足以击杀 其他神器 黑色湖泊被围 挤得天神 冷漠无比 同时记出法则 都怀着不同的心思 想要将十号拘禁走 独得其肉渴 好了 人也来得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杀你们 十号冷悠悠的说道 轰 他只有一个动作 一拳轰进大湖中 搅乱了此地的宁静 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铺天盖地 无尽蚊虫冲出湖面 向着几位天神飞去 疯狂袭击 十号快速取出万灵图 并且穿上了 与雷地有关的甲咒 坠入湖中 静静看着 神火镜的蚊子 如红马脑般鲜红 而真神镜的虫子 则银亮发光 密密麻麻 遮蔽日月 挤满了天地 谁也没有想到 他敢这么大胆 居然惹怒混沌 文湖中的圣灵 闹出这么大的风暴 天呐 后方观战的人都惊叫 转身就逃 那些虫子太多了 都已经成神 但失去了神志 出于本能 他会攻击所有靠近者 无比疯狂 别告诉我 这小子这几个月 都待在湖中 他无惧这些蚊子嘛 振翅生刺耳 如同金属板在摩擦 这个地方的虫子沸腾 连几的天神 都在第一时间被淹没 不过 他们的实力何其恐怖 成片的虫尸坠落 刹那金就震死了 一地的蚊子 扑通声不绝于耳 因为每一头蚊子 都异常硕大 重数十几 尖锐的叫声响起 令人耳膜声唐 嗡 金光闪耀 天神级蚊子出现 冲出黑色的湖泊 而且一下子就是树脂 他们的子孙遭闯 自然难以忍受 十号也遭遇危机 不过弯灵图抵在身前 体内还有一团火 他的气息依旧被蚊虫寄住 不敢临近 速退 囚龙大叫 他一阵惊悚 没有想到 湖中的恐怖生灵 反应这么迅速 盯住了他 那是一队混沌古文 都只有八正大 破除水面 带着混沌气 散发着让天神都发寒的气急 在囚龙天神传音的瞬间 他就已经中招 心脏剧痛都没有看清怎么回事 一道血溅就飙了出去 一身精血丢掉五成 轰 他一头撞碎虚空 转身就走 再也不敢心存侥幸 不再趁乱 捉嗜好 啊 龙雀最惨 因为他很贪心 无声无息 临近湖面 想趁天神级蚊子追逐其他人时 悄悄接近 去擒走嗜好 不曾想一只混沌古文出现 刺穿其翅膀 砰的一声 他的一只天神赤爆碎 并且在第一时间流失了九成的精血 差点被吸成肉干 见到这一幕 其他几位天神毛骨发寒 这两只混沌古文太可怕了 根本不可立敌 全都转身逃遁 为庆幸的是 那两只古文迷失了 只剩下了本能 不然他们未备 便是如此 几人也先后负伤 马元一声大吼 小腿肚子被钉穿 鲜血长流 他惊恐的发现 丢掉三成精血 抢 强大如古猿 身负金色鳞片 可是依旧被刺透 鲜血飙飞 他当时就是一个两枪 失血过多 面色苍白 他一声抱吼 也撕裂虚空 跑了 几的天神都讨了 这次的围猎 以失败而告终 若非虫子 神志不清 一群人都会有性命之忧 可恨哪 当离开这方小千世界后 有天神在嘶吼 太别屈了 无比不甘 他们可是堂堂的天神 高高在上 居然败北 被一群蚊子追杀的逃窜 最可恨的是 那小子躲在湖中见笑 带着讽刺之色 目送他们离开 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现在 他们终于知道十号的倚章 是什么了 居然可以藏身 黑色湖泊中 那些蚊子 不怎么攻击他 这的确超出预料 消息传出 小半个鲜鼓震动 挤得天神出手 结果却失败了 结果却失败了 并且狼狈而逃 一个个都挂踩了 这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我没听错吧 慌好好的活着 挤得天神 却遇险 各方小千世界 一片嘈杂 各方都愕然 觉得匪夷所思 耻弱 真是奇耻大弱 挤得天神中 救赎马源 吼得响亮 他这是让几人 下决心的 一定要除掉那小子 哪怕是躲进了 混沌 文湖中 一日后 他们再次出现 而且多了一头披羞 此外还有地困 至此 曾经追杀十号的天神 都快来齐了 再临暗界 出现在黑色湖泊盘 这自然震动了 大半个仙谷 很多人都来了 远远观望 全都想知道 这一亿的结果 很明显 天神有备而来 那黑色湖泊 多半已经不能庇护 时好 迪坤 你这个王八高子也来了 上次那顿嘴巴抽的你 还不舒服是吧 今天宰了你 时好 从湖泊中冒头 看着他们 刚一上来 就这样叫板 让所有观战者 都直作压滑子 这主太邪门了 张狂到极致 小畜生 你死定了 骂云和道 我看谁能救你 黄金骨相 也冷声说道 就是真仙转世 也不行 天上地下 再无你容身之地 地坤冷悠悠地说道 哈哈哈哈 十号大笑 而后神色变冷 道 送你们所有人 都上路 人上十万 无边无厌 此时 暗界的确是这种景象 而且应该远多于十万圣灵 都在远处观看 分布在虚空山峰间 密密麻麻 因为这次事情闹得太大了 挤得天神发狠 要击沙谎 祸害一千年 果然没有死 人群中小兔子握紧拳头 呵呵直笑 大神石 躲在山峰中 也在偷瞄 道 这家伙疯了吧 到现在还敢叫板挤得天神 还能有什么手段 青衣 曹雨生 常公岩等人都来了 不过全都没有露出真身 密切关注 非常紧张 不光是他们 就是其他人也都如此 在这种气氛下 都觉得很压抑 凝神注目 黄 我真不知道你是疯了 还是傻了 你以为凭借一个湖泊 就能挡住我们的脚步吗 天神要杀你 真仙复苏都没用 地坤说道 真仙要是将士 一个指头碾死你们全部 错 应该说是一根头发飘落 就可以压碎你们全部 嗜好冷笑 依旧在嘲讽 无需多说 解决掉他 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没有必要跟他再多余 计较什么 马云阴沉着脸头 老马 你真是马脸不知丑与长 你忘记我揍你一顿的事情了吧 更忘记了不久前 屁滚尿流 被蚊子追杀亡命而逃的事了吧 马云越是想表现高高在上的姿态 事后就越是嘴见接他的老底 磕着劲的埋态 气得老马直哆嗦 别废话 杀了他 黄金古相第一个动手 随后古元也触动了 而后皮修更是喷吐神盲 一时间挤的天神全部懂了 祭出天神法则 震杀时好 不过他们还有讲究 出手后 立刻撕开虚空 选择远墩 为的只是惊扰湖泊中的生灵 让他们暴动起来 十号变色 对方完全反过来了 用他的手段对付他 几人都跑了 那蚊虫虽然对他身上的东西忌惮 可是若总是发狂 说不定也会去攻击他 天神法则落下 让黑色湖泊沸腾 成片的蚊子死去 湖水更是白茫茫 上半步被蒸干了 十号急速远顿 没有敢在这湖泊中待着 那里太恐怖了 哄 蒸腾的湖水被定住 几头金色天神冲出 并且两只混沌骨蚊也红了眼睛 在那里震翅 粉碎须枯 湖泊被定住了 不再受损 几头最可怕的生物 带着铺天盖地的蚊子出现 愤怒了 疯狂寻觅低手 逃啊 远方观战的人尽叫 全都吓得面色苍白 亡命而顿 十号也冲向远方 然而就在这时挤得天神再次同时现身 围堵四方 禁锢虚空 一下子将整片山脉封锁了 小辈 你真以为我们对付不了你 天神要杀你这样的蚪蚁 办法太多了 囚龙冷声说道 怎么不逃了 今儿灭杀你 就跟碾死一只虫子般容颜 马元喊声道 将我相族当成食物 你算什么东西 今儿要好好拷问你的灵魂 黄金骨相发怒 蒂坤更是直接出手 一道秩序神炼飞出 功向十号 带着冷意 带着蔑士 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一幕远方所有人都见到了 都是一探 慌太过年轻气声 将自己的命打进去了 轰 一声俱阵 十号的体外浮现光团 将他守护在当中 那是守护神符 再次发威 抵住了天神的攻击 这古佛果然神秘 不过我看你能用多少次 我们每人发动一击 持续下去 早晚会让它破碎 龙雀冷笑 轰 突然混沌蚊子追杀而来 带着几头天神 还有漫天的虫子 化成乌云 俯冲而来 这个景象 过于恐怖 这几大天神 全部变色 他们没有想到 那两只祖文 便是失去了神志 还这么记仇 追杀而至 走 他们禁锢此地 而后 居然将这片虚空截断 整体从这里消失 封锁着十号 一同离去 逃出这片消遣世界 远方人们震撼 这太可怕了 天神的手段 果然难以揣渡 自己能够撕裂虚空 也就怕了 联手之下 居然 接走一片虚无 包裹着山川 整体离去 哄 让他们震惊的是 那两只混沌古文 一样如此 仅凭本能 就包裹住了虚空 带着密密麻麻的蚊子 追了下去 离开这一季 天呐 这帮蚊子好记仇 要发生大事了 有真神惊叫 所有人都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预感到 仙谷要有大乱了 两只混动蛊虫 离开巢穴 这样追杀天神 绝对恐怖 走 追下去看一看 你疯了 不怕被蚊子吃掉吗 想变成干尸吧 不用担心 这群蚊子盯上了天神 我们只能在后面跟着 若有不对 立刻逃走 一大群人追了下去 永远不缺乏胆大抱天者 想亲眼见证那一幕 蜂拥而去 天神过鞋十号 不断讨论 接连出现在几方小世界 可是蚊子始终追逐 并不放弃 这让几名天神大吃一惊 脸色难看麻烦大了 他们没有想到古文如此难缠 居然这么一路追杀 难道说他们当中有人辉语落不畅 快出手 古元暴走 对十号出手轰击他的守护神符 其他人神色阴晴不定 也都祭出宝树 准备轰开此符 将他的肉身夺走 然后就会分开讨论 各打自己的主意 追下来的人发现 那些蚊子果然只针对几名天神 观战者越来越多 小半个仙谷都被震动了 各族修饰其限 都想观看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完了 慌这次真的要死了 在即难逃 有人叹息 这还怎么逃 被挤的天神封在虚空中 只依靠守护神符的话 早晚会被攻破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太笨了 将自己陷入了绝地 这次多半真的要死了 小兔子眼睛发呆 哎 你怎么犯傻呀 大神石 恨铁不成钢 青衣 曹雨生 雪林 落道 长公园等也都醋没 十号陷入了绝境 根本就没有生路可言了 外界三千周 各教修士 也都见到了这一幕 因为十号没有动用仙气 形势逆转之快 让所有人都惊讶 这次他死定了 还能如何翻盘 嘿 早先能活过来 可以说是奇迹 撞了大院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一个小修士 能翻出什么浪花 这样挑衅几位天神 纯粹是找死 有人议论 早先愤闷的人 此事都小了 带着嘲讽之色 继续观看 事态的演变 如果他还能活过来 我自长嘴巴 说我多嘴 有人戴着冷衣 戴着森痰 而后又大笑了起来 死定了 没什么活路可言 其他人也都摇头 那根本就是绝境 无任何生机 民族 天国 仙殿 火云洞 天人族等 都乐出淡淡的笑意 出了一口恶气 一时间 他们觉得心情大好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惊天的光芒映现而出 让所有人都眼睛刺痛 心神震撼 全都带住了 天哪 他在做什么 难道又要翻盘 还能绝出逢生不长 他只是在 你天哪 许多人大叫 就是天神也不例外 全都带住了 三千周 各教修士都震撼 整整看着仙道花瓣 映现出的画面 难以置信 同时很多人 感觉脸上火烂了 似乎又被扇了一巴掌 仙谷内 一方小千世界中 十号独自立在场中央 他不再压制己身 全力运转神力 浑身发光 他爆发出自身最强尾师 并以雷地秘术 勾动无上雷光 一瞬间 一道粗大的雷电 贯通了天上地下 恐怖无边 震惊十方 这是天节 不是一般的雷电 是上仓降下的神法 若是一般的人 想在这没有天节的时代 引动出来 会异常简单 但是十号 修有雷地秘术 惊言此道 并没有太费力 不过这样逆天形式 强行牵引出天节 无比可怕 比正常的降下的雷阀 要恐怖的太多了 这才一开始 就降下了最强雷电 击穿虚空 震碎四野 响声如星空崩塌 让人双耳一血 难以忍受 这太激烈了 也太可怕了 谁都没有想到 十号这么决绝 居然做出这样一件 震惊仙谷的大事 几位天神惨要 脸上写满了恐惧 因为在那可怕的天法中 居然有浓郁到极点的诅咒 跟着雷光一起降落 将他们全部淹没了 十号渡劫 他们跟着糟劫 这诅咒浓郁得无法想象 如同液体一般包裹住了他们 侵蚀到他们的骨子中 根本躲避不了 若是没有遭遇过诅咒也就罢了 第一次时总不至于直接覆灭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病入膏肓 被诅咒侵蚀数以万年 现在被全面彻底的引爆了 不不不 麻雲大叫 从双腿开始腐烂 大块的血肉脱落 一眨眼间的功夫就快化成骷髅了 啊 啊 啊 给我退开 黄金骨相打后 即便他皮糙肉厚 黄金神皮坚韧无比 可此时也是尸般鞭体 迅速腐烂 他原本防御李星人 但是离十号最近遭受的诅咒冲击最大 一下子被恐怖的诅咒之力埋上了 黄金骨相惨疆 头颅破败 肉快脱落 一下子就露出了白色的骨头 而且连他的天神骨竟然都在腐朽 像是烂木头般不断的裂开 轰一道天雷打落 正好劈在他的象牙上 两根雪白的力气全部折断 带着腐烂的黑血 坠落下天空 哎 霸道了 好可惜啊 我的天神像肉啊 十号被劈得呲牙咧嘴时 还不忘记吃 来了这么一句 气得黄金骨相身体乱颤 啊 地坤也在死后 肉身遍布满了尸斑 血肉不断脱落 挤到天神全都如此 没有一个例外都造劫了 我不敢哪 天神在怒吼 在长笑 天啊 这是荒作道道 远方所有人都震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在渡天节啊 借此康杀几大天神太疯狂了 这样做他自己能活下来吗 上一纪元才有的天节又在人间出现了 而且是如此的猛烈 大到让所有神灵都头皮发麻 谁都没有想到荒这么果断 如此的决绝 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引子 引来天节 对抗几大天神 哄 天雷浩荡 一道比一道猛 那耀眼的雷光 每一条都比山岳还粗 击落下来 让山川暴碎 虚空炸开 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么可怕的雷结 这还给人生路吗 完全是为了灭绝 彻底的抹杀个干净 这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 正常来说 神火圆满境的修饰 怎么抵挡得住 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 晋升真神领域 也根本不够看 啊 麻原惨叫 面孔扭曲 眼中写满了绝望 这么壮阔的雷光压落 所带来的诅咒不可想象 那种诡异之力 如同液体般将它包裹 让它浑身都成灰白色 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 由内而外散发到空中 在它的身上 血肉在烂掉 双膝以下早已化成白骨 黑色血液流淌 要多惨有多惨 一道巨大的闪电披落 它的膝盖骨扎开 也跟着烂掉了 它的一双小腿骨坠落 在雷光中粉碎 化为乌有 诅咒侵袭肉血骨 你也出 马云咆哮 大吼着想十号扑去 想要将他击杀 因为他知道 自己多半威力 想在遭劫前灭掉十号 轰 然而十号正处在雷劫中心 那里的诅咒 跟火山喷发一般猛烈 无穷无尽 来自四面八方 在疯狂涌动 他刚一临近 瞬间一道雷光 击中他的天灵盖 当场血液飞溅 头皮脱落 发丝燃烧 那诅咒 混合在雷光中 落在他的身上 像是烧红的铁水 浇在冰雪上 痴痴有声 肉块脱落 头骨雾黑 尸般扩散 马云惨叫 一下子被轰飞了出去 诅咒太严重了 对天神造成致命性威胁 老家伙 你真不行了 这才刚开始而已 就坚持不住了 诗浩说风亮话 其实他自己也惨不忍睹 他浑身是血 在前几道雷光中 就被劈了个劈头散发 血肉横飞 满身焦黑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创伤 这次的天结超乎想象 强得令人发指日 就是在无尽岁月前 有天结的那个时代 也很难在这个境界的修士身上看到 这是在灭绝 不会有圣龙 这种雷结一现 就意味着毁灭 扼杀绝世奇才 雷云压盖人间 天结很不对 颜色有点渗人 起初还是金色银色紫色的闪电披露 到最后血色闪电 湿水般的电光开始肆虐 激烈天穷 轰 一道雷光砸落 绽放五色 化成五道炸雷轰在马园的头上 是名副其实的五雷轰顶 啊 马园惨叫 因为诅咒太可怕了 侵蚀他的头盖骨 让天灵盖 开始腐朽 咔嚓 一道血色闪电镜下 将其天灵盖 都给掀开了 冒起青烟 血液溅起 触目惊息 远方 但凡见到这一幕的人无不胆寒 浑身都起了一层小疙瘩 那可是天神呢 居然遭受这样的磨难 这一景象令人发肾 浑身冷嗖嗖 含毛孔 森寒无比 走 马园想逃 他实在惊恐了 这才刚开始而已 就被诅咒侵蚀的这么惨 身体蛰伏的救急 全面发作 然而 让他头皮发麻的事 根本就走不了 就在远处 两只混沌古文疯了 他们不在天洁范围内 但是却被刺激的发狂 无边场域汹涌 影响虚空 两头蛊虫封住了此地 其他几名天神 比马园先动 都想逃离 离开这诅咒之地 可是却遭遇了伏击 囚龙刚一撕开虚空 一道血光崩陷 他半截身子断掉了 那是一只混沌古文在出手 可怕的口气咬断他的龙尾 一口就吸掉了他半身精血 天神即便再强大 想要复原也需要时间 不可能当场就恢复过来 而在这诅咒之地 一旦削弱就显得无比可怕了 不 啊 囚龙大吼 他在倒退 又回到了雷光中 诅咒侵蚀 血肉均裂 成块的脱落 像是干枯的老树皮 在岁月中落下 雪白的骨骼露出 囚龙凄惨大叫 他全身有一半被毁掉了 缺食一段躯体还有部分则成为 迎摆骨头架子了 这可是天神 何曾这般凄烈 好心疼啊 我的心在滴血啊 那可是龙肉啊 是天神级的 就这么糟糕了 十号在远处大叫 尽管满脸血污 发丝散乱 浑身都是裂痕 还有焦黑 但依旧在那里吼道 囚龙听闻后 气得浑身颤抖 一个小小的神火镜修士 也敢这么放肆盯上了他的血肉 当真是不能忍 只是他现在的确没辙 天洁浩荡 雷光还在其次 主要是那诅咒太浓郁了 全面引发了他们体内 本就存在的浓郁诅咒 点燃了炸药桶 这可不是马园那王八糕子的 无用肥肉 而是囚龙肉啊 十号痛心疾首 马园鼻子都快气歪了 七窍生烟 心中大憨不已 此时此计 他们当真生不如死 小子 你不得好死 囚龙怒斥 这个狠辣的后辈 居然杜天杰 将他们算计进来 道友 逃吧 先离开这鬼地方 我们要是因此而死 太憋屈了 马园劝道 跟囚龙站在一起 准备突围 然而 不远处 发生的一幕 让他们寒毛倒树 脚步一下子又止住了 龙雀突围 以天神赤 割裂长空 就要逃走 然而 一只巴掌大的蚊子 一闪而没 扑的一声 刺透其躯体 没入了进去 啊 龙雀惨叫 刹那间浑身干瘪 所有精血尽尸 下一刻 他挣脱了 逼出那只古文 但却也承受不住 诅咒侵蚀 跌跌撞撞 重回雷光中时 被一道天雷劈中 浑身灰白 诅咒将他彻底研磨 咔嚓 他从眉心剧烈 浑身血肉都化成了浓血 只剩下骨头架子 并且天神骨也在腐烂 一只灰白色的神鸟 从他的头骨中飞出 那是他的元神 此时没有一点光泽 随着雷光而逐渐发黑 最后 其元神溃散了 一位天神陨落 龙雀原本就天神道果不稳 修为罪弱 勉强达到这个境界 而今第一个遭解 在此死亡 天哪 一位天神死了 就这样 在诅咒中化成集会 这 只因一个少年而起 可是黄海活着 他还在杜戒 人们嘴唇发抖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胆战心惊 一位高高在上 不可匹敌的天神 就这么的死掉了 如同神话一般 要知道 其死因是一个小修士导致的 啊啊啊 我难受啊 诗号大喊大叫 痛苦无比 道 老天 你还我的龙雀肉 抱天天物 怎么能如此毁掉 我想吃天神 即神秦肉啊 他伤势严重 许多地方都已经露出了骨头 血肉模糊 在雷光中艰难对抗 但嘴巴依旧不肯闭上 小畜少 你活该被雷劈 死无葬身之地 有天神怒吼 啊呸 老子就是不死 你们这群老乌龟 都给我去死吧 诗号回应 忍着剧痛 呲牙咧嘴的回应 到了这一步 双方都务必难受 就是诗号 也觉得不太对劲了 有诅咒弥漫 向他体内侵入 还好 他不是原住民 此前体内不曾蛰伏 无尽鬼之力 此时并不爆发 第一次被侵蚀 不会立刻发作死亡 咔嚓 雷光蜿虫 血色闪电交织 化成了网 将诗号打得横飞 撞在地面 体内 琵琶作响 骨头上裂痕密布 而此时 几位天神也不好受 不行 死在一个小背手中 太寒碜了 无论如何 也得逃离 囚龙低吼 在他的旁边 出现一头皮羞 还有一只金色的骨猿 都是天神中的佼佼者 他们一起发痕 向外冲击 不好 那只骨蚊难道复苏了 有了些许神志 怎么又攻来了 骨猿大喝 情况危急 他的防御力 不可谓不惊人 身上密布着金色鳞片 但依旧被骨虫的口气刺穿 鲜血标飞 猴子 你敢逃 把猴脑给我留下 不许带走我的粮食 十号大吼 我 孤原愤怒 他脾气本来就暴躁 现在承受这种磨难 自然更加气不顺 恨不得一脚将十号踩死 不好 道兄救我 马远惨叫 原来他刚才 趁着三大天神突围时 居然从另一侧逃走 结果被另一只骨蚊刺重 半截躯体彻底断掉了 而当他逃回来时 更是遭受雷光轰击 无边诅咒入体 彻底不行了 一瞬间 他师班密集 快速解体 老马 我要跟你决战 十号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降落而下 决战你 老马大骂 他很想活寡了他 当十号扑来时 天结忠心跟着一来 毫无疑问 加快了马远的覆灭 不 马远惨叫 眼中写满了绝望 还有毁憾 为什么要来招惹这个杀行 太不值了 要将自己打进来了 远处几位天神 没有人出手 现在都忙着自保 谁会管他呀 他化成骨架 元神也要碎裂了 即将消逝 老马 我送你一场 十号从天而降 带着雷光 还有诅咒 一脚猛力塌下 砰 马远的头骨碎裂 元神崩散 就此行神拒灭 两名天神先后死去 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振斗仙谷的大事件 龙雀马远名气颇大 都是一族的天神 可而今却因一个少年而亡 如同一场风暴 席卷拔黄 而且这次的风波还在发酵 持续进行中 咔 星红的闪电 如血液从虚空中落下 让天地一片赤红 可怕无边 这雷击越发的可怕了 染红了天地 恍若无上生灵的血洒落 一片气焰 十号大口咳血 遭受重创 身体被劈得横飞了起来 体内有骨头断裂 血肉模糊 发出焦糊的味道 逃 离开这里 这是几名天神的信誉 他们比十号还凄惨 白骨蚱漏出 血肉都快脱落干净了 诅咒全部侵蚀进了骨子中 只是两头混沌骨纹 就守在不远处 不肯离去 着实让他们无奈 退 不信他能将我们全部堵住 帝坤发狠说道 到了现在 唯有冒死冲击了 不然没有一点活路可言 而且就算他们能逃走 还能活下来吗 体内诅咒被引爆 也许回到族中不久 就要衰竭而后作画 但只要还有一点希望 就得尝试 不能坐以待毙 哦 古猿报后 他也受不了 准备以性命相补 就此顿走 好 那就一起闯吧 囚龙同意 他只剩下了半截绳子 无比虚弱了 再单个片刻逼死无疑 杀 黄金骨巷第一个行动起来 他连雪白的象牙都被劈断了 血肉模糊 粗糙的金色橡皮 更是已经千疮百孔腐烂的不成样子 咚 黄金骨巷刚一动 就引发了雷霆狂暴 因为十号就在不远处 虽然伤势严重 身体快散压了 但还是拼命冲来 等于带着雷光 些诅咒而至 他并没有想留下所有人 有针对性的出手 去堵截黄金骨巷 这根出头船子 血色闪电滔滔 如同天枯 像是上苍的洒下的血泪 落在天神的身上 让他们加快腐朽 黄金骨巷当场惨好 十号自身也闷横 到了这一刻 他已经难以刷嘴痞子了 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随时有可能会陨落 尤其是这样妄动 更加危险 黄金骨巷后背遭袭 血肉溃烂 一条巨大的后腿更是腐化 最终烂掉 随着一道山月粗的雷电而裂开 从身体上坠下 走 此时其他人都已经出手 冲向不同方向 骨圆惨叫 身上的金色鳞片崩碎 一只巴掌大的混沌骨巩 将他身体击穿 汲取精血 但是他依旧在逃 而且在此过程中 他身上的血肉腐烂速度加快 当他冲出去百里时 都快变成骷髅猴子了 但是他成功了 摆脱天结与古文 古猿逃脱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望着雷光中的十号 双目中露出无比冰冷的光芒 大行响 你以为能活得了吗 十号在天结中挑衅 大声喝道 并且他在追击 写天雷与诅咒 阵列长空 急速而来 古猿暴怒 堂堂天神 居然没有办法 只能逃顿 被一个小修士 追击的这般狼狈 让他们怒吼惊天 咔嚓 古猿的声音传来 古猿惊悚 他的头骨在诅咒中腐烂了 几乎只剩下了元神 坏了 他一声大叫 再也不敢停留 急速远去 便是如此 他还能活下来吗 这太艰难了 肉身近毁 只剩下元神 还如何对抗诅咒 古猿头也不回 向着七居地奔行而去 他要回到族中 立刻闭关休养 嗯 啊 后方 囚龙惨叫 突围失败 因为他只剩下了半截躯体 本就是最虚弱的 被一只混沌古文 钉穿天灵盖 当场死亡 小辈 有你好受 回头必杀你 帝坤 阴冷地说道 他肉身也废掉了 只有元神 还有骨架逃亡 但是 他成功走脱 啊 黄金鼓向大吼 竭尽所能 摆脱雷劫 冲出诅咒海 但最后还是很不幸 浑身崩开 他受创太严重 最后骨骼都裂开了 全面散压 其元神 从金色 向灰黑色 转变 那是诅咒 发展到末期的体现 他带着悲愤 还有不甘 最后 在虚空中 炸开 黄金鼓向 也死了 到此 龙雀 马园 囚龙 黄金鼓向 四大天神 皆伤 远处 一头银色的 皮修场销 付出巨大的代价 鳞皮 落光 血液尽尸 又被混沌古文 截断半截身子 这才套走 七的天神 只有地坤 古元 皮修活下来 从这里退走 不久后 混沌古文 也离开了 傻 谁没有想到 十号竟然开始追杀天神 他动用了破戒符 按照所了解到的情况 横渡虚空 穿透 戒壁 一路跟了下去 这简直是要命 虚空破败 在雷光中被轰得不成样子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杜杰 还要横穿虚空的 别人全力以赴 还觉得不够呢 十号自然也发生了危险 骨头出现多处裂痕 断了不少根 但是依旧在咬牙 他不想将麻烦留下 想借此解决后患 皮修是最后一个逃走的 故此他跟上他 这是一片古地 乱石密集为皮修族的棲聚地 不过人口却不是很多 种族数量稀少 严格来说 他们并不是原住民 而是昔日皮修族的天才 进来后滞留在此留下的后裔 出乎十号的意料 跟到这里时并未有激战 那只古老的皮修已经在解体 骨架崩塌 原神在衰竭 小辈 这不关我族人的事 皮修喝道 雷杰中 十号快被劈残了 骨断筋舌 但是他在坚持 这不是大道上 他强行催动血气 想要恢复 十号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那只皮修 他的原神碎裂了 被诅咒腐蚀 终究是没有抵住 最终湮灭 十号转身 没有冲进石林身处 不曾去迁怒于整片族群 他再次上路 哄 虚空炸开 他在黑暗中杜劫 在通道中沐浴雷光 这种景象千古未有 这是头一次 有人在杜劫中远行 十号地后 身上军裂 但是两道仙气弥漫后 情况有所改善 修补伤体 这不是大道上 坏不了他的根基 可以抑制 变态呀 慌在追杀天神 逼死了皮修 这还有天理吗 一个小修士能做到这一步 也算是逆天了 有人跟了下来 而且不在少数 发现皮修死去 一个个都瞠目结舌 只有个别人能开口惊叫 原山宏大而壮阔 一座又一座 这里生活着原住民原祖 不过当古元回来后 没有返回族中 而是盘坐在外 因为他身上的诅咒 太严重了 不断一出 会毁掉族群 他虽然凶残暴血 对敌手狠辣 但是对于族群 倒很在意 虎空炸开 十号带着雷杰 还有诅咒出现了 光芒万丈 毁灭气息弥漫 赤红色闪电环绕 如同盖世魔神般 雄元 你不是要杀我吗 来吧 十号大喝 古元疏得睁开了眼睛 骨劲上也只有五官还残存 他一声咆哮 画成一道金光冲了过来 手中出现一杆绽毛 刺向十号 轰 雷光下 诅咒沸腾 古元亮枪 他的法则居然扭曲了 这是衰弱到极点的体现 给我杀 古元 智出手中的战毛 洞穿虚空 带着法则 飞进雷亭中 在当当声中 战毛火星四箭 但是并未毁掉 十号一叹 急速躲避 且动用了守护神符 嗡的一声 他被笼罩 就连天杰都暂时被推举开了 战毛被挡住 法则没有能击中他 然而 也就是这时天杰更加猛烈了 无比暴虐 十号脸色苍白 收起守护神符 亡命飞逃 就在那个区域 一切都被毁灭了 被粉碎了个干净 巨大的黑洞都被击穿了出来 那种神威无法想象 这 就是古元都大吃一惊 他横飞了出去 大口可血 这雷杰太恐怖了 因为天神法则的干预 让雷杰瞬间暴涨 怎么会 古元大叫 雷杰放大后 有部分冲着他来 诅咒更变态了 必无可避 古元的骨头彻底烂掉了 且元神被侵蚀 最终烟消云散 远处 十号 面无血色 刚才太危险了 那种雷光多半都可直接劈掉天神 看来 由于这一纪元 无天杰 人们对他了解太少了 有人干预 竟能惹来相应境界的天节 会引火烧身 也会更恐怖 十号庆幸 他避过了那一劫 他没有停留 带着雷光 再次横渡虚空 追杀地坤 这是一片古地 青铜建筑物里立 一座又一座都无比的宏伟 居然都是以青铜铸成的 地坤 墨地睁开了眼睛 他正盘坐在最中央的一座青铜骨殿中 对抗诅咒 他腾空而起 看着十号 道 杜杰 也敢追来 让你的族人都走吧 十号声音嘶哑 忍受着剧痛 此时他骨断筋蛇 在雷光中遭遇了重创 因为这般横渡 着实艰难 我的诅咒难以根治 而这也是仙谷最后一次开启了 他们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地坤自语 你 十号吃了一惊 这名天神丧心病狂了 要让族人陪葬 我本位仙殿最强传人 结果被教祖命令 扎根仙谷 徐徐图谋 结果却受困于这里 并未得到大机缘 地坤自嘲 他神色阴冷 带着恨意 很愤怒 十号心头俱阵 竟不是他自己要留下 而是当年接受了命令 先殿所图非小 只是效果不大 地坤被诅咒侵蚀 一年也出不去几次 只能七余一遇 没能大展鸿铜 先殿 还真是野心勃勃呀 十号道 来吧 地坤阴冷的说道 带着残忍的笑 向前冲来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 因为尝试化解诅咒 完全失效了 他想拉着十号一起死 他不再防御 任诅咒蔓延 尽情倾泻 天神法则 怎么会 他脸上斜满惊恐 无比后悔 因为雷光也冲着他来了 非常宏大 诅咒浓郁了数十倍 一瞬间 他的骨头就烂掉了 并且元神化成灰烬 就此行神俱灭 啊 十号第一时间远顿 惨叫着 因为遭受了太多冲击 身子破破烂烂 差点跟着行神俱灭 哄 终于 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即将突破了 马上就要晋升 真神领域 强大的气息弥漫 血气刚萌 快速滋养躯体 嗡 他浑身发光 几乎在一刹那而已 身体无尽潜能 释放 血肉晶莹 一下子璀璨了起来 在琵琶声中 他骨断重续 肉身修复 快速达到最强姿态 即将突破 这是潜能全面释放的结果 要来了吗 能修出第三道仙气吗 十号紧张 因为他在神火镜的停留 只剩下这最后一刻了 而此时天结却更加猛烈了 隐约间可见 有闪电 化成古墓 生灵等 越发可怕 我要变强 十号大吼 面对雷海 仰望无穷闪电 他息迹 修出第三道仙气 哄雷霆打来 天崩地裂 鬼神哭号 这乾坤下洒落血雨 星红刺目 爆发无尽的闪电 震耳欲聋 茫茫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有天结 十号低后 他已经攀升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神火大圆满 极尽升华 即将迈进真神领域 从来没有一刻 他是这么的强大 超越以往 浑身溢出各种霞光 在黑暗中燃烧 照亮永恒 大 那巨大的闪电 打在他的身上 居然火星四箭 就跟打铁一般 铿锵作响 声音刺耳 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远方的人见到这一幕 无不目瞪口呆 这还是人吗 雷光击来 若是别的生灵 肯定难挡天威 化成结灰 就是不死也要重伤 他居然这般逆天 哐 又是一声巨响 雷光密集 一条又一条 都粗大如山月 先后披在他的身上 火星四箭 蒸蒸作响 太惊人了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感觉一阵发毛 慌得肉身 未免太强大了 十号突破再急 潜能全部释放 恢复到巅峰后 极尽升华 对抗雷结时 展现了惊人的手段 硬抗而不坏 但是他没有大意 因为最可怕的雷光 还在后面 他知道这次 若是稍有大意 就会死去 这次的天洁 太强烈了 第三道仙气 还不出现吗 他焦急了 到了这最后一刻 还没有蜕变 不曾踏出那传说中的一步 相传在先古时代 一些人渡劫 经历最可怕的劫难 是会直接再蜕变出一道仙气 让自己踏上最高峰 他已经难以压制几身了 即将突破 可是第三道仙气 却依旧不见踪影 这让他无比失望 没有 十号仰望苍天 上方雷海密布 滚滚而涌 现在全面暴动 如同汪洋一般 清晰下来 不好 十号变色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雷海中那些生灵复活了 有了生气 开始向他扑杀 一头饕餵 摇头白尾 吞噬万物 从那雷电云层中踏出 他比山岳还高 扑杀而来 这是巨大的雷光化成的 凝石无比 孕育而生 这仿佛是一个神胎 此时拥有了灵魂 不可抵达 十号长孝 全面出手 毫无保留的对抗那饕餵 要将他击杀在虚空中 哄 雷霆爆发 将虚空都击穿了 这个地方四分五裂 并且 饕餵 吞噬万物 张开了巨嘴 熔炼一切 噗 十号 劈开肉绽 鲜血淋漓 在这种雷结下 终于承受不住 遭受这可怕的一击 劈头散发 啥 但是 他的目光 越发犀利 一个亮枪后 重新站直了身体 既然没有第三道仙气 我也不勉强了 十号地狱 而后 祸得抬头 盯着那头 饕餵 他开始疯狂出手 并且 他已经开始释放最后的精气神 冲击真神境 噗哗 咆哮声响起 在雷结中乍响 压盖了所有雷声 可见声音多么的巨大 那饕餵发狂 跟他对轰 毫无保留的时候 凶猛无比 比凶兽更像凶兽 速度太快了 伴着雷电而舞 一拳竟将饕餵的眉心击穿 因为这个时候他太强大了 半只脚迈入了真神境 生命在升华 在超越自我 在进行一场蜕变 故此 他前所未有的强大 也就是在这时 他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因为有一缕模糊的仙气 缓慢凝聚 将要呈现出来 在其体外显化 然而这一刻 天雷暴动 雷海无尽 全部砸落了下来 十号被淹没了 坏了 十号心惊肉跳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如同世界末日来临 让他寒毛倒树 生出一层鸡皮疙瘩 他的心脏 都要停止了跳动 近乎窒息 这是本能直觉 再告诉他 大难临头 可能要陨落掉 轰 果然 这一道雷超乎想象的强大 隐约金 十号看到很多生物咆哮 向着他扑来 虚影密布 全部可怕无边 这雷海整体砸在他的身上 终于一万句 十号大口可血 浑身骨头断裂多处 在生灵的咆哮声中 成片的猛兽神琴 一起向前破杀 碰 最可怖的是 一只金色天碑浮现 从天而降 将他镇压在下 一瞬间让他体内琵琶作响 全身骨骼都要断裂了 这是什么 十号吃惊 在这没有天节的年代 强行引动雷节 果然可怕惊人 处处透着妖艺 弥漫着恐怖 居然连一面金色天碑都出现了 密布着无尽的符纹 在其旁边 更是有诸多可怕生物嘶吼 震耳欲聋 而这些都是雷电所化 雷海孕育天碑 怎么形成的借此镇压吗 十号不信息 举拳轰击 打在天碑上 雷光暴涨 两者间茫茫一片 赤声无比 什么都看不到了 下一刻 十号横飞 星红的血洒落 他被茫茫雷光 击成重伤 这天碑太不简单了 在其周围 无数生灵膜拜 隐隐绰绰 蕴含着可怕的力量 爆发出的雷电 无一伦比 凭此就以为可以阻我吗 十号大哥 满头发丝 沾着血 倒树了起来 他举拳轰天 可那石碑真的非常的恐怖 缓缓压落 将他震在下方 让他一寸一寸下沉 震他虚空 将他要震杀了 给我起 十号怒吼 这天碑不可躲避 始终压在他的头顶上方 而今更是让他覆灭 他挥动拳头 全部积在天碑上 让他响声大作 隆隆摇动 有细微裂痕出现 而与此同时 十号即将彻底成为真神 且那缕仙气更清晰了一些 将要彻底成形 显化在世界 咔嚓 在金色天碑碎开一角的刹那 无数在那里跪拜 进行膜拜的生灵 莫不惊恐大叫 瑟瑟发抖 这虽然都是雷电所化 但是场景却如此的真实 一道雪亮的刀光阳气 冲破云霄 短暂的震散雷海 让天地万物都重新显化 天呐 那是什么 远空所有人都睁到了眼睛 写满了巨异 还有震惊 难以置信 金色的天碑居然横着倒下 从里面绽放出刀光 白茫茫 简直要刺瞎人的眼睛 那里神圣无比 这是一口闸刀 所谓天碑 不过是外在表现 此时通体符文照耀 发出最为绚烂的光芒 形成一口神秘的闸刀 它可怕无比 拥有莫测威能 在十号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瞬间将它卷了进去 一道血光溅起 它将十号闸为两端 啊 十号大叫 巨痛无比 它感觉自己崩开了 不仅肉身如此 仿佛原神都被炸断了 打到闸刀下走一走 灭度苍生 隐约间 他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宏大声音 所有这一切都是规则所化 包括闸刀 包括这种法音 一切都显得无比可怕 这天地到底已磨刻了什么 昔日真有这样一口闸刀吗 它秉承什么意志 这一道落下 十号躯体断裂 法则弥漫 他感觉自己崩开了 连元神都被熄灭了 巨痛让人难以忍受 最为可怕的是 他体外的仙气精 被这一道中断 在这大道闸刀下走一遭 死的不仅是人 还有法语道 大道闸刀两侧 无尽的生灵贵妇哀嚎 速速发抖 在那里叩手与膜拜 仿佛在祭祀 将十号当成了祭品 不要啊 十号不干 嘴角一血 仰天怒吼 怎能如此 他辛苦修出第三道仙气 居然被这样炸断了 法则在交织 雷光在清洗 将他的断体 劈得千疮百孔 想要最终毁灭掉 大道闸刀下走一遭 在仙谷也是最可怕的劫难 一般都是为修出第三道仙气的最强一类人准备的 扛不过去 什么都不要想 就此灰飞烟灭 扛过去了 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就是这么的阳客 史上最强天结在先 十号在剧痛中 想到了白龟的一些话 心有所悟 这是最可怕的魔力与考验 生死关头来了 轰 他燃烧几身 两道仙气浮现 强行凝聚他的肉身 在雷光中重组 每块血肉都蕴含着雷霆 充分被淬炼 虽然焦黑 但是一旦熬过去 注定要更上一层楼 脱胎换骨 十号大吼 他的肉身拼接在一起了 两道仙气环绕 浑身血气沸腾 我不能死 还要上酒店 去采摘雷结叶呢 十号低吼 怎能被这一关挡住 他要连床九重天 去沐浴金色雷结叶 从而脱胎换骨 这是一场生死战 十号出拳 轮回奥义尽险 在其周围 时光碎片飞舞 满天都是 一瞬间时空都被干扰了 轰 大刀闸刀 重新化成天杯 从虚空中模糊了下去 散在雷海中 十号渡过了这道关 一瞬间 他血气滚滚 神力爆发 修复伤体 并且滋生出第三道仙气 咔嚓 与此同时 体内像是有一声 脆响发出某种智库破碎了 他晋升到真一镜 成为一尊真神 突破了 第三道仙气出现 洁白如玉 缭绕在十号的体外 净显神秘 不要说是这一事 就是在上一纪元 这也是极限 处在最强的一列人内 三道仙气 有特别的意义 在神火境 这已经是绝点 代表了最高成就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道仙气 与此对应 与道的共鸣 将来会因此而蜕变 根基将坚固与劳实无比 这切合了某种轨迹 是最强路的体现 十号明物 早先他想方设法 希望修出第三道仙气 不可得 可在突破真一镜前的瞬间 他诞生了 极尽升华 最后一刹那才成功 他若有所思 此计他成为了真神 血肉在剧烈律动 骨骼琵琶作响 一股惊人的力量 从血肉深处弥漫而出 在修补他的身体 因为他突破了 实现了生命层次的蜕变 完成了一次升华 身体宝藏 自行开启 尽情释放潜能 一瞬间 十号早先所有的伤 全部好了 精气滚滚 犹如狼烟般 直冲消汗 破开了雷海 这个场面非常震撼 断骨再生 裂痕进去 他浑身 每根骨头都血白晶莹 带着动人的光泽 至于血肉 更是剔透灿烂 如同玉髓般 流动着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真神 他如今立身在了 这一领域 吞吐天地间的本源精华 任雷洁清泻而来 快速转化为自身的能量 十号在变强 而且这个过程在持续 不曾止步 他从真神初级 不断攀升 气势快速 凌厉与强大起来 这个变化 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 他才突破 实力就这么飙涨 令人震撼 很快 雷洁滚滚 闪电交织 十号的眸子中 射出犀利的光束 他一跃成为了 真一静中期高手 神威灵灵 此时十号浑身衣衫 进化灰烬 皮肤灿若玉石 长发沾染着血迹 整个人发出绚丽的光芒 法力鼎声 这才刚一突破 他就已经成为 真神中期境的高手了 所有人都发呆 这也太迅猛了 非常变态 事实上 十号早就达到 神火大圆满了 只是为了修仙器 一直在压制 绝对算是后继勃发 在那临界点 驻足寒久了 而今 一招突破 故此霸道无比 将修为瞬间 就从初期 推上了中期 逼逆天下 这种崛起 非常的惊人 哄 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稍微平和些去的天节 短暂 沉寂后 一下子爆发了 天崩地裂 这方小千世界 都被击穿了 那是一片生灵 从雷海中浮现 大齐烈烈 铁血 杀气滔天 向着十号冲去 人寒马斯 甲咒惨破 血迹斑斑 像是百战不死的老兵 从最可怕的战场杀来 将十号给淹没在当中 他们的坐骑 全都是太古凶兽 没有例外 都是最可怕的生物 就更不要说 这些强者自身了 远方 人们目瞪口呆 这是怎样的雷劫 怎么全都化成了生灵 未免太可怕了 他们光看着 便振振心惊肉挑 就更不要说 亲身处在当中了 那简直是屠杀 是一场灾难 太过恐怖 所有人都觉得 只要是真神进去的话 逼死无疑 别说跟那些强者战斗 就是他们的坐骑 随便一头都可以哼扫真神 一头皮羞咆哮 大爪子一拍 飞沙走石 鬼魔哀嚎 那所谓的沙石 都如同大星 是巨大的球状雷电 溢出的任何一缕 都能轰碎真神 太过恐怖 至于他身上的骑士 则已一杆战矛 洞碎天地 光芒璀璀 照亮永恒 绝世犀利 太可怕了 这一人一起 足以横扫千军万马 虐杀群神 怎么会如此的灵力 人们胆寒 轻声哀叹 这样的敌手 世间罕见 而他其实也只是在真意境 先古机缘太可怕了 这就是他们所要经历的天节吗 怎么会如此的强大 这一世有谁能度过 人们的心都凉了 如果是他们去度劫 一个照面 就化成了集灰 要知道 那一人一起 只是乱军中一员 还有很多蜂拥而上 将十号包围 一时间宝树激荡 神光耀天 杀 十号怒吼 身化昆蓬 背负青天 展翅怒鸡 所有对手 跟他们血拼 激烈搏杀 强大如他 才一开始而已 就已经血染神体 浑身附上多处 那长毛战己天歌等 落在他的身上 全都能带起血污 这样的敌手太可怕了 任何一个都足以 傲视当事通缉人 十号陷入生死险境 一群这么变态的强者出现 共杀他一人 这是绝境陷入了最危险的杀剧中 血光闪现 十号亮枪倒推 他已经重新化成了人参 身上插满了剑雨 化成雷光 将他炸得血肉模糊 嗡 他双翅一阵 碰撞在一起 混沌气弥漫 阴阳二气流转 十号以昆蓬 绝血横扫 体表出现金色漩涡 漩涡中内运一个又一个模糊的神态 疯狂掠夺外界力量 傻呀 那些人马居然发出喊沙声 越发的涌烈了 傻 十号合道 他也拼命了 将这雷劫中的生灵 当成了真正的死敌 舍生忘死 拼尽所有 跟他们激战 这是最强雷劫 在先古时代 也不过如此 只有触犯天际 过于强大的生灵 渡劫时 才有可能会如此 但是那种例子 极其稀少 十号 在这没有天节的时代 强行引节 自然触动天怒 故此 降下史上最强雷劫 显化诸多同节强者 为杀他 十号劈头散发 慢身伤口 将昆蓬法 演化到了极尽 漫天 都是金色羽毛 化成天剑 披杀十方顶 昆蓬赤 更是化成阴阳二气 纠缠在一起 演化神徒 映照混沌 金悬波文公 让他提表 密布漩涡无穷 那一个又一个 人形神奇 在那里送经 镇压六合八荒敌 这一战 十号将昆蓬法 理解与发掘到了极尽 宛如仙古昆蓬在先 十号抬手 将一名敌手的眉心刺透 咔嚓 他震翅 将两名强敌 连人带坐骑撕裂 当最后一名敌人的头颅 飞出去时 他单膝跪在地上 拄着一杆 夺来的战毛 满身是血 难以动态 哄 那战毛炸开 雷海炸开 十号航飞 血肉模糊 骨骼断裂 这一关又过了 他身负重伤 但是他活了下来 尽管重伤 被人形闪电等伤的垂死 但终究熬了过来 不过这才是开始 后面还有更可怕的解难 他短暂调息 三道仙气围绕着他旋转 绝夺天地本源 快速治疗伤体 补充几身 他的伤势 在以肉眼可以看到的速度下好转 肉身愈合 断骨重接 通体又一次发光了 甚至在掠夺天节中的力量 远方人们发呆 这是何等的可怕 他居然能如此 事实上就是十号自己也是一惊 面对这等天节 也唯有仙气遮体才能度过 不然没有任何的希望 仙气缭绕躯体 可以快速恢复过来 让他能在接下来从容面对 这本就是为拥有两道以上 仙气者准备的最强天节 他明误了 唯有如此才有希望过关 哄 十号冲向高天 破开雷海 仿佛击碎了一重天 他晋升到更高处 那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这里花香鸟语 亭台楼阁 美若仙境般 带着丝丝缕缕的洁白仙气 无比的出世与宁静 早先的雷声一下子消失了 这里犹宁而雅致 然而十号却寒毛倒树 头皮发麻 越发觉得恐怖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池一闪 都是雷洁浮纹所画 轰 他一上来就遭遇了轰击 一座青铜古殿降落 化成了最可怕的法宝 将它镇压在当中 要磨灭 化成浓血 这是一场血战 十号艰难震碎青铜殿 一座九重塔又落下 缭绕着淡淡仙气 恐怖无边将它压落在当中 而这一意义更是耗时久远 十号从第一层塔开始 直接杀上九层才脱困 内部蕴含无尽妖魔鬼怪 一口大钟鸿鸣急速飞来 它非常可怕 中壁上一个无字发光 照亮天雨 中波一出粉碎一切阻挡 哦 又是那口钟 十号吃惊 可惜还是只见到一个字 他没有看清大钟上的 另一个模糊骨子 当 钟声大作 终于被他击退 这里宝具呈现 一个又一个足以将任何真神 化成鸡粉 震成血物 但是十号却硬挺了过来 立敌所有古堡 最后满地都是碎片 雷光迸发 将它炸得骨骼断裂 肉身破碎 几乎生死 又过了一关 十号咬牙 艰难站起身来 以三道仙气疗伤 勾动天地万物 截取本源精化 当他腾空 再次跃上一层天 进入一片崭新的领域时 四野一片黑暗 呜呜的哭泣声 让人发毛 隐约今 他仿佛看到了 一座又一座黑暗牢笼 伴着时间长河 关押着一个又一个 至强的元神 十号倒吸冷气 这难道是他的元神曾经陷落的地方 毫无疑问 这一更可怕 十号杀到疯狂 遇到了太多的艰险 这是一次元神大战 他挤进风魔 黑暗中一个少年丢弃肉身 元神长仰在时光碎片中 被封进一个又一个黑色的牢笼内 跟各种恐怖生物大对决 十号的元神差点寂灭 惨不忍睹 大战十方敌 最后被雷光包裹 终于杀了出来 回归肉身 这是一次地狱之行 太多可怕生灵出现 跟他的元神激战 是一次无法想象的魔力 雷光淬炼肉身与元神 十号一路破关 九死一生 向九天之上进军 就这样 他破了九重天 登陵高处 但还不是绝点 杀 十号已经立即 但依旧在坚持 击破第十层浩瀚神天 终于到了尽头 九之极尽 实境完美嘛 第十层雷域 强敌遍地 大山红尾 古墓遍地 药草芬芳 他在这里采集雷电化成的古钥匙 居然能够疗伤 滋养躯体 让他瞠目结舌 但是这个地方的生灵也太可怕了 有缭绕仙气者 甚至见到了不死天缝 还好 并不是所有生灵都拱来 有的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 有的则凶猛攻击 当然 最可怕的是 这个地方有一座高台 上写三个大字 展仙台 熠熠生辉 展仙台 这让人震撼 时好不认识那种古字 但是却可以交感 明误出奇异 呸 有星光扫出 仿佛可以展仙 一场血拼 展仙台 终是没有针对他 那里逐渐模糊了下去 这不是为他准备的古台 他在这里只是遭遇了鱼波的冲击 即便如此 十号也被击碎数次艰难活过来 结束了吗 到了最后 他已经干枯 没有了一点力气 终于他看到一个 金色的池子 不过半米建防 池畔还有一株 古老的金色神术 十号挣扎着走了过去 扑通一声 倒在了池边 开始大口吞咽雷结液 天结已过 第三道仙气修出 金色的古池 虽然不大 但是满满 一池子的雷结液 闻一口就让人 有语化飞升般的错觉 十号虚脱了 趴在地上 一动都不想动了 他身体破败 满身骨头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全都碎掉了 鼓动 十号大口吞咽金色的雷结液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不想去做 因为伤势太严重了 说是一个死人都不为过了 连床九重天 又登临第十境 浑身没有一块 无损的地方 连额骨都碎成了十几块 被强行组合在一起 至于肉身更是千疮百孔 一片焦黑 许多血洞前后透亮 脏腑更是发出了焦糊味 整具肉身的伤 要多可怕 有多可怕 他能活着 还有生命波动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半米见方的金色池子 看起来是以岩石开凿出来的 用手去触摸 不似是雷电所化 这让他非常惊异 雷海中 怎么会有这样一口 古老的岩石仙池 令人瑕疵无限 这并非十号第一次见到 上一次的雷结液是紫色的 神效远没有这次的大 孤独 这一口雷结液吞下去 十号觉得残破与干枯的躯体 一下子复苏出不少生计 正在从冰死状态中走出 到了他这个境界 身体法力等都远胜从前 若还是以前的雷结液 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效果 这是精华 十号惊叹 一滴金色液 抵得上过去一小团 蕴含着万圣的活力与生机 雷结代表了毁灭 可是却在这种绝灭中 蕴含了这样的一口古老仙池 藏着生机可见其多么的珍贵 这次的伤好严重啊 十号心惊 当真正平静下来 他才发觉此次杜结多么的凶险 这身体还是自己的嘛 破烂不堪 每块骨头最起码都有数十道裂痕 都快粉碎了 是被三道仙气强行凝聚在一起的 血肉脏腑几近坏死 没有生机 焦壶于冰冷了下来 这次很惨 他体内只有剩下了三股仙气 正是凭此在支撑 不然的话早该倒下去了 化成一具一害 直到现在 他的躯体还有电弧溢出 击穿躯体 那是强大的雷结 留在体内的力量 还没有彻底散进 元神也是如此 黯淡无光 四分五裂 要多惨有多惨 雷光闪烁 交织个不停 虽然说经历雷结 血肉与元神都被淬炼洗礼了 若是能复原 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但是现在 他真的很凄惨 十号 喝些金色的雷结液后 身体在好转 感知等全面复苏 感觉沐浴在神药夜中 舒服无比 可以看到 他那干枯的躯体 在发光 逐渐充盈了起来 破碎的肉身 在被重组 且断骨咔咔作响 接续在一起 远方许多人 见到这一幕 那是雷结液啊 而且是金色的 整整一池的 谁曾见到过 这一纪元 没有了天洁 也就意味着 不可能见到金色的骨池 此刻显化 绝对是轰动世间的大事迹 荒无比虚弱 但是因为这池宝叶 却有恢复的迹象 很可能会因此而脱胎换骨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荒刚渡劫完毕 处在最虚弱的时刻 一旦将他击杀 从此风平浪静 有人低语 总有怀着敌意的人 现在眼睛精光闪烁 迫切想出手 传闻那种金色岩石池子 是古老的仙池 是上一纪元所留下的 喝下那种雷结液 对日后的修行有大好处 有人忍不住了 相传 仙池自古不灭 显化在雷结中 蕴含着不可想象的大造化 一旦得到这种液体滋养 连潜能都可能增加 人力又穷尽时 潜能每得到一分 对日后的成就都影响巨大 荒杀戮过多 我等联手除掉他 趁他虚弱 彻底击杀 满满一池的雷结液 我等可以平凡 一些人就按耐不住了 格杀十号是虚 夺古仙池才是真 见到这京市的服务员 一些人想要半路摘桃子 出手 十几枚兽牙发光 全部化成飞剑 摇曳出绚丽的光彩 发出耀眼的剑芒 向着那雷结池叛的十号展去 一座玲珑塔发光 弥漫五色光彩 带着滔天雾气 花成山岳那么巨大 也从天镇压 将十号覆盖在下方 与此同时 一柄天罗伞旋转 遮天蔽日 垂落下一道又一道氢气 将那里淹没 一时间 数十种兵器复兴 全都强大 无比 很多强者一起出手 在这当中 有三千州的奇才 有原住民 都带着敌意 带着贪婪 有人真的与十号有仇 而有些人则纯粹 相夺雷结业 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 敢而 也有人大喝 比如大神石 曹与生的已经现身 施展手段进行阻挡 这一刻 十号最为虚弱 刚度过雷结 肉身与原神都快毁掉了 战力实不随意 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了 哄 一道惊天雷音炸开 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那看起来暗淡 即将消失的雷光层 又一次浮现 爆发出惊世雷音 但是这一次并不是攻击十号 而是冲向那些兵器 九天雷海之上 第十境 这里如同仙家福地般 亭台楼阁林立 神秦展翅 仙兽横行 山越巍峨 圣耀遍地 他原本都模糊下去了 这个时候遭受攻击 真实在心 所有锐秦猛兽等 不少带着仙气 扑杀向前 咔嚓 第一时间 所有兵器全部剧烈 而后爆碎 在雷光中的生灵的攻击下 没有任何的悬念 都化成了积粉 一时间 所有人都发呆 这天结怎么又出现了 天又晃不成 最为可怕的是 那雷光沿着他们的兵器 轨迹蔓延 一路向前 有些神秦与仙兽 都跟着俯冲了过来 啊 惨叫声传出 一时间 刚才出手的人 有大半都遭遇了雷光 被仙秦等扑杀在原地 血光冲起 那些人在雷电中 爆碎 什么 这是何等的力量 人们惊悚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荒的那种战力 其他人 便是天才 也难挡雷结 在雷光中毁灭 没有任何悬念 刚才出手的人 死了一大半 因为他们方才 毫不保留的攻击 故此也相应的 牵引来了 最大的天结力 侥幸活下来的强者 也被残余的雷光扫中 身体焦黑 冒出一缕又一缕黑烟 负了重伤 天结太久远 成为了传说 后世人都不了解了 别人杜戒 你怎能去干预 这是要引火烧身的 有一位老者说道 目光优碎 还明显是一位天神 他有些话没说 就是他都不敢去轻易招惹 更不要说这些人了 干预的力量越大 引来的雷光越盛 批得好 只要你们恶毒 在这种情况下 攻击时好 完全是自找的 活该 居然想半路摘桃子 这种人太卑鄙于可耻了 就该被雷电轰杀 大神石 还有曹玉生他们 暗中说怪话 让一些人脸色难看 一片铁青 倒有 荒就要杜劫成功了 你们难道不怕吗 等待他开创一段辉煌吗 所有人都会成为陪衬 有人不干 也暗中传音 就是啊 这样一个对手 来日若是争夺先古造化 有几人可敌 当趁此机会 除掉才是正途 我等理应共享办法 暗中始终有部分人不干 很想时候在此机缘加深 即将超脱的最后时刻 陨落 带一波浓 巴比浑族的老爷爷 还请出手 人群外 一个银发小姑娘说道 红宝石般的大眼 咕噜噜转动 正是小兔子 这群人太可恶了 真该都送进天洁中 雪林也说道 她容貌绝世 也拥有一头银色长发 跟小兔子站在一起 相应成灰 好 一个老者 大袖飘飘 猛烈的一盏袍袖 天风浩荡 从人群中拘禁出来 十几人全部扔进了雷光内 这是小兔子 他们大费周折 才再次寻到 并搬来的救兵 是巴比浑族的肃老 为一名绝顶天神 事实上 大半年前 巴比浑族的这位肃老 就曾被请出 领着几族人马 去救过时候 不过最近一直在闭关 那十几名生灵 全都惊恐大叫 没入雷光中 被动杜绝 惨不忍睹 在绝世天神面前 他们刚才自以为 隐藏在暗中 不能被发掘 但还是露出了马脚 全都糟结 两相对比 人们才更加意识到 荒有多么可怕 身在雷海中 一路硬扛了过来 而这些人 刚一进去 就报岁了 当然 这也不能说 十几人太弱 而是此时的雷霆 是第十境 是最高层次的天洁 多么强大的真神进去 只要还没有修出仙气 都必死无疑 哼 最后一人也报岁了 终于清静了 事实上 天洁已经不披向是好 他早已渡过了 而今只是残存的雷海 还在显化 没有最终退走 古仙持叛 十号盘坐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他本已游进登库 然而现在却彻底扭转了 勃勃生机 在运机 他在发光 很快 十号的机体 如同七彩神礼般 晶莹灿烂 山口全部愈合 骨头血白透亮 而此时 他那暗淡的元神 更是绚烂了起来 开始释放 刺目的霞光 如一轮金色的太阳 在燃烧 在那里 一个小人 盘坐额骨后方 宝像庄严 强大无品 也约见 这元神 有天神的气息弥漫 让人震惊 这小人很可怕 身着战衣 非常奢侈 以元神立化成 手接法印 不屈于天地下 而是自成至尊 他盘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大到气息弥漫 仿佛可以镇压 古今未来诸天 转眼间 十号就喝下了 三分之一的雷结液 彻底恢复了过来 生机勃勃 通体熠熠生辉 远处所有人 都看得眼睛发直 大口吞咽口水 那可是雷结液啊 而且是金色的 古来罕见 让人眼红 谁都能看出 他的药效 这才多长时间 垂死的荒 就已经生龙活虎 恢复了过来 而且超越了以往 还在继续 他可真是要破解成敌了呀 人们惊叹 原本荒都要死掉了 艰难度过雷结 可一转眼的功夫而已 他便离开死境 彻底的复原了 并且 这种变化还在继续 生机在酝酿 成为真神后 他的蜕变之路开启 在进行中 很明显荒远胜一般的真神 名副其实的在破解 生命层次极大的提升 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上进化 一层又一层老皮 从十号身上脱落 此外还有各种碎骨污 应从机体内逼了出来 血液在流动 如同雷鸣 轰隆隆作响 冲刷他的体魄 浑身剔透 璀璨 若骄阳 十号脱胎换骨 生命在进化 巩固了所取得的倒果 一路势如破竹 本源力惊人 这一刻他强大无比 直到很久后 漫天雷光消失 他散发出惊人的血气 这才睁开眼睛 露出两道犀利的芒 如同闪电滑破残空 而后他取出一个白玉顶 快速驱取雷结液 别说其他人 就是天神都目露金光 那可是从金色古仙池中 取出的液体 如同上次天洁那般 依旧不能全部取走雷结液 十号只收走了一部分 那金色的古仙池就模糊了 随着雷光一同消失 天地寂静 天结不复存在 而此时 十号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大 三道仙气环绕 将他衬托得超凡脱俗 如同一尊折仙将士 许多双眼睛都在看着 他手中的小顶太吸引人了 当中有部分雷结液 让不少人都目光灼热 十号默默体会 他的生命层次极大的提升了 化作真神 度过雷结实现了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进化 现在的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觉得伸出一根指头 就可以轻易击杀 神火镜的修饰 高高在上了 咦 并且他很吃惊 那些诅咒 那些阴晦的力量都消失了 不复存在 是因为天结还是这雷结液 十号心头大震度 这意义太大了 大到可以改变先古目前的格局 在他肚结时 曾引来海量诅咒 如汪洋一般 他虽然是初次遭受侵袭 影响不是那么严重 不至于立刻生死 但依旧如同有阴影笼罩在心头 可现在十号却心 他所被侵蚀的鬼力消散了个干净 通体明镜无瑕 没有一点的不适于异常 他血气旺盛 好得不能再好 十号笑了 灿烂无比 要知道 连天神马园 黄金古像 啤修 囚龙 古园等都因诅咒而亡 他现在似乎发现了一道曙光 这个时候又天神来了 而且绝不止一两位 有些人目光可怖 透发出强大的契机 在暗中盯着他 可能会出手 不过也有带着善意的人 当中的一位决定天神动物 巴逼魂族那位鹤发童颜 先锋盗鼓的老人走来 在其后面还跟着曹与生 小兔子等人 哈哈哈哈 英雄出少年呐 小有精彩绝艳 古今罕有 当真是天宗之姿 老人大笑 这样赞叹道 老张谬赞了 十号谦虚 他也穿上了一身战衣 机体发光 战衣飘舞 平和中也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英气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少年英雄 在场众人 无论是仇敌也好 是朋友也罢 都不得不承认 慌开创了一个壮举 在没有天节的年代 打破神话 他不仅引来了天节 还杜劫成功 这是震惊当时的大时机 注定要被载入史书中 谁都不能抹杀掉这段辉煌 可以说今日之事影响深远 他在打破禁忌 石小子 你太不够意思了 没听见我的传音吗 那金色鲜池 一看就不是烦我 你怎么不替我弄些几块岩石来 打神石 哇哇大叫 嘻嘻 你果然无恙 都说祸害一千年 绝对有道理 小兔子笑嘻嘻 你失踪半年 早先大伙都替你烧纸了 现在看来有点浪费 优雅高贵的雪林平淡的说道 还好你复活了 不然的话 我觉得替你去报仇 营面真不大 会把我自己也搭进去 曹雨生说道 洛道 蓝一辰 陆一等人也围了上来 很是热闹 只是轻衣一闪而没 离开了这里 远处古代怪胎 长公眼 龙女也点头致意 向他祝贺 这一次影响真的太大了 十号杜杰 一下子坑杀七大天神 而自己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成为传奇 暗中有生灵冷笑 很明显是天神 来自仙谷内的强大种族 为极其强大的人物 一个外来者 就这样导致我仙谷移民 死掉七的天神 八臂浑足的道兄 你打算庇护他吗 有人冷悠悠的说道 无论如何 不管对与错 十号这一次杜杰 引来无穷诅咒 祸害了七的天神 让他们惨死 都引发了大波澜 在一批原住民眼中 他是恶魔 可以说那七大种族恨透了他 事不共代替 十号并不惧怕 在神火境时 他都活下来了 现在已经是真神境中期了 三道仙气绕体 让他从容与自信了很多 前辈 我请你喝一杯 十号取出一个玉杯 然后从手中的白玉小顶中 到金色浆叶 芬芳扑比 隔着很远 就让人要沉醉了 许多真神眼睛发直 呼吸急促 那可是从仙谷池中 咬出的江叶 价值太高了 暗中有天神目光深邃 冷漠地看着 并不是非常在意 芭比浑足的绝顶天神 喝下了这杯江叶 闭上眼睛后 回味无穷 好 好 好 简直比万年沉酿 还要芬芳 想不到我连雷戒叶 都喝到了一杯 嗯 不对 突然 芭比浑足的强者变色 脸色阴晴不定 快速盘坐下来 头上蒸腾起阵阵百物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尤其是芭比浑足 那些强者更是紧张 呼啦一声 一大群人冲了过来 将这里团团围住 唯恐老者 发声不测 你对老祖做了什么 有人贺问 天神对任何一个族群来说 都太重要了 不得无礼 我无恙 芭比浑足的老者喝到 依旧在盘坐 他体内腾起的雾气更多了 十号心头俱阵 果不起人 跟他预料的差不多 这雷截叶多半真的能化诅咒 小友 还能再来一杯吗 芭比浑足的绝顶天神开口 露出西地之色 充满了渴望 好 十号为他又倒了一杯 老者迫不及待 一口就吞了下去 而后再次盘坐 我也要喝 打神时扒他嘴 非常眼红 其他人也露出火热的目光 一起盯着十号手中的白玉小鼎 这是无价神业 唯有天洁中才有 常人想得到太难了 十号微笑 取出很多酒杯 全部倒满 送到他们面前 并且他冲着远处的长公眼龙女招手 也请他们喝了一杯 这更加让万人眼红 这等绝世西针宝夜 他就这样随便送出 太不当一回事了 有人冷笑 那是天神 不认为他这样就可收买人心 得到援手 一会儿该动手 还是会动手 今天即便你八臂浑足 愿意保他也不行 恍必须得死 要给我先古一民一个交代 有天神更是直言不讳 即便这个外来者杜劫成功 开创了无上辉煌 可再入史册中 也不能留他当主 在他们看来 这个外来者惹了重怒 坑杀七的天神 无论是非对错 这事都不能容忍 一个外来者 怎能这么放肆 必须要杀 凛冽寒意弥漫 今日也许会有京市大战爆发 有天神带着杀意而来 不想放过十号 好强 我感觉要蜕变了 曹玉生雪林等全都吃惊 这种金色的雷结液超乎想象 药效太惊人了 这个时候巴比浑足的天神 身体剧烈颤抖 身外雾碍浓重 由白转黑 而后化成黑光 在体表燃烧 什么 这个时候终于有天神经教 震惊无比 怎么可能 那是诅咒之力 在焚烧 在消散 暗中 带着强大敌意的天神 大叫出声 再也不能镇定 这一刻 所有原住民都逮住了 他们不会看错 那是诅咒之力 在被化解 巴比浑足的老者 疏得 睁开了眼睛 一跃而起 仰天长笑 若龙眼虎笑 震荡天地 中气十足 再也没有了 一丝的不适 他激动无比 盯着嗜好 道 小友 大恩不言谢 请你 救一救我的族人 天哪 他真的化解了诅咒 这一下子 阴发沸腾 所有原住民 都不能平静了 纠缠了一生的诅咒 让他们活在阴影中 可现在 却居然被人破解了 识破天经 对于他们来说 意义太大了 这比见证十号杜劫 还要震撼 比眼睁睁 看到七的天神死去 还要让人站立 有谁会不激动 荒可以化解诅咒 意味着 他们也许能摆脱苦难了 所有人都盯住了 十号的白玉小鼎 那是希望 那是生路 每一个人都掩热无比 人影闪烁 人马族 与古魔族的两个老者 也冲了过来 近乎发抖 声音哆嗦 向八臂浑族的老者求证 而后一起望向十号 听闻上一次 两位前辈也曾去救啊 我请你们喝一杯 十号说道 为他们到雷结叶 两人手指微微发抖 若是只当作金色雷结叶 绝不至于此 现在明白 这能化解诅咒 这江叶比山岳还重 两人一口就喝了个感觉 这一刻 暗中所有天神都口干舌燥 早先冷漠 带着强大敌意的天神 现在发呆 一些人面孔扭曲 握紧了拳头 恨不得冲过去 可是刚刚威胁过 并且心中杀意疼疼 想急沙谎了 怎能立刻转变 放下身段去相求 我感觉身体暖阳阳 在燃烧 诅咒之力在变弱 太好了 人马族的老者大叫 虚发皆颤 脸上满是激动之侧 古魔族的老者也是如此 直接如老顽童般 在虚空中翻了个跟头 嗷嗷怪叫不已 远处其他天神 嫉妒而又羡慕 至此 他们的眼睛也都红了 敌视十号的天神 此时不出声了 脸色阴晴不定 怎么办 要不要低头 过去相求呢 一些人感觉头颅冲血 既激动又悔憾 真不该得罪这个少年呢 他居然能化解诅咒 传说 这种金色的雷结液 只有在最强天结中的 古仙池中才有 有天神暗叹 最强天结 那意味着什么 死亡陨落 就是在上一纪元 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渡 很难熬过去 小友 还有没有了 人马族 古魔族的两个老者 举着玉杯 脸色红润 无比渴望 向十号讨要 十号手持 白玉小鼎 刚要开口说话 可是虚空中 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 又天神出手了 进行争夺 而且不止一人 强大杀意爆发 冲着十号而去 这一刻 巴比魂族 人马族 古魔族的三大天神 一起出手 进行阻打 与此同时 十号开口 并且将白玉小鼎 翻转了过来 道 诸位 你们出手完了 雷戒业用完了 他将白玉小鼎的顶口 对着众人 里面还有少许江叶 连半辈都不足了 要知道 化解一位天神的诅咒 需要两杯江叶才行 这么一点 根本就不够了 不要说其他天神 就是人马族 与古魔族的 两大天神都待住了 一瞬间 所有攻击都停止了 天神后退 因为再抢夺 已经没有意义了 怎么会如此啊 暗中有天神大叫 这一刻 很多人都看向了 曹雨生 小兔子 雪林 落道 常公园等人 这群外来者 没中诅咒 可刚才 每人都喝了一杯 太 太奢侈了 这是犯罪 是在浪费 暗中的天神都怒了 恨不得仰天大吼 奈何药效 都被那几人炼化掉了 小友 真的没有了吗 人马族 古魔族的两个老者 声音发抖 没有了 十号摇头 大部分都被他喝光了 只从雷海中 带出少许 同时他看向两名老者 道 两位前辈 大半年前 我曾去古魔族 人马族 寻求庇护 可是 在半路上 却遭遇你们两族 天神的劫杀 什么 两个老者大怒 看向族人 他们有点明白了 十号只给了他们一杯奖业 这估计是 不满 这一刻 两个老人 恨不得想亲自出手 逼问 到底是谁做的 太混账了 远处 有其他天神敌吼 充满了不甘 非常绝望 原本都看到了希望 结果却又被一脚踹毁了地 小辈 你这是让我们空欢喜吗 我要杀了你 有天神愤怒 杀气澎湃 就要再次出手 雷杰叶虽然没了 但是我还在啊 十号淡淡地说道 所有人都是一争 而后露出意思 我若是不死 平安地成长下去 日后肯定还会杜劫的 十号轻飘飘地说道 小友 你是我族的贵客 随我来 我看谁敢动你 巴比浑族的老者说道 他是唯一一个化解了诅咒的天神 不错 小友 你是我们的贵客 谁都不能动你 人马族 古魔族的两大天神 也大声说道 小兄弟 请到我牙子族做客 老兄 请移步我灵圣族 我族公主 江泽叙 小友 请去我利人族做客 我族内有绝世明珠代价 几乎在一瞬间 一下子就冲过来八九名天神 将十号给包围了 热络得让人感觉肉麻 我记得刚才有几个老混蛋想杀我 这可怎么办 十号说道 谁敢灭了他们 有天神大喝 嗤 破空之声响起 方才要杀十号的天神 瞬间远顿了 开玩笑 八九名天神一起忘了过去 谁不发出 就是有敌意的人联手 也不敢一下子得罪这么多强族 况且现在的荒 绝不能杀 因为他是解药 是救命服务 就这样 有天神逃了 事实上 那几人后悔不迭 为何要撕破脸皮 日后怎么办 肯定还要求到 那个小子 不然如何获得雷洁业 远处一群修士都目瞪口呆 形势变化之快 超乎想象 刚才各族强者 还想击杀十号呢 可转眼间 八九名高高在上的天神 就将他包围了 热情到让人发傻 一个能化解诅咒的人 怎能不被重视 关乎各族的命运 天神在拉扯 都想带走 是好 那种热络万年罕有 有几人见过天神满脸陪笑 在那里低声下车的情人 特别是 几的天神拼命介绍 自己族群的好 掏心掏肺 恨不得 就要明着抢人了 这世间 种族若是俊美 我利人族敢说第二 天下就没有人敢说第一 我族明珠风华绝代 燕贯天下 旁边就有人反对 灵圣族称利人族 那叫病态美 真论风姿绝世 当属他们灵圣族的公主 号称第一美人 很快 罗族的人叫嚷 红粉骷髅 没有意义 再美丽的人千年万年过去后 也是皱纹堆积 最后不过是一捧黄土 而该族是修行圣地 有仙道遗迹 这些才有意义 还是我古魔族最适合 不仅有适合修行 有绝代佳人 更有无穷天才地宝的 古魔族的天神道 并且一招手大笑道 我族的清诚历人 正好在此 跟石小哥认识一下 妈呀 石后还没有说什么 打神时 先是一声惊叫 旁边曹雨生 长弓眼 也长不结舌 有点傻眼 古魔族的利人来了 衣媚飘舞 黑雾澎湃 发丝 垂到腰脊 随风飘扬 而后他伸出一只婆善大手 跟石后打招呼 石后有点发晕 原本还很期待呢 眼睛都在发光 猜想古魔族的利人会多么惊艳 结果一见之下 他立刻念了 那明珠竟跟他们的天神一个样子 他有十张稿 脸上刻满了黑色魔纹 一张嘴露出几颗长长的恶魔牙齿 雪白发光 非常的风味 那腰脂 跟堵小山似的那么粗 那同龄大眼瞪得石后直发毛 我有点高盘不傻 石后笑声道 小兔子笑得前仰后合 雪林也抿嘴偷笑 在那里看热闹 我觉得不错 石后你可以考虑 小胖子曹一声说道 天资国色 石后你得努力 如此才能配得上古魔族公主 还不上前去打个招呼 龙女也冒坏水 石后额头清紧直跳 十丈高的古魔族公主 这般魁梦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没事 小友既然喜欢 不用自卑 日后多补一些身子 你就不会这么柔弱了 可以同我古魔族一般 阳刚见美 古魔族天神大圈 以后再说 石后急忙摇头 面对一族公主 竟想落荒而逃 小友 还是去我人马族吧 人马族的天神也说道 人马族也有公主吗 石后问道 盯着他 有 而且有五个 人马族天神大笑 伸出五根手指 石后盯着他上半截人身 下半截马身 有点发傻 而后使劲摇头 打死也不去 哈哈哈哈 身为天神 眼睫毛都是空的 老于事故 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自然能看出他的窘态 我看小友是性情重人 那就去猎人族或灵圣族吧 的确有爵士美女 有人笑道 可惜石后下怕了 旁边石杖高的古墨族公主 正在对他瞪眼呢 那海碗大的眼珠闪烁幽晃 让他打了个冷战 如果各族都是这样的特色利人 他感觉得立刻跑路 你不是见过激灵谷祖吗 那就去我们圣地吧 那里还有他的一段之差 八臂魂族的天神说道 好 石后痛快地答应了 这是一片惊涛骇浪 七的天神死去 荒杜劫成功 打破神话 这影响深远 引发轩然大波 当然最为震撼的还是十号 能结诅咒 让仙谷发生了大地震 所有人都在谈论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让各族沸腾 得到消息后 所有强者都第一时间 遣出人马 前往祭陵早年所待过的圣地 去见荒 外界三千州 他们看不到十号的情况 因为最近他掀起遮体 蒙蔽了天机 但是人们却通过其他人 得惜了他的情况 这引发巨蓝 若火山攀发 杜劫并且成功了 而且是最强天节 是上一纪元最强一列人 才可能会遇到的那种雷劫 各教修士华人 这未免太惊人了 一群人都震惊 一个个畅目结舌 在这个年代 还有人可以杜劫 并且成功 这有点不真实 也许在古代 我们所不知的年代中 也有人杜劫 只是不为人之罢了 很久后 有人这样说的 很明显 这是在安慰自己 岁月九远 究竟出了多少奇才 难以说见 就是有人悄然呈现 也说不定 有人低语 但是没有人理会 真要有人呈现 举世皆知 不可能没有感应 哄 突然 一道璀璨电芒 撕裂苍穹 从狱外 直接劈到地面上来 就在这一刻 不要说是其他人 就是教主 各教 最强谷祖 都震撼 都呆呆的 看向天上方 就是在闭关 于各处谷地中 沉眠的存在 此时也说的 睁开了眼睛 震惊无比 盯着苍穹 看向狱外 那种气息太强烈了 仿佛有先道气息 那是一道 巨大的银色闪电 贯通了天上地下 比成百上千的大月 加在一起 还要粗大 简直要灭世一般 是三千州中心地 那是那座最古老的祭坛 有教主声音发差 天呐 那祭坛复苏了 他居然还能动用 发挥了作用 先到残阵 运转了起来 有神秘生灵要降临 此时 经教的不是天神 而是教主 他们全都睁到了眼睛 三千州 中心古地 有一座祭坛 浩瀚莫测 有各教 共同看护 这么多年来 不断有人想要激活 但是从来没有撑过 可是今日 居然有神秘电芒 从域外降落 让他复苏 他不属于此事 是上一纪元留下的 是先到法阵 此时 连强大的教主们 声音都发颤了 没有比这更震撼人心的事情了 不属于 这一世界的生灵出现了吗 三千州发生了百级大地震 先古一地 寄灵界 这是一片锐土 才一接近 就感受到了浓郁的灵气 这山脉中 一草一木都在发光 便是寻常的繁草酒精滋养 都有了一点灵性 越向离走 越是神圣 并且出现一个又一个 超级强大的部落 这山脉浩瀚 总共齐居着十足 都非常强盛 守护着一片圣土 若是在平日 别说外人 就是仙谷内其他族群都很难接近这里 这是一片近地 而今十号被人带到了这里 就是曹羽生 打神石 小兔子他们也沾光 都跟着来了 接近那传说中的寄灵净土 十个大部落都很广袤 巨大无比 人口众多 而在他们所拱位的中心地 更加气象非凡 山地起伏 穷楼玉宇 一座又一座 有的悬在半空中 有的坐落山峰上 都征腾出成片的瑞霞 沿途神泉谷谷 白雾弥漫 彩霞领动 更有神山 不是拔地而起 而是悬在虚空中 上面清脆雨滴 仙气鸟鸟 更有金色瀑布 垂落而下 总的来说 这里神秘 而又圣洁 十号唱了香伯伯 各族生灵陪着 但是此时 他却甩开了所有人 包括天神 一个人疯狂奔跑 冲向中心地 那个地方不能接见 有人大声道 想要阻止 但是几大族的天神 却白手制止了 没有让人上前 任十号激动地冲了过去 净土中 灵气浓郁 五色缤纷 化成了液体 落在地上 鼓鼓而涌 有一条又一条小河在流淌 都是灵力河 这有点震撼人心 精气滚滚 色彩斑斓 山地中 小河汇聚向一起 在那混沌 雾矮迷蒙之地 形成一个湖泊 越发显得神圣 且有种肃穆与庄严 到了这里 让人心生敬畏 不改喧哗与吵嚷 在湖畔 以一些古老的庙宇 可是轻塌了 早已倒下 隐约间 可见残破的建筑上 有各种刻图 无尽生灵 对一株柳树膜拜 柳神的三千神果 这里是其中一处 十号胸膛剧烈起伏 微风吹来 雾矮稍微散开时 他见到了 阴云彩雾鸟挪而起的 大壶对面 有一株树 扎根在那里 他绿意盎然 带着淡金色 像是翠玉 镶嵌上一道道金边 发出柔和的光 让人一望之下 心神宁静 柳神 十号震惊的大叫出声 这哪里是一段枝鸭 分明是一株巨树 参天而上 枝鸭深染 冲入了云霄中 透过雾矮 可以看到 他比山岳还要高大 后方 八臂魂族 古魔族 人马族的天神发抖 内心又惊又激动 多少年了 寄灵的这一段枝叉 居然又复苏了 显化法相 要知道 平日连他们都不可见了 便是以密法觐见 也只能见到一段干枯的枝叉 横在残破古庙上而已 你是第二个可以惊醒我的人 柳树发出柔和的光 对十号传音 柳神还有谁 十号情绪剧烈波动 看着这株柳树 一个沾满血迹的顶 缭绕着天地母气 带着一个人 曾经来过这里 将我惊醒 又是他 十号地狱 他已经猜到 是在藏界黑渊下 见到的模糊古顶 他知道 当日所见 只是烙印 一个染血的大顶 三足两耳 被母气环绕 顶口内是无尽混沌 到底什么来历 每当十号响起 心中都一阵悸怒 有所波澜 那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有着太多的谜 不过眼下 最让十号激动的 还是再次见到柳神 尽管知道 这不是真神 还是令他心虚难平 他想知道很多 想了解 仙谷济缘 你来晚了 我只是一段之差 即将不复存在 没有什么 可以帮助你的了 这株淡金色的柳树 说道 此时 他的一根枝条 与十号的手臂相连 看到了另一个柳神 这是十号 有意为之 要告诉他 外界的一切 为什么 十号不及 我只是一段之差 记忆本就残缺 不是真神 此外 此外 我动用了 超越极限的力量 该随风而散了 柳树摇头 他不是真神 只是一根枝鸭 能够在古庙前 存活这么久 已经算是奇迹 动用了超越极限的力量 十号 惊疑不定 还是一位 上次那个人 柳树说道 那个人什么来历 究竟是谁 有何等秘密 十号也想知道 很急促的追问道 姓业 已脱离仙谷一地 柳树说道 并且告诉他 只记得这么一个姓 而且让十号一定要记住 有什么讲究 柳树 你为何不知道其他 还这样郑重叮嘱我 十号越发疑惑了 那个人不属于过去 不属于当事 为其出手 超越了我的极限 干扰与影响了太多 柳树说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 超越了这一段 树差的极限 让他身前与身后 都模糊了 不能留下 清晰的记忆 十号震惊 只因一次出手 就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简直 不可想象 那个人 为什么而来 都不能记得了吗 十号问道 忘记了 没有印象了 柳树说道 这简直不可想象 是天地反噬吗 十号一叹 若是柳神 真身在此就好了 一定不至于如此 后方 八臂魂族 人马族 古魔族等天神 都傻了眼了 一个个震撼无边 古祖寄灵的 这段支插 陷入沉睡 居然是因 一个人而起 染血的大鼎 载着一个人 姓叶 十号目光战战 记在心中 你已是 真神静的修士 这一路 要如何走 可曾定下 柳神问道 碧绿枝叶带着金边 枝鸭滔天 神圣而宏大 真神便是真一静 在这条路上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专注 一图一道 最强 超脱 十号明确 而直接的说道 太大了 柳树说道 真一静 要定下基调 就是自己 今后的 宏大目标 在路途上 努力前进 也算是明智 问心 专注意图 是 有点大了 想要最强 想要超脱 须得长生 从这一阶段开启 十号说道 还是大 柳树说道 可是 十号却知道 就是真正长生了 也是有敌的 不然 何以上一纪元的 先会死 要陨落掉 所以 想要最强超脱 需要在此基础上 才行 只是明智 卫心 十号说道 真一静 他并不是 真的要做那些 所谓最强超脱 就是真正长生了 都难以做到 更遑论 是现在 超脱不行 最强做不到 长生也还远 只有感悟生死 十号又道 如何做呢 柳树问道 误到生命 十号说道 他一步一步 缩小目标 只论当下要做的 也是如何突破 真一静的步骤 你早有打算了 柳树点了点头 是的 这一静 我要误柳神的法 十号点头 柳神 早已将法传他 在下界时 就已记在心中 只是那个时候 他修为不够 还不能去猜悟 柳神 曾经告诉他 最起码 也得达到神火境才行 不然无法修炼 会有性命之忧 因为他是 一珠柳 自身之法 与自然生命有关 只是自从进入仙谷 达到神火境后 十号最迫切的是 需要修出仙气 没有时间与精力 专注于其他事 直至现在 才算有时间 若是理解 生之路 就得行走于 生死边缘 有生 才有死 有死 才有生 需要消耗 极大的生命潜能 故此 十号 从最强 超脱 到长生 再到悟道 生命 最后 选择于真一静 修柳神的法 早有打算 这是古术 你看一看 同那个我 现在的法相比 是否有变化 刘神说的 一根枝条探来 点在十号的眉心 毫无疑问 这是仙谷纪元时 柳神的宝树 被他传给十号 十号一震 心中浮现一珠 金色柳树 这种符文呈现 璀璨滔天 两相对比 他闭上了眼睛 收获巨大 一种法的演变 蜕变 这是一个过程 一种宝树 最重要的是 理解他的全部 这种从古到今的 演变过程 其实 异常重要 真一静 他要修柳神的宝树 而且他相信 在这一境界 不会停留的太久远 因为准备的太充足了 外界三千州 各教巨镇 难以平静 此时 就是广袤 无人区的边缘 都一下子少了许多人 不再盯着 仙道花瓣上 应现的景象 而是赶往上界中心地 中州 古老祭坛派 此时光束通天 银色电弧 粗大到难以想象 贯通天上地下 让此地光辉无量 如同神国降临 事实上 不仅是一种力量 在催动这古老的祭坛 让残存的仙道 法阵复苏 别说是天神 就是教主都在悸动 各教许多重要人物 赶到此地 密切地盯着 心中波澜起伏 这是上一纪元 留下的宏大仙镇 残存至今 被各教共同看护 既已经无尽岁月 今日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所有大教都被惊动 不得不重视 那圣灵要过来了 补天教的教主说道 神色严肃而又凝重 这有些不可思议 寂静万古 还有谁会动用此阵 要来这里 这电弧分明是 从虚空中击落下来的 强行牵引这残阵 让它运转 有些诡异与可怕 那生灵肯定不一般 哄 最后一声巨响 那银色电弧内敛 形成了一道门户 银光灿灿 圣洁中还冲出一股浓郁灵气 像是与一片神界沟通了 来了 人们震产 有人迈步 向外走来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让在场很多人欲窒息 诸多天神更是站立了 难以忍受 哄 银色通道内 最先走出三道身影 都是中年人 但是 谋子中的沧桑 却昭示了他们 活过漫长岁月 无比久远 三人一露面 就带着一股浩瀚威压 澎湃而出 但很快 他们又收敛了 目光扫过所有人 接着 在他们的身后 跟着走出五六人 都是年轻人 有男有女 一个个气息惊人 散发着 蓬勃生机 这是什么人 残众外 上届各教修士都一呆 那三名中年人 也就罢了 深不可测 一时间竟不能揣度 而这后出现的几人 太年轻了 那种朝气 不会有错 年岁 绝对小得过分 可是 他们居然 都已经是天神 一位中年人开口 那种声音古老而晦涩 难以听懂 让所有人都是一争 终于过来了 仔细品味后 有古教主才明白起 这是古语 跟现在的语言 有些出入 唯有仔细琢磨后 才能懂 他们的语言 曾经跟我们同源 上届一位教主 神色正宗的说道 这更加让人心惊 这几人来自哪里 三位中年人 高深莫测 非常镇定 那几名年轻人 还算活力澎湃 并不死气沉沉 有人开口 并且向前走来 依旧是那种 晦涩的古语 我怎么觉得 有一人 就足以横扫 这一届 所有年轻强者 都不怎么样啊 太糟糕了 上届的修士 仔细琢磨出 他的意思后 莫不变色 这年轻人 太自负了 刚一走出 居然就说了 这样一句话 不算有好 不过很快 人们就闭嘴了 他身体 居然浮现出仙气 震撼人心 有仙气的天神 这是什么怪物 最起码 上届还没有 这样的人呢 就是身在仙谷的 那群最强大的奇才 也还没有人 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年轻人一出 让各教 所有天神 都有点发懵 人们仔细观看 发现 几名年轻的男女 全都气宇超凡 任何一个独自站出 都是人中龙凤 那种气质还有 不说话的四名年轻男女 虽然没有显露 先气 但是绝对精事 不在出言的那名年轻人之下 因为那种气度足以说明了一切 真失望啊 太弱了 年轻一代都回了吗 早先开口说话的那个年轻人摇头 看着在场的人 上界的确有一些年轻修师来刺 但是跟那祭坛上的几人一比 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衡量 他们面红耳赤 有人不服 道 我等的确愚钝 不是天才 可有人不见得比我们弱 只是如今去了仙谷一地而已 听说过那个地方 听闻只有神奇以下的人 才能进去 想来都是一些小修士 想跟天神比 差得远 那年轻人摇头 他是天神 而且还拥有仙气 背负双手 傲视众人 自然让人无话可说 真若 他再次摇头 而后 看向上界的一些天神 道 既然你们这里的年轻人太差劲 那么 我想跟各位切磋一下 你有人神色不快 还是太弱呀 这样吧 所有天神一起上吧 我一个人同诸位切磋 他平淡地说道 魂道悬在空中 轻霞点点 锐气流转 看起来祥和而又神圣 这是八壁魂族的宝地 在寄灵祖地的外面 今日来了很多人 非常的热闹 多谢各位前辈的款待 只要我不死 能够活下去 一定还会杜劫 为大家取来一尺又一尺的雷截焰 十号 大着舌头 在这里许诺 拍着胸脯 瞎保证 小道友 十难人中龙放 很快就可一飞冲天 我等先行谢过 等待那天的到来 雅兹族的天神说道 离开寄灵祖地 他们来到了魂族的禁地 在这里推杯焕染 也算是为十号接风洗尘 庆贺他这次杜劫成功 很明显 十号是宴会的主角 就是一干天神 都与他同在一桌 无比的客气跟他捧杯 一些人心中暗谈 荒真的不能死 绝不能出意外 因为已经成为 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是也有人付匪 这小子太奸化了 早先肯定觉察到 雷截业可化解诅咒 可是却毫不珍惜 在雷云中惊息牛隐 吞了个宝 并且在他出来后 大肆送人 让长公眼兔子 甚至连一块石头都畅饮 这太可耻了 这不仅是浪费与挥霍 更是在犯罪 激进的原住民此时回想起来 眼睛都有点发红 太可惜了 恨不得仰天长笑 他们知道荒是为了自保 其祸可居 让所有天神都要拼了命的保护好他 因为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要保护他 还指望他再次杜劫呢 浑岛很大 悬在空中 云争下围 上面有秀丽的山峰 有鼓鼓而涌的神泉 在周围神琴盘旋 云雾缭绕 曹雨生 雪林 长公眼 龙女等人也来了 沾十号的光 有幸进入这座神圣古道 好多药草 小兔子盯着远处的药园 一副小财迷的样子 无心桌上的食物盯着药田 小姑娘 你如果需要 我就送你一些圣药 把臂浑足的老者说道 笑眯眯 还是慈祥 说是爱无极物 肯定不对 但绝对是因为十号的面子 在场的天神都看出来了 几个年轻人跟十号关系匪浅 值得曲线拉拢 好呀 我不要整株的药 每株只长半变叶子 小兔子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抱住八臂浑足老天神的手臂 一口一个爷爷叫得亲热得不得了 小事 八臂浑足的天神一挥手 让人带着他去采摘 然而不多时 浑足的古药田中就传来惨叫声 怎么了 所有人都回头 只见一株神药 抱头鼠窜 掏着摇摇 从药园子一端 跑到了另一端 神药 许多人眼睛发直 他被小兔子咬了一口 吃下一小块叶子 但凡神药都已经成精 有了灵质 可以在山川中奔跑 非常耀腻 八臂浑足心疼 一般的药也就罢了 族中的神药居然都被这只兔子发现了 看来无论如何 以后都不能让兔子尽药田 没事 不过半片叶子而已 八臂浑足的天神虽然心疼 但还是带着笑意说的 接着众人继续推杯换染 谈及仙谷内的各种秘密 说到了许多的险恶之地 十号一一记了下来 特别是圣人墓等天才地宝 接下来他可能会用到 八臂浑足等毫不保留 告诉了他在何处 但是他叮嘱 那些地方十分凶险 万不可去冒险 真要是需要的话 他们可以考虑帮他寻一寻 不远处 曹雨生 落到等人一脸羡慕 这简直没天理了 居然有天神要为他保驾护航 这坑话 故意将雷洁业吃干抹净 一点不了 反倒让几大天神族 这般重视 他们付匪 前辈 当日贵族究竟是何人 要接杀我 十号看向人马族的天神 而后又看向古魔族 两大天神 顿时有点尴尬 当日的事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十号去投奔 结果沿途却有他们族中的天神截杀 这若是细差 肯定能寻出来 便是最顶级的强族 又能有几名天神 两人一叹 这真不好办 难道还要对族中的天神问罪 损失太大了 可是若不给这个少年一个交代 他肯定不满 小友 你已到了这一景 需要什么天才地宝吗 人马族的天神问道 这样转移话题太明显了 不过这也是他的打算 想以其他圣物等来补偿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对我有敌意 想杀掉我 不然心里总是不安 石浩说道 古魔族的天神粗眉 这有点难办 若是这个少年不依不饶 对日后影响极大 还指望他提供雷截业呢 不过 严惩足中天神 那很难 他们直接否定了 突然一声咆哮响起 震动了整座岛屿 让所有人都心惊肉跳 连天神都不例外 寒毛乍丽 这是什么人 十号吃惊 这吼声未免太吓人了 可以看到岛屿深处 长片的涟漪泛起 那是古老的大阵在发光 起到了守护作用 不然的话 没有这法阵整座岛屿都要扎开 被一声大吼粉碎 事实上在场的天神 脸色都有点发白 无比难看 此人放在外界 必然是教主中的绝世人物 可是怎么会如此暴力 吼声如同骨兽般 小胖子曹雨生说道 雪林请教 询问那是何人 几名天神都是一太 八臂魂族的天神 更是看向十号道 小道友 来日一定要杜劫成功 救我魂族 他并未隐瞒 那是八臂魂族的一位老祖宗 也是该族第一高手 实力高深莫测 早已超越天神经 年近百万岁了 什么 雪林等人都吃惊 古教主级人物 此人活得久远 实力强大 放到外界去都肯定是一方巨步 甚至更强也说不定 原住民到了天神境 还能保持清醒 只要不总是离开祖地 活下去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一旦超越天神 那就有大麻烦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哪怕是躲在族中 诅咒也会越来越严重 到了那等境界 自然有无上法力 可以镇压几身 但是即便保持不死 也会出现昏恶等各种可怕的问题 很明显 八臂魂族第一高手 就是这种情况 他已经封魔几十万年了 一般情况下都在沉睡中度过 不曾想他今日苏醒 又一次发狂 可以去看一看吧 十号问道 岛屿后方 一股浓重的黑雾弥漫 这是一片石山渠域 寸草不生 跟早先所见到的祥和 完全不一样 造成如此景象的 只是因一个老人所知 他被粗大的锁链固定 被锁在大阵中心 劈头散发 劈包骨头 但是他依旧顽强的活着 并且有惊人的力量在澎湃 如汪洋在祈福 感应到有人走来 站在阵外 他获得抬起头 枯黄的头发如野草般 一双眸子 透过锤在脸上的发丝 射出惊人的光束 好强 便是天神都心急 根本不敢踏进阵中半步 有办法让他清醒 哪怕片刻吗 十号说的 所有人文言都是一争 尤其是八臂浑足的人 一起看向他 纵然清醒过来 又有何意义呢 这顶中还有一点金色浆眼 十号说的 再次取出那个白玉小鼎 随着他运功 白臂发光 溢出一缕一缕金色枝叶 有股清香 小友 你还有雷戒叶 所有人都震惊了 睁大了毛子 眼中无比炽热 恨不得扑过去 不过 这是八臂浑足的地盘 这里有大阵 没有人敢乱动 同时也不想得罪 十号 小兄弟 你藏得好深 居然还有宝业 八臂浑足的天神惊醒 手指头都哆嗦了 只有最后一杯多了 十号将白玉顶递给他 示意他细看 的确如此 藏于顶壁中的金色枝叶 夹起来也不过一杯多而已 人马族 古魔族的天神呼吸急促 他们已经喝过一杯 如果再给他们的话 就能彻底解除诅咒 两人胸膛起伏 彻底明白了 说到底 这个少年对他们两族不满 曾被他们族中的天神截杀 所以藏了一手 两人又是叹息 又是后悔 怨愤族人惹尸 我族有镇魂石 可以让他短暂清醒瞬间 八臂魂族的一名强者说道 人们都羡慕 镇魂石那绝对是鬼宝 对于灵魂的修炼 有极大的好处 几乎不用担心走火入魔等 就是中了诅咒 走到了绝入上 还能让昏恶的灵魂复苏片刻 十号点头 接下来 魂族知道该怎么做 一块奇石被取出 影响人的神魂不过拳头大 仿佛可以镇压地狱 无穷魂魄 通体银白 一一生灰 打神石 狂吞口水 可惜这种石头 想都不用想 他没有机会去吞噬 所有人都紧张地望着 大镇中心的老人 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目光不再凶狠 有了一点清明 老祖快醒来 你的诅咒也许可以化解了 巴毙魂族的天神核桃 谁在呼唤我 那百万岁的老人行了 牟子渐渐有了光彩 恢复神志 我是您第六十三代子孙 巴毙魂族的天神 恭敬地说道 众人亥然 这老人果然来头巨大 身份太高了 比该族最强天神 都要大上那么多倍 实力绝对的恐怖 化解诅咒 这百万岁的魂族第一高手 目中神光一下子暴涨 便是隔着大阵 都让天神觉得阵阵刺痛 时间短暂 巴毙魂族的天神 快速说清怎么回事 而后直接将白玉小鼎 送了进去 白色枝叶 消失在那老人的嘴里 他闭上了眸子 不久后 滚滚黑雾 从他体表散出 并且在燃烧 化成黑光 众人震动 果然起作用了 十号满意 终于救了一个 分量足够的大人物 他有预感 这一次 仙谷多半会早早开启 不见得会等上上千年 那么久远 外界估计会有一群老家伙 在等着他 准备杀他呢 若是能从仙谷 救活几尊 绝世教主及强者 那么他可以直接杀出去 希望诸位守密 再不要透露出去 十号明言 他体外有三道仙气 可以蒙蔽此地天际 外界的强者 无法通过仙道花瓣 馈谈 只要在场的人 不泄露出去 这就将是秘密 在场的人点头 几族日后 都要有求于晃 哄 山红爆发般的波动扩散 大阵中心的老人 睁开了眼睛 目光比刚才更清澈了 还差一些 他是超越天神的存在 实力强大 所受诅咒也更深 一杯多的金色之叶 肯定不足以化解全部诅咒 毕竟连天神都需要两杯雷劫业 小友 大恩不言谢 我等你好消息 希望你再次堵截成功 巴比魂族第一高手说道 他没有离开 依旧自封在此地 虽然神智不昏恶了 但是也说不好 什么时候会复发 需要谨慎 真正化解掉诅咒才行 十号 已经在寄陵古地待了数日 他一直想离去 但是附近几个大族 却执意留他 请他在此闭关 他也曾去过人马族 古魔族 并且隐约间感应到了 曾经截杀过他的两位天神的气息 但是两族不曾多说什么 他很快离去 不愿多涉足 避免出现意外 他对我族有戒铁 这不算妙 日后若真是再次堵截成功 我们能分到极许类检验 有人低语 哼 天节是那么好度的嘛 尤其是到了后面 肯定会越发恐怖 下次这个人也许就不复存在了 有天神不语 很明显 曾经袭杀过十号的天神 不愿低声下轻 更不想去跟十号陪礼 在暗中观望 戴着冷衣 哼 数日后 一声惊天巨响爆发 雷光万重 有人杜劫 而且声势好大 毫无疑问 这一消息无比惊人 引发轰动 即十号杜劫成功后 又有人踏上了这条路 引动天节 淬炼几身 一柄天剑 斩破虚空 一道身影 独立苍穹下 引发可怕劫难 无尽雷霆击落 将大地都砸得沉陷了 一人一剑 在对抗天节 这震动先骨 特别是原住民都冲向内力 就是巴比魂族 利人族 灵圣族等 也不例外 即便得到了十号的许诺 但依旧想第一时间赶去 这对原住民来说 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 又有人杜劫了 真希望成功啊 省得那个慌 自以为了不得 认为我等离不开他 马月说道 很好 希望此人能成功 我亲自去看一看 摩洛 摩洛点头 说出这种话的 是人马族 古魔族的天神 也是曾经对十号出手的强者 天地大劫 震动十方 很快有消息传出 杜劫的人是 孤建云 这是一位古代怪胎 他来自剑谷 在进入仙谷前 就曾经与罪州挑战 长弓岩 实力极其强大 在古代怪胎中都名列前茅 十号文言粗媒 剑谷 妖龙道门 火云洞等 都敌视 罪邪后代 他们同气连之 曾经一起镇压过罪州 剑谷的弟子 我真想会一会 他自语道 哄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孤建云杜劫声势越发浩大了 吸引去一些天神 成功了 拥有一人杜劫成功 菩蝎极尽辉煌 有人大叫 消息传到了寄灵祖地 十方俱阵 这一日 孤建云杜劫成功 同样让仙谷大地震 引发了惊世波澜 一瞬间而已 许多人冲向那里 围了上去 因为有人见到最后的雷结云层中 有仙池 运有雷结叶 孤建云盘坐在旁疗伤 这让人疯狂 又一个爵士人物出现了 许多人大笑 特别是曾经对十号有敌意的天神 更是畅快无比 心中的阴霾 一扫而哭 现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又一位爵士天才出现了 同样度过了雷结 掌握有神秘宝业 不用再去求荒了 华儿 他以为自己是谁 古来独一无二嘛 又有人成功了 取而代之 破除诅咒有望 不一定非得借助华 杀了他又如何 有天神站在远空 这般说道 血气恐怖 天结只剩下了残余雷光 已经算是结束了 但孤建云还在疗伤 守着雷池 一些天神自发隔绝外人 将他护在中央 等待他走出雷云 要将他请回族中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 人马族与古魔族 也各有一位天神在当中 正是马月与魔洛 在畅快大笑 让人恶然 咦 那两族不是将荒请去了吗 怎么跟那些 藏有碰撞与摩擦的天神 走到了一起 嘶 小声点 马月与魔洛 两大天神 也曾对荒出手 不久前 曾很被动 而今自然放松了 最后 孤建云走出雷云 他彻底成功 带着强大的气息 进军 真神领域 成为最强天宗奇才之一 外界尽管发生了大事 但是当人们知道 孤建云杜劫成功后 依旧在三千州引发轰动 令许多人震撼 好一个孤建云 竟然如此了得 牵引雷劫 闯了过来 他超越了诸多前线 四方皆振 三千州不能平静 最邪后代 你以为自己能够独领吗 我们的人也可以 先古一帝 一旦开启 就是你云落时 有古教天神 寒声道 火云洞 妖龙道门等 恨透了嗜好 很想将他震杀 可惜 而今进不了先古 小友 可愿去我族 先古一帝内 一些天神无比热气 对孤建云传音 阻挡了其他各族的修士 都希望将他带走 小刀友 可否带出雷劫叶 有天神更是直进 我人马族 与古魔族 愿为你保驾护航 诸你夺先古最大造化 又有两大天神上前 这让人一争 正是马月与魔洛 十号若是在此 自然明白一切 很快 有人眼神火辣辣 要以圣物跟孤建云交换雷劫叶 就送于几位前辈吧 孤建云平和的说道 不曾交换 直接取出几个御惯 分别向他们递去 这些 引发轰动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 在看着 就是巴比魂族的天神等 都差点冲过去 只可惜晚了一步 还是小有光明磊落 竟不思回报 将如此珍贵的东西 掀了出来 放心 我等绝不会亏待你 有天神大笑 神色激动 在场的天神 纷纷赞扬 这就是差距啊 同样杜劫成功 有人曾经以为奇惑可惧 而小道友 却是这般的坦诚 让人亲爱 马月说道 这已经是在贬择时好了 马月手中持有御冠 当中封印着雷劫叶 自然无所畏惧了 什么都不怕了 摩洛 也是如此 大喜过望 他知道诅咒应该能够解开了 道 人和人是不同的 小有高峰谅解 未来注定会有大成就 我想有人回急了吧 毕竟不是唯一了 哈哈哈哈 其他天神也不吝赞扬 都希望将顾剑云拉拢到自己的族中 不得不说 顾剑云天赋异禀 强大非凡 度过了天节 此时他笑容平和 这次杜劫成功果然影响巨大 他将可以借着原住民的力量做很多事 自身实力也将突飞猛进 他笑了 一切都在向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 他这般谦虚如此做派 肯定能拉拢一些天神 凝聚成一股恐怖的力量 而且这样一对比 他会比荒更占优势 他的笑容越发灿烂了 我要立刻花结诅咒 有天神说道 事实上早就有人迫不及待了 一喝些雷结液 盘坐在虚空中 闭上眸子 开始化解诅咒 时间流逝 最早喝些雷结液的人 睁开眼睛 露出狐疑之色 道 怎么 好像没有作用 不对啊 我的诅咒还在 不曾减弱 又有天神 睁开了眼睛 露出不解之色 孤建云的笑容 一下子降住了 他皱起了眉头 随后所有天神 都站了起来 全都低头 看着手中的浴冠 一个个握紧了拳头 表情复杂 都沉默了 远处 很多修士 都见到了这一幕 不禁愕然 为什么无用 有天神地猴 真的太失落了 同为雷结液 也带着金光 为什么不起作用 当确定诅咒还在 不能化解后 这些天神 好比从天堂 坠落进地狱 所有的喜悦都消失了 失望到极点 怎么回事 有人咆哮 他们探出强大的神识 仔细观察 最后都已谈 这雷结液 带着金色 但是内部 也蕴含着紫光 不细看 根本难以发觉 越是探查 越是能看出 浓郁的紫意 印在金光中 有人提炼 只有少许金色之叶 大部分竟是紫叶 丝丝缕缕的金叶 竟能将所有紫叶 染成金黄色 这很惊人 这种雷结又无效 这些天神 又惊又怒 虽然为天神 但是根本没有渡过天野 而此前 他们也只见到过 一人 引发天地雷霆 所知 都是在古书中见到的 古剑云渡劫时 他们见到了雷池 以及浩大的 无边的雷海 所有人都以为 那也是最强雷结 现在看来 差远了 非最强天结诞生的雷结 也无用 在这一刻 人马族的马月 脸色铁青 想起刚才说过的那些话 他握紧了拳头 古魔族 魔洛 更是后悔不已 很想删自己一巴掌 这可如何是好 刚才的话语 若是传到荒的耳中 以后别想化解诅咒了 肯定不会给他们雷结液 其他天神也都神色难看 这让他们意识到 什么叫乐极生悲 高兴太早了 而且刚才的话 应该是将荒给得罪了 消息传到寄灵祖地 时候只有轻飘飘的一句道 紫色的雷结液 我在尊者境 渡劫时 曾经得到一尺 这样的话语 被人传了出来 引发哗然 无比轰动 这是人们第一次知道 他在尊者境 就藏渡劫 顾剑云脸色难看 他辛苦渡神灵劫 所得到的雷结液 竟无用 而荒 在尊者境 就已经渡劫 且见识过紫色雷结液了 顾剑云愤怒 脸色发白 轰 天结又响 仙谷居然接连 有人杜结 马月 摩洛等天神 第一时间赶去 可惜 接下来的几人 全都杜结失败 形神俱灭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晃了 都可杜结 而且是最强天结 有人说道 这一下子 引发很多人认同 杜结潮 着实造成了巨大的风波 各方都在关注 牵动所有先古移民的心 奈何最强雷结 不是谁都能睹的 至今无人可打破十号的神话 便是一般的雷结也不能成功 几乎全死掉了 小友 这是一枚神弹 以隐魂莲为主要 以数十种圣药为佛 精心熬练而成 人马族的老天神说道 满脸培笑 递给十号一个玉石怪 在当中有一枚宝丹 流光一彩将三寸高的白玉小瓶子映照的绚烂无比 打开盖子 药箱扑鼻 光与洒落 隐魂莲是神药 绝世西珍 举世难寻 以他熬练成的宝丹 自然价值惊世 十号梅杰 问道 听闻贵派马月 曾经奚落比我 对我敌意深浓 不知当初截杀我的人 是否就是他 人马族的老天神尴尬 这次送来神诞 就是为了缓和气氛 同时好几号 但是马月所为明显过了 出人逆临 上次的习杀还没有说清呢 结果他居然又跟那些对十号有恨的人在一起 言辞尖锐 鄙视时候 小友 马月是个奇才 年不过百 已成为天神 但也因此而性格激傲 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还请恕罪 老天神说的 这种激傲 我可承受不起 动辄就要取我性命 说实话 我也想对他激傲几次 十号冷淡的回应 马月第一次出手 是因为基于十号手上的仙道种子 连族内想庇护的人都想击杀 可见肆无忌惮 若是就此过去也就算了 这次只是因十号曾问了一下 当日谁对他出手 他就难耐了 不曾有任何歉意 反而在知道有人杜劫后 对十号露出强烈敌意 明朝暗讽 这种狼性人物 十号说什么 也不会送给他累劫业 甚至对这一族都有看法了 怕给他们保业后 会落在马月手中 小道友 老朽 为你送来了一件好东西 古魔族的老天神到了 送来一杆青铜毛 据说是仙古遗物 他们同人马族一样 也出了个天神针对时候 魔洛的所作所为 跟马月几乎一致 这次让该族非常被动 两位老人家 谢谢 东西我留下了 十号说的 直接拒绝的话 多半会遭两族的忌憾 与其如此 不如痛快收下 别的他什么都没有说 真有雷结业的话 不可能给马月 更不能够帮魔洛 化解诅咒 两个老天神失望而归 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承诺 但总比被拒绝强 他们各自回到族中 立刻召开会议 应付诅咒危机 毫无疑问 马月还有魔洛 遭到了族中老天神的质问 只是同为天神 两人皆是后起之秀 天资超绝 他们不可能被镇压 甚至都没怎么被训斥 而且两人都带着冷意 当初为了仙种 暗中截杀荒 便已难回头 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更不想象十号之谦 有什么大不了 等他下次度过天劫再说吧 自古有几人可以成功 多半直接就被雷劈死了 化成粪土 马月说道 你也错 你在说什么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他能成功 你难道还盼着他死去吗 族中的老天神呵斥 古魔族同样如此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魔洛根本不悔改 反而冷笑连连 敌意甚浓 他如果成功度过天劫 若实相也就罢了 不然的话 我会自己去取 不可能认诅咒发作 我必须要化解 你还想去抢 族中的老天神惊怒 我也是为了族群好 我化解诅咒后 抢来的雷劫业 自然会送给族人 母路冷悠悠的说道 外界各族都在议论 外来者纷纷杜劫 引发巨大波澜 而在这几日间 就是原住民中也有不少奇才堵截 想要冲冠 拨上一步 因为荒的成功 着实激励了很多人 许多年轻翘楚效仿 也想在史书上留名 但是很残酷 在这几日间不断有人陨落 全部化成集灰 无人能熬下来 这就是可怕的现实 荒果然了不得 这么多天过去了 各族最强人家不断陨落 根本就承受不住可怕的雷劫 越是如此 越发凸显出荒的超凡 与众不同 当然 顾剑云也被人认可了 锁度虽然不是最强累计 但毕竟熬了过来 是十号之外唯一活下来的人 很多强族拉拢他 认为他潜力惊人 将来不见得没有冲击最强天节的资格 常公言 这不能忍 当初一个挑衅你的人 而今都杜劫成功了 你不想压他一头吗 小胖子曹雨声窜动 常公言很平和 并不说话 十号暗中点头 这位四冠王果然超凡 心境还好 不被外物干扰 心智坚定 将来的成就难以揣渡 我也想去杜劫试一试 曹胖子说道 因为他成功修出了一道仙气 不过一直不曾对外公布 轰一道恐怖的气息爆发 震动仙谷各方小千世界 这一刻每个人都感应到了 有一股宏大的波动传出 云界宁静被打破 一座巨大的宫殿 从虚空中浮现 周围是一道又一道黑色的大裂缝 蔓延出去 让此界都要塌陷了 宛若十千巨兽处使 它宏伟高大 气势磅礴 坐落在虚空中 慢慢显化出来 金色的瓦片 古老的浮雕 喷薄的锐彩 蒸腾的云雾 让它看起来古老沧桑 像是从另一个机缘 跨越时间长河降临 殿前 时节散发大道气急 更有一根又一根 巨大的支柱耸立 插入藏穹 仿佛拖着高天 黄金道工 接引古殿再次出现 当日十号 刚修出两道仙气时 就曾见到过 那时石冠王 凶巢的哲仙 宁川等都曾赶来 想要争夺造化 最后只有一个神秘元神 像是从黑暗牢笼 挣脱冲进古殿 天哪 这座殿余真正显化了 不是虚影 而是彻底出事 消息如洪水滔天 席卷十方 所有人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那座擂台要出现了 群雄争霸 天才交锋 谁是天下第一 谁能踏向最终的造化地 谁是至尊 都将在一座古擂台上进行 自古至今 那擂台都会伴着街银古殿而现 果然就在黄金道工出现后 一座宏大的古建筑出现了 以神秘岩石著成 是一座古老的决斗场 它十分广袤 如同一座岛屿悬在空中 跟黄金道工并立 擂台没有光泽 野屋仙道气息 看起来暗淡而又朴实 上面有暗红色的血迹 还有断裂的兵器 印记颁布 但是它才一出现 就让人觉得 一股冲天的杀机 迎面而来 一般的人 到了这里都惊叫 软倒在地 太过可怕 它看着扑通 但是仿佛能吞噬人的魂魄 连看一眼都觉得心机 忍不住要瑟瑟发抖 这就是先古最强战场 属于绝世天才的擂台 自古至今 在上面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全都属于各族最强者 都是最顶级的天交级圣灵 不然根本没有资格上去 若隆古代怪胎 哪里死得多 毫无疑问 就是这座擂台上 人们不会忘记 昔日的大战 就是先古移民 想到那一幕幕 都不得不惊叹 有人还记得 宁川第一次出世时 便神资飞扬 傲视群伦 血占数月 斩尽群雄 独占凹头的场面 也有人记得 十冠王 永绝天下 最艰苦一战 遇到八冠王出世 展开惊天大对决 引动 所有人热血沸腾 跟着高呼 他当众击杀对手 更有人记得 四冠王 长弓眼 一剑定乾坤 禁锢擂台 十方敌 全部在同一时间 炸开的场面 在那过去 英雄辈出 代代都有强者 每次大决战 都会点燃仙谷 让所有人热血沸腾 这一事与众不同 历代的王都挤在了一起 全都要出现了 在末世相遇 他们的风采 是否依旧 他们的强觉 能否体现 许多人 以血液奔涌 握解了拳头 期待那些王 一个个现身 进行争霸 进入先古数年了 可是有些王 还没有消息 他们曾在古代 留下了最为灿烂的火光啊 希望都一一出现 我坚信 他们会出场的 将展现无敌风采 不仅三千周的天才在等待 就是先古原住民 也都在瞩目 跟着心绪起伏 这将是一场盛况 擂台很清晰 几乎算是彻底浮现出来了 料想就在这几日内 就要开启大决战 人们探讨 这一事未免太快了 众多天才 刚进来几年而已 这先古终极战场 就浮现了出来 哄 巨大的雷光出现 惊动各方生灵 杜戒 又有人杜戒了 这气息实在强决 朝界有人震惊 全都抬头望向凶朝方向 毫无疑问 折仙杜戒了 引来的雷霆不可想象 远超越孤剑云的节云 笼罩了内方天雨 隐约间可见 凶朝上方血月摇动 红色大日发光 异象惊天 众人震撼 但是无人敢接近 那个地方是绝地 有千古大阵留下 连天神都曾在那里陨落过 咔嚓 电芒惊事 仙古一片遗迹中 雷电十万道 贯穿在一起 化成了汪洋 那是一片被诅咒的地方 平日间无人敢接近 原住民静而远之 可是今日 竟有人在当中杜截 人们看到 一个背负天图的白衣男子 冲进了雷海中 超然而又神圣 柳冠王宁川 有人站立 喊出这个名字 轰 惊雷震尸 在一片黑色的汪洋上方 也有人在杜截 整片海水都被雷光淹没了 恐怖滔天 那是死亡之海 无人敢进去 现在居然发生了天罚 那个人是石冠王 有人声音发抖 在这一日发生了太多的事 仙谷内风暴标起义 凶巢寂静 不见折仙走出 一记无声 宁川 人间蒸发 再无谁影 死亡之海 波涛起伏 浑影重重 恶鬼无数 石冠王难觅 仙谷多处雷劫爆发 无以伦比 可是最后 却未见有人走出那些禁地 死其沉沉 仿佛陷入了枯击中 这让人震惊 难道说那几人都死掉了 不然何以宁静 毫无声息 没有人敢闯进去 无论是凶巢 还是死亡之海等地 都是可怕的进去 都曾有天神迭血 常人不敢贸然入内 这成为了谜 暂时无人可知 若是这几人也死了 那就没有什么人 可以杜劫成功了 可以说那是仅有的几个 可以在仙谷 同十号掰手腕的人 死了 我见到凶巢折仙 血洒虚空 坠落而下 被一道巨大的鲜雷击中 身体都裂开了 两日后 有人信誓旦旦 声称他正好在凶巢外 见到了那一幕 宁川也死了 最后一片雷光落下时 照亮了那方小世界 整片遗迹 绝地都璀璨如胶阳 我看到他被击断躯体 倒了下去 很快也有人站出 说宁川陨落了 这么说都死了 石冠王也被雷杰击穿了 没心 一头栽进了死亡之海 一位海中的英灵 曾经见到 这样的消息一出 仙谷大地震 都死了吗 难道是因为 擂台降线 他们急于突破 想以雷杰 让自己达到最强 而导致这一可怕结果 整片仙谷哗然 所有人都在谈论 接下来的数日里 整片世界都不能宁静 很明显 十号越发显得不一般了 很多在此前沉默的部落 也都有人出动 前去见他 西冀将来能得到雷杰业 目前只有他 有希望再获宝业 接引古殿磅礴 金色瓦片发光 远远望去 灰弘无比 在其旁边 那擂台 越发的凝视 数日过去 他 矗立在那里 散发着 惊人的气息 只是 有人尝试 登擂台 被震开了 终究 还是差了一些 没有彻底浮现在 这方世界中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快了 他马上就要出来了 纪灵祖地 最近几日 十号都在修行 他虽然未出去 但也在密切关注着 那座擂台的消息 等待开启之日 包 银血魔术一族 有强者来访 这一日 巴比魂族有人禀报 一个极其强大的部落 有人来访 让魂倒震动 因为他们深知 那银血魔术一族 多么的可怕 那是先古一处 可怕圣地 号称最强大的部落之一 尤其是这一族 与魂倒 并不是多么的融洽 在过去 曾发生过一些纠纷 不久后 十号被请来 从寄陵古地 回到魂倒 因为来人想见的 就是魂倒的修饰 也不好隐瞒 不让想见 那是三个生灵 都穿着银袍 散发出的精气 如同雪白 焰火在燃烧 极其可怕 其中两名中年人 都是天神 一男一女 血气滔滔 身体 油若银色的太阳 在发光 还有一个青年 笑容和循 神采飞扬 气质 非常的出众 与不凡 很明显 那两名天神 是为了保护他而来 可见 这青年的身份 多么不一般 而他自己 也的确了得 早已 真神大圆满 真是英雄出少年 师兄 这般年轻 却开创了 无上辉煌 杜劫成功 足以载入实测中 这个青年大笑道 并自我介绍 他名 银昆 旁边 巴比魂族的老天神 暗中传音 提醒是好 这是银血魔术 一族的后起之秀 在同辈中 实力超绝 并且 他有不一般的身份 为该族嫡系 深得族长喜爱 未来 有可能会是扛大旗的人物 十号点头 微笑道 不知兄台 找我又何见叫 石坤笑道 我慕名而来 对杜劫成功的英雄人物 无比钦佩 特意求见 巴比魂族的人粗眉 感觉不妙 这一族极其强势 最为可怕的是 该族有一位老祖 虽然也被诅咒所困 但还能保持清醒 也正是因为如此 该族强大无比 被一些部落尊为圣地 若是在以前 巴比魂族也得发出 在这仙谷中 若是有超越天神的古老存在 那就是绝世战利了 不可匹敌 不过现在嘛 巴比魂族有了一些底气 因为雷杰叶 让他们那位百万岁的谷祖复苏了 恢复了神志 十号温和的笑着 既然别人客气 他自然不会怠慢 跟他坐下来饮酒交谈 聊了很长时间 从修行到秘宝 再到仙谷内的仪文等 银昆很坚谈 跟十号聊得非常热络 十号明白了 银血魔术族 这是来挖墙角的 想请他过去 前往该族 不过他并不表态 装作不知 不想去内 巴比魂族的天神 有些冒汗 他自然看出来了 对方这是要横刀赌爱 想请走时候 这怎么能行 对银灵谷祖 最忠诚的部落 非我们莫属 任岁月匆匆 万古悠悠 我们一直守在这里 不曾背叛 而银血魔术 他们则不同 早已离开 不再遵放 巴比魂族的老天神 暗中对十号传音 十号点头表示知道 而此时 银昆终于直接邀请 让十号跟他走 前往该族 十号摇头 微妙拒绝了 并不是因为 巴比魂族的老天神 提醒 而是因为 他能感觉到 银昆虽然在笑 但是骨子里 其实很巨傲 这次前来 如此低调 是因为 有求于他 不用想也知道 是为了雷结业 道兄 你真的不考虑一番吗 去我族 远比在这里抢 银昆有些失去耐性了 因为谈了这么长时间 对方居然始终装作不知 最后更是拒绝了 这里很宁静 在这里修行 我感觉还好 不需要换地方 十号说的 此时 跟银昆一道而来的 一名男性天生开口道 小友 你可知 我银血魔术一族内 有无上高手作战 只要你去了那里 无人敢寻你麻烦 在这里 就有人会找我麻烦吗 十号问道 恐怕 巴比魂族 不见得能护你周全 另一名女性天生说道 这么说 我去你们的部落后 就能无恙了 十号道 不错 只要你待在我族 无人可动你 银昆 很直接的说道 越发失去耐心 骨子中的巨傲略险 对不起 我不想去 十号很直接的拒绝掉了 他感觉这一族 有点霸道 去了的话 多半就被软禁 专为他们提供雷结业 道友 须慎重考虑 你若去了我族 专心肚结 付出雷结业 我们必会给予你最大的照顾 银昆没有了笑 略带冷漠的说道 我说了 不想去 十号摇头 这恐怕 忧不得你 银昆 声音很冷 连目光 都有些 含义了 你在威胁我 十号生怒 这一族 果然霸道 还没有去呢 就敢这样 对他了 若是真到了那里 岂不是彻底沦为工具 你可以这样认为 银昆 很平淡的说道 银血魔术一族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这是我八臂浑足的地盘 老天神沉下脸 严肃警告 十号一道 你们这样霸道 我奉陪不起 请离开吧 绝不会去 这由不得你 银昆 冷悠悠 背负双手道 你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滚 十号只有一个字 真的怒了 这是请人吗 居然如此逼迫 还敢这般放言 让我滚 凭你还没资格 我看 还是你束手就擒 跟我们走吧 银昆 冷冰冰的说道 早先的和寻笑容 早就不见了 此时 面色阴冷 傲气无比 俯视着十号 进行逼迫 巴逼魂族的老天神 也早已蹚得站起 看向对面的两尊天神 这实在太过分了 十号被激怒 对方居然这么肆无忌惮 敢这样的胁迫 他实在是欺人太甚 走吧 你没有选择 银昆 巨傲的说道 俯视十号 想死吗 十号 憨声问道 可是 对面 有两尊天神 此时 都在向前走 针对他 随时会发难 巴逼魂族的人 自然 早已大怒 老天神 散发血气 抵住了他们 并且 还有强者赶来 我银血魔术一族 想要带走的人 谁也不能阻拦 他是我们的 银昆 很平淡的说道 他不再看十号一眼 只跟巴逼魂族讨要 果分 终于 巴逼魂族 另有天神到来 跟老天神一起 准备出手 别逼我们 后果自负 银昆 很强势 竟这样说道 而后 他更是转头 看向十号道 你走不走 难道等我们动手 将你架起来走吗 我能杀他吗 十号 看向巴逼魂族的人 想跟我们动手 巴逼魂族 也按耐不住了 就不怕 有灭族大祸吗 银昆冷笑道 算了 我族慈悲 只带走花而已 你们都退下吧 别自己惹祸 巴逼魂族的人 都怒了 向前委屈 就是天神 也不例外 大战一触即发 银昆 漫不经心 捏碎一块玉牌 一瞬间而已 虚空裂开 一尊强大的身影出现 那是一名银发老者 降临在此 该族 鼓祖到了 他刚一现身 就让虚空军裂 昏倒塌陷 恐怖气息弥漫 让一群人 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 敬酒不吃吃法酒 银昆冷声道 难怪他有恃无恐 竟然以请动鼓祖 令其复苏 不惜发动一场 中族大战 事实上 一位爵士高手出现 一个人而已 就足以扫平一方 镇压各族 不会有任何悬念 小友 请你到我族做客 来的这名老者说道 他是一道零身 但同样强大无比 真身出动代价有点大 光是这次复苏 都耗掉了很多天才地宝 因此一般情况下 他是不会离开部落的 大多数时间都在沉睡 道雄 你太咄咄逼人了 就在这时 岛屿后方发出声音 一刹那 一个披头散发的老者 出现在此 挡在那里 你 恢复了神志 银血魔术一族的 鼓祖大吃一惊 我们去那边探一探 巴比魂族的第一强者说道 他们的气息太强了 让九成的人都跪幅了些去 在那里速速颤抖 虚空都扭曲与崩塌了 直到两人离开 才恢复正常 砰 下一刻 十号出击 一脚将银鲲踹飞 你 银鲲羞怒 巴比魂族的天神也出手 挡住对面的两大天神 下一刻 银鲲可血 被十号一脚踏在了脸上 牙齿都断了 接着 砰砰声传来 十号没有动手 只是一脚又一脚的踩上去 让这里发出惨叫声 这一日气风诡异 许多强族都感觉到了一场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恍惚间觉得像是有爵士高手碰撞 后来人们见到银血魔术一族的人被丢出昏倒 虽然为杀 但是却都骨断金蛇 面孔塌陷 包括两尊天神与该族嫡系传人银鲲 事情有些复杂了 十号揉了揉太阳穴 在擂台出现前 仙谷各大势力也坐不住了 风起云涌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哄 数日后 一声俱阵 仙道擂台彻底出现 与此同时 一道乍响传出 震惊各个小千世界 因为有一道巨大的力痕 贯穿了所有小世界 让人发颤 嗯 发生了什么 外界三千州也有人吃惊 因为许多人都看到 广袤的无人区中 出现一道淡淡的虚空裂痕 景象恐怖 它很淡 但是太长了 绵延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这难道说仙谷要裂开了 我等也可以进去了 外界所有人都心灵悸动 有些人已经在发抖 那是因为激动而惊乱 全都忍不住要仰天长笑 这太过惊人 先古蕴含了这个世间最大的造化 谁能真正得到 便可奥立万古决定 实现终极超脱 可惜的是 超越尊者境的修士不能进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四方教主 十方天神都只能看着不能临近 可现在一道淡淡的裂痕 展开了 横贯广袤 无人去 也许机会就要来了 嗤 有人出手 那是一件明月 溜金岭 叮当作响 它镀了一层薄薄的光明仙金 绚烂夺目 洁白无瑕 叮当声一出 苍穹崩开 威力强决的让天神都呆寒 一个个发毛 他足以碾压一群天洁高手 毫无疑问 有教主第一时间出手 要击开那裂痕 闯进仙谷 当 然而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一道神秘法则发出 从淡淡的裂痕中弥漫 将明月溜金岭震开 要知道 连天穹都在灵声中崩坏了 这本就出现裂痕的区域 怎么会如此坚固 竟震飞了教主的兵器 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裂缝发光 法则恐怖 扫出一片艳艳霞光 再次击中那个铃铛 破碎的声响传来 明月溜金岭受损 他外部镀了薄薄一层光明仙金 虽然量很少 但那是无价鲜料 并未受损 可内部却出现可怕裂痕 自内瓦解 在上界 掺有仙金的兵器 哪怕只是少许镀金 也算是绝世宝具 各方教主中没有几人可以拥有 可眼下 这个明月溜金岭却毁掉了 让人看在眼中 跟着心痛 实在可惜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有人都警醒 仙谷不是那么好近的 哪怕现在出现了裂痕 也很难真正打开 哄 又有教主出手 但是没有感激宝具 怕被毁掉 只催动一则大神通 那裂痕不变 腾起一片烟霞 将他的宝树化解 并且有一股极强的反振力量 冲出向着他打去 他躲开了 但是身后一片山河 却在刹那间化成飞灰 看着高大的山峰化成尘埃 所有神奇都呆寒 主位 我们联手攻进去 有教主高和 他们主掌上界臣服 是实力最强的一批生灵 而今仙谷居然出现大问题 也许能闯进去 怎会不动心 我等教化万民 秉承天地大气运 理应参与进去才对 主位道兄 一起出手吧 有人响应 下一刻 一群教主寄出宝树 集中力量 轰向一处虚空大裂峰 仙谷一地 所有人都在心惊 那道裂峰 未免太大了 贯穿了所有小千世界 引发恐慌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说 这片一地将毁 不复存在了吗 最让他们不安的是 其中一个小千世界内 裂峰在轻微的咬动 像是在承受攻击 外面有人私要进来 不过按照这个趋势 戒壁很难毁掉 因为大裂峰 有神秘的法则交织 隐约间甚至有先到气息扩散 短时间内应该无恙 但是长此以往 一个月两个月 几个月后呢 也许会出大问题 原住民在担忧 他们也听闻过外界的事 有朝一日 此界若是裂开 会发生怎样的变故 那种冲击难以想象 至于外界来的天才们 许多人都在欢呼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的尸门 有可能要杀进来了 对一些人来说 这是最好的消息 因为他们知道 自身肯定无法在 先古争霸中胜出 那些古代怪胎太厉害了 早先兴高气傲 不信邪的一群天才 而且很多人都充满了苦涩 真正见识到古代的王者后 他们充满了挫败感 哈哈哈哈 我叫天神等要进来了 花 我看你如何逃过这一劫 有人忍不住大笑 期待 公营教主家里 扫平一切地 什么折线 什么荒 都将统统被镇压 你们现在发光发财 最后也只能突然被谈 这样的人 为数不少 比如残存下来的民族 天国 神庙 火云洞 妖龙 道门等 真的太多了 他们迫切希望 教主出现 扫平仙谷 跟他们一起 多到古往进来 最大的造化 不过 现在所有人 都按捺住 激动 冲向云界 那里的仙道 擂台开启了 扮着一座巨大的黄金道工 此时 别说是外界来的天才 就是仙谷原住民也涌来 将这方小世界挤满 黑呀呀 密密麻麻 激灵祖地 十号叹息 他得到了消息 擂台开启是好事 但是这仙谷 若是过早裂开 那就麻烦大了 正时间抢速度 我必须要在外界人 进入前崛起 站在擂台上 扫平一切敌手 十号说的 不然的话 麻烦大了 真正的造化 多半会与他无缘 一尊又一尊教主进来 那一定会很恐怖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结果 光想一想 就让人挤背发寒 特别是对于十号来说 很可能会是死路一条 十号 磕了一口血 面若禁止 身体一阵咬动 柳神的法 果然不一般 他轻叹 这本是生命之法 问道长生 一旦修成 除去可怕的攻击力外 他若再负伤 可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 只是这种宝术 很难修成 若想参悟生命法则 那么必要理解生命 在生死间行走 此法一旦修成 自身生命精气 将不觉滚滚而涌 可谓血气滔天 如同实胸复活 成为这个境界 最强大的生灵之一 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但是想要拥有旺盛的血气 如火山般喷涌的生命精元 在此之前 却需要燃烧己身 消耗这种精血 想要得到 必先失去 是这种法的平行体现 他现在就处在这种变局中 原本灿灿若神经的宝体 而今再也失去光泽 略微干笔 真是要命 处在突破的边缘 而那座擂台却开启了 十号目光闪烁 他绝不会错过擂台争霸 可现在却要突破 燃烧自身血气 正在冲关中 必须得去 早一步击败群雄 与擂台上独占凹头 便可离危机远一些 免得被外界干扰 十号说道 此时他的肌肤 越发的灰暗了 机体干瘪 缺少精气神 哼 下一刻 在其体外 有黄金血气爆发 化成烈焰 熊熊燃烧 远远望去 他无比璀璨 如同一座金色的大火炉子 可是走近一看 却让人心惊 这可不是他在突破 而是在消耗蓬勃的生命 他如同烟花一般 在绽放 可这是在付出生命的代价 糟糕 到了几要关头 这可怎么办 十号粗美 巴逼混足的人被惊动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而后发毛 老天神亲自跑来 道 小友 你怎么了 可需要老朽相助 他们比十号 还要担惊受怕 万一荒 出个意外 他们这一组都要心痛 全都等着他化解诅咒了 小友 我这里有退魔胆 赶紧服下 另一位天神 也被惊动 火速赶来 取出一枚宝丹 误以为他走火入魔了 十号苦笑 他这种情况 跟走火入魔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在耗自己的血气而已 什么 点燃自身蓬勃朝气 这怎么能行 老天神文言 直接命人去采摘神药叶子 别 十号阻止了 他绝不能进步 不然的话 焚烧的会更厉害 那等于火上浇油 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闭关 十号粗微 他真的不宜出动 情况很糟糕 自身精血在快速消耗着 机体越发的干苦了 他终于明白 柳神为何那样告急 让他境界高一些 实力足够强大时 在修行此法 这很有必要 想血气喷涌 必先体悟寂灭 是直接前往那里 还是等我出关后呢 十号难以取舍 云界 黄金道宫威娥 这是接引古殿 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在接引什么 在其旁边 那座擂台暗淡无光 古朴无比 地面上有黑色的血迹 述说着曾经的惨烈战斗 他悬在半空中 宏大无边 地面上 天穷上都挤满了人 早已宣废 人们都在注目 议论纷纷 谁想第一个登台 许多人都在等待 不想坐出头船子 怕自己历劫时被人所撑 放心 擂台上很公平 没有人可以投机取巧 无论是谁上去 都要连胜一百场 才可以去休息 什么 很多人发呆 而后心惊 连胜一百场 这也太残酷了 要知道 能进先古的 都是各族的翘楚 都是天才 没有一个是一米之辈 彼此之间能相差多少 他们都是天才人物 谁能保证连赢一百场 许多人当场心就凉了 这太艰难了 几乎不可能完成 你不行 自然有人行 最强大的初代 还有古代的王者 哪一个不能连胜百场 当然 前提是 没有生死大敌出场 好 我先上去 三头地狱拳 仰头咆哮 第一个登台 他跃上了那浩瀚的决斗场 落在上面 如同一片树叶般 微不足道 因为擂台太大了 突然远处一片轰动 所有人都闪开了 慌 他第一时间赶来了 有人惊声道 这一刻 所有人都回头 很紧张 注视着他 他怎么第一时间就到场了 难道不想给别人一点机会吗 许多人猜测 荒多半想连胜到底 逼得群雄 无人敢下场 折仙 宁川 石冠王 疑似都陨落了 被雷霆击杀 现在还有谁 能制衡他 十号来了 一出现 顿时 十方瞩目 他被几足天神 请走后 很少露面 许多人都听闻过齐鸣 但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的真实 这就是荒啊 分明是一个翩翩少年 怎么会有那样辉煌的战绩 他已渡过最强天节 注定名科实测中 许多人议论 荒对于很多人来说 如雷贯耳 名气太大了 但是真正见到过他的人 只是部分而已 今日他真身来此 引发轰动 不久前 他打破神话 杜劫成功 并且导致七大天神陨落 着实震撼无边 成为了各族热议的焦点 以他那种战绩 还有辉煌的壮举 无论走到哪里 都注定要成为中心 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呐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 究竟是怎么修行的 要知道 他并不是古代怪胎 不曾积累 完全是一世崛起 冲天而上 有人惊叹 即便是仇敌也得服气 十号一路横推敌手 所向披靡 在修行意图上 是个奇才 古今罕见 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 但大多都夭折了 除于世间的 也只剩下了宁川 石冠王等少数几人 可惜也一丝陨落了 人们叹息 只要荒不夭折 他的未来不可想象 成就将不可限量 一世冲天 二世同辈高手 这是一个传奇 一个举世求败 可大战同代 所有天才的真正年轻王者 啊 都说荒 修为厉害 原来也这么英俊啊 此地有很多少女 也在望着话 哎呀 他刚才看我了 行行行 别发花痴好不好 人家是在看擂台 可没有注意到你 除非龙女 魔女那样的人到来 不然很难引他注意 一些少女也在议论 美眸泛一彩 彼此调侃嘻嘻哈哈 很是活泼 当然 拥有敌意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却不敢表露 因为荒的战绩太可怕了 连斩剁神子 军道古圣子等古代怪胎 实在吓人 十号看着前方 心中不平静 进入仙谷数载 他已经二十岁了 同历届相比 这一次时间 微眠太短暂 居然这么快 就要决战了 那巨大的擂台 卷刻满了 岁月的寒击 但始终不朽 触力虚空中 那将是年轻至尊 争霸的舞台 十号没有立刻登台 而是在此盘坐了下来 看着那里 可惜 我先古一地的人 没有办法登临上去 不然的话 也能参与一番 有原住民表达遗憾 谁敢与我一战 擂台上 地狱三头犬死后 他还没有注意到 十号已经来了 在那里叫战 不少人都回头 看向十号 结果发现 他很平静 没有任何表示 你们发现没有 慌得气色不太对劲 轻瘦了很多 皮肤缺少光泽 有人惊讶 早先也有所觉 没有多想 此时不禁出声 没错 难道他负伤了 怎么导致的 这引发了众人强烈的好奇心 是谁将他击伤 此地有些躁动 不少强者的眼睛 逐渐亮了起来 这或许是机会啊 慌可能发生了意外 若是不能登场 那将无比完美 人们盯着他 很长时间都不见他起身 不曾登台参战 真一下子 让很多人的心 都活络了起来 越发觉得慌出了问题 不然的话 以他目前的声势 直接登临上去 绝对会压得各方强者窒息 有人要与我一战吗 擂台上 地狱三头犬 很惊讶 居然没有人上来 他有些晕乎乎 但是很快清醒 绝对不是他震住了群雄 慌 你 终于他发现了嗜好 曾有幸目睹过他的阵容 顿时有点发慌 还想直接跳下擂台 十号冲他微笑 并没有登台 这让他心中烧安 我来会你 有人上台 这是夜车族的一位高手 是一头金翅夜车 浑身泛着黄金光泽 手持长枪 好 只要不是慌大人上场 我就奉陪 地狱三头犬说道 众人暗骂 这家伙还挺会拍马屁的 居然不准痕迹地 恭维了十号一番 你这拳要 还是下去吧 金翅夜车大喝 手中长枪向前刺去 虚空中发出暴鸣声 划破长空 这是一尊真神 实力超绝 让很多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地狱三头犬咆哮 左边的头颅嘴里 吐出了一道黑色的火焰 那是地狱眼 可轻易焚死神奇 而其右边的头颅嘴里 则喷出一片黄色的液体 那是黄泉水 可溶解神魔 水火交融 两颗头颅一起发动攻击 对抗那杆金色的长枪 轰 金翅夜车咆哮 右手持枪 左手持一面巨大的盾牌 挡在身前发出璀璨的光滑 符号成千上万 密集无比 阻住火焰与黄泉水 啥 他手中的长枪 如毒蛇般刺出 席向地狱三头犬中间 那颗头颅的眉心 当 地狱三头犬伸出一只大爪子 拍在长枪上 火星四肩 与此同时 他中间那颗头颅的嘴里 喷出一道血色闪电 沿着战毛冲向金翅夜车 磨灭 夜车伺候 身体发光 金色符纹如河流般向前冲击 对抗血色闪电 就这样 他们大战在一起 非常激烈 但是任他们神通广大 发动真神级力量 此类台都纹丝不动 毫不受损 上百回合后 地狱三头犬一声咆哮 三头同时发光 眉心竟然裂开 皆出现竖眼 射出惊人的浮光 将金翅夜车洞穿 砰 金翅夜车半边身子破碎 急速而顿 总算避过沙截 成功跳下了擂台 人们不得不叹 地狱三头犬很厉害 敢第一个登台 不是没有道理 的确是这一族 罕有的强者 将此胜利献给我 崇拜的荒大人 地狱三头犬 脸皮很厚 居然这样说道 是好恶然 而后笑了 其他人全都心中大骂 这个马屁精 这么无耻的话 也能说得出口 他的脸皮实在太厚了 我来挑战你 说话间 一株血色古树 伸展之差 一冲而上 来到擂台上 这是一株铁血古树 枝丫苍尽 苍龙完颜 枝叶赤红 发出漫天符文 叶片飞舞 如飞剑般向前斩去 翁翁翁翁 地狱三头犬狂吠 浑身发光 地狱火焰燃烧 跟他大战 最后点燃了这株古树 他又一次胜利了 阴人侧目 就这样 他居然连胜二十九场 着实惊呆了一群人 这家伙居然这么厉害 引发人们热议 马上就要赢三十场了 依旧献给我 崇敬的荒大人 他很肉麻的说道 你没机会了 一头皮羞跳了上去 血气滔天 躯体庞大 如一座大山般 盯着地狱三头犬 这一战 地狱三头犬落败 差点被击杀 慌忙跳下擂台 结束了他的连胜传奇 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消息 某一戒在巨阵 波动越发激烈了 外界有人在疯狂攻击 虚空大裂缝 想要进来 十号一探 时间紧迫 他必须得登场了 早点横扫敌手 去夺了造化 啊 荒大人 为我出头了 赞美无上的年轻至尊 地狱三头犬 一副大喜的样子 肉麻的工尾 十号登台 这引发轰动 皮修目光凶狠 他没有退缩 向前冲去 张口间 喷出一道绝世杀光 祭出一件秘宝 咔嚓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十号单手捏住了那件秘宝 用力一振 四分五裂 随后 他抬手点出一纸 一枚金色的符纹 画成柳叶 斩了出去 血光一闪 皮修大叫 心脏被击穿 他立刻求饶 恐惧无比 十号一挥手 将他震出擂台 仅此一击 便震住了所有人 这也太霸气了 抬手间便可镇压皮修 这种太古凶兽 实在强决无比 咦 不对 他怎么盘坐在了擂台上 你们看 他面若金纸 脸色很难看 第九十五场 一头朱燕登场 一丈高 肌肉骨炸 皮毛发光 拥有爆炸性的力量 这跟十寸肉乎乎的毛球不一样 他体格健壮 白头红角 身上黑红色的毛发 长大一尺 看起来很凶猛 他双臂都快吹到地面上了 粗壮有力 一声大吼 其音充满了残暴的力量 朱燕 贪空而起 让虚空都裂开了 这是一头强大的真神 朱燕王 在初代中都赫赫有名 从未有一败 有人小声说道 众人屏住呼吸 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谁都知道十号的身体出了大问题 很可能会自己磕血倒在地上 现如今这么多高手接连跟他碰撞 毫无疑问会让他的伤势恶化 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朱燕的力量狂暴无疲 藤月而起后一脚向十号踹去 足以将一片山月踏得崩碎 他整个身躯都在发光 毛发倒数凶狂无比 这虚空在轰鸣 十号盘坐在地 身外血气燃烧 如同黄金圣火将天空都映照的一片金灿灿 他如涅槃的真心 宝像庄严 咚 他抬手 一拳向空中击去 迎上了朱燕的那只脚 隔空一击 两者间浮纹璀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十号身体摇动 自身问题太严重了 但是朱燕却更难受 那只脚掌变形出现裂痕 有血躺落 他跟见鬼了吧 一跃而起 整条腿都在筋软 身躯都在颤抖 朱燕以力量组成 闻名于世 非常难对付 是仅次于石胸的一列骨兽之一 可现在单凭力量碰撞 也依旧远不如一个重伤的荒 抬 朱燕大喝 一瞬间身体暴涨 这是他展现的法相 高达千丈 并且施展出三头六臂的大神通 六条手臂同时结印 向着十号镇压而去 虚空裂开 朱燕的攻击力异常惊人 摩原法印 唯能惊人 压的人要窒息 若是换作寻常修饰 直接就要被拍成肉泥 就是出代 也难抵达 但是十号抬手间 柳絮飘舞 不是白色的 全都为黄金色 落在他的身上 让人惨叫 柳絮生根 抽出枝条 将他捆住 变 朱燕喝道 千丈长的躯体迅速变小 他画成了一只蚊子 振翅讨顿 十号依旧坐在那里 一只大手探出 直接向前排去 砰 朱燕画成的蚊子 被打了个结结实实 显出圆形 骨断金蛇 翻腾着飞了出去 噻 十号贪指 一道剑气飞出 冻穿其肉身 让他大叫 浑身是血 亮亮呛呛 扑了出去 差点直接倒在擂台上 朱燕脸上 写满了惊恐 他终于明白 荒有多么可怕 哪怕看起来 肉身干枯 血气消散了 他这样的 一足翘楚 也不低 看在毛球的份上 我饶你一命 十号说的 他想到了夏季的毛球 看着这头朱燕 终于没有下杀手 朱燕亮呛 浑身是血 月下擂台 此时 人们全都神色凝重 荒太强大了 马上就要连胜一百场了 果然没有人能阻挡他 他的伤势如此之重 居然都无人可以应奉 若是让他好起来 谁也不是对手 没有任何机会 不见得 若是有古代的无敌王者出手 他这种状态走不下擂台 我来领教 轰的一声 死亡气息弥漫 一头巨大的白骨架 降落在擂台上 头骨中 神火燃烧 这并不是民族的强者 是一头白骨生物 进化成的神器 咔嚓 十号直接动用雷的宝树 漫天雷光扫了过去 阳刚气沸腾 电弧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嘶吼声振振 这头白骨真神 竭尽所能对抗 但是终究不是对手 眉心被雷光击穿 灵魂之光溃散 当场毕命 黄主动攻击 如同狂风暴雨般 他这事坚持不住了 要尽快结束战斗 许多人看出了端倪 这让不少强者又是期待 又是紧张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还有最后四场战斗 古剑云来了 就在这时有人惊呼 所有人同时转头 向一个方向看去 全都震动 古代的王献神了 而且这位与众不同 曾经杜劫成功 这是一个强大的人物 他来自剑谷 一柄剑横扫天下群雄 曾向四官王 禅公眼挑战 如今他来了 人们知道 荒威 这样一个人 不仅修出了仙气 还度过天节 在古代怪胎中 都绝对是最强的几人之一 可以跟任何人争霸 更遑论是现在 荒已经负伤 情况危急 孤剑云会出手吗 剑谷与火云洞 妖龙道门等一样 同为镇压罪周的古老道童 孤剑云出自这样的门庭 可以说天生跟罪血后代对立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静等 紧张一刻到来 哈哈 道兄 我先上去为你掂量一番 不远处走出一个人 对剑谷传人笑道 不用 孤剑云摇头 他背负神剑 气宇宣昂 还没有出手的打算 神色淡漠 我本身也想去领教 即便败给花 也能逃离擂台 这个人很自信 众人惊呼 因为看到他露出了本体 这是一条藤蛇 通体银灿灿 粗大如山岭 月上擂台 盘成一座蛇山 比真正的大月 不晃多让 而后他身体发光 符纹密布 演化出蛇族 志强傲义 龙吟声传出 符纹向前镇压 而他自己也动了 无尽符纹 包裹着蛇山 一同镇压十号 嗯 十号敬意 这头藤蛇 远比一般的初代还要强 这符纹如火山喷涌 让他都感觉到了 一定的威胁 但是依旧不过堪 哪怕他快耗尽了血气 自身很虚弱 也发出了雷霆一击 轰 他轰开了蛇山 接着上苍之手压盖天穹 狠狠地排了过去 砰了一声 藤蛇被震得大口渴血 庞大躯体翻滚 他长四 蛇信子化成痞链 向前卷去 还有无穷浮纹燃烧 对抗十号 这回十号双手启动 急速放大 如同两道山岭般 他抓住了这条巨蛇的身体 猛力一扯 直接撕成了两端 腾蛇大叫 刺透虚空 腾跃而去 他果然有手段 尽可在虚空中游走 逃了 众人一声叹息 荒果然厉害 这么重的伤都可击败如此强大的初代生灵 同时也有人点头 这腾蛇超凡入圣 能在上苍之手下活命也算是了不得 只是这部分人很快愕然 因为十号还没有收手 呛的一声 他拔出一柄古朴的箭台 一瞬间爆发出压概日月的光芒 照亮擂台 大卢先见处是吃的一声 刺穿虚空 啊 腾蛇惨叫 被从虚空中斩了出来 眉心出现一个血洞 被一剑刺穿当场毕命 好狠 好凌厉的手段啊 人们倒吸了一口冷气 早先很多人能火命 是荒不下杀手 现在他动了杀意 连强大的初代腾蛇都逃不走 所有人都看向了顾剑云 因为腾蛇上台前曾说 为他去掂量一些话 如今腾蛇被斩 他会有什么反应 人们明白了 醉血一脉 跟剑谷火云洞等对立 大仇不可化解 荒这样出手 是在对顾剑云警告吗 要知道 荒可是重伤了 自身有样 还敢这么强势 岂不是逼顾剑云出手 顾剑云面色平静 不曾出手 只是双目很优碎 盯着十号手中的大罗仙剑 渐渐露出炽热的光芒 他用剑自然喜欢这口绝世剑台 很好 这柄剑我喜欢 他这样轻语道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这是宣战吗 要与荒动手了吗 喜欢的话 你可以过来拿 十号平淡的说道 盘坐在擂台上 用袖子擦去嘴角的一缕血 同时体外圣光燃烧 肌体越发干枯了 犹如皮包骨头 我会答 顾剑云说道 话音一顿 又道 不过 我不跟你一个将死之人战斗 他没有出手 只是称呼十号为将死之人 我来 第九十八场开始 一头黑色的玄规登场迎战荒 这一刻十号没有任何保留 因为他知道 自身的问题越发的严重了 吃的一声 箭台发光 滑出一道绝世风芒 咔嚓 黑色的玄规大叫 他的龟壳 直接被切开了 化作两半 坠落在地上 这不是玄规一族的初代吗 他的防御力 号称这一代最强 居然就这样被展开了 所有人都吃惊 睁大了眼睛 再强大的防御也挡不住绝世剑胎一击 玄规扔下龟壳 直立着身子 掉头就跑 且边跑边喊道 我认识 看着他这般滑稽 撒鸭子裸奔 十号心中的杀鸡脸去 目送他离去 留了他一命 接着第九十九场来了 一位古代怪胎登场 你是古代的王 却甘愿替别人耗我气血 就这样放弃了争霸 十号说道 我有自知之明 不曾修出险器 也无法度过天年 与其如此 不如放弃争夺造化 跟人交易 用其他来补偿 他说道 这一战龙争虎斗 此人早已晋升真神经 且大圆满了 十号富商 血气干枯 激战起来后 有些吃力 但是当他强行 提一口气 热血激荡时 一切都被扭转了 就是古代怪胎也不行 他不曾动用仙剑 指节法印 施展轮回神通 令附近时光碎片飞舞 无比可步 令此人迅速衰老 最后 十号的右手 切开了此人的景象 让一颗头颅 斜飞了出去 并且 十号补了一指 将其眉心刺穿 阴红的血流淌 一位古代怪胎 毙命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哪怕身体有大问题 古代的王者来了 也不行 你想登台吗 十号 看一项 孤建云 只剩下 最后一场 我不跟死人战斗 孤建云的回答 很简洁 也很果断 并不出手 这一代中 敢将十号 称呼为死人的强者 真的没有几个 他的这种姿态 着实引发十方 生灵大振 导游是否拖大 阳过了 旁边有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不敢大声说话 目前 孤建云 威势极盛 现在除缺十号外 唯有他 杜劫成功 绝对是 最强的几个王者之一 他修了一门法 伤了大道本源 并入高荒 活不久了 孤建云说道 也算是解释 什么 所有人都震惊 荒 重伤 垂死 命不久矣 这着实出乎人们的预料 要知道 现在 谁的风头 最近 自然 非荒 莫属 怎知 他居然 伤了大道根基 可能会陨落 这一刻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向擂台 盯着十号 更是有个别古代王者修长了天眼 神光战战 观其肉身 不错 众人 看向十号的目光变了 少了几许敬畏 多了一种惋惜 更有一些人幸灾乐祸 究竟是什么法 解释 哈哈哈哈 远处 有人大笑 实在是没有忍住 毫无疑问 那是十号的仇敌 是对头们 他们欣喜 如今的荒 简直不可置 除却石冠王 折仙 宁川外 谁还是他的对手 可那三人 却一次 被雷霆击毙 目前 所有敌手都发怵 无人可敌 实好 不曾想 出现了这种变故 怎么不让他们大喜 若是别人说的 也就罢了 没几个人会相信 可是 孤建云 那是什么人 仅次于十号 而度过天劫的 不是王者 此外 还有其他古代怪胎认同 这一下子 便让人认同了 并且有目共睹 所有人都见到了 十号的确有大问题 他本已弃吞山河 几近无敌 可是在此 却不能畅快地横推对手 而是盘坐那里 被动迎战 这足以说明一切 此地沸腾 这样一个天纵神资的少年 要死了 让许多人 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十号很平淡 道 我命不久已 所有人都死去 过去几个纪元 我也肯定 还在世上的 这样的话语一出 让众人发呆 这也太自负 与张狂了吧 你不上来很明智 最起码 现在不用死 十号 看一下 顾剑云 这本书道 众人哗然 谁都能看出来 他的状态很糟糕 自始至终 大半时间 都盘坐在擂台上 不曾起身 血气与晶元 在焚烧 居然还敢 这般强势 要知道 凭借顾剑云 目前的无敌威势 哪怕荒 全胜时 也得认真对待 顾剑云 绝对有资格 挑战巅峰时的荒 荒这般姿态 就不怕顾剑云 真上去 跟他血拼吗 以他那种 出了问题的身体状态 也许会被击杀 顾剑云 赤笑 不以为意 背负神剑 盯着十号 那口剑台 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第一百场激战 预想中的 双雄争霸 并未到来 十号 盘坐擂台上 竟无一人登台 没有一个人敢上去 怕他回光返照 临死前发狂 这遗憾 就没有一个人上来吗 十号问道 这让一些敌手 暗中冷行 但是的确不敢上去 反正他命不长有 很快就要退出擂台了 还跟他拼命做事 谁敢与我正方 十号 再次询问 暗中 所有对手都不分 这也太小狂了 当着全天下人的面 这般张扬 让他们这些人脸色不好看 一个将死之人 不值得我等出手 有什么可自傲的 到头来 还不是要死 等着看你陨落 谁会怕你 只是不愿再对付一个将死之人罢了 有些人忍不住回应 在暗中开口 第一百场 无人登台 只有一个少年 独自盘坐在擂台上 伴着黄金道工 一同悬在虚空中 时间流逝 很快 又浮文浮现 因无人挑战 时间已到 十号 顺利过关 一百场连胜 十号攻城 所有人都在期待 等他离场 在人们看来 荒因为性命不保 在做最后的努力 实现自身的辉煌 而今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他是一个无敌的王者 一百场连胜 无人敢迎风 他可以离去了 不需要再次战斗了 事实上是 荒不曾离开 他也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依旧盘坐在擂台上 扬言要接受十方挑战 此地一片宣潮 所有人都望向他 不是生命之火将熄吗 他怎么还敢留下来 真是过了 我等敬你 给你个体面的结局 你却不珍惜 想死在擂台上吗 当即就有敌手 在人群中大喝了出来 不留情面 奚落时候 分明身体干枯 战力锐减 还不懂得进退 等着被人击杀在上面吗 别人给你面子 你却不知 当然 也有人偏向嗜好 道 这是一个王者的选择 他宁愿战死在擂台上 也不愿黯然离去 不错 像荒这种强人 古今罕有 本应快无敌了 却遭遇这等变故 怎能心敢 他选择 血洒擂台 值得尊重 这个地方 不能平静 说什么的都有 一时间 竟无人上擂台 随着时间推移 他不战而胜 已经算是 取得胜利 二十几场 这个结果 让一群敌人愤怒 也太轻松了吧 十号 的确不想下擂台 时间紧迫 他想强势 横推下去 温顶 终极王位 却得大造化 不然万一 外界的强者进来 那麻烦就大了 真没有人挑战我吗 那好吧 我就一个人 静静的手来 他这般说道 我呸 你想的美 有人 安待不住了 命令手下的修士 去登台挑战 十号 目光冰冷 出手无情 一直点出 轮回符文弥漫 将那人 直接化成一堆枯骨 怎么还如此强大 人们有点惊悚 甚至怀疑 孤建云的话了 慌 未免太可怕了吧 血气实不存业 惊元更是干涸 他的确要死了 孤建云说道 看出十号 道际裂开 要陨落了 十号自己也心惊 柳神的法 太霸道了 居然如此 若非他明白 此宝树的全部傲义 也会怀疑 自己要死了 不过他知道 这才是柳神宝树的 逆天之处 欲长生 先破灭 不破不立 他想要得到 蓬勃的生命力 便需要去体验 自身干枯 濒临死亡的感觉 容不得取巧 蕴含着平衡傲义 不过这一步棋 的确很凶险 一个弄不好 他也许真的会作画 就此化成一堆白骨 他神色凝重 盘坐擂台上 不敢大意 时间流逝 他没有战斗 但是却已经算取得58场胜利 所有人都无语了 历代以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不战而胜 分明要死了 却无人 愿上去招惹 不行 给我上 逼他出手 让他加速死亡 一些强人聚集在一起 商讨后 吩咐手下必须上去 跟十号战斗 结果 十号连开杀机 尽管他眸子暗淡 肌肤干瘪 自身如同骷髅般 体外精血燃烧 但是依旧有惊人的杀伤力 最后数十人陨落 他又一次连胜99场 确切的说 先后加起来 应该是199场了 你还不上来吗 十号 看一下顾剑云 顾剑云不回应 背负长剑 依旧选择不与死人战斗 很快 十号连胜200场了 这让人哗然 若是以往连胜100场 无论多么强大的怪胎 都会去休息 不敢有任何大意 可是荒 已经胜出200场了 依旧不走 还要手累 这 不行 得制止他 不然的话 这样连胜下去 说不定 这座古类台 就认定他胜出了 无人可敌 将造化判给他 有人说的 就是古代怪胎 也不能平静了 顾剑云 人也微微变色 真这样下去的话 也许会出大小话 一个将死之人 怎能独占凹头 从第201场开始 战斗有些激烈了 没有不战 而胜一说 十号不断出手 很多人被逼上台 也有不少人认为 十号越发虚弱 有机可乘 想夺其先种 而后立刻远蹲 结果这一次很惨烈 足有80名强者毕命 死在擂台上 最终十号连胜三百场 这引发轰动 但是他的状况 也的确越来越糟糕了 盘坐在那里时 竟然都已经摇晃了起来 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也许亲手击杀荒的机会来了 只是从301场到400场 十号再次击杀 60余名强者 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毛了 这是一个怪物吗 众人都看出来了 十号游进灯窟 惊言要绝了 但他就是不死 连杀对他有敌意的各路高手 所有人都无言了 这也太逆天了吧 就是孤建云也发愣 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人上来吗 十号无比虚弱的问道 从第401场开始 接连数十场无人登台 他又开始不战而胜 转眼已到了439场 他不行了 你们看连盘坐都不闻了 可以杀他了 不能这样耽搁下去了 再让他连上 这股擂台必然要判他 为终极胜出者 有人急了 十号的确很吃力 接下来的战斗 他不能一招数招逼敌了 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可是他依旧在胜 擂台上又多了56具尸体 全被他击杀 至此他已经连胜五百场 而此时擂台发光 居然洒落在他的身上 这是褒奖 也是在此阶段的认可 必须要终止 这擂台分明复苏了 再这样下去就坏了 有人郑重地说到 外界中州 这段日子以来 三千州中心地发生一场大风波 影响深远 甚至因为三千州中心谷地发生的事 让许多大教都暂时忽略了仙谷 有半数教主在攻击仙谷一地的大裂缝 还有半数教主身在仙道法阵这里 因为此地发生的事情影响太大了 难道说你们是来自上界之外 是那几个地方的人 错 不是地 是天 一个年轻人说道 傲然无比 眼中有些不屑道 你们这里 太让人失望了 这就是你们的天神 我已经连胜八十一场 所谓的天神中的佼佼者 一起上都不够看 在场的天神都面色难看 就是一些古教主 也脸色阴沉 但这个年轻人说的是事实 他太强大了 要不你们这些天神一起上吧 那年轻人体外有仙气 演变为大道花朵 在其头上浮现 傲然说道 五百场 一个垂死之人 居然一口气连胜五百场 惊得一干天才难以接受 这种情况必须要阻止 朱雄坐不住了 不然的话 这座神秘的古类台 多半要盼荒为最终胜出者 然而让所有人不解的是 孤建云依旧没有动 还是不曾出场 也有人去请示 他还是那句话 不跟死人战斗 不将荒放在心上 但是其他人却坐不住了 有人低于认为 孤建云多半是忌惮荒 不敢轻易下场 我们得出手 耗尽荒的精血 让他早点死掉 才能安心呢 有人在密谋 哦 拉孤建云下场 慌的状态很糟糕 注定要陨落 关键是 孤建云一直在养精蓄锐 应该让他跟慌去血片 理应如此 一些人在谋划 让手下人上场 出重金 请高手去挑战 去消耗 十号的血气 在这当中 有三千周的奇才 更有先古的原住民 以天才地宝等招揽人手 上擂台去激战 比如 银血魔术一族的银昆 在八臂魂族 被十号暴揍 扔出魂岛 他无比仇视 带着怨毒之色 盯着十号 请人上去对付他 从第501场开始 战斗激烈了 十号身体摇晃 他的修行 到了关键时刻 柳神的法 被他误透 正处在激烈的蜕变中 燃烧自我 等待工程 毫无疑问 这很危险 一个弄不好 就万劫不复 尤其他还在跟人对决 这无比艰难 一场又一场战斗 当进行到567场时 十号一个疏忽 尖头一痛 被一名强者射出的剑鱼 刺中尖头 虽然只是入肉半寸 那剑鱼就被镇断了 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他的状态降到了最低点 呸 十号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浮现一饼羽剑 粗大无比 以雨天其高 爆发刺目的金光 这是昆蓬法的体现 唯一真语剑 他将那名强者力劈 鲜血剑起 那人化为两半 自进入第五百场以后 他虽然战胜了敌手 但很少杀生 都被对方逃走了 因为他身体虚弱 不想浪费精力去灭敌 可是现在 却强行运转精气 劈掉了此人 原因无他 只因这个人 伤了他的肩头 这虽然很有威慑力 但是却难以掩住 他虚弱的真相 许多人眼中 都泛出了采芒 金光暴涨 机会真的来了 慌第一次被人所伤 也许可以在此将他击毙 上 将他重创 像是踢死狗一摆 给我打下来 阴坤咬牙 依旧在花高价 请外界的天才出手 还有其他敌手也在这么做 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要解决嗜好 更有不少真正的高手 自己也跃跃欲试 他们并不是想独占 凹头 而只是希望快速解决掉荒 夺走其仙种 而后远顿 要知道 荒的仙种 曾经引来七位天神机遇 对他们来说 更是拥有致命的诱惑力 甚至许多人认为 荒之所以这么强大 能走到这一步 跟他的仙种 有莫大的关系 一旦得到自身 也能逾越龙门 高高在上 可惜啊 古剑云不出手 我等还是缺少机会 最好让荒临死前 将他拼掉 有人遗憾 这个时候 还有其他怪胎 在虎视眈眈 西记 两虎相争 第587场 十号再次负上 一只太古苍狼咆哮 一只大爪子发光 抓中了他的手臂 肉身有损 只是十号的手臂 却无血液流出 因为几乎耗尽了 精血燃烧了个彻底 他快完了 血液不存 精气干渴 这根本就是一个垂死之人 不然何以被狼爪伤到 很多人振奋 备受鼓舞 砰 十号手臂一震 那苍狼身体翻了出去 在半空中炸开 化成了一片血雾 只是十号自己 也是一阵咬动 他感觉虚弱到了极点 这种状态很不妙 主位 你们谁上 大涅槃丹 准教主兵器的 一旦出了先骨 必然奉上 不放心的话 我们立下诅咒血世 魔魁园 明土 天国残存些来的人 也都赶来了 跟十号的其他对头一样 出高件 请人出手 杀十号 至于神庙 火云洞 妖龙 道门等大叫的人 更是早已行动了起来 请人出手 要耗死十号 杀了他 不要担心没有报酬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蕴含着神药成分的宝弹 天家悬赏 严坤也在法 此外 黄金巷 古猿 马猿 蒂坤 囚龙等 七的天神的族人 也都早已来了 全都阴沉着脸 请人上台 去杀十号 想战死擂台上 体面的死去 没门 给我拿人去堆死他 将他打成死狗 给我踹下来 让他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在擂台上 七大族中 有部分人 快癫狂了 不计代价的请人 想将十号干掉 狠狠的折辱 最近这数十场战斗 十号很虚弱 仅杀了不足十人 其他虽然被击败了 但都脱逃 十号无力去灭杀 正是因为如此 让很多人胆气壮了起来 被高额赏金打动 跃上擂台 跟他打战 第六百位高手落败 被十号一直点死 仰天栽倒在地上 继续 十号咬牙 他曾听闻 在某一世 由于一位古代怪胎锋芒大胜 一路连营七百多场 都没有进行到最后 便被判为胜处者 故此他想坚持下去 尽早的结束这场争霸 免得夜长梦多 外面的教主进来的话 那就危 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接下来 十号几次都无法盘坐了 摇摇欲坠 要倒在擂台上 但他还是一路连营 第六百九十八场 第六百九十九场 天哪 他是先王转世吗 怎么还能继续 人们毛了 第七百场 十号又熬过了一轮 震撼人心 至此所有人都变色 许多人恐惧了 难道说荒并无伤 这是在匡骗众人上场 想到这里 许多人都看向了孤建云 露出意思 深感他有先见之名 多半觉察到了什么 不用看我 他最多 再战百场 能坚持下来不死 就不错了 若是有人猛攻 他多半坚持不到 第八百场 孤建云平淡的说道 给我杀了他 有人低语 脸色猙獰 发动力量 去攻杀十号 第七百零一场 第七百零二场 果然一路下去 十号越发虚弱 期间有几次遭遇险情 差点发生意外 这极大的刺激了群雄 十号站到七百九十五场时 心中一叹 他快坚持不住了 按道可惜 因为根据他所听说的情况 在古代有人一口气 连胜了七百多场时 就被判定为终极胜出者 现在他已经超过那个纪录了 可惜可谈 擂台并没有认定他胜出 很快他明白了 当年那个人力压群雄 实力太恐怖 导致没有几个人敢上去挑战了 而他目前的状况不是那样 因为他负伤了 想挑战的人有很多 只能到此了 先略做休息吧 争取尽快修成柳神的法 完成蜕变 十号有了取舍 做了决定 八百场有惊无险 他一路闯过 仙长压群无声 这太变态了 异常的那一天 他若是没有伤 那还了得 终于十号起身 摇摇晃晃 走下了擂台 什么 他不手累了 自己下去了 人们一争 然后醒悟了 慌坚持不住了 这阴发热论 此地一下子沸腾了 慌终于不知 体力与精气耗尽 这也意味着 他可能要死了 大道根基裂开 身有重伤 这成真了 不少人望向孤建云 深感他眼光毒辣 说慌最多 坚持到八百场 居然预测得如此准确 慌不行了 他的身体出卖了他 啊 真是好消息啊 许多人大笑 幸灾乐祸 对十号的处境并不同情 无比兴奋 而且很多人眼中杀鸡一闪而没 若非忌惮有原住民庇护他 多半直接就动手了 要知道 慌现在处在最虚弱的时刻 很容易击杀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走下擂台来 慌 你可敢与我先古移民一战 刚才你在擂台上 我们受限制 无法登台 现在想与你一争高下 不错 若非这擂台排斥我党 哪还容得你们外来者 殉纪员 慌 你可敢与我一战 暗中有人叫板 众人愕然 居然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好吗 会得罪人呢 远处有人低语 银昆摇头 脸上带着冷淡的笑 道 车有什么 又不是我们出手 有人光明正大地去挑战 我们看戏就是了 这可是你鼓动的 被人得戏后显得不妥 管我什么事 他们自己去挑战 再说了 死去的七的天神的后人 与部落也在鼓动呢 只要我们不出手 便不算什么 银昆 豪争以下 漫不经心的说的 目光阴狠 华 你可敢一战 敢与我先古移民交手吗 你的那点成就算什么 有人挑衅 其他天神的后人都在冷笑 在鼓动一些凶人 华 不要弱了我们三千州天才的威风 不要丢掉荣耀 你在怕什么 跟他们一战 外界来的人三千州的天才中 也有人鼓噪 显然没爱好心 故意起哄 不怕事情越闹越大 谁都看出来了 现在 荒 极其虚弱 这个时候挑战他 等于在谋杀 那些人 却不管不顾 就这样叫小 荒 你的秃道 难道真的只敢 挥向我三千州的天才吗 外域人 这样挑衅 你想当缩头乌龟吗 有人更是直接 说话很冲 折辱是好 魔魁园 神庙 明土 火云洞 妖龙道门 天国等残存下来的人马等 也都在暗中推不住来 黄 你到底行不想 不敢应战吗 真是替我们三千州的天才丢连呢 一群人暗中吵嚷 心思歹毒 巴毙魂族的人想出手 要制止这些人 但被十号阻止了 他站在这里 面色冷烈 原住民中 欺的天神的后代等 也就罢了 三千州也有人这样鼓噪 更是可汗 既然你们找死 我就大开杀戒 全部杀掉 十号 目光冰冷 一道剑芒冲天而起 十号 拔出大罗先进 向前回去 如长虹灌日 扑得一声轻响 一头金色的神园 当场被利劈 分为两半 死尸倒落在地上 这一变故 惊呆了一群人 慌主动出手了 那头古园 分明是七大天神中 古园的后代 就这样被快速击杀了 要知道 慌此时重伤垂死 自身状态 糟糕透顶 都已经无法手累了 现在却这般强势 一剑就杀了一人 刚才的躁动 还有喧闹 瞬间平息 所有人都呆住了 许多人 伤出一股寒气 须知 那只金色的神园 可是真神 大圆满境的强者 结果 现在却被一剑即杀 这荒 还有多少力量 说出手就出手 根本不忌惮 没有任何顾忌 下一刻 这个地方 又恢复宣潮 很多人议论 所有人都盯住了他 你敢行凶 不去杀挑战你的人 却无缘无故 杀我先古移民中的 天神后裔 有人大喝 对石浩问罪 暗中挑拨 鼓动与悬赏强者 来对我出手 当我不知道的吗 石浩冷悠悠的说道 又是一道剑芒 刚才说话 呵斥石浩 对他问罪的声灵 一声大叫 血光一闪 被石浩 斩掉了头颅 众人发毛 一阵喧哗 慌也太强势了 这个人不过是 开口呵斥而已 结果就被他一箭杀了 太过了 哗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竟敢这样 随意杀我先古移民 诸位刀友一起出手 将他拿下 此人凶狂 当斩 切得天神的后代等一个个激愤 在那里吼道 请周围的人一起动手 前去击杀荒 同时这些人更是暗中传音 让那些接受悬赏的凶人出手 立刻去诛杀调荒 好样的 谎就该如此 那些先古移民算什么 一箭斩掉 不跟他们废话 不错 这才是我上届三千州的好男儿 当如此 敢乱语 一箭杀了省事 不少人在暗中大声说的 不露出真身 可以说 其心可诛 这些人在拱火 在鼓噪 希望事情越闹越大 火上浇油 让十号陷入 先古移民的人海中 痴妹亡凉 见不得光的东西 当我不知道你们在何处吗 十号一声断鹤 他腾空而起 而后一箭点出 尖盲蹦射 一刹那间 足有数十道长虹飞出 在扑扑声中 惨叫声传来 就在那人群中 有数十人被冻穿 半数人毕命 还有一半人遭受重创 哼飞了出去 鲜血淋淋 慌 你疯了吗 对仙谷移民出手也就罢了 还对同来自三千州的同道人下毒手 有人叫道 神妙的余孽 也敢跟我说是同道人 十号一声冷笑 再次会见 扑的一声 将那质问他的人 头颅斩下 鲜血冲起 染红虚空 所有人都震撼 慌太抢寒了 当众击杀敌手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持滞与犹豫 果断而凌厉 十号停下来 已见主地 大口喘息 他感觉精疲力竭 若是血气旺盛 刚才那几件下去 就不会有人只是受伤 应全部陨落了 火云洞 妖龙 道门 魔奎猿 名途等残留的修士 见到这一幕 都在远处呼和 诸位 还愣着干什么 杀了他 此人垂死 没有力气了 正是除掉他的好机会啊 一些人响应 在人群中 推波助澜 在远处大喝 同时 贴得天神的后代 也都在喝吃 数了十号的罪责 招呼高手 重金悬赏 向前逼去 此外 还有一些人 浑水摸鱼 在悄然接近 想等待十号历劫 然后偷袭 盗走他的仙种 一群小辈 还不推开 八臂魂族的高手喝道 魂族的前辈 你这样偏袒太过了吧 我们是在光明正大的挑战 荒也接受了 并且出手了 你怎么拉偏价 其他天神的后代中 有人喊道 八臂魂族 你们难道要庇护外人 践踏我先古移民的尊严吗 银讯魔术族的银困说道 火上浇油 因为他们自知 跟十号关系闹僵 他即便日后杜劫成功 也不会给他们雷劫印 就是 凭什么为一个外人这样出手 我们是在光明正大的挑战 有人喝喊 火云洞 天国神庙 魔奎元等的残余弟子 还有原住民混合在一起 一起宣朝 让这里一片大乱 并且暗中有人动了 向十号逼去 杀气澎湃 道友 你要封个是非 不要寻思啊 居然也有老辈的原住民出头 显然是七大天神 还有银血魔术族请出的 我接受挑战 不怕死的都来吧 十号说的 小友 巴逼混族的强者急了 而此时另有一些强族 也看不下去了 怕十号遇险 还指望他化解诅咒呢 要将他保护起来 无法 我没事 借他们之手 魔力我身 也算是废物利用 十号毫不掩饰的说道 这一下子 让很多人惊怒 这话说的 也太绝了吧 荒都重伤垂死了 还敢这样小觑他们 实在是不可忍受 前辈 我要是大开杀戒 你们兜得住吗 十号问道 他望向了人群中一些人 杀一粒人 巴逼混族的强者文听 有点惊异 道 杀了就杀了 没什么 只是小友你的身体 自从族中谷祖恢复神志 巴逼混族无惧任何强族了 更何况 跟他们在同一阵营的人 太多了 很多大族都要保护荒 根本不怕得罪什么人 至于七的天神的后代 那完全不需要忌惮 因为他们的天神都死掉了 剩下的后代不足为惧 唯一担心的 就是十号的身体 尽管他早已说过 这是在修行 根本不成问题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没什么顾忌了 十号说罢 摇摇晃晃 提着大罗先进 向前走去 调动死士 给我立刻杀了他 我看他能张狂到什么时候 都要死了 还敢如此 将他给我杀成一只死狗 拖过来 银昆咬牙 暗中吩咐 噓 就在这时 十号动了 一剑冲着银昆 他们这个方向而来 他掠过了很多叫嚣的人 冲着银血魔术族下杀手 扑的一声 成片的血光溅起 一瞬间 八人被他披杀 都死在一剑之下 就是银昆 也差点着急 那剑光擦着他的身体而过 让他寒毛倒数 若非关键时刻 急速飞退 刚才就死了 哗 你敢对我斗手 挑衅我银血魔术一族 他震惊 他们离得足够远 而且方才交谈时的话语 也不高 那荒 难道还能听到不成 对你动手怎么了 在魂岛上时 又不是没有报答过你 石浩说道 提借向前逼去 人们哗然 这件事很多强者都不知道 现在听他说起 都露出惊荣 要知道银血魔术一族 号称圣族 那是一处圣地 一般人谁敢惹 你 银昆恼羞成怒 这是耻辱 被人当面指出 让他羞愤无比 你叽叽歪歪 躲在那里 当我不知道吗 篡落别人对我出手 上次没有杀你 不长教训是吧 这次一病斩了 石浩说道 众人吃惊 荒太强势了 巴比魂族 利人族等都苦笑 荒也太能惹祸了 让他们包容 原来是想杀这 银昆呢 给我杀了他 斩成一条死狗 银昆又惊又怒 撕破脸皮后 没有了退路 召唤死士 请他们出手 噓 忽然 石浩手中 长夜一扫 先对周围的人出手了 一群人惨药 全部倒了下去 你们是三千周的人 这个时候鼓噪 并且来袭杀我 比那银昆更可恨 石浩手头 杀呀 许多人大喊 来吧 一群废物 接你们魔力无神 石浩手头 原本他都摇摇晃晃了 没有了一战之力 可是现在 他的血肉忽然发光 肉壳最深处 有点点血丝亮起 爆发出璀璨的光 让他再次强盛了起来 那是残存的 至尊血精华 这种血气很难焚进 一直不曾磨灭 被他封在了体内最深处 因为他也担心 怕焚进后 至尊血干涸 漫长时间都不会再现了 而他目前这个阶段 却需要站立 应付各种危机 他一直很犹豫 不确定是否该耗尽 现在他做出决定 所有血气 包括最后剩下的至尊血气精华 也焚进 让自己彻底干枯 进行蜕变 所谓枯木逢春 应景 应景 柳神的法 长远来说 这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至尊血残存的精华一现 十号 一下子生猛了起来 如同一头真笼 从深渊中冲出 刚猛无敌 许多人惨叫 十号浑身发光 跟个大火炉子似的 至尊血沸腾 体外烈焰腾腾 璀璨无边 他横冲直撞 真的将这些人 当成了魔刀石 用以加速消耗至尊血 在这里大开杀戒 十号灰剑 那所谓的死事 长篇的倒下 一转眼就有数百强者浮尸 他一步千丈远 体外包裹着三道仙气 刹那就到了殷昆的境界 你不能杀我 殷昆大叫 脸上写满了惊恐 他实力很强 但是上次一战后 惊破了胆 不敢立敌 再倒退 你算什么 有何不可杀 十号灰剑 银昆怒吼 祭出所有宝具 但是根本无用 被那一剑 劈开了鹅骨 整个人当场爆碎 彻底死亡 还有你们 我连你们的老祖 都引入天结中杀掉了 又怎么会怕尔倒 十号冲向七大天神的后裔 如虎入羊群 所向披靡 轮回神通 展出 时光碎片飞舞 周围血肉横飞 青春消逝 化成白骨 这不是对决 根本就是屠杀 快逃啊 所有人都惊恐了 彼此差距太大 哪里走 神庙魔魁园 火云洞 你们这些余孽 当初放而登上路 没有赶尽杀绝 还敢来饶我 一并都杀了 十号 若一只鹏鸟 月空而上 横击八方 那些鼓噪挑拨的人 全都脸色苍白 一个个被击杀 谁都没有想到 垂死的荒 突然这般生猛 到了最后 许多人在逃 十号提着一口 低血的神剑 在后追杀 时间不长 就有上千具尸体 出现在此地 早先那些叫嚣的人 大多都已浮尸 在他的脚下 十号并不停下 依旧在消耗己身 至尊血液 疯狂燃烧 他神力暴涨 急速地宣泄着 大杀四方 这一役 后世人回想起来 都忍不住胆寒 所谓的天才 所谓的强者 在荒的面前不堪一击 如野鸡 似土狗一般 被他追杀横扫 暗中 有天神来了 但是巴比 魂族 利人族 人马族等 也不是吃素的 人更多 全部挡住了 杀到最后 四方寂静 再无人可杀了 那些不相关的人 早已躲在远空 一个个目瞪口呆 浑身发冷 因为那里成为了修罗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十号一身血气 终于耗尽了 他当场盘坐下去时 如同寂灭般 一动不动了 在其周围 鲜血淋漓 强者尸骸 一句又一句 震惊十方 这像是一个修罗场 一位强者盘坐 与血腥中寂静无声 独自悟道 哄 他又一次矩阵 最后的一丝 微弱生机也消失了 整个人像是死去了 巴比魂族等心惊 无比紧张 但是时间不长 一缕生机 开始出现在 十号的身上 首先发生变化的 是他的一双手臂 原本干枯 没有光泽 此时泛出了金黄色 生气 惊人 十号盘坐在地 由双手开始 那金黄色的光泽 一翠一寸蔓延 向手臂上方扩展 生气一处 原本他都干枯了 如同寂灭一般 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生机 很多人都以为他作画了 可现在却见到这一幕 人们瞠目结舌 一个个不敢相信 随着时间流逝 那具干枯的躯体 生机越来越盛 从双臂扩散 金黄色光泽流淌 不久后 上半截身子都如此了 十号宝像庄严 如同金身涅槃 那具躯体 内运无上玄妙 有惊人的力量在弥漫 很明显 他成功了 开始复苏 生机 慢慢显化 人们不得不叹 荒 太逆天了 都以为他要死了 结果 却如他所说那般 将那些人 当成了魔力 几身的废弃 一些人 看向 孤建云 很明显 这位绝世天才 判断有误 孤建云 倒也平静 没有说什么 只是盯着 十号 一语不发 杀我银血魔术一族的嫡系后人 与我圣地为敌 此人不可留 暗中有人自语于 是银血魔术一族的强者 那是一位男性天神 而在其身边 还有一位女性天神 都曾经跟银坤 在引导献身 与巴比魂族 发生过冲突 争 一柄神锥飞出 黑油油 发出乌光 这是天神法器 轰 这虚空直接就炸开了 天神之威不可揣度 他撕开虚空 就到了十号的境前 冰寒刺骨 就要定进其眉心中 你敢 巴比魂族的老天神 大袖一挥 天神法则扩散 禁锢此地 而后卷住了 黑色的法器 并站在十号身前 进行守护 战斗升级 连天神都出动了 众人无比紧张 这个级别的巨头争锋 动辄就要流血一戒 小千世界都可能会毁掉 巴比神族 你们包庇恶手 须知 你们也是仙谷一名 眼看着他打杀我弟一名 却还与其走在一起 该住 银血魔术族的天神和道 这个时候更是露出了本体 画成银色古树 枝鸭参天 声音若惊雷 砰 银色古树动了 巨大的枝条抽来 打猎虚空 并且每一根枝叉都画成一道天神法则 可怕无边 巴比魂族的老天神修道多年 眉心发光 强大的魂力汹涌 他是一位绝顶天神 自然无惧 构建法则网 镇压对方 并且开口道 既然如此 你等为何登领我魂倒 去寻十号小道友 还许以各种好处 只因小道友拒绝 你们就翻脸了吗 老头子当面说出 皆老底 不给银血魔术一族留任何颜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清楚 争夺十号 无不是想化解诅咒 而有些人注定不能与十号化解仇怨 故此想打杀掉 咔嚓 天神法则碰撞 这个地方虚空扭曲 两位道友还是息怒吧 听闻外界 有人正在攻打仙谷戒壁 要闯进来 而且 我们不能内乱 有人劝你 就在这时 这天地巨阵 像是在印证来人所说 虎啰啰啰啰啰 那条横贯各个小千世界的虚空大裂缝 在剧烈颤抖 发出神秘霞光 法则 在胶织 它不稳固了 像是要崩开 很明显 外界 有众多强者在攻击 要撕开这条缝隙 穿过界壁 这让人忧心 但凡原住民都有点惶惶 千百事无尽岁月以来都没有教主及强者闯入 这是要打破宁静了吗 所有人都不安 这是仙谷最后一次开启了 没有人知道会怎样落幕 最终发生什么 轰那大裂缝再次摇动 遭受了更为剧烈的撞击 让先古移民变色 来自三千州的天才则一个个露出喜色 师门就要闯进来了吗 很多人都欢喜 因为这擂台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根本争不过 可族中的天神若来 教主若是驾临 那么便足以碾杀一切阻挡 什么荒什么孤建云都不在话下 哪怕他们天资再高也都可击杀 目前绝对挡不住教主呢 咦 孤建云登台了 就在这时人们发出惊呼声 显然 孤建云也感觉棘手 外界的人若是进来 再对决的话 就是教主跟教主的争风了 他哪怕再经验 也没有了优势 谁敢与我一战 他平静问道 背负神剑扫尸所有人 一时间现场寂静 竟无人敢应答 因为他毫发无损 正处在巅峰状态 谁敢迎风 除去荒外 他是唯一一个杜劫成功 并活下来的古代怪胎 隐约间 他现在有了无敌之势 时间推 孤建云在那里一战 就震慑住了群雄 没有战斗 但因时间流逝 擂台 便盼他赢了五十场 这让人目瞪口呆 居然能如此 许多人都无言 都不用战斗 只需站在上面 就可以从容过关 积累战绩 不少人醋眉 非常不甘 但却不敢上去 这是荒发为所留下的 后遗症啊 有人探到 不久前有目共睹 荒即便重伤垂死 依旧赢了八百场 无人是其对手 而孤建云也是渡过天劫的人 如今血气旺盛 完好无损 自然让人忌惮 在人们看来 他现在或许 比刚才的荒还要恐怖 就这样 他站在那里 战绩已经积攒到 连胜九十九场了 不战而胜 当第一百场来临时 终于有强者出现了 在远空喊道 孤建云 我来会你 一片千云冲来 带着滔天的压抑气息 一个灰色长发 披散的年轻人出现 轰隆一声降落在擂台上 是你 还活着 孤建云大吃一惊 没错 当年被你侥幸赢了一招 我残身不灭 还活着 这一事跟你了解 来人喝道 这个青年 脸色苍白 灰发垂到腰肌 笼罩着阴雾 不用说 谁都知道 此人一定无比可怕 当年竟然能跟孤建云血拼 只烙败一招而已 这是一位古代怪胎 上一世我能拜你 这一世自然还可以斩你 孤建云平静后这般说道 废话少说 就此一举高下 这是一场生死不杀 来人战血燃烧 整个人散发的气息 异常的恐怖 如一头怒尸般 扑了上去 噓 十几招后 这个人就被孤建云一指击杀 鲜血飞洒 那肉身裂开了 就这么死了 太容易了 你也不想想 孤建云修出了仙气 昔日的对手 怎么还能够对付他 人们一叹 为那人感到可惜 孤建云却没有放松警惕 依旧在出手 祭出一片倒火焚烧那人的尸身与血液 你啥不死我 让人惊悚的是 一片血液冲出 化成千万滴 快速躲避了出去 在不远处 凝聚成人身 你当年逃过一劫 就是仰仗磁罚吧 无量血精 孤建云说道 他枪的一声 拔出了背后的神剑 指向那血色身影 没错 只要还有一滴血 我就不灭 你拿命来吧 那血色身影核桃 不要肉身 只以血身攻击 这让人震惊 天哪 居然是无量血精 这种魔功 最是残忍 难以练成 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居然又现世间 许多人惊呼 这是古老的秘法 虽然比不上 大焚天宫 九天十地精等 但是生在一个鬼子 难以击杀 修炼此功者 孤建云手中的神剑 不断挥出 将那血人击散 但总是杀不死 虽然也曾焚掉一些血珠子 但不能一下子全部烧尽 坏了 居然还有这种人 杀不死 如何去赢他 剑骨的人担忧 这种敌手 未免太可怕了 拥有不死之身 不用担心 孤建云师兄 一定能找到其破绽 这世间 根本就没有不死身 估计 血身当中 有他的几滴本源警学 能让他复活几次 真要磨灭掉 那藏匿起来的几颗血珠子 他逼死无疑 有人说道 我练了你整具身 化掉 孤建云大鹤 一箭扫出 场域成形 笼罩那人 哄 整具血人被洞穿 又被点燃 然而 远处 一颗血珠 从擂台缝隙中滚出 再次凝聚成血身 与他大战 一颗血珠子 便能演化出一道法身 人们吃惊 这种魔工修成后 不触及 先到领域 并不是杀不死 只是会多上 五到九条命而已 有人解密心 这一战很激烈 但最后 孤建云 摧枯拉朽 以不可阻挡之势 连杀此人九次 终于血光尽尸 那人死于非命 我修出仙气 且度过天劫 哪怕你有一百条命 也不够杀 他平淡的说道 这句话一出 先尝寂静 而后 他开始手泪 接连数十场 依旧是不战而胜 当第二百场来临时 意外发生 有人登台 祭出一件法器 出时 人们未觉得什么 可是后来 发现 他居然爆发恐怖气息 发出赤裂神光 将孤建云 积得大口吐血 天神发气 人们震惊 外界的天才 根本不可能 将这种器物带进来 而原住民的兵器 一般来说 是不能出现在擂台上的 孤建云富商 目光赤声 道 不管你怎么得到的 自身不是天神 都要死 他一声长笑 手中神剑发光 整个人与剑合一 围绕着那个强者激战 同时躲避天神法器的盛光 最后 他一剑将那人斩首 可是天神法器 却飞天而去 不能拦住 孤建云想继续手雷 但是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 瞳孔收缩 止住了这种打算 有绝世人物出现 而他却负伤了 他必须得去养伤 不然为已 孤建云跳下擂台 一闪而没 随后 远空 有人走来 白衣飘飘 超凡脱俗 此人太过封神俊美 让许多女子都要忌妒 正是宁川 他银发齐腰 身材修长 连鞋袜都是白色的 仙尘不染 脚踏大到浮纹而来 轰 这个地方沸腾 宁川还活着 这是天大的事件 他杜劫成功了 并未死去 他一步就登上了擂台 目光战战 扫视所有人 并不说话 一时间群雄 无人敢登台 十号叛作 此时 那金色光泽 一寸一寸下移 都已经蔓延到了 他的双腿处 他如同黄金素成 异象超凡 他心有所感 说得睁开了眼睛 一眼看到了 擂台上的宁川 并且十号神觉敏锐 他注视远空 又看到了一人 凶巢的哲仙也来了 他并未死 随后他又发现了石冠王 这些热闹了 马上就要分胜负了 谁是第一强者 应该快揭晓了 十号自语 巅峰人物聚首 自然要发生惊天大对决 宁川登台 无人敢上场 一时间寂静无声 方才 顾剑云登场时 最起码还有几人出手 特别是他最后 被天神法器所伤 现在白衣宁川一来 居然让人窒息 无一人敢去挑战 这一转眼 就是两百场过去了 他平静而立 没有一人登台 前所未有 鼓来紧接 哄 咦 有人杜劫 人们惊讶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有人选择杜劫 实在令人惊异 是长弓眼 四官王杜劫了 果然精彩绝言 就是不知道能否过关 消息传来后 众人吃惊 与此同时 另有消息传来 其他小千世界 也有人读戒 有人听到了惊世雷音 有一些强者要死去了 有人态惜 这是事实 雷劫岂是那么好读的 贸然引动天雷 必成结晖 然而 但凡敢这样做的人 毫无疑问 都是最强大的王者 以古代怪台为主 这样的人死去 是巨大的损失与遗憾 这让人一叹 没有道友上台吗 擂台上宁川 很平和 不被雷音所动 而此时 他更是看了一眼 时号 两人间注定 有一战 不过此时的 时号 正处在关键时刻 金色身躯发光 自上而下 已经到了膝盖处 整具躯体 都快化成金黄色了 时号 神色平静 看了他一眼 不曾停止 若有一战 也是在他 完满后 我来与你战 第二百零一场时 一人飞身 上了擂台 手持一口骨刀 向着宁川战去 这是一位 真神大圆满境界的生灵 的确强大 但是宁川 仅是用手一点而已 一道清光便飞出 击碎这柄骨刀 这虚空中 如烟花绽放一般灿烂 骨快似飞 并且燃烧了起来 宁川一击 强到让人悚然 可是就在此时 惊变发生 那股刀虽断 但此生灵 依旧向前劈去 不曾停手 而且这虚空 居然爆碎了 什么 天神之威 众人大惊失色 这变化太诡异了 仅于刀柄 怎么反而威势更胜了 无影刀 有人惊悚 这是一种秘宝 是天神法器 最是可怕 这种刀不见刀身 可引在虚空中 是刺杀类可怕魔兵 方不胜方 此人怎么也有天神法器啊 所有人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天神法器 带不进险谷 而原住民的兵器 也无法临近擂台 他是从哪里得到的 怎么回事 此前 顾剑云就已经遇到一次 此时 又一天神法器出现 让人恶然 与不解 虚空轰鸣 那无影刀 太过锋锐 粉碎虚酷 天神法则交织 恐怖的神力席卷 就是宁川也变色 快速躲避 他从原地消失 出现在另一方 然而 这名强者 轮动天神法器 斩破虚空 横扫整座擂台 让这个地方无比可怕 一元化虚空 宁川断贺 他毕竟还不是天神 不得不沿着以待 施染一种大神通 自身化成一缕光 在移动 并且在熔烈虚空 这个生灵 虽然强大 但是 催动天神法器 太过耗力 尽管将宁川 逼得退避 但是 那生灵 却知道 处境越发不妙了 最后 此人大口吐血 法力不支 不能催动天神法器了 遭受重创 就在他原神受损的同时 宁川如天外飞心 一直点出 扑的一声 洞穿其眉心 那柄无影刀 则瞬间飞走 消失了 众人哗然 为宁川的强大而叹 也为接连两次出现的 天神法器而尽 有三千周的天才 跟原住民联手 有人低于这般说道 没错 应是如此 很快 就有人 做出了这种判断 能上擂台的 自然是外来者 不是原住民 至于兵器 人们猜测 原住民负责 淬炼出粗胚 真正祭练成天神兵器的最后一步 交给外来者完成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一件天神法器 虽然吸针 难以祭练 但是如果把所有条件都准备好 只让外来者顺势而为 还是能成功的 甚至不是原住民 可能是一些大教自己做的 不要忘记 有些大教 故意让一些弟子 留在仙谷 发展成另类的原住民 图谋甚大 不错 越是深思 人们越发觉得可怕 要知道 连仙殿的地坤 都是一枚棋子 被留在了仙谷 修到天神境 只是被十号的雷杰 提前击杀了 可想而知 其他大教也肯定有古代的人洁 留下作为内应 果然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又有几人出手 依旧是持天神法器 并且人们看出 他们属于不同阵营 坏了 非常不妙啊 一些古教早有不止 或者是跟原住民联手 或者是自行建立了根基 我等怎么抵达 哼 第三百八十七场时 有强者出手 异常恐怖 居然是一位古代怪胎 手持天神法器 大战宁川 人们发呆 这太恐怖了 古代怪胎 掌握天神级兵器 除却宁川 荒这等人物外 别人绝对是被顺杀的命运 这一战 宁川 费了一番功夫 对方不仅有天神法器 还掌握有一种诅咒 差点让他着到 哼 在其背后 一张天图浮现 将此人最终裹住 炼化成一堆白骨 一位古代怪胎 就这么死掉了 人们震惊 同时为他感觉悲凉 曾经傲视一事 无敌天下 可是而今遇到了更强的人 就这么死掉了 而且这位曾经的王者 就是掌握有天神法器也不行 依旧不敌宁川 宁川连赢四百场 止步了 没有再出手 因为 接连跟几位掌握有志强秘宝的人战斗 血气有些不稳 尤其是最后一人 毕竟是古代的王 让他花费了一定的气力 若是没有强敌在场也就罢了 他可以继续守累 可是宁川看到了正在恢复的荒 也看到了哲仙 还有石冠王 他不敢拖大 越下擂台 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在最巅峰 哪怕弱了一丝血气也不行 便不在擂台上 下一刻 一人走来 身体模糊 被一些混沌器包裹登上擂台 这个人是谁 很多人不认识 他是石冠王 有人低声说道 生怕出了什么禁忌 什么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 这就是号称不败奇迹的石冠王吗 纵横 仙谷 自古至今 都一直无敌 别说是他们 就是原住民也一阵骚动 很多人睁得了毛子 在看着他 这个人太有冲击力了 出入仙谷十次 每一世都力压群雄 独占凹头 还有人记得他大战八冠王 横扫天下时的无敌气概 在他出现的年代 气吞山河 无人可打 原住民中也曾有人要杀他 可是 每一世 他都安然无恙 避过了那些 对他有敌意的天神 老朽的失罪 当年想对付他 却被他杀了 有原住民中的前辈 高手说道 无论是在三千州 还是在这片古地 石冠王都是一个无敌神话 是一个传奇 他上去后 起初果然无人敢争锋 不过到最后 还是有人出手了 依旧是手持天神法器的圣灵 但是石冠王无惧 混沌气扫出 最后震杀了来犯之人 只是小的 他只有这么几个字 下方有人叹息 身表认可 一个孩童便是手持利刃 也难抗成年人 石冠王有资格那样说 因为他强大了 这让暗中的人猝眉 多年的准备居然无效 根本奈何不了宁川 石冠王这样的人 低声悠悠 远处一个人走来 脚踏虚空 一眉飘动 如同一个哲仙般 他太过空灵了 不食人间烟火气 哲仙道 源自凶巢的神秘男子 他手持一根洁白的古笛 登上了擂台 面对石冠王 道兄 请吧 哲仙带着平和的笑 向石冠王示意 请他出手 轰 这个地方沸腾 两大爵士高手要争锋 震撼了所有人 我第一次进仙谷时 就曾见过你 石冠王盯着他 认真看了又看 居然这般说道 是啊 当年你我同入仙谷 还曾在三千青石路上摇队 彼此微笑质疑 哲仙笑道 这样的话语让人恶然 在场的人默不吃惊 两人同出一世 曾在一个年代进入仙谷 那是石冠王的第一世 是哲仙的第一世 还是第二世 第三世 这让人猜不透 哲仙微笑道 时事过去 道兄已经傲视先骨 号称石冠王 前无古人 荣耀尊贵之极 你是第一个 让我如此佩服的人 时事不显 名副其实的 无眠之王 石冠王轻叹 听着他们的话语 所有人都发懵 内心波澜起伏 那就在这最后一世 来个灿烂的了断吧 哲仙始终很平和 好 石冠王只有一个字 开始出手 嗡 这擂台居然都要摇动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因为两人交手了 始终宝树 许多人惊叫出声 那两人太过超烦 一上来 就动用了 真骨朔尽的大神通 石冠王一拳轰出 真龙咆哮 那分明是龙拳 是无敌的真龙宝树 这可不是散手 而是真正无缺的 盖世神通 哲仙一昧翩翩 如同在起舞 若仙人转世 在其周围采光斑斓 他施展出了 天凤一族的大神通 真龙对决天凤 所有人都闪眼 这才一开始 第一级而已 这两人就斩动了 如此绝世密法 怎不让人震撼 这两人的造化 未免太大了 这两种宝树 不说万古数一数二 也差不多了 随后 人们更加震撼 有点头皮发麻 因为两人快速变化 密法再次施展出 不同的师兄宝树 天呐 他们掌握有几重盖世宝树 这擂台上千般法则 万道锐光 撕裂苍穹 震裂云朵 连那古老的擂台 都在摇动前所未有 过去修士在上面 战斗 此台从来都是 纹丝不动 一瞬间而已 两人已经交手上百回合 在此过程中 每人都动用了 三四种无敌宝树 都属于师兄 你舔了吗 这让人口干舌燥 心中矩阵 难以说出话来 真是龙枕虎兜啊 十号说道 他睁开了眼睛 那金色的光 已经蔓延到脚底 他成功了 完成了蜕变 最先后代 可敢一战 宁川开口 这是他来到此地后 第一次发出挑战 有何不可 你我也上去 十号一指擂台 下一刻两人冲天而起 全都跃上了 悬在天空中的 古老擂台上 所有人都逮住了 这样也行 两人没有多余的话语 上去就厮杀在一起 惊世大对决 一座擂台上 分成两个战场 全都在动用 举世罕见的大神通 他们杀得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四大高手 争锋 前所未有 在过去 从未有这样的激战 这擂台 居然允许 两组年轻 至尊争霸 下方 人们看得 热血沸腾 这是千古 罕有的大事件 真正的 无敌大战 开始了 至尊争锋 擂台上 龙针虎斗 四大至尊争锋 长啸 山河崩 一声龙吟 九天共鸣 石冠王神拳盖世 他的拳头 缠裹着一条真笼 粉碎虚空 在他挥拳间 自身血气滔天 将十方云朵都冲散了 远远望去 如同一座不朽的仙道红炉 在释放荆气 哲心偏然 身姿矫健 凌空而渡 穿行在石冠王的滔天血气中 不若下风 跟他生死大战 人们看得 神痴目眩 心神咬动 另一边 石浩与宁川 也大战连天 异象惊人 如同两尊战神 在决一生死 搅动起 九天十地的风云 宁川 你拿命来 石浩大戈 此时他通体金黄 修成柳神的法后 如同一尊不灭金身 他向前俯冲 光束万条 每一道都如同彗星的伟光 摇曳出璀璨的神芒 让周围的虚空都裂开了 他写万道绚烂光束 长达数十里 若宇宙中的地星 从天外砸来 群星互为 炫目之极 不可直视 此刻 他捏拳印 犹如无上神王将士 要震碎山河 可以看到 他的金色拳印在燃烧 金黄色的血气 弥漫出来 让擂台都在抖动 在咬颤 若非此台坚固不朽 换作其他地方 早已爆碎了 因为 拳印发光 锐采万道 其中有一些细小的金光溢出 冲向了远方的山脉中 直接让巨山崩塌 可以想象 十号此时 一拳之力 多么的恐怖 简直 可以将天上的星辰 轰落下了一刻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样的一拳 有几人可敌 嘴邪后代 烧死 宁川鹤道 白衣斩动 银发飘舞 他高级无比 散发神圣光辉 接出一道 智强法印 一吸紧 在其身边 有九尊古神 虚影浮现 一个个宝像庄严 气息滔天 如同九尊天神 贡出 要镇压 前方那一人 咚 这一击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更有电闪雷鸣 血雨 庞陀 景象 让所有人 都寒毛倒数 这是两人的 惊世 大对决 因为超出了 这一境的极限 超脱在上 引发天地鬼像 发生了 天窟般的奇景 擂台下 所有人都胆寒 这是怎样的 一种大对决 那两人周围 虚空大裂缝 出现上万道 冲向四面八方 两个人 如同无上战者 全都弃吞山河 举手投足 将这天地 都撕开了 黑暗的虚空大裂缝 被他们全忙充满 如上万条闪电 纵横交叉 越发的可怕 血雨洒落 神魔哀嚎 这不是真实的血水 都是光雾凝聚而成 再现了昔日 超越极净的强者 血拼时的可怕景象 两人大战 引发天地共鸣 再现古代最强者争霸时 烙印在天地虚空中的异象 不可想象太强大了 在血雨中 在闪电中 在虚空大裂缝间 白衣宁川风采绝世 不染尘埃 不沾血迹 越发的超凡脱俗了 但是 他的每一击都带动着日月星河之力 滚滚星辰气弥漫 如同大行陨落 轰杂下来 咚 他随意击而已 就击穿了苍穹 神威不可想象 人们脸色发白 这种力道 若是打在他们身上 怎能抵挡 就是成百上千的真神上去 也不够看 会被击杀 没有任何悬念 也唯有慌 才能抵抗 跟他激战 在不久前 人们还在说 荒要死了 可眼下 他堪比一头 人形天龙 富有活力 血气滚滚 撕裂乾坤 天呐 我受不了了 擂台下 有人颤抖 扑通一声 坠落下虚空 软倒在地上 难以承受那种危压 至于半空中 十号的正前方 没有一个人 都不可承受 那种权硬的可怕气息 简直要粉碎乾坤板 这权硬 无间不摧 汪洋 滋意 宏大到极致 两人对决 一刹那间 就会有千百次焦急 如同闪电碰撞 每次都发出刺目的神光 映照的诸天 都一片绚来 这是天纵神人之战 比起他们 众神苦涩 内心沮丧 差距真的太大了 这样的人 古来 能有几个 都是天纵之体 随手一击 就可以击杀 同代跳出 他们的敌手 不在一世 需要跨越古今 需要在时间 长河中寻找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不同时代的年轻至尊 都封印到了这一世 谋夺造化 能够相遇 才有了敌手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注定 在各自的年代中 孤寂无敌 想求一败都难 宁川 你不是口口声声 要镇压我吗 来吧 十号断鹤 向前猛攻 一元烈虚空 宁川轻斥 张口一吐 混沌气 喷勃 激烈虚空 让这片天地 都模糊了 要被容炼为 一颗金丹 随后 他的额头发光 龙纹密布 这是他天生的大神通 传说 他可能是 无上禁忌人物转生 曾以龙血 蚊养母胎 留下残痕 化作龙纹 当然 传说 只能是传说 无人可证实 这世间 有转生者 哄 十号狂暴 体外雷光万道 他施展雷地 密树 一颗又一颗 雷霆化成的 星辰显化 密布在虚空中 远远望去 宛若一片 古老的星域 被截取了出来 镇压这片虚空 爆 十号 一声大喝 所有闪电化成的星辰 全面崩开 这片古星河沸腾 击穿天地 粉碎虚空 他以此法破解禁锢 体表金黄 如同不灭金身板 杀到宁川进前 举拳就轰杀 带着滔滔电芒 轰 两人的手掌碰撞 爆发出无穷神光 四方茫茫都被赤裂的神芒挤压满了 擂台在轰鸣摇铲 真远方 众多修士 莫不心惊肉跳 这种力道 若是冲到他们进前 很多人绝对要化成肉酱 立刻死亡 两人在对拳 一拳强过一拳 仿佛要打破天地炉顶 得见长生 这个级别的战斗 千古寒有 在血拼中 各种霞光迸发 如同飞仙 光雨洒落 神秘 而又震撼 十号一谈 这个对手 真的举世难找 太过强大了 若非他修行到这一步天地 多半会恨不妙 要知道 自他出世以来 仅有那么一次 跟人一起围攻一人 就是宁川 当日十足三兄弟 一个个飞扬自信 说是没有看得起宁川的那道灵声 但终究是一起共发的 当日他们斩了那道灵声 并不是宁川不够强 而是十亿与十号走在一起可怕的逆天 那一败不足以说明问题 不能说宁川弱 反而凸显出他的风华绝代 曾经以一敌三 此时他的真身出现 举手投足都与天地相合 拥有莫大威能 仿佛能够镇压一切 不可匹敌 十号自然要谈 此人无愧为千古人节 绝代强者 事实上宁川比他还要震动大 心中波澜涌动 无法平静 须知他是六贯王 积攒六世 分六世之神威 天下无敌 那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眼前此人却是一世崛起 宁川自问 这数是他演化之极尽 将自身的路推演得清清楚楚 明明彻彻 没有了一丝的自色 故此可以横推仙谷 世间无敌 而眼前此人 却与这乱世中冲天 一跃而上 不曾有过前世积淀 全靠此生 着实让他忍不住轻叹 好 这一刻石冠王突然乱发飞扬 一声大喝 真的天雨都裂开了 这个人血气弥漫 席卷天上地下 不要说擂台上 就是擂台外 众人躲在足够远处 也一阵难受 很多真神都大口吐血 横飞了出去 而个别神火镜的修士 则更是肉身军裂 几乎炸开 这种盖世神威 别说是三千周的天才 就是原住民中的前辈强者 都已变色 这类台只有最强者可以站立 先敌我这一拳 看一看你们是否有资格 在上面 石冠王大喝 他居然暂时舍弃了折仙 龙行虎步如同一尊天地转世 杀到了石浩与宁川的近前 轰隆一声 山海崩 石冠王出拳 第一击攻向了石浩 这是举世无双的龙拳 一条真龙缠绕在他的手臂上 他气通万里 静止打来 一拳即出 天地轻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有龙吟荡酒亭 我也想看一看 你是否有资格在这上面 石浩一声大喝 针锋相对 唐月而起如同鲲鹏在天 他的拳头发光 变成了金黄色 偶尔流转出一些黑色斑点 这是鲲鹏拳 鲲鹏对决真龙 这是石兄宝树的大碰撞 更是荒与石冠王的第一次交手 一瞬间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乌乌声震耳 仿佛群魔在哭 诸神在气 血色闪电交织 无尽雷霆绽放 更有数不清的神魔虚影浮现 不断陨落 这是天地异象 绝世可怕 一头鲲鹏出海 跟一条唐渊而上的真龙厮杀 惨烈无匹 鹏雨染血 漫天飞洒 真龙长鸣 鳞片残碎 这一击所造成的可怕奇景 震惊了所有人 让许多强者手脚冰凉 这是怎样的一种手段与为能 三道仙气 十号瞳孔收缩 他看到了石冠王拳头上缠绕的三道仙气 跟他一样绝世无匹 这一击血气滔滔 神力压世 两人分开交错而过 石冠王露出一色 这一事让他期待 又多了一名敌手 宁川 你也先吃我一击 石冠王喝道 什么是无敌气魄 这就是 财雨荒 硬汗一拳 转身就又冲向了宁川 无惧十方敌 也要点亮他一番 要知道 这台上折仙 荒 宁川 都是爵士人物 对上一个便会有大祸 而他却无惧 翁龙一声 在那两人间烟霞澎湃 烈火焚天 法则交织 古文绽放 声势浩大之极 那虚空如一张破话般被撕开 石冠王神勇无敌 大开大合 你也再接我一击 十号健壮 贪空而来 冲了过去 全印如红炉 法力滚滚而涌 爆出惊世神光 他也很想掂量一下 石冠王到底多强 虽然有过一次碰撞了 但是并没有看出深浅来 好 石冠王大合 背后声光 绽放锐彩 一条朔大的龙尾化形而出 横扫千军 斩向是好 又是真龙宝树 而且是威力强诀 不可想象的真龙白尾 这一记大神通 笔之龙拳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真龙一白尾 漫天强者 噼里啪啦的坠落 跟主角子一般 九天都会被劈开 砰 惊世大对决 十号的全印 跟那龙尾遇到一起 腾起无尽的神芒 如同万道剑气 斩破苍天 绝世强横 但凡真神莫不站立 这种气息一出 让人心胆皆寒 如何抵挡 轻空不断塌险 两者间混沌气一出 淹没了一切 周围千般道则 万条锐光冲销而上 沿着虚空大裂缝蔓延 冲出了擂台 幸亏人们离得足够远 不然将死伤无数 便是如此 远空也有很多人 被那波动阵的脊欲昏厥过去 特别是一些法则碎片 冲入了山脉中 有些高大的山峰 瞬间轻塌 更有一些被阵的离地而起 在空中爆碎 这种景象 让众人毛骨发寒 浑身冰冷 连惊叹与话语都憋了回去 只有深深的恐惧 随后 他们并未收手 而是接连碰撞了数十次 而在另一方 宁川与哲仙竟对上了 也在对抗 彼此施展大神通 激烈不杀 昔日 我在凶巢险险遇险 原来是你 宁川说的 他白胜血 阴发披散 气质出众 但是此时 却有一股冷意 他当初 险险坠近凶巢中 发生意外 这是一个结 两人间有恩怨 故此展开大对决 他们都不是繁琐 气运超然 哲仙疯子绝世 空名若仙 他的攻击并不是多么刚猛 但是却可有舞动天风 道则所过之处 万物消融 他的攻击不带烟火气 可是却可怕无边 万物皆灭 不可抵达 哄 两人转眼 对攻十几招 折仙一冲而过 双臂一展 烈火冲天 五光十色 煞是美丽 凤凰展翅 他如同一头天凤 翱翔而过 姿态优美 但是却带着无边神威 这是天凤大神通 威力不可想象 宁川一声长笑 手臂发光 背后浮现一尊 模糊的身影 如同神王般 跟他相合 结出法印 镇杀向那天凤 师兄宝树 宁川也拥有 不过外人没有看清 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积累 术士都有莫大机缘 曾得到过盖世宝树 轰 两者间 虚空塌陷 若磨焰焚九天 四方崩塌 天地通明 他们就此交错 彼此分开了 熊朝的诈 我们也算一算 十号可到 折仙横空 施展天凤神通 翱翔而过时 真的如同一只凤凰 斩翅般 妖艳而绝利 空灵出世 而十号 正好重来 迎上了他 以鲲鹏法攻击 远远望去一头巨大的鹏鸟 铺展开了翅膀 抓向那头凤凰 这是至尊先秦的对抗 两者同属秦族 神通皆无敌 太古师兄 留下的宝树 号称无敌法 任何一种 都惊天地 弃鬼神 不可多得 轰 在这二人之间 羽毛无数 不断凋零 全都染着血 震动了乾坤 两头无上 生灵在厮杀 法相惊天 冲撞在一起 爆发出 璀璨的光芒 羽毛亮丽 但根根如神剑 划破了虚空 这是一场 惊悚神灵的碰撞 两头先秦 激烈搏杀 冲破九霄 在这里 造成了可怕 而惊人的场面 最后 异象消失 露出两大强者的真身 哲仙微笑 喊平和 道 听闻 你神力无边 今日 我与你对上一掌 他收敛了空灵器 衣衫鼓荡了起来 不再运转天风宝树 而是抬手 直接向前劈来 哄 下一刻 天崩地裂 就是擂台外的大地上 相聚也不知道多少里处 也是飞沙走石 在磅礴的血气 还有神力下 十方震荡 可以看到 大地上一些山峰 都俊烈了 人们倒吸冷气 这还是折险吗 居然也有如此狂暴的一面 血气滚滚 如同真龙唐天 从其天灵盖冲气 这种气息 太过可怕 十号里人 全力以赴 在那折仙的背后 出现一头生灵的虚影 压盖天地 绝世爆裂 是他 果然是这种暴数 许多人惊呼 露出震撼之色 凶巢 蕴藏着一种 盖世神通 自然被折仙所得 以往很多人都不知 那究竟是什么秘书 而尽知晓了 天脚蚁 师兄之一 天脚蚁 号称力量第一 无以伦比 恐怖无边 如今他早已绝技 不可显现了 但是他的后代还有 留下诸多血脉 太古神蚁 独角仙 这两种太古凶虫 都是他的后裔 演变而成 无论是太古神蚁 还是独角仙 都是以力量 称雄于世间的凶虫 若是跟其他生灵 一般大小 几乎没有比他们 力量更大的 而他们的始祖 天脚蚁 则更是不可想象 可力破乾坤 能掀翻九重天 此时 哲仙完全不同了 力量盖世 一只手掌向前拍来 那虚空破败 如同浪涛般的力量 滚滚而涌 十号 神色严肃 动用自身 第三种神通 虽然还不完善 但是跟他至强宝树 凝结在一起 使用威力暴涨 这天生的宝树 很奇异 可以增强神通 威能 让力量激增 两人的拳与掌 撞在一起 发生了最可怕的事 天地被击穿 神威不可揣度 那擂台上 一片迷蒙 混沌气弥漫 天雨 裂缝 密密麻麻 景象可怕之极 这是力量的对抗 让天神都变色 好强 好可怕 又先古移民地 折仙 血气滔滔 跟不久前完全不一样 恐怖至极 如同一轮太阳在燃烧 灼得人双眼生疼 不可直视 他的生机太旺盛了 血气如汪洋 十号暗自点头 这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要知道折仙 就是以无数天才的血液 淬炼几身 以各种古文 磨砺自己的 他的血气 若是不旺盛 那才怪呢 这一击 朕的擂台都咔咔作响 仿佛要崩开 孤来未有 当两人再次交错而过时 石冠王重来 迎上了折仙 很明显 他想领教那一可怕的神通 天教以宝树 罪邪后代 延续你我间的战斗 宁川重来 事实上 这四人等若发生了混战 彼此间不时出手 越发的激烈了 十号无拘 虽然他只是一世积累 不向另外三人积淀惊人 岁月累计 早已让自己到过无瑕 但是他的确可以无惧任何对手了 对于所有强者来说 荒之神勇是一个奇迹 守 宁川鹤道 银发披散 神圣无瑕 在其背后冲出一幅天图 浩瀚莫测 当中大星滚滚 银河垂落 好比一方宇宙 这是他出生时就有的法图 闻在其背上 天微无品 现在 他以这种天生的宝树 镇压十号 想将它收进去 在不久前 他就曾以这种秘法 将一位手持天神法器的古代怪胎 炼成了一堆白骨 威力大的超出人们的想象 斩 十号大河 在其手中 一柄轮回剑出现 这是以符文构建而成 时光碎片飞舞 漫天都是 他几经生死 这一宝树 而今被演化到了极尽 威力强的让人神魂悸动 带动出了时光的力量 喱 两种宝树相遇 虚空燃烧 时间紊乱 再次发生天枯 血雨清盆等 妖异景象 这仿佛是打破了天地牢笼 得见了不朽 一生见明 其音冲销 更有绝世剑芒绽放 孤剑云跃上了擂台 人们惊呼 这位度过天节的古代怪胎 终于再次登场 也要加入进去 他目光如见 盯上了十号 就在此时 天边传来长啸声 一道身影 化成了一只神剑 击穿虚空 降临在擂台上 他的身上有雷电胶痕 但是血气旺盛如海 正是四官王长公眼 来到了这里 挡住顾剑云 人们吃惊 长公眼不久前 渡天节 显然才成功了 十号大笑 道 长公眼兄 别急 先让我教训他一段 剑谷火云洞等 都是镇压最周的古老道童 十号对他们没有一点好感 见到剑谷弟子登台 他直接杀了过去 顾剑云 量出你的剑吧 十号上来就是一拳 光芒万丈 打破苍天 顾剑云出剑 绝世风锐 那剑芒 破开虚空 绽放成千上万道光滑 凌冽寒意 冰封虚空 大大大 这个地方火星四剑 十号徒手硬汉旗剑锋 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保留 每一拳都动用了自身的盖世神力 神勇不可打 当大碰撞过后 顾剑云嘴角一血 神剑暗淡 两枪后退 剑谷古来最强的年轻王者 不过如此 这是十号的话语 再次杀向宁川 舍弃了顾剑云 因为宁川也恰好来营救 没有人轻视顾剑云 在荒的志强神威下 不曾当场毙命 就已经是神庸无敌的代诚了 毕竟荒只有一个 崇同不败 自古无敌 这种战斗 怎能少了我 远空有人低于 十亿在线 踏着虚空急速而来 降落在擂台上 肩谷镇压罪咒 压我罪血一脉 可曾问过我 十亿开口 他也向肩谷讨个说法 下一刻虚空爆碎 混沌气弥漫 十亿的眸子 宛若在开天辟地 震动了所有人 他的双目射出两道光束 飞向顾剑云 顾剑云大怒 举剑杀去剑盲猎天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 被他的那两道光束震得虎口崩碎 后来更是被记得手臂堂写 一声长啸传来 再次有人登场 张扬而自负道 可惜没有爵士美女 不然一并收走 十号回头一眼认出了他 还曾与此人在下界交过手 正是昔日内神艳男子 他拥有一脚轮回盘 你们为何都选他势手 很特别吗 让我也掂量一番 神艳男子说道 也盯上了顾剑云 顾剑云怒火中烧 脸色铁青 他这般强大 居然成为了几人 衡量自身战力的靶子 哈哈哈哈 大笑声传来 烈火焚天 一个男子重来 发丝乱舞 带着一股魔性与狂野 道 我子言飞也出关了 大焚天宫已经练到前五古人后来者的地步 怎能不杀几个古代怪胎 擂台上大乱 最强的一列人都快到齐了 发生了最为可怕的大决战 龙争虎斗 擂台上一下子多了数名年轻王者 震动十方 这场大战越发的激烈了 让观战者都跟着血脉喷张 心中激动 谁没有想到会演变到这一步 古代怪胎 当时的王者等纷纷登场 都冲了上去 这些人深觉敏锐 隐约坚决的 这擂台允许群雄登场 角逐第一 多半不同以往 要发生什么变故 正是基于此 他们才登场 去争夺造化 争争 建明如金石列藏鱼 响彻天际 寒气逼近了人的骨子里 孤建云 披头散发 浑身是血 壮弱疯狂 他怒火中烧 奋到极致 因为这几个上台的人 都拿他掂量几身 他成为了一个 行量战力的标准 怎能如此 想他孤建云 修出一道仙气 且度过天节 是名副其实的绝世人节 可是在这里 却被人这般轻视 他先遭十号中创 又被虫童击穿手臂 接连遇到打击 充满了怨分 在龙唐虎月时 又有数人登场 都是古代怪胎 其中一个女子 手托一座持续高的 微型火山 沿江中一口小关沉浮 妖艺而神秘 还有一女子 金发披赛 黄金光雾弥漫 天宫一盏 隆隆作响 这擂台上更加乱了 大战不错 倒阴隆隆 因为这些人都生出了感应 觉得造化要陷了 现在不登台的话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该趁乱拨杀了 什么人都能上来吗 都吃我一圈 石冠王不满 他目的转身 捏龙印 拳头发光 轰出一记 至刚至猛的龙拳 一头针笼白尾 俯冲向所有人 他一人而已 横扫群雄 针对台上所有的人 霸气无边 那些人都遭受了攻击 不得不出手对抗 这里轰然作响 神盲碧日 符文如同火山喷发般恐怖 有些人大口吐血 其中包括古代怪胎 南党石冠王龙泉之力 还不登台 速速相助 有人负上后 不曾退后 而是暗中传言 哄 此地沸腾 台下有各教高手 有诸多联盟 这个时候闻声而动 分成不同的派别 就一起冲上了擂台 前所未有的混战 自古之今 擂台上都没有这般混乱过 也不知道有多少修士登台 跟一些古代怪胎站在一起 跟一些王者共进退 傻 有几人是超然的 十号 哲仙 石冠王 纵横人群中 所向披靡 他们见的大战不受影响 谁敢拦路就杀谁 可以看到 有接近者 直接被打得爆碎 化成了血雾 这样的人 根本不可敌 如同修罗般 斩杀一切束缚 没有人可以干预 也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 动突然 一顶古笔出现 刺向十号的后背 五光千宠 这是一口 天神法器 偷袭而来 多 十号 一声钦斥 口中 攀出先天精血 伴着混沌忙 他以大法力牵引 让匕首横空而去 不远处 顿时传来惨叫声 又修士遭结 敢投袭我 十号 弹指尖 昆蓬真语分舞 金色霞光 挤压满空间 向前傻去 最终 一位高手陨落 天神法器有灵 自行顿走 荒太厉害了 却是我等大帝 不得不出 有人登台后 相助 顾建云 化解了危局 暗中对他传音 你竟未死也来了 顾建云吃了一惊 这是火云洞的古代怪胎 早先传闻走火入魔 作画在上一世 不曾想他依旧活着 进入了仙谷 此时站在他的旁边 我们去相助宁传 击杀谎 这罪邪后代必须除掉 火云洞的年轻王者 冷悠悠的说道 刚才有人持天神法器 偷袭时候 这是他在授意 正如人们所料的那般 有些大教布局 跟原住民联手 在仙谷打造天神法器 针对一些古代怪胎 火云洞 仙殿等都曾这么做过 这些天神法器 以及暗中的力量 如今显现了 顾建云皱眉 他虽然很想击杀谎 但是这样跟人联手 却放不下身段 到了现在还顾及什么 我们帮宁传击杀谎 然后作弊上官 静看石冠王 与哲仙两败俱杀 到时候 我们这一戏人 终将胜出得造化 火云洞的古代怪胎 低声磕道 懂手吗 就在这时 又有人接近 对两人传音 顾建云一惊 还有人 这也是一位古代怪胎 我联络了两位道友 到时候 揭持天神法器 前去相助宁川 火云洞的至尊说道 宁川道友不见得领情 顾建云迟疑 宁川不属于他们这些道通 但是 却曾观跃过他们这些古教的一些典籍 因此 跟他们有着莫大的干系 有时候 宁川就是他们的代表 出手吧 火云洞的强者说道 原本他以为 十号出了问题 必死无疑 不曾想到 最后蜕变出一具金身 出乎预料 好 顾建云最终点头 提着神剑 与混乱的人群中 向前杀去 私人分开 悄然前行 跟周围的人对抗 在血液飞溅中前进 轰 突然 一座天神塔发光 出现在十号的头顶上方 向下镇压 将他拢着 十号 寒冒倒树 向旁一闪 结果 一杆天神战毛刺来 青色光芒 战战 冻碎虚空 气息 宏大物品 他再次避过 一张大网 精英透亮 席卷而来 要将他缠过 而且 孤建云也出手了 一柄神剑 斩断长空 力批而来 这转瞬间而已 就有四大高手出击 再加上 劲敌宁川 让他陷入了围攻中 要知道 当中可是有天神兵器压定 所有人都变色 因为就在此时 天神法力浩荡 太过雄浑了 周围很多修士 一下子化成了血泥 爆碎在那里 除去古代的王者外 诸多修士 难以避退 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就惨死当场 这块地方 一下子被清空了 找死 出乎人们的预料 十号这次 根本就没有闪躲 站在了那里 迎战四方敌 在其手中 出现一枚 洁白的骨块 并不大 温润 晶莹 他手持着 迎向天神法器 哼哼 各种生灵 虚影浮现 抵住了天神威亚 挡住了 几件天神法器 这是万灵图 十号进入先古后 第一次 真正晾在 所有人面前 拥以对敌 这是什么 火云洞的传人大惊 他手中那杆 天神战矛刺不动 所有法力 都被消融了 不能临近 唯一让他庆幸的是 这枚骨块 不曾爆发神威 只是被动防御而已 显化出各种生灵 虚影 啥 这一刻 十号爆发了 忍无可忍 他发现 那竟然是几名古代怪胎 这一等人物 居然联手偷袭他 哼 他的背后 浮现昆蓬池 身体前则缭绕最强雷霆 手中持轮回符文化成的剑 向前杀去 他硬抗拧穿 又反身杀向顾剑云 顾剑云大惊 这种力道不可抗衡 那人刚一冲来 就让他有股窒息感 符文涌动 让他哇的一声 大口可血 他欲见而行第一时间倒退 啊 火云洞的王者大叫 因为十号盯上了他 那一剑皮来 轮回符文绽放 时光消失 他感觉生命在被剥夺 杀 他大喝 然而任他挣扎 不断出手 动用了此生最强手段 各种榜数进出也不行 挡不住那个人 当十号冲到其面前时 他已经动用了数十种秘法 但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坚持数十兆而已 便被对方一剑削弱透露 其原神想逃 可是却在刹那间 被那时光碎片斩中 花成飞灰 轰 宁川在后出手 可是十号的昆鹏翅一斩 遮天蔽日挡住了他 并且十号向前出去 以万灵图振开一座天人塔 一拳冲击 将一位王者打得爆碎 化成了血雾 随后他不断截雷地印 接连拍出闪电交织 将另一位古代怪胎机的横飞 化成一具交叹 一道仙气都不曾修处 也敢来杀我 十号冷横 哄 就在十号冲向孤建云时 长弓眼出手 一剑射来 让孤建云大口喷鞋 那一剑射穿其尖头 让内里爆碎 孤建云横飞 跌落下擂台 该结束了 你们都给我闪开 一人大鹤 正是来自下界的那个神艳男子 他的手中出现一脚轮回盘 起初这盘子威能不鲜 可是随着他手腕堂鞋 骨盘慢慢复苏 发出阵阵混沌气 释放出至强威能 可以带进仙谷 却不被大道花瓣所阻 这轮回盘不可想象 这一刻他催动这一脚轮回盘 镇压所有人 想将他们都全部掀飞 打落下擂台最终独占凹头 跟那以尊者之身 称霸仙谷的断红一样 有混沌宝具 有人大惊失色 冲上来的人群 全都头皮发麻根本就对抗不了 以为凭此就能压制所有人吗 还不行 石冠王河头 一刹那他的手中出现一株小树 不过一尺高 他攥着树干猛力一扫 这一刻锐光万道 法则无穷 将那压落像他的混沌器 全部扫灭了个干净 人们倒写冷气 那很有可能是世界术 另一边 折仙更是从容 在其手中出现一根独角 古朴自然 但是轻轻一划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天呐 这是天鸟语的独角 属于石兄的无上仙鸟 所有人都发呆 神言男子变色 一击不成 居然有两人都能化解其为师 就在这时 这天地巨阵 那虚空大裂缝 突然间咔咔作响 不断扩大 将要爆开了 并且影响到了擂台的稳定 什么 外界的人要进来了 人们心惊 原住民更是巨阵 心中惶惶 弯谷变局开始了 咔嚓 大裂缝蔓延 从擂台前冲过 跟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嗡的一声 擂台闪耀 快速形成一道门户 开启了一座传送阵 一道光扫向十号 要将他卷走 选中了他 人们握紧了拳头 有外力干扰 变局产生 这擂台不稳固了 他做出了选择 人们明白 十号此前就连赢八百场 属于众人当中胜利场次最多的 故此被选中 给我回来 石棺王大鹤 他挥动手中的小树 摇曳出万道法则 强行拒进十号 要将他拉回来 与此同时 哲仙也出手 用天脚椅的独角镇压 杀 宁川也动了 不止他们 其他人也纷纷拦足 这一刻 十号毫无保留 穿上了一具破烂甲咒 疑似与雷地有关 并且 右手持万灵徒 左手取出一枚持许长的鳞片 那鳞片散出龙气 阴云蒸腾 他来自诡异的源头 染血的黑色鼓船 当我折死 十号大吼 刷的一声 上万条大道碎片分物 绚烂之极 世界树 虽然只是一棵幼苗 但真的太强了 天生运有万道 与天地相合 他能生长出一个世界来 此时摇动 哗啦啦作响 叶片绽放各种光彩 呼 示好手持万灵徒 迎了上去 万道虚影浮现 各种生灵都有 居然挡住了那株小树 在两者间 迸发出长片的混沌器 一片迷蒙 让这座擂台 都剧烈颤动 这种景象 着实惊待了所有人 这是至宝 世界树幼苗也就罢了 举世皆知 它的可怕 而荒手中 那巴掌大的白骨块 到底是什么东西 洁白如玉 居然如此威力巨大 这块骨 只是被动防御 并没有展开任何攻击 擂台发光 构建出一道光门 形成传送阵 那种力量非常之大 拉扯着时好 它被卷着 要向里面冲去 可是却被众人所组 那几件宝具太强大了 拦住了它的去路 天脚已镇压 折仙出手 独角看起来不差 但是比十万座大山 加在一起 仿佛都要沉重 压的人要窒息 可以看到 那虚空寸寸暴碎 它蕴含着 力之极尽法则 是天交以规则的再现 西年曾掀翻九天 若是一般的人 早已暴碎 就是古代的王者 也难以挡此一计 这是无上法骨 不可匹敌 还好 十号有手段 有可以匹敌的器物 在右手万灵图 对抗世界术时 他左手池内鳞片 迎了上去 龙吟阵阵 响车九天 挡住了这只独角 龙有逆脸 处之必怒 有人颤抖 发出这样的惊叹 因为原住民中 有人认出 这可能是一条真龙的逆鳞 居然被荒 持在手中 喉咙 天地崩开 就是擂台 都出现了裂缝 完全是因为 那只独角 还有鳞片 胖壮所致 这是师兄身上的脚与鳞 是跨越千古的对决 一个代表了力道 一个为世间数一数二的最强物种 这样的大对决自然可怕无边 恍惚惊仿佛日月星辰奇坠 大到神音震耳欲聋 拦住他 不要让他走脱 后方也有人打喝 现在不是讲究单打独斗的时候 一旦让十号进去 便将绝了所有人的希望 唯有阻住他 将他击落些类材 他们才有机会 杀 后方的人也杀了上来 一起出手 一时间各种宝树飞舞 全都是京士大神通 平日间出现一种 就让人仓不结舌 可现在各种禁忌神通体现 有些都早已失传数十万年了 可是现在都重见天日 再换光彩 十号畅销 浑身发光 手持两件神圣宝物 力敌群雄 他彻底豁出去了 竭尽所能对抗 对他威胁最大的 还是石冠王那株小树 那树体虽然只有一尺高 但是扫出万条光物丝韬 每一条都是一种道则碎片 跟他纠缠 使他不能进内光明 不然的话 十号直接就离开了 现在被世界术束缚 这是他眼下最大的麻烦 此外 天交椅的独角 微能可怕 虽然没有束缚他 但是攻击力强的离谱 符文滔滔不绝 神力盖世 将这擂台都要打得沉陷了 若不是有逆龙林在手 很难对抗 杀 被神烟包裹的男子杀来 寄出轮回盘 他轻轻一震 天雨裂开 混沌气弥漫 这让十号雪上加霜 又一种智强宝具压落 若是没有万灵图 还有逆龙林 他绝对要被压碎了 没有任何悬念 就这样 几种智宝纠缠在一起 彼此间混沌气汹涌 从各自主人的手中脱落 定在虚空中 彼此对峙 杀 石冠王松手 不怕别人夺取小树 禁止杀来 跟十号争风 万灵图 天交椅的独角等 全都浮在虚空中 纠缠在一起 演化为一方奇异空间 让石号暂时走脱不了 唯有遗战 石号放开了手脚 通体若烈日 爆发无量光彩 轰 他没有说什么 迎上的石冠王 拳头如玉石 晶莹透亮 但是 轰击石 却比天雷还可怕 这一拳 蕴含着几种傲义 无坚不摧 强大无匹 石冠王 神色凝重 他身体劈啪作响 那条手臂发光 龙拳中 加入其他石胸宝树 混合而成权力盖世 咚 这两人的拳头散发滔天神烟 超越以往 仿佛真的要打破天地牢笼 得见长生 哄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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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塌地陷 此地烟沉冲击 擂台受损 刷 折仙也出手了 飘然若新 用手轻轻一扶 混沌霞光绽放 看似空灵 但是这一击阵列擂台地面 就更不要说跟他对了一掌的时候了 承受了无法想象的距离 两人间发出飞仙般的光芒 光与无尽刺痛人的双眼 这一切都太快了 发生在电火石花间 三大高手已经对决 忽然山崩海啸 一副天图航空 当中天日高悬 大兴转动 宇宙星空隐现 浩瀚银河灿烂 威势强决 宁川也出手了 背负天图 向前震杀 这惊呆了所有人 四的至尊争霸 其中三人居然围攻一人 震撼人心 须知 任何一个出来 就足以横扫千军万马 傲视朱笛 难有抗手 结果演变到了这一步 所有人都心头俱跳 慌能活下来吗 多半为疑 傻 时好长笑 身上的破烂甲咒发光 虽然有很多洞口 但是现在并不是缺点 而成为了优势 这些洞口内部光滑万道 不断旋转 汲取十方天地本源 没入十号体内 让他血液沸腾 力敌三强 这一瞬间 天崩地裂 魔窟神嚎 血雨倾盆 甚至仿佛有仙灵浮现 阴云光雾蒸腾 天地异象太多了 死的至尊化成光 纠缠在一起 不断碰撞 所有人都震撼 十号居然这么了得 并未远落 再跟三人激烈厮杀 我来呀 后方有人长笑 也出手了 正是紫颜飞 这个人很要挟 将大焚天宫 修炼到了前无古人的底部 化身火道神尊 服从而来 什么 人们吃惊 隐约今感应到了 仙道气息 原来如此 十号明白了 这家伙熔炼有一道古火 算是仙种 就是如同青衣版 他与青月燕融合了 紫颜飞原本就是修炼火道功法 大焚天宫 镇骨朔金 可与六道轮回九天十地经并令 现如今更与昔日真仙陨落后 所留下的一道本源火融合 那威能不可想象 难怪他敢说 将这门天宫 修行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的确可怕呀 有人惊叹 其他人就是得到了真仙所依的古火 在成就神位后 那火也会离去 而他却保留了下来 轰 出乎紫颜飞的预料 十号刚猛一击 硬焊他的大焚天宫 根本就不曾躲避 因为在十号的拳头上缠绕着三道仙气 镇压一切火光不可匹敌 呼 火光滔滔 紫颜飞大鹤 浑身精气喷勃 那烈焰更加胜烈了 烧得天穷都崩塌了 这是古火之危 更是大焚天宫之力 不可想象 一声巨响 十号捏拳印 更加璀璨了 并且在拳头周围 有一根又一根金色的柳条飞出 化成秩序神炼 冲进火光中 激烈碰撞 紫颜飞闷横 而后大口可血 倒退了出去 他伤势极重 在这场大对决中吃亏 怎么可能 古火融合 在这个境界 我将天宫修行到了前我古人的地步 他不敢相信 当你修出三道仙气 再来跟我论天宫吧 十号冷声道 他力敌三大至尊高手 也在避逆群修 一起阻逐他 其他人不敢临近 在远处出手 寄出宝书 当中包括有古代怪胎 傻 十号大吼 这一刻他捏拳印 大战三大爵士高手 身体发光 金色涟漪扩散 也在演化柳神的法 在其身上 纹落交织 而后从他的每一个学窍内 都冲出一道金色的枝条 那是柳神的法 看似轻柔 但却无肩不摧 扑扑声传来不绝于耳 远处成片的人 被洞传眉心 当场毙命 甚至还有三位古代怪胎 也被刺透 大叫着向后退去 可是紧接着被金色枝条阵列 当场报碎 阻我路者死 十号大吼 他拼尽力气 施展所有密法 在此地大开杀戒 挡他前行 就是断他求道路 这一刻 只有三大至尊高手 还能镇定 其他人都变色 那种手段太可怕了 十号舞动天风 所向披靡 他的躯体外 血气冲消 其权硬盖世 柳树的法 被他催动 横扫四方 强大的重统者 竟为动手 站在一方 某子中阴晴不定 混沌光闪耀 很明显 他也是一尊可怕的强者 他没有动 着实影响很大 此外 长公眼 持大功 也没有动 在远处 凝神而立 十号立敌三大至尊 身上甲昼鸣 光雾滔滔 他曾中招 也曾轰在对手身上 此时 身有血迹 这擂台上沸腾了 他纵横在上 大开大壳 勇猛无敌 嗡 终于 平衡 还是被打破了 这擂台构建的光门膨胀 越发璀璨了 并且 这擂台竟燃烧了起来 灰红壮阔 十号大后 地动山摇 拼尽所能 杀向那道门户 这个时候 他强行将万灵图 还有逆龙林 抓了回来 吃在手中 很明显 这擂台要解体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若是不进去 这光门可能要被毁掉了 哄 终于 他成功了 声声闯了进去 最主要的 也是因为 这道光门在发力 喷波出的光束 卷住了他 咔咔一声 世界术 发出的法则 跟他断了联系 不能束缚了 唰 十号从这里消失 没入那道门户中 与此同时 仙谷摇动 仿佛要解体了 那虚空中 大裂缝 一下子扩大了 数倍不止 咔咔促响 不好了 外界有人杀进来了 就在这一刻 远方传来好声 震动天地 所有人都打惊 这仙谷要大乱了 外界有人杀进来了 石破天阶 万古未有之变局开始 让所有原住民 几倍 生出寒意 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至于三千州的天才 也都费堂 他们知道 石门要进来了 将要进军 先故一地 可惜 迟了一步 如果早上那么一点 荒就进不了光门 好可惜呀 有人吹凶顿足 太遗憾了 就差那么一点 便成为了此生的大汗 许多人痛苦无比 在那里大吼 更是有不少人诅咒 脸色扭曲 已经发狂 恨不得引领尸门血洗仙谷 也有人身体发冷 预感不妙 比如说 一些古代怪胎 还有石冠王 遮仙等 对于他们来说 外界教主进来的话 会极度危险 因为他们手中 持掌有逆天之物 一些人绝对要打他们的主意 兵荒马乱 仙谷若是遭劫 那些教主横扫而过时 他们的处境会很糟糕 就是顾剑云 这些背后有大叫护齿的人 也已变色 仙谷若乱 他们这样古代王者 若不能第一时间 与石门会合 很可能会被人暗算 这影响太大了 一瞬间 众人反应不一 非是我不敌 而是变局来得太快 石冠王在地狱 握起了拳头 三道仙气化成真笼 缠绕在他的身上 他猛力一震 虚空塌陷 让众人心惊胆战 尤其是跟他距离过近的一批天才 全都哇的一声 大口喷血 横飞了出去 根本不可匹敌那种波动 这就是石冠王 一怒之下 气息暴涨而出 别人就承受不住 咦 哲仙原本怅然 很不甘心 可是忽然间 他神色一动 因为那光门还在 并未消失掉 哲仙轻衣飘飘 若天凤展翅 清零而飘逸 被掀气包裹着 洒出光点 精直 到那光门进去 什么 太进去了 人们发呆 折仙偏然 缭绕 鲜光 空明无比 一步就迈进了那道光门内 急速向里面冲去 轰 这个地方沸腾 没有人可以平静 这 突然来的变化 让人们震惊 喜悦 情绪一下子高涨了 更有很多人仰天长笑 发泄心中的压抑 这一刻 巨大的喜悦 填满了每一个人的心 呼啰啰啰啰 石冠王出手 如真龙出冤 一跃而上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在他挥拳间 仙海接崩 天地共颤 宛若盖世神王出行 那血气滔滔席卷天上地下 远远望去 一座火红的道炉 包裹着他 红大如山 那是血气所化 这是一个人的生机 更是他无敌的力量体现 石冠王闯了进去 他进入光门内 所有人都为其让路 竟能如此 还有补救的机会 我倒也能进去 人们大叫着 就是擂台下的人都震撼了 蜂拥而起 向台上冲去 如同洪流一般 肆虐天地间 意外之变 让众人看到了希望 所有修士都眼热 争先恐后 不管怎样 要跟进去 哪怕造化被人抢了 也要看个究竟 一幅天图斩动 内部收有日月山河 此时古卷化成一条金光大道 宁川即石冠王之后 踏着天图冲了进去 吼咯 十一出手 谋子发光 冲筒开天地 演化世界雏形奥义 自成一方天语 他崩开虚空 将身边的人横扫 他闯了进去 怎能少得了我 注定要成仙的人 小胖子曹雨声大叫 跟长公眼站在一起 向前杀去 古代怪胎都动了 各自施展手段 大神通不绝 光门前流光一彩 法则交织 乾坤崩裂 最强的一类人都先后进去了 但是当踏进光门内 他们发现 与十号的待遇不一样 荒是直接从这里消失的 达到目的地 而他们则是沿着一条 以法则构建的通道 需要奔行 一路几尺 向那神秘之地赶去 快 一定要快 人们喊着 若是晚了 什么都省不下 估计会被荒席卷一空 别说是后面的人 就是折仙 十冠王都沉默着 动用了目前最强的力量 燃烧法力 消耗本源 不顾一切的向前闯 等待术士为了什么 就是这一刻 他们全面爆发了 比不久前还要可怕 哄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也还有些争斗 比如 虫童射出的光束 混沌光弥漫 跟宁川的天图碰撞 这条路不平静 路怎么会如此之长 就是古代怪胎也激眼了 急速而行 凭借他们的修为 数千里都可转顺几道 可是时间流逝 他们最少也奔行了 数以万里计 结果还是在途中 不曾接近那终极古地前 咔嚓 擂台前那条虚空 大裂缝摇动 气息恐怖 原住民都脸色难看 各自启程 返回族中 准备应付变局 同时也有人冲向其中一个小千世界 要看一看何等人物进来了 准备探听消息 为族中带回有用信息 更有三千周的天才冲向那一小世界 他们没有闯光门 而是要接引自己的门派 引高手杀赖 在很多人看来 与其与荒 石冠王 折先争夺 不如赶紧寻到门中的教主 堵住光门 那样什么都跑不了 玄冥界 一个不算大 很普通的小界 可是因为此地空间节点被击开 与外界贯通 而彻底不同了 再也不可能平凡 此季神力澎湃 法则交织 天地间电闪雷鸣 各种异象分成 震惊了此界所有原住民 其他小千世界的高手 赶到这里后 也都一个个瞠目结舌 一条大裂缝 贯通此界 其中有一段格外粗大 那是节点所在 一位头戴紫金官 身穿道袍的老者 站在裂缝中 半截身子 进入了此界 毛子若神红般 扫过山川 眼中 炽热无比 在其身前 还有十几人 不过修为 都没他高 从尊者境 到真神境 不等 都是此前 为了试验 这节点的 承载力 而成功 送过来的修士 不好 一个道人 一惊 感觉神魂 战力 毛骨悚然 莫大的危机 笼罩了自身 啊 他一声大叫 奋力挣扎 想要冲过来 可是 仙谷有莫名法则 与虚空 大裂缝中交织 在阻击他 虽然在外界 有人出手 相助他越界 但还是不行 他脸色 一下子苍白了 因为有无上道则 冲进了他的体内 不 他大叫着 他的额骨发光 元神冲出 想要逃进 仙谷一地 因为他已经 预感到了不祥 肉身支撑不住了 可就在此时 虚空大裂缝中 光雾阴晕 混沌光扫出 若绝世剑芒 踢中那道元神 根本不放过他 那拳头大的元神 哀叫一声 再次炸开 并且他的肉身 也在同一时间 被焚成了灰烬 早先过来的十几人 拳头倒退 脸上失去血色 他们很幸运 顺利过来 而这道人 实力强横 一只脚 都踏入了天神之上 是一位准教主 结果这么强大的人 就如此轻易地死去了 如同一枚石子丢进湖泊中 没有煎起太大的烂花 外界无人去 大裂缝横空 血色霞光绽放 乌黑闪电交织 警向害人 此时成群的人 站在此地 从尊者到天神 再到教主等 都是各教的修士 特别是前方 有一群教主 一个个神色凝重 他们耗费无尽力量 终于击穿戒壁 结果诸一尝试 神火真意境的人 进去不成问题 后来急于求成 那老道人主动请征 他们合力相助他越界 不曾想 这个一只脚 迈入天神之上的 准教主 一下子毙命了 难道说 我等无缘 没有机会进去 有人叹息 刚才那一幕 他们都看在眼里 默默推演 已经确认 教主进不去 被那仙古师姐排斥 不然老道人 也不会惨死 最强也只能到天神境 一只脚踏出 天神领域的人都不消 有人道 在场的教主沉默了 他们何尝不想进去 可是反复推演后 全都促起了眉头 心中不甘 还有道友愿意尝试吗 我等当竭尽所能护齿 有人说道 没有人应声 因为早已算定了结果 罢了 只能让我等 门下的天神 去争夺机缘了 我相信 他们会带出来的 有教主开口 只是这界壁不稳 就是护送天神进去 他们也需要合力而为 撑开节点 保护越界的人 先古排斥我等 这通道 不会很稳固 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送进去的天神 不会太多 有人说道 所有人都想到了 若是这个节点破坏 他们还得重新寻一处地方 再次共同施法 才能打开 按照他们的推测 起初的一批人 应该可以顺利进入 这些名额很重要 各教相商 距离力争 第一批人中 当有我先殿一个席位 远处 一位古老的青铜殿 混沌器散开 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 所有人都心头悸动 就是各的教主也不例外 对他深深的忌惮 一辆碾车中 同样传来一道声音 那是当时帝族 也要占据一个席位 我西方教 当有一席位 我民族 应登临仙谷造化地 我神庙 可以用九天十地经 护持此通道 里应有一个席位 所有教主都在开口 争夺席位 这个时候绝不能退让 关乎大造化 他们在瓜分 先国的最大机缘 什么谎 什么折线 什么最终胜出者 在天神压境后 只能沦为尘埃 被选中的天神中 有人低语 那是先殿的一名中年人 目光冷靓 都有所言即是 我等不曾进入时 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 现在将重新决定造化归主 敢有不从者 只能沦为结会 仙谷中 擂台光门后的终极古地 十号一个人独自站立 这个地方太神秘了 他仿佛已经石化 远处黑暗 而近前 有柔和的光散出 阴云灵气荡漾 流霞如水波 这个地方异常的神圣 落影缤纷 在这盛光流淌之地 晶莹的花瓣飘落 带着心香 还有阵阵勃勃生机 除此之外 几百的仙气散开 缭绕在此地 十号静力 仿佛听到了真仙的叹息 如同经历百事轮回 此看到了仙谷的更迭 他寂静不动 这种感觉很奇 一刹那 看到了千百重画面 有一些生灵 也有一些草木 还有一些战斗画面 恍惚惊 他看到了天空染血 一具又一具 致强者从域外坠入 砸在大地上 那血水染红了山河 有地在陨落 有禁忌强者在消失 十号轻语 如同梦翼 他看到了这些场景 不是震撼 而是有些发木 那只是残景 可是却足以说明了 仙谷末年的残酷 敌人是谁 他盯着那千百幅画面 可是只见前人凋零 不见敌手 自那九天上显现 留给后人的 只是一幅幅破败的画面 随后 他看到了一座 悬在宇宙中 浩瀚大陆解体了 难得的是 十号并未感受到 激烈与悲壮 一幅又一幅残景 只有落寞与凄凉 很平缓 不紧不慢 可是十号却在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隐藏的情绪 那就是绝望 这是留给后人的残碎烙印 不忍心告知真相 怕后来者彻底的绝望 内纪元那些人彻底打败 留下这些印记的人 有一种无力感 深深的失落 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是十号体会出的味道 一只金色的手掌 散发仙道气息 徐徐而过 将所有画面都抹除了 特别最后模糊 而无法看清的画面 像是不忍告知后人 想给后人留下什么 却一把抹除 那残碎印记 唯有一声叹息 就散开了 十号觉察到了 那是在传递一种心声 平缓而来 悲到极尽 伤到绝望 看不到曙光 与其绝望 不若懵懂 一世又一世 一纪元又一纪元 就这样昏恶而过 恍惚间 十号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镇定下来后 十号毛骨悚然 那是怎样的一种碑 让上一纪元的幸存者 到这一步了吗 认为后来者 还是无知为好 寂静无声 落影暗淡 锐光间接熄灭了 仙气也散开 化成一缕又一缕灰雾 至于祥和云霞 都变得四七沉沉 斗转星移 岁月变迁 这里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 一切都变了 十号不出声 默默体悟 不若懵懂 这种念头 太过可怕 我想知道 为什么 十号出声 在前方 所有斑斓光彩 都消失了 只剩些灰暗的石壁 以及一些模糊的刻图 正是此前所见的画面 他认真感应 仔细琢磨 终究 再也看不出其他 这就是仙谷留下的造化 简直是一个笑话 十号在这里 什么也没有得到 一无所获 那些画面 能帮助他什么 修行 还是迷雾 只有一种平缓的技术 不激励后人 不引导后来者 有的 只是一股绝望 十号观石壁 此地 的确没有其他了 他毫无收获 为什么 他再次开口 仙道花瓣 绽放三千次 只是为了 让他来此一观石壁吗 兴师动众 结局苍白 一堵墙 横跟前方 灰暗 沧桑 阻住了前路 懦弱 十号只有两个字 这是对留下烙印者的评价 他愤怒了 杀到此地 所见到的 竟是这样的结局 现在要回头吗 沿着原路而去 只是 怎能甘心 他体外三道掀起共鸣 在这个地方澎湃 如同三条真龙 昂首而鸣 冲撞向那墙壁 吼 剧烈撞击声 掀起腾腾 他要击穿此墙 没有道理 都说是最大的造化堤 机缘留在这里 十号身体发光 法力汹涌 他睁大天目 仔细凝视 要望穿这堆墙壁 很长时间后 他若有所觉 这墙壁后方 似还有东西 是这样吗 绝望之墙祖路 给不甘者留下一条小路 虽然不看好后人 但是依旧给了一些希望 十号轻语 结合仙谷的传说 最大的造化 还有此地的绝望情绪 他明白了一些 轰 他出手 挥动拳头 轰一下那堵墙 他的路在前方 走到这里 不能回头 无论如何 都要去看一看 见一见 也许这堵墙 已经预示出 无论怎样努力 最后都如同上一纪元一样 但是十号现在 不会去管他 那些东西太远 涉及的太广 层次太高 他现在只想变墙 走自己的路 有朝一日 有资格了再去了解破坏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 得见仙谷最后的造化 一道仙气旋转而出 打在墙壁上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他推锯了出去 最强的攻击 十号打刻 各种宝数祭出 八九天弓转动 轰隆一声 他一拳打在了墙壁上 三道仙气弥漫 像是印证了什么 得到了认可 那墙壁咔嚓一声裂开了 出现一个人形的洞口 此时一股悲怒惊的情绪弥漫 比早先更加努力了 十号不理会 迈步走了进去 穿过绝望之墙 果然他看到了一条阶梯 那是一颗又一颗星辰炼制成的 这让人惊叹 这条阶梯太神秘了 每一阶都有九颗星辰堆砌而成 被人以大法力炼制缩小 他能够真实的感受到 这是宇宙中的大星 这让人害人 当年的人有怎样的法力 连最普通的路径都能如此 让人贪腐 十号踏上阶梯 四周一片虚无 没有尽头 只有这样一条十阶路 通向永恒与未知的尽头 他目光战战 无比坚定 向前迈步 不多时 混沌气弥漫 空旷之地有了物质 并且这阶梯 似通向最高处 尽显此地 幽远与深邃 十号有一种错觉 他的每一步落线 都像是在跨越古今 像是在一个又一个大世界中穿行 让他寄定 这是要去哪里 忽然刚风出现 并且他看到了星辰 在那虚无中 一颗又一颗大星点缀 他仿佛沿着十阶 来到了宇宙中 天风浩荡 不久后 十号吃惊 那风吹过 一些星辰破碎 暗淡在十阶外破灭 唯有青石街上 风平浪静 太过可怕 也非常怪异 十号不知道 这是怎样一条路 要通向哪里 直到最后 他觉得自己仿佛走了很多年 这才临近尽头 还有最后九道十阶 嗯 十号震惊 当迈上第一道十阶时 他觉得自己仿佛穿过了一层天 就这样 他再次迈步 一道 两道 三道 当踏上九道台阶后 十号恍惚 这种体验太怪了 他仿佛穿过了九层天 到了苍蝇声 回眸的瞬间 背后一片虚无 什么都没有 唯有前进 难道 我真的来到了九天之上 十号 神魂忌妒 九天之上 云雾飘渺 仙道气息弥漫 可是舍此之外 一眼望去 什么都没有 空空荡荡 唯有前进 十号迈步 脚掌从第九到十阶迈出 离开了那里 下一刻天地变幻 九天上没有公雀 也无仙人 只有一片巨大的土丘 他来到了怎样一个地方 暗红色的土地 村草不生 一个又一个土丘 遍布在前方 这土像是被血染过 颜色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联想 十号起初没有觉得什么 可是仔细观看 却是一阵心惊 这一座又一座丘陵 其形状古怪 怎么有点像大坟 还是不停步 他继续前进 终于进了丘陵深处 一条通道 暗淡无光 延伸到地下 这是一座地宫 十号大步走了进来 就在这丘陵下方 这里很广阔 路也很长 走出去很远 也耗费了一定的时间 终于到头了 霞光腾起 阴晕灵气正烫 可是十号 却毛骨悚然 一下子被惊呆了 此时此际 他可以确信 地面上的丘陵 全都是古老的大坟 因为放眼望去 他看到了一具又一具 玉石棺果 这些都是古怪 彼此相距很远 全都在发光 溢出 仙道气息 有些棺果是透明的 十号怀着震撼的心情 向前走去 到了一具棺果前 仔细凝视 觉得脊背深寒 口中干燥 那是什么 一具尸体 其血发光 有仙气弥漫 他无头 只有躯干 弯骨过去不朽 这是怎样的强者 十号心有怀疑 这是曾经的先吗 可是 放眼望去 这里的棺果 可不是一句两句 他心神俱振 强忍着疑问 带着难以平复些去的心情 走向另一口 玉石棺果 在当中 也是一具无头尸体 景象处 山口平垮 内血液流出很多 棺果内鲜红透亮 如岩浆 又若玉水 十号真的震撼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怎样一种景象 他居然步入这样一个地方 连看了几具棺果 所见都是如此 无头躯体 鲜血灿烂 神侠正堂 是仙吗 为什么会如此 十号大贺 下一刻他再看时 景象发生变化 旁边的玉石棺果中 无头的尸体不见了 留下一本玉石古书 还有一枚神秘仙种 嗯 他大吃一惊 再回头急忙 向刚才的几具棺果望去 其他几具棺果 也是如此 内部的尸体消失 各自一现一部经书 还有仙主 棺果 都是玉石 遭壳而成 古朴中 也带着精英 至于内部的玉石书 则神秘莫测 带着蒙蒙雾矮 还有霞光 无须多想 这是上一纪元 留下的西真道书 十号双目中 神光战战 心潮起伏 他一下子明白了 这是传长地 绝望之强的后方 九天之上 还有一线曙光 给人留下了 吸许希望 就是这些东西 上一纪元的修炼方法嘛 十号很激动 他很想看一看 所谓上一纪元的法门 究竟如何 早已听说 与当事不一样 主要依靠仙主修行 他分出一道灵神 令其上前去尝试 打开一口古冠 真身退出去足够远 以免有意外发生 嗯 十号吃了一惊 居然不曾撼动 没有扳开御冠 凭借他的力量 别说一口棺果 就是成片的大月 都可以抬手抓起 当他动用法则时 御师棺果更是发光 有密力流传 将他推锯了出去 无法开关 这便意味着 拿不到御师书 这是何意 十号站在镜前 围绕着石棺 转了一圈 既然他闯到了此地 理应得到造化才对 他抬眼望去 前方还有古冠 不过每一句 都相隔很远 这里的传承不算少 应该有数十种以上 他接连试了几次 几具棺果都没有反应 没有办法打开 十号并没有强求 因为前方还有 他一路向前 所见到的棺果颜色不同 都属于稀有古域 并且第一眼望去 内部皆是无头实体 肉壳不腐 血液还有蓬勃生机 仿佛能透过棺果弥漫出来 当年死了这么多的 无上强者吗 十号心头一颤 这里的人其血精盈 至今还一一生辉 绝不是凡俗 很有可能是真正的仙人 这种景象太过可怕 数十具棺果 这是怎样一股庞大的战力 即便不是心 多半也是屹立在大道巅峰上的禁忌存在 不可想象 可是他们都死了 全被人斩首 割下了头颅 敌人得多么的可怕 这就是让人绝望的原因所在吗 同时十号还想到了一件事 他追逐诡异时 曾闯上那艘染血的黑色大船 在那里曾经见到一座石顶 当时他曾震产 一位满满一顶的头颅 都属于无上强者 疑似有限 现在他又在这里看到这么多无头的尸体 难道说两者间有联系 可以相合在一起不成 这样的一群强者就如此陨落了 让人深感悚然 看着那些无头尸体 十号仿佛听到了上一纪元的号叫声 天地间无数强者厮杀 最强生灵 先后跌血 十号打了个冷战 昔日的无敌强者 如今只是无头尸体 血早已冷 全部行尘在这里 让人开叹 不多时 在路上 他所见到的这些棺果 内部也都发生了变化 尸体消失 留下玉石书 还有仙种 结果他一路尝试 没有打开一座古怪 这让他猝没 这么多传承 连一种都得不到吗 十号没有出声 依旧向前走 当到了尽头 他看到一个祭坛 非常恢弘 如同一座大山般 横跟在那里 他谨慎接近 来到近前 这祭坛 上面刻着各种图案 从生灵到星域 从一粒尘埃 到浩瀚汪洋 有昔日先民 更有真心 图寒古老 贯穿岁月长河 这是上一级元的祭坛 他矗立在此 这么的庞大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若是灯临在上 可以俯视下方所有官国 十号绕着他走了一遭 最后凌空虚度 来到这祭坛的顶端 在此期间 并没有任何异常 与危险发生 在祭坛上 供奉着一物 十号心头一跳 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 在这样灰红的 古老祭仙坛上 已有贡品 祭坛上混沌气弥漫 异常的不凡 除去那一物外 别无其他 十号大步冲了过去 到了今天 深吸了一口气 将一个玉石匣 抓到手中 很轻松 并不曾受到阻挠 这就是我的机缘吗 他心头一动 穿行过古关区 什么都没有得到 直至来到尽头 登上这祭坛 才有所获 而且能够看出 这古坛浩瀚 俯视下方的一切 是超然的 非同凡响 他心中激动 忍不住好奇 想要打开玉石盒 看一看当中究竟有什么 然而当他发力时 玉石下发光 并且有一种 灰色的魔魂烙音显化 仿佛有一道声音 在心中响起 想带走 就看你有没有资格 十号心头一震 这还不算完 居然还需要有资格 他都已经闯到此地了 还有限制 下一刻 他毛骨悚然 身上起了一层 极皮疙瘩 觉得大祸 要临头一半 他直接腾起 就要飞顿出去 然而 他吃惊的发现 双族难以离开 被牢牢的吸附在上 不能移动半步 自从他拿到玉石侠 就已经注定很难离开 与此同时 祭坛 堂起光束 如同一柄又一柄先进 根根透亮 刺透虚空 并且一缕又一缕 混沌气扩散 让此地越发神秘 十号走不了 而这祭坛 云征霞位 出现莫名力量 居然开始炼化他 十号发出一声闷哼 动用所有力量 跟他对抗 最后 渐渐的抬起脚 可是磅礴压力 瞬间涌来 将他进鼓 哄 他被压了下去 整个人的脊椎骨 都要断了 向下弯曲 十号地后 盘坐在那里 挺直了几倍 动用自身的至尊宝术 也运转石胸的神通 还催动柳神的法 他拼命了 都到这一步了 怎能有意外 他绝不会放弃 预示下 必须要带走 地坛上那些霞光 那些混沌气 向着十号崖去 化成了一座牢笼 演化为一座顶 将他镇压在当中 嗯 想炼化我 十号心头一惊 不过他并不恐惧 而是奋力对抗 此时不能示弱 唯有一争到底 他必须得献出自己的超凡之处 既然提到所谓的资格 那就是对他的考验与掂量 他能过关才行 轰 天雷爆响 闪电交织 在那顶中轰鸣 全部披在十号的身上 接着太阳火晶出现 焚烧齐驱 再后来太阴之水流淌 将他淹没 十号倒吸冷气 这一瞬间 强大如他也有点吃不住 各种力量接连出现 都是某一领域的极致 在这一瞬间 他居然遭遇了数百计 这若是一般的人 别说支撑 根本活不下来 会在第一时间化成一团尘埃 哄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块混沌丘牙落 沉重无边 简直能破灭诸天星辰 十号在第一时间吐血 并且古断筋舌 别说是他 就是天神见到这混沌丘 也要惊悚 这种诞生于混沌中的东西 可恋成无上宝具 自然能随意压他山川星辰等 十号的肉体足够强大 可还是支撑不住 因为这混沌丘 威免太大 过于沉重 下一刻 十号被压得肉身破烂 骨骼也不知道断裂了多少根 如此过了很久 那土丘才消失不见 若是一般的古代怪胎 绝对死了 不可能留下残身 呼的一声 黄金火焰冲起 十号的体内血气滚滚 喷波而出 他的肉身劈啪作响 断骨洁白晶莹 开始积蓄 这是柳神的法 让他如今生命力旺盛 便是负伤 也可在第一时间得到滋养 能够快速复原 这是此法目前最逆天之处 柳神曾遭解 化成种子 后又遭遇雷迹 成为枯断木 但都一次又一次复活 就是因为他的法 让其生命远惊人 可以再次涅槃 十号肉身才恢复 一块黑色的石头就又砸来了 不过墨盘大而已 直接再次让他古断金蛇 险些成为肉泥 这时他吃惊 那是世界石 一块石价值无量 仙人都要眼神火热 为之而征战 不过无论早先的混沌秋 还是这块世界石 都不是实体 结尾法则演化所成 但是具有真实的力量 碰 十号努力运转法门 肉身快速恢复 可这世界石再次打雷 他虽然在以宝树对抗 但还是被砸中了 他又一次喝血 肉身破烂 如此进行了数次 他险些成为一滩烂泥 这考验实在变态 十号明白 这肯定是为修出三道仙器的人准备的 不然的话 其他古代王者来到这里 要被轰杀 此时就是他 都有点受不住了 诸多符文在其体表出现 他的背后出现一株金色柳树 血气蓬勃 他再次修补好了伤体 但是很明显 这样下去 必会让他元气大伤 任何一种法都不可能没有代价 需要自身的精元去支撑 十号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前例身后如他 都感觉巨痛难当 此时这虚空中 有一柄又一柄法则之劲 在斩他的元神 偏偏他被禁锢在祭坛上 只能被动对抗 再后来金属气弥漫 那是仙金被熔炼开来 化成金属浆叶 从虚空中流淌而下 向他身上落去 这可不是一般的金属叶 都带着仙气 可恨呢 十号想骂娘 这是哪个混蛋设计的考验 太折磨人了 一个弄不好 就是心神剧灭的下场 终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祭坛上恢复了宁静 他都快散掉了 血肉模糊 骨骼碎端不成样子 十号一动不能动 但总算熬了过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十号终于能动了 这次负伤的确出乎意料 造化地居然如此惊人 考验可怕 他暗思量 若非三道仙气绕体 夹着他肉身至强 精力最强雷结洗礼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盘坐在此 默默恢复 直到体内轰隆声震耳 精血彻底恢复到巅峰 这才长身而起 此刻 十号的躯体 不再闪烁黄金光泽 而是恢复到了正常肤色 且如玉石般剔透 如仙金般富有光泽 起初 他修成柳神的法后 身体不时浮现金黄色 看起来很怪异 目前彻底正常 即便运转那种法 肤色也不变了 他仔细探查 已经晋升到真神后期 甚至快临近圆满 这种修行速度实在有点吓人 这才多久啊 他就有这种道国了 我准备充分 不过这样 还是未免太快了 进入下一个境界 所需要的神物 还没有准备好 出去后就得寻 十号自语 他手持玉石霞 数次开启 居然纹丝不动 这让他轻易 仔细推演 他露出金融 竟然是因为道行不够 无法观阅当中有什么 我都已经是接近 真神大圆满境界 即将更上一境 都没有资格得见里面的东西 他相当的吃惊 在祭坛上一番搜索 仔细寻觅 他确信再无其他器物 便收起玉石霞 而后跃下这座宏大的祭坛 数十口古观 每一口内都有道书仙主 看的时候无比眼热 怎么他连一口也扳不动呢 他虽然觉得 玉石霞中的东西 应该更珍贵 应该知足了 可是看到这么多传承 就在眼前 还是忍不住不愤 明明有很多经书 每一步出事 都可能会引发滔天举波 让各大教主都要眼红 可是他却得不到 十号不甘心 从头事到尾 一口又一口的去开启 结果没有一口能打开 特别是祭坛前 有几口古观 罪是不凡 格外巨大 内部的经书与仙种一片迷茫 恍惚间有大道仙音传出 真是不甘心啊 十号说道 突然他神色一震 向着入口望去 只见哲仙石冠王闯下来了 心急如雷电 快到极致 伴着恐怖气息 他们一眼看到了十号 发现他正在费力的开启一口御官 当时就是一愣 很快 两人醒悟过来 睁开天幕 看到了古观中有什么 全都吃惊 大道仙精 仙家洞府的宝典 两人反应相同 几乎是同一时间冲了过去 攻向十号 因为在他们看来 十号所搬的古观 绝对非同小可 不然的话 为何被选中 你们两个有毛病啊 这么多棺材 为什么跟我抢 十号愤愤 原本就心中不平了 轰 他好保留 跟这两人各自轰了一圈 震动此地 雷电交织 各种神秘符号绽放 虚空崩开 但是所有古观 却不受损 咦 突然 哲仙停止攻击 向后退了出去 因为他心有所感 觉得某种造化 正在呼唤他 这是为何 他心头不解 不过才一瞬间而已 哲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在那祭坛前 最宏大的几口 玉石棺中 有一口在发光 跟他的道共鸣 只是 这些历史就冲了过去 同一时间 石棺王也生出感应 露出异色 在祭坛前 另一口巨大的古观 也发光 跟他交感 让他心中空鸣 有一种神秘波动 跟他契合 石棺王快速走去 站在这口古观前 再也一步开脚步 这是仙家经文吗 居然跟他们共鸣 选定他们了吧 十号悲愤 他试了一大圈 结果一口御观 都不理他 结果这两人 刚一进来 就产生了奇异感应 这让他气恼无比 即便有玉石匠在手 他也很不分 为什么不选我 他大叫 震动了这片古地 奇音如雷 这一声大吼 将哲仙石棺王都惊醒 他们探出强大的神诀 扫过这片古地 不禁愕然 所有古观内 都有玉石书 不曾遗失 可是荒比他们先进来 却没有得到一步 哄 宁川杀进来了 天土闪耀 裹着一颗又一颗大星 仿佛一片古宇宙 降落在地 他刚一进来 一口古观就顿时发出霞光 同样是祭坛前的聚光 散出涟漪 向着他那里扩散而去 直接就被选中了 十号看到这一幕更加眼红 他被这些御观给弃住了 对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结果其他人一来就陷阴气 小六子 吃我一拳 这造化鼠佑啊 十号大鹤 向着六观王宁川杀去 动了真怒 下了杀手 宁川是何等人物 很快就弄清了状况 经文数十步 醉血后代一步都没能拿走 超然如他 嘴角都忍不住 乐出一缕淡笑 你敢嘲笑我 杀 轰隆一声 十号左手轮回拳 右手雷递拳 时光碎片与雷霆交织 轰杀拧川 这两人激烈搏杀了起来 舍生忘死 而此时 十亿也进来了 已经得到一口古观认可 正在那里体悟 要得道书 接下来 其他古代怪胎也都杀进来了 闯到此地 有几具古观先后发光 选中了那些天宗题材 其杀我也 没有先气的人也能被选中 凭什么 我的道经呢 十号怒吼 这个时候进来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全都想大笑 第一个闯进来的人居然没有得到认可 无经书可选 许多人嘴角抽搐 强行忍住笑意 他们觉得滑稽 堂堂一代至尊 荒居然不被认可 无经书可选 十号脸上带着怒龙 可心中却没有那么生气 有点小愤懑 但主要还是在演戏 现在玉石霞绝不能暴露 不然肯定会被围攻 所以他跟宁川设身忘死 激励不少 一是为了掩饰 二是为了阻止这个仇敌得到传承 随后 进来的人更多了 因为十号击穿了绝望之墙 闯出了一条路 后面的人并未受阻估 长公眼曹玉生也进来了 向他传音 告知戒壁破了 外界有些强者杀入了仙谷屋 要早做打算 十号心头一震 舍弃了宁川 此地不能久留 但却也不能这般离去 他再次开始尝试开启广国 人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知道了 荒居然与大造化无缘 不能得到经文 一些人实在有点忍不住 无比兴奋 幸灾乐祸 事实上 十号心中也在冷笑 暗道 你们就笑吧 真正的东西我已经到手 轰 他来到一座聚官前 强行占据 准备竭尽所能出手 尝试扛走 正在此时 小胖子曹玉生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有点兴奋 也有点委屈 示意这口骨官在呼唤他 十号无言 气得狠狠地踹了这口聚官一脚 别啊 你轻点 这可是我呈现的倚仗 胖子大叫 无比心疼 你 笑什么想 敢朝右我 十号转身 蹬向不远处一人 而后头 你可以走了 这口骨官归我所有 那人脸色苍白 虽然自身不凡 号称可以纵行三千周 但是面对慌 却充满无力感 轰的一声 十号将他轰飞 占据那口骨官 可是任他百般尝试 依旧无用 可 他重重地踹了一脚 踢在骨官上 而后转身离开这里 看向其他人 这一刻 再也无人敢笑 进入寒蝉 这魔王自己得不到仙家古经 这若是盯上他们 拿他们出气 那真是太倒霉了 你闪开 让我看一看 这口骨官 十号点指 数次纠战缺巢 可惜每次都不能得到传承 轰咙 突然 哲心 十冠王同时开启了骨官 那玉石古书 还有仙种字形飞出 落在他们手中 不过任他们如何用力 都不能从经书中读取文字 翻不开语书 接下来 宁川十亿 曹羽生长弓眼 也成功了 突然 旁边传来响声 有人得到认可 开启了骨官 结果 才拿到玉石书 自身就报碎了 那股书 还有仙种 冲销而去 化作一道光芒 击破地宫 从这里消失 想拦都拦不住 接下来 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 惊吓住了很多人 人们终于发现 若没有修出仙器 即便所修之道 与古书契合 开关后 也得不到传承 自身 反而要报碎 就此陨落 这让许多人变色 谁跟我合作 开启骨官 我来镇压经书 十号大喝 似乎很焦急 许多人沉默 怎敢尝试 不少人退后 经书虽好 是无上传承 但是却没有姓名要紧 咦 哪里走 十号大喝 后进来的人不知道 没有修出仙器 却在开关取书 结果自身报碎 那经书刚一冲起 十号就出手了 向前哄去 噻 出乎预料 这古经不曾冲天逃走 而是退回御官 折服了起来 砰 十号积在棺果上 绽放出无尽光滑 而且这次 古官居然摇动了几下 可以撼动了 曾被开启 封印已破 我能带走了 十号惊喜 可是任他如何努力 还是无法打开御史观 最后他一声长笑 动用极尽大法 生生扛起一口古官 这种神力惊呆了所有人 他透发出的血气 让很多真神战力软倒在了地上 这古官能被拔起 完全是因为封印已破 但即便如此 十号也无比吃力 异常艰难 满头都是汗水 七少伟 走了 十号一声怪叫 扛着古官 开始撒压的狂奔 冲向外面 因为他已经知道 外界有强者进来了 必须得离开此地 不能拖延了 众人发呆 别人都是德经书或先种 他就直接扛走了一口光谷 这样狂奔实在是领累 路途上很多人得到消息 不知道是该幸灾乐祸 还是该震惊 荒得所作所为实在与众不同 离开地宫 跑出仙坟区域 那九天十几路在线 十号旷奔 风驰电车 最后回到了绝望之墙这里 很显然 来到这里后 他也得沿着金色的空间通道返程 没有什么传送阵了 十号想了想 停了下来 藏身于他所积开的墙壁的一侧 静等那些得了造化的人归来 时间不是很长 就有个别人逃了回来 并非折仙 石冠王等人 很明显他们还在寻找其他造化的 十号出手 轮动身上那口比山岳还沉重的骨棺 就砸了下去 当场将一人拍在地上 这是一名古代怪胎 可是此时却眼貌金星 浑身发软 生不出一些力气 被人打了梦棍 拍了黑砖 十号快速上前 他出手有分寸 不曾取此人性命 只是将其打得昏厥 他快速冲了上去 当场喜劫 可惜此人身上并无经书 没有得到传承 因为不曾修出仙气 而且觉察出在那里难有收获 非常惜命提前逃了回来 十号摇头 见他扔在一旁继续躲藏了起来 时间紧张 他不能耽搁太久 西纪宁川早点出来 若是能将他洗劫 那就完满了 砰 又一人重来 十号轮动御史官再次撂倒 咦 御史书 十号大喜 才将这人拍翻 就感应到了那种大道波动 然而出乎他的预料 那经书太摇曳了 发出光滑 裹着仙种 急速冲天而去 十号竭尽所能出手 可是这经书太神秘了 居然从虚空中掉头而回 击穿大地 就此消失 连我都没有进骨柱 十号吃惊 他脸上阴晴不定 这东西太邪门了 不选择他也就罢了 还这么鬼机灵 脱离古官后都难以捕捉到 下一刻 哲先石冠王一冲而过 也踏上归城 因为他们知道天神要来了 必须得抓紧离开 免得被堵住 在他们的后方是宁川 抱着同样的目的 哄 十号拍黑砖 双手抱着御史官 并催动出数种宝树 发出恐怖的光辉 轰杂而下 哲先石冠王吃了一惊 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一段距离了 默然回头 正好看到十号出手 当下都惊异 此季 他们有些相信了 荒应该不曾得到其他造化 甚至没有御史书 故此才躲在这里伏击 宁川大鹤遭遇攻击后 寒毛乍力 动用所有宝树抗衡 不得不说 宁川超凡入生 着实了得 在这种情况下都能避过 若是其他王者肯定要造劫了 只是这太突然了 他的宝衣被击碎 而且紧跟他出来的孤建云被排中 肩头当即暴碎 虚无弥漫 同时孤建云原本就有伤 身体破败 此时更加不堪 险些被震死在荡场 并且他身上的御书 还有仙种 全都顿走 离开了他的躯体 不 顾建云大叫 眼睛都红了 刷 宁川出手 持一条晶莹的手串 演化六种绝世宝树 化成六团锐光 将顾建云包裹 生生从死门中拉了回来 不然的话 十号接下来一击 就足以取了他性命 有天神从外界杀进来了 正向擂台这里赶来 远处有人大喊 是从擂台那里进来的人 因为修饰很多 有不少都落在了后发 此时才赶到 为族中早已先一步进来的人送信 折仙石冠王皆变色 第一时间向前冲去 宁川面色了 大修一挥 动用一则秘术 将顾建云卷走 并且向十号攻去 阻挡他逃走 哄 十号轮动棺材 就砸了过去 气息狂暴 宁川想拦他 很困难 在十号的头顶上方 已经出现一片林甲 正是龙之逆林 悬在那里透发杀气 哄 后方有人射来一箭 长公演的黑色剑鱼 冻碎虚空 到了宁川境前 嗤 虫 虫童开天 混沌物矮弥漫 十一也出现 双目中射出两道可怕的光束 射向六冠王宁川 哎呀呀呀呀 本座也来了 曹宇生大叫道 十号健壮本要离去了 又掉头杀了回来 若是能在这里击杀宁川 倒也不错 宁川心头一惊 他转身就走 不跟他们纠缠 走吧 不要耽搁时间了 天神若是进来 我等所得到的船长 绝对保不住 曹宇生穿音 事实上 几人都不想在这里驻足 时间宝贵 容不得一点浪费 也只有十号 敢这样出手 十一一冲而过 双目深邃 不曾与十号打招呼 也没有动手 等他们过去 十号看了一眼宁川 也一闪而没 就此顿走 其实宁川也不想救流 若是其他教的天神教主进来 他多半也会唯一 就是自身无恙 那道书多半也要失去 玄冥界几道身影已经跨界而来 成功出现在先古一帝 而且后方还有人 那界壁很危险 需要教主以大法力护持 那些人才能平安度过 最先出现的六人 一个个锐气环绕 神光烈天 每一尊都是天神 任何一个出现都是高手 可以横扫一方 有些人的眸子如同太阳般 灼烧虚空 令远方原住民感觉恐惧 几乎要一头栽倒在地上 还有的天神 双目如同寒潭 冷冽的刺骨 被他们的目光扫重 几乎要被冰封难以忍受 外界的天神怎么这般强大 有人吃惊 胆破皆寒 这六的天神如同庙宇中 供奉的无上生灵般 宝像庄严 气宇出众 冷漠的服侍着所有人 他们的确强大 因为是被各教精挑细选出来的佼佼者 全都血气旺盛 惊气如海 第一批 共有十二尊天神 而他们则是先一步过来的六人 此事都笑了 这样灵气浓郁的净土将因他们而站立 那些造化 那些机缘 能漏过吗 谁能相足 敢挡路者都要被碾压成结灰 那些小家伙 闹也闹够了 所谓的争霸该画上一个据点了 我等来了 就让他们退出吧 一人轻描淡写的说道 嘿 希望这些小辈识去 不要自卧 有人淡淡的说道 很明显 他们过来后 风云将突变 原住民登不上擂台 他们则能 到时候谁能相组 刷 有人一招手 远空直接有原住民大叫 被射了过来 一位天神将手掌放在其天灵盖上 得到了想知道的一切 黄在擂台上争霸胜出 第一个进去 时间不多 别让那个小辈取走古来最大的机缘 他们变色 不能平静了 抓住一人 让他指点 直接击穿虚空 向着擂台所在的小世界杀去 擂台处光泽流淌 石浩拥有急速 在途中连钞众人 扛着一口玉冠 一路急迟 快速接近了出口 哧 折仙 石冠王 石浩等一冲而出 都做好了防御准备 怕被外界的人偷袭 外面传来惊呼声 有很多人都在看着 见到他们这么快就回归 都很吃惊 携带造化回来了吗 一群人眼睛炽热 就是原住民也不例外 全都望着他们 在后方又有一群人冲了出来 也回归擂台上 引发了阵阵惊呼声 听到 那所谓的大造化 难道就是一口玉冠吗 当中有什么 好像是一部古镜 这一刻 石浩成为了焦点 所有人都看向他 因为他是第一个进去的 也是与众不同的 扛着石冠归来的 石浩折仙等 想要立刻顿走 然而发现有人在施展大神通 疯困天地 有天神敢来拦阻四方 有天神在笑 从容而淡定 正好堵住这群人 一个都没有逃掉 你等可以说说 造化地都有什么 其中一位天神开口 面色冷漠 看着擂台上 最先冲出来的人 除去六大天神外 早先还有一些 真神进来 是为了试验 通道是否安全 共十几人 有人贺问 让擂台的修士 禀告造化地的情况 折仙石冠王等 连扫他一眼都没有 不曾理会 天神在此 你等还不知气吗 有人恼羞成怒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诱我叫小 石冠王冷声道 他的话 他的话 就是我的意 擂台上的人 暂时一个也不能走 一位天神开口 盯着石冠王 又看向折仙 这两人 一个有世界术 一个拥有天脚椅的独角 都是先真 不容错过 至于十号 那更不能放过 他扛着玉石冠 实在太醒目了 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 你将玉石冠放下 敬献给天神 一人喝到 点指向十号 这是一位真神 他自然认识荒 这几年来 外界透过仙道花瓣 不止一次 看到他发威 震动各教 有天神在场压阵 他自然无惧 而且可以这样号令 名震天下的荒 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意 还有张扬 你这样的废物 原本连仙谷都没有资格见 也配点着我 十号说的 他在此地杀的都是各族天才 自然不将这样的人放在眼中 面对挑衅 直接点出一指 血光一闪 那人爆碎 不远处的一尊天生 没有营救 只是脸色一下子阴沉了 小辈 你觉得我的脾气很好吗 那位天神开口 脸上戴着冷衣 屹立在天空中 我的脾气也不太好 所以杀了他 十号回应 众人都是一呆 荒果然无味 面对天神 并不惧怕 居然敢这么说话 事实上 十号自从看到这六大天神 就知道没法善聊 无论他是否服软 都一个结果 还不如率性而为 不知死活 那天神探出一只大手 向着擂台这里抓来 道友请息怒 虚空中传来贺声 一道符文绽放 抵住了那只手掌 不过 来人并未显化踪迹 不想直接 与外界的天神对抗 只是以符文拦阻 我劝道友 莫要干扰我等行事 先古降烈 外界诸教都将进来 还是留下一份 善缘为好 那天神收回手掌 这样说道 他声音不高 但是却有一股威慑力 听得原住民都是一颤 对于原住民来说 先古若是破开 那真是一场巨大的冲击 不知道外界诸教会如何对待他们 虚空抖动 又一名天神向前走来 俯视着擂台 道 而等留下造化 方可离去 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从那条光门内走出 回到了擂台上 见到被堵住前路 全都感觉一阵压抑 你就是慌 那名天神目光冷悠悠 看向十号道 把御官呈现上来 凭什么 十号反问 你问我凭什么 那天神大笑 而后忽然转冷 道 戒逼已经被击穿 你们所谓的争霸 该结束了 这是一种冷漠 更是一种傲然 还有一种轻易 对于天神来说 再强大的天才也不够看 都可以击杀 天神领域跟其他境界不一样 如同高高在天上 低境界的人不可超越 很难跨境界跟这种人战斗 你们俩人也过来 不得离去 另有天神上前盯住折仙 还有石冠王 报大人 先古造化不止一句御官 还有多部御石书 最起码有十部古经被带出来了 就在这时有人禀告 对天神献殷勤 砰 石冠王出手 一拳将那人轰得暴碎 留下一地血与鼓鼓 呵呵呵 有意思 居然有诸多古经 几位天神胸膛起伏 心绪剧烈波动 全都难以平静下来 所谓的造化居然是古经 从你开始将古官献上来 否则杀无赦 一位天神开口 想要的话 自己来取 你当你自己是天神 我可没认为 只是几个无耻的人而已 十号说道 大胆 敢于我等这般说话 没有你的活路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 引动了全天下的风云吗 在我看来 没有成为天神前 再强大的天才 也只是野草一根 斩掉你后 什么都不是 那人磕头 除了年岁比我长 你还有什么 你我若是同储一代 我一根指头 就点死你 十号叫板 这些话语一出 惊呆了所有人 慌未免太强势了 面对天神 竟这样赤裸裸的教阵 根本没有一丝的距离 外界的助教 恨不得立刻杀你 我现在出手 很多人都会感谢 慌 你没有必要活下去了 那天神 憨声道 一不上前 一拳就轰杂下来 这一刻 不光是十号出手了 就是折仙石关王也动了 因为他们深知 慌若是被拿下 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既然各自催动 手中至宝 一下子让这里沸腾 刷 那天神倒退 躲避了出去 脸色阴沉 就在方才 他居然心头悸动 有些发毛 他盯着石关王的世界树 折仙的天脚与独角 以及十号手中的鳞片 神色非常冷 觉得很没面子 居然被逼退了 你们还想反抗吗 其他几人上前 一人压制不了 几名天神一起上 毕竟等皆在那里 高高在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 黄 你若是将预官敬献 我允许你逃走 一名天神说道 又看向众人 道 耳等也一样 当年我轰杀的人 任何一个活到你这般年岁 都会比你强十倍 石关王冷悠悠的说道 那天神大怒 多少年不曾有人跟他这样说话了 不过人们细想之后 石关王所说的话也不见得夸大 他不轻易出手 能被他盯上与当作对手的奇才 绝对无比可怕 若是活下去 的确能超越天神 动手 那几位天神一起向前逼来 同时出手 这个时候 石浩哲仙 石关王 石义等全都动了 各自寄出秘宝 其他人也相助 比如手持一脚轮回盘的男子 长弓岩等 世界术发为震碎虚空 轮回盘恐怖 混沌器席卷十方 这个地方一下子塌陷了 嗯 不好 有天神怒喝 因为他们所禁锢的天地被击穿了 那几件宝具太过可怕 贯通天雨 震散了封印之力 人影冲天而起 擂台上的一杆天才 全都顿走了 沿着那破开的缺口 逃离此地 小友 这边来 暗中有人对石浩传言 正是八臂魂族的老天神 不久前也正是他 阻止外界来的天神出手 石浩感应到了他的气急 朝着一个方向急速而去 紧接着挥动大罗仙剑 展开了虚空 从那里消失 无上剑台 追 有两大天神 目光赤热 早已锁定时候 哪怕他脱困了 也被他们所感应到 一路急迟 跟着破碎虚空 追了下去 其他四名天神 也有目标 各自冲向一方 怎么消失了 才跟了一段时间 跨过四个小千世界 那两名天神便变色 因为彻底失去了石浩的气息 不能感应到了 有天神出手 带着他 带着他离开了 一人冷声说道 逃不了 究竟是谁带走的 等我们了解一下仙谷的情况后 就能猜测出来 到时候去逃要 这一日 仙谷暴动 先是六的天神出现 接着又有六人降临 共十二尊天神 杀进贤谷 震动各方 这些人追击各路天才 夺取造化 在这一日 有古代王者被擒 失去道书 还有一些人 虽无道书 但却被击杀 死于非命 并且近来的天神 有人传音 各个小千世界 让荒出来 请原住民不得包庇 事实上 原住民也不能平静 也有部分人开始行动 寻找那些天才 面对仙谷造化 谁不行动 皇 速速出来 你无论如何 也走脱不了 若是献上一官 仙中的 可以留你一命 对于部分王者 比如说宁川 孤建云等 十二位天神 不敢下杀手 甚至没有去追击 因为他们的师门 过于抢势 荒 被各教忌汉 因此那些天神等 没有顾忌 想击杀他 夺取所有 折先石灌王 处境也很危险 这两人来历神秘 没有听闻 背后有何等大势力支持 皇 你若是不出 你的亲朋会受到波及 这一日有天神冷声说道 太过躁了 十号身在八臂魂族 这般说道 事实上有些人猜出 他在这里 出现在周围 就等着他出来了 请前辈出手 将他们全部击杀 十号说道 面对的是一个 披头散发的老者 正是魂族的谷祖 小友 这样的话 我与外面的道统 便结下了大英国 巴比魂族的第一强者叹道 千辈 你是教主接忍我 还怕什么 当心他们对你魂族不利吗 若敢如此 到时候 你可大开杀戒 斩他们的子孙 谁不忌惮 十号说道 一般来说 这等人物 无论是外界 还是在仙谷屋 都有莫大的震慑力 还有人愿意招惹 前辈 前辈 不用担心外界教主多 不久后 我可以让几大族的谷祖都复苏 解除诅咒 十号下了一记猛药 小友 小友 你是说 十号道 要不了多久 我便会突破 到时候 在杜劫的话 所得到的雷劫业 品质 一定会更高 能救火 大量的强者 巴比魂族 这位老祖 心中一颤 若是能将一些老友救火 到时候可以抱团 那样就不怕外界冲击了 而且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舍弃时候 因为族人还等着他解救呢 好 小友 我为你斩掉他们 魂族谷祖答应了 前辈 无许你总是出手 不久后 我若是杜劫 天神再敢进仙谷 我一个一个都杀个干净 十号八起的说道 哈哈哈哈 我期待小友 君临天下那一刻 巴比魂族的谷祖大笑 先出荒者 将被诸教接纳 成为我等盟友 有天神 再次传音 皇必须得死 外界各教很多人 都不希望他活下去 另有天神 寒声道 这些话语 传遍诸多小千世纪 这是在警告原住民 也是在表达他们 不可动摇的意志 要击杀 要击杀荒 你们这几人 若等我杜劫成功后 全部是渣子 十号出现 冲出浑岛 来到山脉外 小聂处 小聂处 你还真敢出来 哪里走 当场就有四名天神将他围住 既然出来了 就别想回去了 你自裁 还是等我们出手 一位天神平淡的说道 同样的话 我想问你们 自己抹脖子 还是等我来杀 十号说道 找死 有人喝道 可是下一刻 他们惊悚了 一只大手扑天盖地而来 禁锢虚空 让他们动弹不得 而后一把将他们全部抓了起来 教主 原住民中的教主 不是都走不出闭关地 皆处在昏恶中吗 他们大叫 心中焦急 即便这等人物能出来 也不敢得罪他们才对 此人怎会如此鲁莽 就不怕外界的教主将来报复吗 小友 交给你了 巴比混族的谷祖 将几人丢到十号的进前 形势逆转之快 让几名天神难以接受 黄 你站住 不得过来 有一人大喝 你想做什么 另一人焦虑 分离挣扎 但是身体被封住了 不能动他 郭总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可以自杀 或者被我杀 十号说道 呛 他抽出大锣先剑 手持无上剑台 果断出手 呸 一剑落下 一颗人头飞起 鲜血 窜起很高 又一剑落下 一人被力劈 两半躯体倒落 鲜血狂涌 十号 接连出了数捷 斩杀 四的天神 尸体倒下 神血 染红虚空 四的天神的元灵怒吼 可惜 他们的元神 也很快被灭杀了 十号一剑一个 全部粉碎 篝火跳动 肉香扑鼻 夜晚 浑岛上的石林中 银色火焰跳动 如星辰闪耀 火堆上放 肉块被烤得金黄 油脂 滴落在火光中 痴痴作响 并且散发出异香 令人 蝉咸欲滴 再加上 数千年的神酒 这里芬芳无比 令人沉醉 好香 第一次 吃到天神肉 十号 双目晶莹透亮 从被烤的金黄的鸟翅上 撕下一块肉 向嘴里塞 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我也有数十万年 没吃天神肉了 浑足的谷祖说道 劈头散发 盘坐在石林中 此时 他在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自从诅咒加重 这数十万年来 他昏昏噩噩 何谈享受 终日都在昏尘中度过 若是让外人得知 这一老一少 再吃天神肉 一定会莫等口呆 非被吓坏不可 那可是天神 一族的顶级战力 就是一个大族群 也不会有很多 有数名就到头了 谁敢当作食物来吃 这犯大忌讳 便是在三千周 有爵士教主 法力通天 一般情况下 也不敢这么做 除非私下 捉一头天街神兽 悄然吞食 这只金毛独角熊 除去熊掌外 其他部位 真不如 这头银湖好吃 十号点评 这是自然 在美味当中 会跑的 不如会飞的 不过 这熊掌 倒真不错 老朽 也没有吃过 天神级熊掌呢 魂族古足点评 哎 前辈 你越界了 那只熊掌 是我的 十号叫道 在顶中 四只熊掌 被熬煮一天了 这个时候 两人揭开顶壳 迫不及待的享用 顶中 流光一彩 那熊掌 灿灿发光 晶莹透亮 光一看 就让人流口水 就是魂族古足 也是双目发光 古董 他们一边吃 还一边饮酒 都是数千年的尘酿 以各种宝药 还有奇果 酿造而成 寻常人喝上一口 就能增长到好 好享受啊 他们一边吃神赤 熊掌等 一边唱饮 非常痛快 远处 一些魂族弟子 看得又是流口水 又是后怕 那可是四大天神 就这样被他们 给当作食物吃了 除去两人外 魂族的老天神 也来了 跟着沾光 在砍了一只金黄的胡斥后 红光满面 非常满足 这对任何一人来说 都是大补物 天神之体 堪比神圣宝药 人生第一次吃天神 不错 味道好极了 魂族的老天神 这样说道 喝得醉醺醺 前辈 既然喜欢吃 我们再去猎杀就是了 十号 为两人都倒了一杯酒 结果 惊得两人全都酒醒了 小友 我已经与外界 结下大英国 真不能再这么干了 巴比魂族的谷祖说道 这太犯忌讳了 小道友 差不多了 你这个境界 吃天神肉 不依过多 须不受不 老天神也说道 十号干笑 但依旧大快朵頤 他没有半点不适 吃的不比那两人少 浑身冒金光 惊气堂堂而出 四大天神陨落 浑岛上的人 没敢张扬 不愿外界知晓 不然的话 必然是一场大麻烦 目前 他们迫切希望 十号尽快突破 去渡天节 帮助他们化解诅咒 特别是 若再解救出几位教主 便可抱团取暖 那样就无惧外界的冲击了 小友 还需要多久 老天神问道 如果寻到我需要的 那些天才地宝 立刻就可以准备 不会太久 十号说道 生人墓 昏族谷祖问道 是 十号点头 你要走那一步 浑族的天神吃惊 必须的 十号正中点头 自他出世以来 一直在突破极境 一路高歌猛进 自然想踏上最完满的路 那可是有危险的 老天神说道 但很快又闭嘴了 这个人 怎能以常理渡知 在仙谷争霸中 逼逆群雄 证明了一切 仙谷 的确有圣人墓 不过都生长在险地 有恶兽 还有毒虫盘踞 需要分外小心 魂族谷祖点了点头 他可以派人去探查 究竟哪里的圣人墓 最好且易采发 你若走那一步 还需大量的兵器 需以宝具献祭 化解自身危惧 我族可以提供 老天神道 只要十号能够进阶 可以突破 他们可以不计代价的栽培 就是舍弃一些强大的宝具 也在所不辞 不用 我的路不需要动用其他兵器 我的拳头 我的肉身 就是最好与最强大的武器 十号说道 到了现在 他都没有刻意去瘟养 与纪念一剑 专属于自己的神兵力气 只是在借用 所收缴来的兵器 因为了解的越多 他越坚信 唯有自身强大 才是正途 因为连这天地规则 都有不测的一天 更遑论是兵器 上一纪元可以成仙 这一纪元 却连仙器都难以修成 这种巨变太过可怕 吃饱喝足后 地上多了一堆天神骨 都是鸟翅熊腿的 老天神命人收好 这些都是顶级练器材料 不能浪费 这口光果的确古怪 三人围绕着玉石观观看 十号请两人帮忙 看能否开启此观 强取出内部经书 老天神尝试了半天 都不能开关 魂族谷祖一声断鹤 双手发光 在轰隆隆声中 强行打开了玉石观 顿时飞出各种祥和锐光 阴晕征堂 唯有教主才能以蛮力开启 天神都不行 嗤 玉石书裹着仙种 冲天而起 就要顿走 三人早有准备 几只大手一起探出 向前抓去 嗡 道书摇动 一下子将仙种吸收了 而后掉头 向着地面撞去 砰了一声 火星四溅 符文绽放 他被阻住了 天地合拢 三人与经书 都被镇压在当中 这是魂族的祖器 一座石炉 封锁虚空 禁锢乾坤 玉石书无法逃走 他被卢毙挡了回来 在这里乱闯 疯 魂族鼓祖一声断喝 玉石书不动了 被他封住 吃在手中 这部经书色彩斑斓 以五色神域课程 内部有奇异 蜜力流转 隐约间可见一个又一个古怪的文字 魂族鼓祖以大法力强行开启 掀开一夜 五色神光冲销 演化混沌器 景象异常的惊人 这是至高倒数啊 他不禁惊态 他们是先古遗祖 对上一纪元多少有一些了解 听到过不少传闻 在上一纪元 但凡这等宝书一定是至高传承 寻遍一个纪元 也不会有很多不 魂族鼓祖促眉 因为他不认识当中的文字 一个也辨认不出来 十号也凑到近前 注意细看 结果同样是双眼一抹黑 没有一个字符能够认识 这不是古文 没有办法参悟 前辈 你们不是先古移民吗 是上一纪元 幸存下来的族群 怎么也不认识啊 他问道 岁月变迁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为了适应这片天地 我等的修行方式都变了 更黄论是文字 而且 这还不是先古一般的文字 这是仅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先文 魂族鼓祖叹息 不然的话他也很期待呢 可现在只能干瞪眼 老天神接了过去 可是他连书印都翻不动 只有达到教主级才能强行开启此书 这如何是好 十号想借此道书误法 结果发现还没有那种资格 等你学到先文后 再去参悟吧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无上传承 魂族鼓祖叹道 恋恋不舍的交还给十号 外面剩下的八名天神 惊疑不定 他们发现少了四人 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他们虽然有所获 但是同进来的天神 一下子少了几人 还是让他们发毛 心中震惊 至于外界 无人屈众 各大教主却无感 不知道当中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天神进去后 不能透过仙道花瓣应现 他们猜测 那些人不曾借助 三千大道花瓣进去 故此无法在上面显形 第一批人都顺利进去了 共十二尊天神 已经证明 这通道稳定 可以容许天神前往 接下来可以送第二批人进去了 有教主笑道 事实上第一批人中 有几名是大教的重要人物 但是并非全部 第二批人才全部是精英 比如先殿的天神 明族的古师 神庙的大能 寿海的吞星兽 西方教的护教法王等 一个个来头惊人 虽然早期他们争抢名额 但送第一批人时 却没敢让所有精英都进去 怕被阻击 担心通道不稳固 结果发现这条通道外 根本无援助民族党 没有人出手 多年的安逸 让那些移民失去了进取信 没有了昂扬的斗志 这很好 进去后 将荒给我擒住 莫要杀死 给我带回来 我要将他炼成名奴 名土的主人开口 阴雾桃天 吩咐那句古师画成的天神 道友 应当将荒交给我们才对 他的师门 跟我教师宿敌 先殿有人开口 嘿嘿嘿 送我吧 将他放在杀剑中 经年累月 饱受杀气侵蚀 滋养无戒 天国也有人开口 这些人还没有抓到十号 就已经在计较如何对的 就这样 这批最为重要的天神 也被送进去了 仙谷将会迎来一场大风暴 而这个时候 十号也动神了 前往一片谷地 那里有圣人墓 他准备在那里突破 登上更高一个境界 而他这条路 与一般的修饰不同 一旦成功 就会被尊为神王 当然 若是失败 下场也会很惨 到了那个时候 便是能活下来 也会生不如死 连一般的真神等都不如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没有付出 怎会有回报 山路崎岖 蜿蜒 向群峰深处 古墓参天 圆体虎像 更有诸多奇异生灵出没 动辄一吼就可震塞云朵 十号吃了一惊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有一些强大的生灵 让天神都要忌惮 魂族的老天神跟来了 为他保驾护航 因为实在不放心 与他一路前行 来到了这片传说中 有圣人墓的古地 呼 一头巨琴展翅 如一朵乌云般 遮蔽了天空 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太过巨大 一双星红的眸子 如同两轮血月般 他的身躯究竟有多长 很难说清 需要以礼技术 而非寻常的帐 圣人墨是一宝 他所在的地方 灵气浓郁的惊人 故此有很多 洪荒凶琴与古兽齐聚 老天神说道 他特别提醒 在这种地方 更是有一些疯了的天神 如那天空中的巨的凶琴 绝对可不击杀一切圣灵 天神与教主 遭受诅咒后 有的昏恶了 还有的疯了 就好比眼前所见 是一头风气 故此绝不能招惹 一旦触怒 那肯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很难摆脱这种 疯天神的追杀 时间不长 他们前行到了山脉深处 路途上看到了一头蟒牛 比山岳还高 身上有土石 长满了草木 不知道多少年 不曾苏醒了 但是 当两人路过时 他居然一动 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老天神急忙寄出一件秘宝 脸去二人的气息 从此地消失 那头蟒牛 睁开了毛子 星红若血糊 扫射此地 教主 十号大吃惊 居然见到了一头 超越天神的存在 这头蟒牛 活得岁月久远 那双巨角 跟天刀般风轮 最后 他又合上了眼睛 继续沉灭 就这样 他们连过数重险地 遇到的不是风天神 就是一些奇兽 都是盘踞一方的霸主级圣灵 若是一般的人贸然闯来 必死无疑 没有一点活路可言 幸好有一位天神跟随 并且动用了该族祖传的一件秘宝 可以掩藏气息 躲避过各种古兽与恶秦 不然的话 终于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片树林 灵气腾腾 如同真龙冲销 让那里显得神圣无比 圣人墓 不光是十号 目光战战 就是魂族的老天神 也露出一色 这种宝地 就是他们也很在意 可惜圣人墓很特别 容易招来独虫猛兽 且很难一栽 离开原地就死 并非参天古树 这些圣人墓 不过一尺都高 还没有花草高 但是一个个 如同苍龙扎根在地 根经等蜿蜒曲折 苍尽无比 这些小树美株 都在喷薄锐下 可以洗礼神魂 更能助炼肉身 最是其 有一种盛气在弥漫 小树的叶子 五颜六色 并不相同 有的小树叶片洁白 如羊之玉 有的小树 则满树金黄 还有的则红如血钻 全都剔透增亮 一一生辉 故此一眼望去 前方阴云蒸腾 流光一彩 无比圣洁 嗯 十号吃了一惊 此地被人截足先登 有人盘坐树林中闭关 小树西针 并不多 只有四十九株 在那里有一个白衣人盘坐 让各种圣器包裹着 如同一尊神王在修行 宁川 十号目光一冷 居然是这位对手 再次闭关 想要突破 此人修行速度奇快 也要踏出那一步 进入崭新领域 这并不出十号的预料 毕竟对方号称六关王 积累了六十 想必早已摸索透彻日后的路 甚至前六十就可能数次迈出过那一步 我得抓紧了 十号觉得时间紧迫 这个敌手要突破了 他绝不能落后 十号很想出手 但远住了 因为凭着本能直觉有所感应 这里有危险 有可怕强者隐附在暗中 最后他察觉了 而浑族的老天神也适应 让他谨慎小心 不要妄动 人马族古魔族的天神 十号吃了一惊 在这里居然有这两大族的天神 而且还是他的熟人 正是马月与摩洛 这两人都曾截杀过他 十号脸色阴沉了下来 这两人曾经阻击他 但是他不曾责怪两个族群 且还曾给过两族雷劫业 甚至还想待这次杜劫后 为他们化解危局 可是这两族竟在暗中相助宁川 这可是他的死敌 真是打得好算盘呢 十号有点心寒 目光悠悠盯着前方 没有再说什么 这两族也曾进入魂岛 言称可以保护时候 送他去密地闭关 不过被他拒绝了 因为担心两族中的马月 还有摩洛再次暗中出手 不曾想这两族广撒网 跟宁川走到了一起 走吧 这里有两名天神 老朽只有一人 真要发生激斗 不见得能逃到好处 荤族的老天神说道 十号点了点头 没有多余 成幸而来 败幸而归 不过在走出山脉前 他还是反难了 轰 他一拳轰出 击碎成片的山峰 惊动了所有骨兽 更是将一些巨石 砸向那头蟒牛 惊天巨猴传来 这片山地不能宁静 几头疯天神都怒了 还有那头教主级的蟒牛 更是暴动 在这里发狂 走 十号急速远端而去 跟老天神一同消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一路寻觅 深入一处又一处古地 寻找圣人墓 结果不是很理想 有些地方居然被外界来的天神占据了 有人料定 折仙石冠王等可能要突破 故此守住了源头 也只有宁川这样师蒙可怕 底蕴身后的大教弟子 可以不受影响 有人庇护 不久后 十号得西 折仙被堵在了凶巢中 一直没有出来 至于石冠王被几十天神联手追杀 至今不知道身在何方 那些有圣人墓的地方 竟有外界的天神盘踞 这可不妙 十号醋梅 到现在来看 宁川可能要先一步成就神王道果 人马族 古魔族 你们很好 十号自语 心中有份 曾经相助过两族的老天神 给他们雷劫夜 居然跟他的仇敌 走得那么近 还有什么地方有圣人墓 十号询问 这个问题必须得尽快解决 不然影响他的破关速度 这个 也许只有那个地方了 过于危险 老朽进去 都多半要死掉 魂族的老天神 一脸凝重之刺 连他都没有想到 几处有圣人墓的地方 都被占据了 带我去 十号说道 小友 那里太危险了 是一处绝地 真走进去的话 九死一生 老天神说道 他很为难 他特别提到 那块区更是禁锢法力 强大 强大如他进去后 也会暂时被削弱成凡人 动用不了一身大神徒 无妨 将我带到那里就好 我可以独自进去 十号 面色坚异 做出了决定 好吧 老天神点头 黄 你在哪里 还不出来灵罪 这一日 天神鹤吼 传遍各个小千世界 黄 你逃不了 这偌大的仙谷 也不能藏你最甚 若是想活命 苏来认罪 仙殿的天神来了 发出恐怖气息 血气蓬勃 震惊了仙谷各族 他的力量太强大了 远超越一般的天神 须知 仙殿的核心成员 不超过五人 他就是其中之一 从年轻传人到天神 再到教主 这是一个梯队 他就是核心成员中的天神 许多年前 也曾为某一世的最强 年轻传人 罪邪后人 你在仙谷乱杀无辜 体内流淌着肮脏的血液 本性大恶 定要将你镇压 不得祸乱事件 当听到这样的天神 发言后 十号历时明白了 为何宁川 能安然无恙的闭关 他们一夕的人进来了 同时他心中大怒 这些人还敢提罪血 谁若提供荒的线索 指出在哪里 就是我天国的盟友 荒 他注定 只是一堆枯骨 有人冷森森的说道 如同腊月寒冬来临 人们更是震动 这是天国的杀神 那绝对是最可怕的冷血人物之一 谁都得忌惮 诸神入仙谷都要杀十号 因为这是一些大教的共识 若是给他成长的机会 那么将来多半无人可以制衡 必须要趁现在击杀 什么人都来了 就不怕我给你们一个惊喜吗 十号冷声说道 心有愤怒 这些天神自以为高高在上 还没有成功捉住他 就已经如此表态 咄咄逼人 浑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要踏出那一步 化作神王 在这仙谷中 大会所有天神 我要让那些大教 心痛一百年 十号说道 声音铿锵 终于浑足的天神 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片石林 刚一接近 就感觉到了剧烈的场域波动 影响法力 十号敬意 浑足的老天神点头 告诉他里面更加可怕 十号点头 让他回去 要独自前往 浑足的老天神 泛男 怕他出现意外 执意要跟随 想守护他的安全 因为还等着他解救族人 十号看出他并非做作 而是真心实意 可越是如此 他越不能让这老者犯险 坚决拒绝了 而后独自上路 当进入一片山谷后 依旧是寸草不生 但是却出现了奇异的能量 将他削弱成凡人 法力与道行消失了 随后一群蚂蚁从地穴中爬出 每一头都足有数掌场 一个个乌黑发光 力大无穷 一只蚂蚁扑来 居然不靠法力 仅凭肉身就能震他一座山峰 好强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恶战 十号靠着曾被雷劫洗礼过的肉身 跟这种黑色神异激战 火星四肩 鸿枪作响 最后 他杀出了蚂蚁群 向前闯去 嗡 震痴的声音传来 十号头皮发麻 就在那前方 有一群乌公 每一条都有树齿长 全都长着银色翅膀 铺天盖地而来 这无比艰难 这是一群剧毒神宠 而此时 十号法力不在 只靠肉身 着实危险到了极致 还好 他的肉壳 真的太强大了 被乌公壮的 铮铮作响 发出火光 不曾被攻破 最后 黄蝶复苏 轻轻振翅 击退了所有毒虫 毫无疑问 黄蝶立了大功 在接下来的一路上 出现数十种恶虫 都无比强大 那是数十个部落 不过 这些虫组 都已经发疯 不能沟通 但他们本能还在 被黄蝶的气息净退 若是靠十号自己闯 不知要耗时多久 肯定会九死一生 依靠黄蝶 他又惊无险地过关了 终于他看到了 那是一大片圣人墓 每一株都有一人多高 足有数百株 常为林地 发出赤圣光辉 我的路要开启了 十号 语气坚定 无疑 这些圣人墓的树林 足够久远 远圣早先看到的那些 瑞霞 征腾如常千上万道神红 在这里汇聚 一般的圣人墓 只有一尺高 这些都有一人多高 树皮若龙林 枝干弯蜒 每一株都不同 叶片若玉石刻成 摇曳圣灰 一条金线飞来 快若电火 令虚空模糊扭曲 他抬手间拍了过去 在他的掌指间火星四尖 这是一头金蚕 不过拇指长 但是坚硬无比 一般的真神都会被冻穿 十号眉心一周 这种虫子不算少 在圣人墓上看到很多 不过 黄蝶在这里 倒也不用担心 只是他还是有点不安 此地过于平静 似有危险 这是十号 踏进树林后的感觉 这片古树林中 蕴含着危机 他想在此修行 但似乎还有一定的麻烦 得找出来 咦 可以都有法力了 当进入这片林地深处后 他的法力恢复了 历史 称开唯一洞天 将自己护持在当中 这 尖锐的叫声响起 一道紫光破来 眼睛通红 这是一只紫雕 不过却疯了 他带着可怕的气息 撕裂虚空 居然是一头天神 十号心头一震 居然有天神 起居在此 他转身就走 这种疯天神最是可怕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嗚 嗚 嗚 受好声传来 紫光交织 结果一下子 冲出数千头紫雕 都已经成神 当然 最可怕的是 当中 共有三头疯天神 这实在 过于惊人 很明显 这是一个强大的部落 棲居在 圣人墓间 这里 是他们的巢穴 想要在这里 闭关 难度太大了 十号无比狼狈 快速 逃脱 就是他足够强大 有三道 仙气绕体 还是被一只 紫色的利爪 抓中尖头 当时就出现几个血洞 鲜血鼓鼓而涌 若是一般的人 被天神击中 必成肉泥 绝对死透了 十号粗美 施展缩地 长寸神通 几个闪面 消失在树林外 在外围区域 他的法力消失了 靠强大的肉身 奔了出去 他在这片险地讨顿 艰难摆脱三头 封天神 也幸好他们都封了 神志不清 不然的话 肯定是一场大麻烦 很久后 十号又绕了回去 发现那里恢复了平静 但是仔细观察后 他不禁倒吸冷气 他看到了紫雕的潮穴 刚才所见到的三头 封天神还不是最危险的 居然还有一头老雕 皮毛子中带白 老得不成样子 昏昏噩噩 沉睡在那里 教主 很明显 这是一个超级部落 无比强大 在这巢穴中 居然还有一尊 可怕的教主级圣灵 这还怎么对付 十号头都大了 有点无奈 早先他还想施展密法 将三头天神分别引走呢 想办法带入绝地 困住他们 可现在看来彻底有点心凉了 有这头老紫雕坐镇 真要招惹的话 多半会极度危险 会死在这里 十号不甘心 在这里等待了数日 直到有一天 这里传来奇异的波动 那些紫雕都消失了 逃入地窟深处 不肯现身 十号也是一阵 此地十分异常 在远处有一个沼泽 他裂开了 内部发出灿烂光辉 冲出奇异的波动 那是什么东西 十号星际 法针 十号惊讶 是上一纪元 留下的惨症 他露出意思 这波动所过之处 金蚕毒虫等 全都琵琶坠落 陷入沉面中 许多反应迅疾的虫子 则快速逃进洞穴内 十号里人 他可不想再次沉眠 取出万灵徒 守护己身 向着古树林外逃去 然而 这种波动来得太快了 几乎就是瞬间而已 席卷整片古地 他被追上了 随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 一些沉眠的毒虫等 彻底地不动了 就这样死去了 没有了生命契机 好诡异的法针啊 让人于沉睡中死去 十号惊讶 此时万灵图发光 形成一个光团 万灵接线 抵住了那股波动 不然的话 他多半也会出现意外 沼泽地中的霞光不稳 席卷古地时 不是多么的均匀 且如潮汐般 一会儿涌来 一会儿退去 在这种神秘波动 倒退时 一些洞穴中 会有毒虫冲出 将那些死去的生灵 抓走 当成食物 这个地方怪异啊 地下有震纹 那波动 不伤眼使的 毒虫等 躲进去 会很安全 十号自语 他没有闯进去 而是快速冲向 圣人墓所在的区域 这里是重灾区 所有紫雕 都不敢冒头 躲进地窟深处去了 异常寂静 在此闭关 十号自语 虽然很危险 但是他没得选择 不然的话 紫雕一出 他就没有机会了 他让皇蝶 还有打神石 帮他护法 若有意外时 将他唤醒 这么一大片圣人墓 璀璨无比 他们并不相同 有的通体金黄 有的叶片碧绿 有的整株银灿灿 散发圣气 十号需要他们 要借此修行 圣人莫罕特别 是一种奇异的天才地宝 可以用他焚身 当然并不是真正的点燃 他发出的光 看着像火 但却不是 像一种天地规则 化成的光 可借此淬炼自身的道 与肉身 圣迹 这是十号 要突破进去的境界 这个境界 异常的诡异 很多修士 都是略过 根本不去修行 因为危险太大了 真神过后 若是自身足够经验 就可以直接想办法 晋升天神领域 但世间有传说 唯有曾经踏入过圣迹领域 才能算真正的神中之王 故此最惊艳的人 会选择走这一步 传闻不经历圣迹 不可能永存 日后很难踏足神道绝殿 不能捅破最后那一层纸 没有办法长生 这对于世间众生来说 无需去考虑长生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 望遍一个纪元 能见到何人不死 终要化成黄土 故此 九成的修士 都不会考虑圣迹 只有一成特别自信的人 才会那样做 圣迹 这是一个特殊的境界 一旦进入 很是诡异 在此境界 任何人的修为 都很不稳定 有时候跟天神 没有什么区别 都拥有无量大法力 可有时候却很危险 境界下低 比之神火境 都可能不足 就更不能与真神相比 在这个境界 自身修为 忽高忽低 若是有仇敌上门 那是很可怕的 虽然很特别 且有危险 但是十号 却不得不走这条路 因为他想登临 神道最高峰 这个境界绕不过去 别说是他 自古以来 但凡有一些野心 想要有大成就者 都会走这一步的 因为经历过这一领域的人 明显会更强 当然 也有人不将他视为一个境界 因为圣迹领域的人 可占天神 几乎属于同一层次 有人认为 他就是天神境的一种魔力 只是这种魔力 未免太过危险 代价太大 不然一般的人都会去走 因为在圣迹领域中 若是能顺利突破也就罢了 会更加强大 可以避逆其他人 故此有神中之王的美誉 只是若是久不能突破 那么便会发生可怕的事 永远也无法突破 就此沦落 当中情况最严重的人 直接被打落下原有的境界 比之真一神火境的人 都可能不如 所以说 圣迹这一境界最诡异 一般人不敢尝试 而对于这个境界的人的称呼 也有很多 如圣人神王等 都是认可与赞誉 可是一旦在此境失败 那就不是赞美了 那样的称呼就是嘲讽 其人永远折落 在这一境界 人们会准备诸多武器 用以代替己身遭己 免得自身整个跌落下去境界 故此这世间 有诸多原本可能会晋升天神级的法器暗淡了 成为废弃 也有的化作稍微好一点的圣气 修为忽高忽低 不能定型 有的人借此一跃成龙 有人则被打落下万丈深渊 这是十号的评价与总结 用以警醒自己 万不可大意 他在这一片灵气阴云的树林中闭关 首先要让自己以真挚真神大圆满境 然后便开始尝试圣迹 令自己蜕变 这个时间段并没有持续很久 他本身早已接近大圆满了 他修行了六神的法 真以永固 半个月后彻底大圆满 可以开始圣迹了 你们小心一些 为我护法 十号叮嘱皇帝他们 放心好了 不等那些紫雕出来 我们就带你跑路 大神石一点也不脸红 将逃跑说得理直气壮 轰 十号气息变了 引动所有圣人墓 汲取他们的精华 一片如同火光的物质出现 将他淹没 进行锤炼 这不是火 这是道之光 也是法则碎片 磨砺他的法语道 锤炼他的肉身 这是世间一种最神圣的系列 哎 怎么回事 小子 你要飞升了吧 大神石怪叫 他发现十号周围的虚空 离开了 光与阵阵 像是有飞仙之光 在绽放 太圣洁了 鲜物弥漫 锐霞刺射 十号自己也是一惊 没有想到圣祭比想象的还神秘 在这个境界 祭练体身时 时常发生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 比如会出现飞仙之光 还可能会看到莫名的殿堂 按照古书记载 有诸多要挟的事情 难以看透 比如虚空中莫名出现神秘古路 引领人走上去最后消失 在史上就曾有绝代人物 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生死不知 再也没有出现 虚空裂开 光与璀璨 越来越多 将十号那里包裹 大神石与皇蝶发呆 这种景象真的太神奇了 一道又一道光束飞出 恍若得见有人在飞仙版 而且这种趋势在进一步增强 到了最后可以看到十号的周围 晶莹花瓣飘舞 甚至散发出清香 这是惊人的异象 那些花瓣是从虚空裂缝中落下的 剔透闪亮 芬芳无凭 越发显得祥和与神圣了 恍若与仙玉贯通 大神石发煞 张嘴咬住一道花瓣 他想试一试是真的 还是光滑凝聚而长 但到头来 他也没有试出 这些东西很奇 不多时从他嘴里消失了 十号不动 逼着眸子 盘坐在那里 默默感悟 仔细借用生人墓洗礼自身 这是一个奇异而繁复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种锤炼需要反复 要花去很长的时间 甚至要多次洗礼 才能最终踏足那一领域 圣迹很诡异 也很艰难 以十号这种真正大圆满的境界 以他的天资来说 如果想成就天神位 现在已经可以了 但是他不想那样做 他要圣迹 踏出那很难 但是非常有必要的神圣一步 哄 一道长河 横贯长空 诸多大星垂落 在这里旋转 景象说不出的诡异 再加上飞仙奇景 更加让人惊异 这一过程足足持续了数日 十号的肉身被滋养 道则被垂裂 神魂被锻造 那圣人墓与天地共鸣 发出的光真的有奇效 祝他圣迹 有传言 这圣人墓 其实是上一纪元的 仙谷腐朽后 扎根在上的植物 蜕变出来的 当然 这只是传说 仙谷怎么会腐烂呢 还有人说 圣人墓 根本不是这一届的植物 来自神秘古境 有神奇作用 故此稀少而珍贵 被世人看中 不管怎样说 他拥有奇效 那是毋庸置疑的 五日后 十号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的圣迹 暂时结束了 他身心空明 默默感应自身的状况 机体纯净无瑕 积累足够了 要破镜吗 最终 十号又摇了摇头 不能第一次就破关 他还要积淀 要再来几次 因为他想完满 而且他觉得 修行速度很快 才二十岁而已 就能够圣迹了 即将进入 堪比天神的领域 这种成就 望辨古今 也是少有的 甚至十号怀疑 他也许打破了记录 这若是传出去 自然会引发 轩然大波 事实上 不需要去传 早已是暗流涌动 主教为何要除掉的 就是基于此 他的成长 未免太快了 无论是宁川 还是石管王 他们虽然强大 但都是因积淀足够 早已摸透了 自身要走的路 故此当放开身心时 可以突飞猛进 他走不动 一事崛起 就斩获了 这样大的道国 着实让人目瞪口呆 就是一些教主 都暗中倒吸冷气 在许多人看来 慌了不得 甚至一些对他 持有好感态度的教主 私下里曾经赞叹 慌是唯一的 古今难得一见 更有人曾说 以他这种天资来说 只要能活下去 日豪成就 无上天地位 都是可以预料的 当然 也有人反驳 认为古代 曾有过这样逆天的鬼才 初时爆发凶猛 结果后来 泯然众人意 还有人举例 这种奇才 难以活得长远 也曾有类似的人 但都过早陨落了 夭折于 起步阶段 还有人认为 宁川等 绝不弱于嗜好 他们只是自我封印 为了到这一世 争夺最大的造化 才历经数世 不然早已称霸 三千州 成为最恐怖的 商界巨头了 默默体悟了两日 就在十号 要再次闭关时 不远处的沼泽地内的 裂缝 闭合了 霞光消失 波动脸去 不好 我们得走了 大神石示警 十号 掌声而起 带着他们 快速离去 果然没过多久 速速声传来 地窟中的紫雕 全都冲了上来 瞪着通红的眼睛 四处寻觅 十号 并没有离去 他在等待下一次机会 他觉得 这片绝地 有规律可言 那法针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符文扩散出来 黄 我知道你在这里修行 出来灵罪吧 数日后 有宏大的声音响起 震动了这片谷地 罪邪后人 想要留些性命 速速来认罪 外面又天神到了 站在绝地边缘 冷漠地 跳往此地 以大道神音 震动虚空 很明显 这是一种可怕的阴工 若是十号 在悟道修行 一定会受到 剧烈的干扰 一个弄不好 就要走火入魔 遭受毁灭性重创 那两名天神 手段狠辣 虽然只是传音 但绝对是知名的 十号的眸子 当时就转冷了 但是却没有回应 躲在绝地深处 并不出来 轰 突然 一位天神出手 抬手 就拔起一座大月 炼花成一块巨石 而后猛力 向着绝地深处砸来 那是先殿的天神 气息恐怖 手段刚硬 这一击 足以毁掉一片净土 若是没有意外 别说圣灵 就圣人牧等神根 都要被砸成灰烬 他就是这般的果断 不管十号是否在里面 哪怕毁掉圣人牧 这种天地灵根 也要展开功法 这是要斩草出根 十二十号的心太重了 轰 法则蔓延 阵闻亮起 这片古地之所以为绝地 就是因为有古代残阵流险 故此 它的攻击 没有走效 轰 那巨石炸开了 被磨灭成鸡粉 但是这绝地中 七居的生灵 也被惊动了 三头紫雕 化成三道紫光 冲了出去 嘶吼着 瞪着星红的眼睛 追逐那两名天神 与此同时 十号目光冰冷 他也展开了行动 让打神石出手 布置些一座法镇 有一些镇旗组成 十号施展秘法 让镇旗祭出 乔生熙的 送进了地库中 法镇已经开始运转 但是却没有引爆 需要一定的时间 十号 头也不回的远去 但是换了一个方向 依旧没有走出绝地 折服了起来 片刻后 那地库中传来惊天动地的巨象 真奇引爆了 那些疯了的紫雕 神志失常 此时一下子狂乱了 特别是那头教主级老雕 被炸得苏醒 那星红的毛子 睁开的刹那 让大地都颤抖了 他感应到了子孙的气息 觉察到有天神在激战 下一刻 他化成一道紫光 冲向近地外 笑音裂开了藏穷 恐怖气息 扑天盖地 快逃 那两名天神 当即就变色 施展秘法 急速撕裂虚空 冲了进去 哄 老子雕一爪子拍落 紫光滔天 淹没那虚空 啊 其中一尊天神惨叫 小半边身子被撕了下来 被紫光斩落 遭受重创 仙殿的天神真的超烦 不曾受损 一把拉住那个人 横渡虚空而去 从这里消失 即便没有姓名之忧 两尊天神也震怒了 他们是何等的身份 进入仙谷后 居然遭遇了这等险情 仙殿的天神面色很冷 他始终觉得 这老雕早先不出来 直到后来才被惊动 应该是有人引出来的 荒应该就在里面 必杀了他 他冷悠悠的说道 半个月后 绝地中 那沼泽地 又裂开了 瞎光绽放 其一波动 席卷这片谷地 所有生灵都再次躲避了起来 十号 吃着万灵土 又一次进入圣人墓 所形成的树林中 开始闭关 这是机会 虽然危险 但是他必须得把握住 这一次 他进行圣祭 果然又有了新的感悟 数百株古树发光 树叶从金黄色到银白色 再到碧绿色等 五光十色 摇曳圣灰将它包裹 这是洗礼神魂 熬炼圣古 这是在锻造神王 十号把握机会 引动这种规则之力 用神光冲刷自身的魂魄与筋骨 从上到下 从外到内 不断催炼 可以看到 神魂越发晶莹 些许细微的瑕疵被粉尽 肉身更加完美 血气滚滚如天河在几大 轰 在其周围 光雨飞舞 且虚空炸开了 一条神秘的古路出现 通向永恒 未知处 哎 真出现了 大神石怪叫 在古代 也出现过 这样的绝世天才 在圣祭时 曾见到这样的一条古路 结果踏进去后 不知道去了何方 再也没有出现 十号 睁开了帽子 盯着那条路 一语不发 仔细感应 认真思索 这个时候 他越发的圣洁了 飞仙之光 从其体表战发 那条古路如此清晰 延展到了他的身前 要接引他进去 此时 绝地外 来了足有八九名天神 一个个气息强大 神力澎湃 真的要除掉荒马 辞职很不烦 要知道 三千州 来了一些神秘访客 太过强大 那几名年轻人 要压得我背 都抬不起头来 现在如果击煞荒 不太好吧 若有他这等经验之人 去对抗那神秘来客 或许更好一些 有人这样说的 又不是只有荒 才足够强 有宁川 足以 足以取代荒 有人冷笑道 荒 没有必要活下去了 直接震杀即可 民族的天神 冷淡的说道 而后 取出一只骨脚 开始吹动 呜 魔音烈天 让天神 都心虚不宁 不得不运转 玄弓对抗 跟荒论是他人 这是明宝 足以让人走火入魔 道兄真是好打算 魔魁元的天神赞叹 并且取出一念小骨 我来相助 咚咚咚咚咚 故声震天 让人血液暴动 要裂开躯体 毫无疑问 若是有人闭关 遭受这样的冲击 很容易出现大问题 也许会暴死 仙殿的天神 嗨了一声 也催动一件秘宝 发出可怕声音 干扰了虚空 想让十号暴毙 手段喊拉 绝地身处 十号变色 心神的确受到了冲击 他喊声道 真当我那么好杀吗 三道仙器绕他 将他包裹 他身心平静 对抗那魔音 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 很长时间后 当可怕道音变弱时 他自语道 当我出关 一个一个将你们斩尽杀绝 十号起身 他迈出了一步 踏上了那条神秘古路 小子 你要进去 大神石吃惊 去看一看 他究竟通向哪里 十号说道 语气坚定 要弄个明白 这条古路很长 他穿透虚空 进入神秘之地 十号迈上了这条路径 他在上面跟踩在鹅卵石上一般 非常的真实 但他却不会单纯的认为 真的只是一条石子路 虚空裂开 浩瀚无影 这条古路 贯穿永恒 不知 延展向哪里 在路途盼 光与征腾 鲜物弥漫 说不出的神秘 与圣洁 而在远处 则是 一片黑暗 与虚无 打神石 与皇蝶 也追了下来 跟在十号的身边 跟着他一同前进 幽静无声 唯有霞光与花瓣分舞 清香中带着一种 令人沉醉的道运 宛若要去朝圣 接近最神圣之地 绝地外面 几大天神一同努力 敲动神谷 吹响号角 不知道里面怎样了 甚至不能确定 十号是否遭受影响 为何没有一点动静 在他们看来 若是遭遇天神的音波攻击 误到的人 必将走火入魔才对 这个小子不简单 我觉得他应该无恙 他真的在里面吗 我等会不会估量错了 他其实躲在其他一击中 有人怀疑 绝对在里面 仙殿的天神很堵定 神色阴冷 早先遭遇老雕追杀 让他心中有一股火气 更有一种杀机在生他 他活不了 一会儿继续袭扰 火云洞的天神 寒声道 在这绝地外 杀其腾腾 八九位天神将这里包围 不会放走一只苍蝇 希望将十号困杀 不让他走脱 因为他的成长速度 让这些天神都忌惮了 再给他一些时间 说不定会直接成为天神 跟他们平起平坐 到了那个时候 三道仙气画成大道花瓣 悬在其头上 谁与争锋 光想一想 他们就打喊 绝不容许那种情况发生 必须要将他扼杀在成长的摇篮中 不然荒可能会打破记录 创下成就天神为最短时间的传奇 虚空大裂缝中 古路延展 越发的又深了 十号不知道前行了多远 唯有这条实路上 还有光在绽放 在周围 其黑无比 仿佛再多走出一步 就会没入沉闷的黑暗中 那些漆黑之地 不能探查 无法拧视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大神石与黄蝶一路观看 心中不安 发现不了什么 隐约间 他们听到了受好声 令人心惊 可是却如此的模糊 仔细聆听时 又不可闻了 十号早已睁开天眼 扫向远方 让人吃惊的是 即便拥有天眼 也只能看到朦胧的景象 黑暗笼罩四方 偶尔看到一颗又一颗破碎的大星 那种星辰 每一颗都宏大无比 皆是宇宙中亡形 不知道经历过怎样的大战 那虚无中飘着一些星辰碎片 仿佛是被人生生抓碎的 又像是被展开的 有一次 十号看到了通红的眼睛 在黑暗中闪灭 仿佛有巨兽在移动 仔细凝视又化成了一缕黑雾 怪了 十号谨慎戒备 非常的小心 这条路沿途所见很惊人 终于再次寂静了 连古路都暗淡了 快失去了光泽 至于远处更加黑暗 偶尔一见的残破大星都消失了 只有虚无与冰冷 这条路愈发显得漫长与寂静了 除了打神时偶尔咕弄 再无其他声响 嗯 十号已经 似乎来到了路的尽头 从中而断 石路被截断了 中间是黑暗 对面还有一段路长 这是被谁斩断的 十号在这里站住了脚步 望向对面 可是很幽远 不能看清所有 还要不要前行 他在沉默 噻 十号祭出一件骨气 是他得到的 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 为真神法器 打出段路 向前飞去 咔嚓 虚空生血光 将此骨气激烈 当场毁掉 化成一团白色的粉末 什么要先 十号心中一灵 他的天幕中 映现道则扫向前方 他小心祭出逆龙林 一手持着 探到段路外 果然又有血光飞来 打在鳞片上 铿枪作响 火星四劫 十号 姑亮出了大智的力量 下一刻 他跃空而起 横渡段路 向对岸而去 这不亚于一场天节 血光阵阵 甚至有黑色闪电交织 不断疲来 是从虚空中绽放的 攻向他 段路间不是很广阔 可是十号却遭遇阻击 他整整花费了一个时辰 才渡过去 让他心头聚振 他居然气血翻腾 嘴角淌血 被震得机体剧烈 这种冲击不可想象 可以想象 换作是其他人 肯定死掉了 没有三道掀起护体 没有肚结后的强大肉身 怎能抵挡 十号怀疑 这就是专为 他这种体制的人准备的 唯有最强者才能踏足 才能横渡 舍此之外 只能借助智强密宝 就这样 当他再前行时 一路上又遇到八处段路 夹起来总共九处了 九段之路 十号经意不定 他看到了这样几个血字 刻写在十路上 触目惊心 向下走去 后面还有字 写着长生之图 这是什么鬼地方 居然被这样描述 接连遭遇九次冲击 强大如十号 也是肉身破开了 有些吃不消 鲜血流淌 绽放 金色光泽 他攀坐了下来 开始修正 因为发现前方 是快到尽头了 要以最强姿态 去迎接 柳神的法很惊人 让他血气滚滚 时间不长 就已经完全恢复 战力汹涌 生命气息蓬勃 终于十号到了尽头 精直走进路的末端 这里又一块石壁 横祖在前方 而再回头时 路已经不见 彻底消失了 接着隆隆声传来 四面八方 还有上下 都出现石壁 向着他挤压而来 这化成了一座 密闭的史室 与外界隔绝 内部混沌汹涌 坏了 我们落入了绝境中 大神是变色 这纯粹是自投罗网 被封在了此地 石号催动宝树 猛力一击 石室发生变化 每一面墙都变成了苍穹 浩瀚无言 仔细凝视又发现 那是壁画 宛若乾坤般 可以容纳一切 打破天地 得见长生 那石壁上 鲜花这样八个骨子 起初 石号并不认识 因为太古老了 可是仔细揣摩时 一种烙印浮上心头 他莫名就懂了 好大的口气 打破天地 就可见长生 石号目光悠悠 当他不动时 这类很宁静 什么也不发生 像是要将他永远的困在这里 开 大神石怪叫 向着墙壁撞去 当着一声火星四尽 那墙壁不可撼动 这是什么石料 我咬 他大叫着 当作鲜料 冲了过去 贴在岩壁上 啃石吞咬 想要吞下此地的石料 奈何咬不动 这石壁太简硬了 让他的口齿间闪电与火星一起绷建 石号琢磨了一会儿 他亲自动手 三道仙器 缠绕着拳头 催动至高无上法 竭尽所能 向着那墙壁哄去 呼喽 这一击若神王盖世一击 光芒挤压满了密室 那石壁剧烈颤动 粉末速速坠落 仿佛要崩开了 天哪 怎么多了一个人 大神使怪叫 石号不领挥 依旧挥拳 从雷帝密术 到昆蓬法 再到轮回拳等 一一施展 甚至组合技术 又多了一个 第三个人出来了 在此过程中 大神使发毛 在无尽璀璨 全盲间 一个又一个身影出现 全都盘坐在密室中 太突兀了 当最终 石号停下来时 这密室变大十倍 而且多了十几个人 让人目瞪口呆 石号审视他们 一语不发 仔细地观看 这些人 有冒迪老者 有神无霸气的中年人 有国色天香的婀娜少女 还有看起来很纯真的孩童 不过石号透过他们的眼睛 可以看出 没有一个年岁很小的人 毛子都十分沧桑 历经了漫长岁月 所有人都盘坐在那里 肌肤晶莹 双目深邃 皆一动不动 每一个人 都有蓬勃生气 栩栩如生 宛若在闭关 在修行 只是眼睛不转 未免有些怪异 石号一叹 这些人都死了 这只是躯壳 并没有神魂 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的肉身 不紧不腐 还有生机 只要多一个元神 就能站起来 可以拥有可怕神威 为何这么怪异 石号向前走去 这是从石壁中 积出来的身影 不知道为何都藏身 岩壁中 打破天地 得见长生 难道说是要打破这石壁 就能与世长存了 他露出一色 围绕着这些肉壳转动 要看个仔细 末地石号一叹 就是打神时 也是一声尖叫 成仙了 在这些人的背后 皆有一道裂缝 没有血迹 那口子很平缓 发出圣光 说不出的起 每一个人都如此 像是有生灵 从肉身中脱困而出 留下这样一个口子 怎么跟古书中的记载一样 这是飞声了吗 难怪大神时尖叫 这里真的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 一模一样 那伤口 那圣光 还有这些人的肉壳 栩栩如生 生机勃勃 都跟传说一般玩 古代传说 有人成仙 留下遗退 也就是体壳 只有元神飞出 踏足另一片天地中 在那里 得享受长生 别告诉我 这些人都成仙了 这是他们的遗退 石号有点难以相信 若是我 绝不会舍弃肉身 石号自语 非常坚定 肉身是大道之根 元神若是离开了体壳 就如同那无根之瓶 终有消散的一天 石号不知道 成仙后 还是否会如此 但是他却听闻 有肉身飞仙一说 而不必舍弃自己的肉壳 看着眼前这些一退 他心中感慨破多 这都是当年最惊艳的人 留下的毛 若非背后有裂开的口子 还真以为都活着 这几名女子还真是漂亮 疯子绝世 大神使赞叹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子 姿态不同 各个国色天香 可是 而今只剩下了肉壳 走到这里 积开这面石壁 就可以呈现吗 石号怀疑 既然走到了这里 来到了古路的尽头 他当然要试一试 并且后路不可见了 必须要打出一条路来 石号斩动躯体 动用极限力量 自身的第三种至尊宝树复苏 虽然还没有真正演化完毕 但是和其他宝树叠加使用能数倍的提升威力 轰 三道仙气 化成三条真笼 缠裹着他的手臂 积在那石壁上 针耳欲聋 连续八级 这石壁剧烈 一阵摇动 而后石号感觉到了一股宏大的气息 仿佛有一个大世界敞开了 在向他招手 与此同时 他浑身剧痛 原神竟要离体而出 想要前往那一街 居然是这种情况 石号心惊 他感觉肉身剧痛 要离开了 那原神在吸收自身的精华 要真正的挣脱而去 这不受控制 一切都太突然了 镇压 石号断喝 他当场攀坐了下来 口松原始真解 默默运转骨纹 镇压几身 对抗那种可怕的吸附力 这无比艰难 在石号的后背上 出现一道金色的口子 他就要裂开了 那原神在从头颅部位下移 吞噬各种精华 这有点阻止不了 石号的肉身要被撇弃了 原神仿佛要跨界而去 这是什么地方 大神石在怪叫 躲在后面 想帮石号 却无从下手 愈合 石号断喝 他催动柳神的法 运转血气 强行闭合后背的伤口 更是调动自身晶圆 将原神稳固住 不让他脱离 哄 那墙壁在破碎 自动的裂开 飞仙般的光束 太吃生了 更有长片的光雨 和花瓣洒落 从个奇异的地方涌来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人都呈现了 绝不会抗拒 要顺势而为 可是石号却满头大汉 激烈抗争 我不能走 上界 下界 还有我熟悉的亲旁固友 怎能离去 石号挣扎 他对那个奇异的位之地 不放心 绝不能容忍失去肉身 丢下大道根基体壳 嗯 这时 与此同时 石号吃了一惊 他感受到了一种 异样的气息 有点像虚神界 灵界 很特别 在墙壁后方传来 这个时候 金光万道 那面墙壁上的裂缝 刺目无比 如同一道又一道 闪电在移动 石号毛骨悚然 石壁后方有什么秘密 飞升之地吗 可是为什么 有灵界的气息 只不过要浓烈无数倍 这一刻 石号惊悚了 寒毛倒数 他想到了很多问题 灵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真是太古诸神 以精神力构建的吗 为何 他在这里 有一种寻到源头的错觉 那是什么地方 石号不敢进去 他有一种直觉 若是去探究 他会失去肉身 只能原神前往 他看了一眼 这些一退 这些事真的呈现了 还只是原神被强行吸进去了 是否还有在线之日 短暂的瞬间 石号有点凌乱 那石壁的后方 让他非常不安 有些心机 要窒息吧 再战 石号断合 他真的激暗了 原神要离体而去 要没入那石壁中 前往神秘之地 所有神通进展 他终于镇定了下来 那肉身愈合 血气滔滔 原神归位 只差一点而已 就非常危险了 那墙壁 也慢慢恢复 列文消失 光滑脸去 恢复古谱 他足长生领域 到底是超脱 还是玉节 石号身体冰冷 当平静下来后 他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的经历太诡异了 现在的他还不能触及 不然的话 自然绝对唯一 他决定离开 不再探究了 不过今日 他收获不小 洞悉了惊人的秘密 总觉得那片地狱 有灵界的气息 但是更加神圣与超然 等重回三千周后 我要将灵界 研究透彻 找出蛛丝马迹 看一看 方才险些去的地方 有何来历 石号说的 而后回身 轰杂来路上的石壁 终于他击穿了 拦住灰路的石壁 那条古路又出现了 他头也不灰 带着大神石与黄蝶 一路急迟就此返回 一退 他一距也没有待 不管那些人 是否真的死了 或者还有命 他都不想扯上什么因果 石号回归 依旧在那片古树林中 圣人目发光 如同神燕席卷 将他笼罩 闭关修行 他选择圣机 让自己变强 成为神中之王 突然大道神音鸿鸣 符文交织 从虚空中降落 斩向他的肉身 砰 他用手臂一打 整条右臂都暗淡了 散发奇异波动 石号的身体 当即就是一个两强 这一刻 他感觉右臂法力 消散很多 像是被斩落下去一个大境界 退到神火境界了 这就是圣机 很危险 别说还没有成功呢 就是在冲击的过程中都如此 可能有境界跌落的灾祸 一般的人都准备了强大的兵器 待自己遭劫 兵器毁掉 而人没事 石号没有那样做 不以兵器替死 而是借此魔力己身 警醒自己 让自己更加明白 圣机多么的危险 最终 石号运转法力 整个人发光 熊熊燃烧 终于让那暗淡的手臂 又一次有了光彩 恢复了过去 不用兵器代替 己身对抗圣机 这还危险 但也能更好地凹恋人 若是能闯过去 等于再一次又一次淬烈 是一次惊人而可怕的洗礼 不久后 此地残阵波围消失 紫雕又邪 而石号则不得不躲了起来 直到数日后 所有生灵再次折服 石号才有机会第三次闭关 这一日 一记落雷降下 不是真正的雷电 但是更可怕 那时候法则与道痕 引圣机而垂落 石号大口客血 胸膛遭受重击 几乎洞窜 那里神光堂起 而后迅速暗淡 他又有了可怕的感觉 腹部被击中 境界下降 整片胸腹颜色都暗淡了 大刀纹落在消退 这果然危险 石号变色 不用兵器代替机身造结 随时都有被打落下九天 重归凡尘的感觉 这一次 石号抗争良久 终于让胸部发光 恢复了道行 没有恶火下去 这是一种锤炼 让他道行越发的精湛 世间常有废弃 圣器 圣器 这些东西流下 都是在圣迹过程中 遭劫的兵器 石号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了兵器 这般凹裂 着实胆大包天 袭击可以越发强大 咚 鼓声惊人 绝地外 有天神在出手 又一次干扰 石号 真的他气血翻涌 差点吐血 因为他在圣迹 自身不时遭劫 这样的袭绕起了作用 就当作是一种魔力了 石号目光坚毅 撇弃其他 认真圣迹 想要突破 这个小辈 真的还在里面吗 有人说的 接下来 诵经声响起 传映古地深处 越发显得可怕 有天神 在诵九天十地经 顿时间幻象丛生 有浩瀚之力 向着石号这里压来 席卷四野 毫无疑问 这是神庙的天神 此时也出手 阻止石号圣迹 希望他遭洁 随着绝地中的符文退去与出现 石号已经闭关八次了 他发现自身多次遭遇危险 但都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至此 圣迹很顺利 石号像是真的将自己当成了祭品 先给自己 这段日子以来 石号在发生惊人的变化 肉身上下都几乎被祭连过了 道行多次消失 又再次浮现 而在此过程中 民族的天神 魔奎猿的天神等都在行动 认准了 他就在绝地中 经常干扰 先殿的天神更是放眼 必将杀谎 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都无用 第九次 第十次 终于石号闭关十次了 他浑身都被祭练个遍 无须耽搁了 石号发光 燃烧几身 小心地控制 怕不注意的话 成就天神位 而他现在却是要晋升 圣迹领域 轰一声巨响 石号身体发颤 烈焰腾腾 他体内发出奇异脆响 像是某种东西被击碎了 自此没有了智苦 圣迹成功 他晋升到了这个奇异的领域中 这一刻而已 他血气长辈的激增 道行快速增长 整个人一下子 也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这一领域十分特殊 一旦迈入 堪比天神 足可以一战 现在石号圣迹成功 踏足这一领域 真实的战力 自然高得可怕与吓人 先去杀他们 还是去取雷截业 石号盯着天空 又看向绝地外 这段日子以来 他遭遇了很多次险情 都是外面的人 袭扰所致 这就是天神级的战力吗 石号翻手间 一把将天空中的云朵 近抓手中 此时 仿佛可以震杀一切地 他有一种感觉 现在可上九天揽星 可下九游灭腐 通天彻地 无所不能 现在能出去杀强敌了 血气汹涌 元神力扩散 他的肉身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神觉更是敏锐了一大截 恍惚惊 自己神游太虚 进入了宇宙中 盘坐一颗大星上 周围群星璀璨 围绕着他旋转 演化大道 嗯 不对 瞬息间 石号警醒 一声轻斥 让自己行转了过来 他神色变幻 好长时间 才彻底恢复 这就是圣级的后遇症吗 闲心迷失 他轻语 大道出城 修士很容易失魂 彻底迷失 他总算没有陷进去 快速清醒了过来 不然的话 神魄 也许会迷茫 丢掉 自身将从此 昏昏恶恶 圣纪 他迈进了这一领域 冷静下来后 他没有立刻出去 击杀天神 而是在此 开始巩固自己的修为 在如今 这一纪元 并无天界 只要他不刻意去引 自然无雷霆 将尸 这倒是让他很放心 血气还在增长 如长河滔滔 若大江东流 又是汪洋起伏 他的实力还在增长 比早先的感觉 还要宠沛 果然若是迷失 就错过了这种 刀行精进的机会 这是一种奇异的感悟 十号寂静无语 他盘坐在那里 仿佛于整片天地 凝结为一体 一刹那 他化成了山石 成为了草木 跟着山河共存 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最后 他又成为了苍鱼 与天穷凝结在一起 如同唯一的神奇 俯视着大地 这就是天神吗 高不可攀 壮不可明 矗立在人间绝颠 十号忘记了一切 不动如山 闭着眸子 但是无形间 却已经有了一种 可怕的威严 躲在洞穴中的毒虫等 全都在站立 而此时 圣人木发光 汇聚来一道又一道霞光 全部从十号的天灵盖灌入 而后又从他双脚底流出 冲洗其去 圣经 但已经不同以往 这是巩固 增进导航 对他的肉身 还有灵魂淬炼 斩掉此境最后的瑕疵的问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十号睁开了眼睛 毛子张开的瞬间射出两道 悠悠的冷爹 击穿虚空 令人敬畏 他发现这个地方的法阵 又一次停止运转了 但是那三头天神及紫雕 并没有出来 任他再次盘足 你刚才的状态很特别 像是与这天地融为了一体 没有一点烟火气 那紫雕将我们无视了 大神石道 黄蝶也点头 轻轻扇动翅膀 十号点了点头 而此时紫雕也行动了起来 可是真神镜的采帽头 就又出于本能速速发抖 不敢临近 一头天神级紫雕来了 化作一道紫光 洞穿虚空 冲到近前 但是他也没有出手 只是围绕着十号转了两圈 显然神志迷乱 但却感应到了危险 没有立刻攻击 而且他能感觉到此人与道倾尽 刚才融入了自然中 跟天地共鸣 让他敌意锐减 十号未动 只要那教主及老调部出动 就没有任何问题 他过了那个迷失气候 越发冷静 有了天神级战力 但是却没有立刻出去 除去巩固修为外 他也在观察自己 因为世间有传言 身在圣迹领域 修为很不稳定 高时与真正的天神 没有任何区别 可虚弱时 却不如真一 神火境界的修饰 异常的古怪 很明显 这是一种魔力 但却有一种巨大的风险 他必须要了解自身的情况 才能确定 可否出去杀敌 数日后 他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 从绝点开始坠落 这一刻 时好有一种错觉 仿佛要生死盗销了 因为自己的道行在散掉 血气在消退 甚至元神都有些无力了 这一变故太突然了 非常快 就在这一瞬间 他从天神镜跌落 成为了真神 没有多长时间 他再次一阵虚弱 直接坠落到神火境 十号道西冷清 盘坐在那里不动了 没有走出这片决地 默默修行 仔细体悟 他在观察自我 直至数日后 血气喷勃 道行突飞猛进 他又开始进阶 急速回归圣级领域 有了天神级的战力 这变化也太明显了 从高峰到低谷 从虚弱 再到至强 这像是一个轮回 潮起潮落 人生起伏 越有圆缺 急胜而衰 十号一阵出神 圣级像是人生 也像是万物运转的规律 他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观察自身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 十号掌握了一定的规律 他的天神级战力 可以保持两到四日 那么长时间 而后他很快就会虚弱 在刹那间完成逆转 衰竭期 真的可能连神火镜的修饰都不如 同样也保持两到四日 那么长时间 绝地中的法阵复苏 紫雕等再次蛰伏 十号又一次放心的闭关了 引动圣人墓的霞光 垂帘几身 这次离他最近的十几株圣人墓 近乎干涸 霞光都被吸收取尽 险些干枯 至此 十号睁开了眼睛 他该出关了 而此时 他也正好 从虚弱期步入最强状态 我该出去了 让你们久等了 十号站起身来 黑发飘舞 双目射出两道金色的光束 天神气息弥漫 这种感觉很好 十分强大 他所无所不能 仿佛抬手就可以摘星卓月 你醒了 打瞌睡的打神是大喜 早就在这里呆腻了 地窟中紫雕一组也都一阵激动 但是没有上来 任他离去 法阵还在运转中 绝地中到处都是波纹 很宁静 十号手持万灵土 走出这里 当来到外面 他看到了两尊天神 一个身穿青色甲皱 盘坐在此地 另一个则身穿银甲 站在一座山峰上 十号再次闭关数月了 就是那些天神 再想杀他 也失去耐心了 大多数人都离去了 因为在这仙谷中 还有诸多机缘 需要去探索 需要去争夺 而这个地方 他们早已打探清楚 可将闯入者的一身的道行 削落个干净 天神踏足 绝地中都可能会死 最后他们只留下两人 守在这里 当然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换人 轮流坐镇 同时也有人在布置 想尽快 以太阴神水 毁掉绝地 一绝后患 十号收起万灵图 出现在山口外 你还活着 居然真的在里面 盘坐的天神 书得睁开了眼睛 他露出一色 曾有人怀疑 荒根本不在绝地中 或者已经死掉了 若非先殿的天神 力排众议 早就无人镇守这里了 荒 你天资不凡 本领超觉 千里巨大 可愿加入我教 站在山峰上的那个 身穿银色甲皱的天神 和颜悦色地说道 是什么 那你为何开启山后的祭坛 十号冷笑道 阴甲天神一惊 他的动作很隐秘 居然被对方看透了 神觉 未免太强了 要知道 他所在的山峰 有奇异法阵 杜绝了各种契机 他只是 以道行 在暗中催动而已 你在借助祭坛 传递消息是吗 想召唤人围攻我 可惜啊 不在第一时间顿走 是你最大的失误 十号 冷淡的说道 小辈 你疯了 还是傻了 自以为能跟天神决斗了吗 那盘坐在地的天神 森然说道 青色甲皱发光 腾的一声战起 杀你们两个 还需要装疯卖傻吗 十号 轻蔑的说道 让这两尊天神都变色 他们知道 这家伙多半圣计成功 不然何以敢走出来 可这 未免太快了吧 依据他们所知 一般都需要比这 长数倍 乃至十倍的时间 才有可能成功 而且 那些人都是奇才 拥有天总之姿 这不会打破纪录了吧 他们心头巨跳 照这个趋势下去 荒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年轻的天神 打破神话纪录 怎么还不来 不是说好 要在近期 以太阴之水 倒灌这片小世界 彻底毁掉吗 银甲天神交集 祭坛已经开启 但没有得到回应 我丝毫反应 哄 下一刻 十号动了 天神气息爆发 让那两人心头一凉 圣基而已 又不是真正的天神 萤火之光 也敢与浩月争毁 地上那身穿青色甲皱的天神断壳 但是他与山峰上的天神 却没有攻向前去 而是一起出手 运转那山峰上的祭坛 哄 他们撕裂了虚空 强行引来一片黑色的水泽 茫茫无边 太阴神水 这是从一片兄弟中 引来的跨界而知 这是他们早有的打算 准备用这神水淹没绝地毁掉这里 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布置完毕 不曾寻到太阴本源 完了 十号化成一道光冲了过去 一身分为两身 灵神跟着启动 避免他们走脱 进行震杀 其中 银甲天神已经震裂虚空 就要逃走 可是发现这天地凝固了 被十号的法则笼罩 封困了此地 并且十号在运转大法力 让太阴神水倒流 不能流淌进这个孝茜世界 拿命来吧 小子 你太脏狂了 圣迹虽然是神王之路 但你终究还不是天神呢 烧死 那身穿青色甲皱的天神合道 在说话间 他嘴里吐出一个青皮葫芦 快速放大 并散发些许混沌气 葫芦嘴发光 要将十号收进去 十号真身缩小 旋转着 向那葫芦嘴而去 哼 不过如此 青甲天神冷笑道 然而 他的笑容 很快凝固了 那快要被吸进葫芦嘴的荒 轰然一声爆发了 金光碧日 身体迅速放大 一拳 轰碎了这个葫芦 紧接着 拳风浩荡 向他挤去 这名天神大叫着 解法印对决 可还是大口可血 被震碎一条手臂 两枪后退 同时 另一个方向 银甲天神 被十号的灵身杰柱 激占在一起 身穿青色甲皱的天神 满脸震惊 表情凝固 因为他的头颅 被十号一掌斩断 歇飞了出去 我等来耶 虚空破开 有两名天神 迈入此地 进行研究 因为祭坛惊动了他们 那么也一起去死吧 十号说道 这一战 阴风呼啸 鬼哭神嚎 这个小千世界 下起了血雨 于震惊万灵 最终 共有四颗头颅落地 全部属于天神 我该出去走一走了 什么先殿的天神 什么民族的强势人物 所有天神 统统震杀干净 十号说道 话语冷酷无比 很明显 仙谷注定 要大地震了 十号出关后 巧声息 并没有惊动其他人 无人知道 四大天神陨落了 他第一时间 直扑宁川所在的古地 前往那处适合圣祭的地方 那个人绝对是大地 他想尽早解决 可惜他扑空了 数十株圣人目暗淡 近乎枯萎 宁川离去 若无意外 应该也进入圣祭领域了 十号在原地搜索了一番 没有救流 也为失望 正是因为 对方这么的犀利 修行速度猛烈 才被他认为是 一个可怕的对手 当然他无惧 毕竟对方积累了六十 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理所当然 该起一些风浪了 十号说道 声音很冰寒 让小千世界都近乎结冰 随后他一步迈出 山地模糊 天地倒转 从这里消失了 十号前往寒季 藏在那里闭关 他怀疑几天神 引动的太阴之水 就是来自那个小世界 在大开杀戒前 他要去看一看 寒季 天寒地冻 果然那长片的雪山 发生了异常 融化了很多 形成一个黑色的巨湖 都是太阴神水 看着雪山 望着黑色的湖泊 十号一阵出神 他想到了青衣与月蝉 在这里曾发生过激战 在这个小千世界 曾依你风光无尽 便是此时战力 比肩天神 他也心中一阵荡漾 那一日 所发生的是 匪所思 清丽脱俗的仙子 雪白晶莹的机体 动人心惊 青衣去了哪里 该不会 有了吧 十号神色古怪 这样自语 在说这些话时 他神色一动 因为感应到了天神的气息 就在不远处 他抬头 看到一个男子 黑着一张脸 正在神色不善的盯着他 双目中有怒火 你在说什么 那男子这般说的 关你什么事 十号邪逆了他一眼 数月前 他见到天神 还得躲避呢 而现在 却根本无惧 任何一人 敢来到他的面前 他都可以直面 怎么不管我的事 青衣是月缠的次神 你这小魔头 对他做了什么 此人很激动 十号诧异 这是一名天神 城府很深才对 为何这么气愤 与失态 恶寒寒的盯着他 你是不天教的天神 是 那人乱横道 哦 这就难怪了 轻衣无恙 倒是月缠 可能有了 快成为我孩他娘了 你看到没有 十号笑着说道 他自然是说反了 由于没有 跟月缠 没什么关系 你在说什么 再说一句试试看 这看起来很年轻 与英俊的天神大怒 额头青筋都在暴跳 你急啥 那是我孩他娘 我都没着急呢 你乱跳干嘛 十号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警告道 你少打我孩他娘的主意 胡说八道 小魔头 你拿命来 竟敢如此诋毁 我叫圣女镇压 这年轻而英俊的天神 冲了过来 直接就寄出一座丝像塔 发出赤烈的悬光 弥漫思思混沌器 镇压时候 找奏吧 提我孩他娘 你激动成这个样子干嘛 十号自然是故意得瑟 气死人不偿命 当然 他手底下可没闲着 一瞬间爆发出天神级战力 哄 他力举山越高的天神塔 以后一巴掌山飞了出去 打的那股塔 铿枪作响 火星四箭 当场残缺了一块 咦 这么硬 没毁掉 十号惊讶 这看起来很年轻的天神 无比吃惊 这他可不是凡物 居然被打碎下来一脚 这实在有点惊人 而且他一下子惊醒了 这家伙难道比肩天神了 威免太快了 这是要打破古代记录吗 补天教这个人真的很强 在天神中不一般 武器受损 不曾影响到他的斗志 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 喝道 小魔头 快说 你将月蝉 还有轻衣怎样了 说话间 一记大神通疲来 十号并不在意 施展雷地宝树 掌心发出一道刺目的光束 轰向此人 此人并不躲闪 反而迎着他冲了过来 且手中宝树 更加璀璨了 杀向十号 十号眉毛一挑 迅速躲避 因为他知道 对方肯定拥有补天树 跟第一手玉石俱焚时 最后的刹那能够补救 可以逆转 果然 他刚错开身子 补天树 绽放不朽浮问 这个人的确很不凡 居然能够跟十号对攻 非常强大 即便十号还不是真正的天神 但是圣祭后 已经有了相应的战力 实力恐怖 可是这个人居然支撑了片刻 且怒火燃烧 显得越发猛烈了 你这老小子 身为补天教天神 打别人家娃他娘的主意 是不是有点老不休啊 我教训你一对 在一阵乒乓叮当声中 十号爆发 将此人的数件法器全部阵列 如同打铁一般 此人即便很强 但还是被十号轰得横飞口中淌血 那人站起身来 后亮亮呛呛 既震惊 又神色复杂 看着十号 这小子才多大 二十岁左右将他击败了 他有点无言 但是想到那小子说的话 心中的那点佩服 又焚烧干净了 怒目而视 十号干净利落 结法印 而后将此人拍进了地藏中 打得浑身是伤 眼睛都无黑了 不过此人有秘宝 护住了躯体 性命无忧 说 你到底对月蝉 还有轻衣做了什么 这名天神大吼 老小子 你谁呀 你都问多少遍了 十号满不在乎的扫了一眼 随口问道 我是月蝉的舅爷 这个看起来 很年轻鹦鹉的人怒道 十号文言顿时一呆 踏出去的脚 收了回来 拳头也放下了 他执着压花子 月蝉的舅爷 不就是轻衣的舅爷吗 结果让他给揍了一顿 看着对方的乌眼清 他真不知道 说啥好了 你跟先天名途那些人联手 想除掉我 好久后 十号问了这样一句话 我没有参与 只是路过这里 碰巧看到你 这名天神咬牙道 再次追问自己外甥女的下落 我还没杀月蝉 你若寻到 可以赶紧带走 注意轻衣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 十号说道 我赶紧骗了 这天神气坏了 身为轻衣 与月蝉的长辈 他恨偷这小子了 觉得太缺德了 我说的是真的 不是造谣 也不是占你们补天叫便宜 也别生气 十号说道 结果这两人噼里啪啦 一顿交手 月蝉的旧爷又被放倒了 这次英俊的面庞都被打肿了 气得不行 最后十号对天发誓 说所言都是真的 这位天神就更气了 恨不得跟他拼命 按照他的说法 他外甥女是圣女 圣洁无瑕 可却被小剑惦记 有了这个结果 不可忍 那天是我吃亏好不好 那是我的人生耻辱 被人禁过了 十号叫道 结果一没留神 又将这位旧爷给揍了几拳 最后他撕开空间 将这位旧爷扔走了 不跟他纠缠 补天教这家伙冷静下来后 不应该跟我拼命 也许外界的补天教会站在我这边 十号无比乐观的说道 当然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无据 最后十号一个猛子扎进太阴湖中 费了半日功夫 破开法阵 取出一块太阴本原石 这就是昔日非先失败的 那个部落强者留下的质保 十号想了想 可以送给太阴玉兔 我的 大神石怪叫 等小兔子 参无完给你 十号说道 同时他也想研究一番 十号离开了此地 开始真正大开杀戒 魔王来了 十号凶名赫赫 这是真正的大魔王出动 因为他已经接连击杀三名天神 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震撼了所有人 慌怎样了 还没有解决吗 民族的天神跟人说道 不好了 慌来了 有人传音震动天语 下一刻 十号杀到了 追击一位天神到此 他想要找这些天神太容易了 因为这些外来的天神 不藏掩藏 自认为可以腐蚀仙谷了 都在一些净土寻机员 黄 明族天神目光悠悠 他皮包骨头 浑身乌黑 看起来如同一个骷髅般 目中鬼火悠悠 到了这里 十号舍弃了其他 只盯住这尊天神 因为他知道 明族还有先殿的天神 使主要发起者要绝杀他 小崽子 你难道还唱七号了不唱 明族天神 阴测测的说道 下一刻 他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荒爆发后 血气滔滔 执逼天神 根本不弱一分一毫 大 两人对击一掌 这位明族的强者 即便前世 今生坚固 有失而生 依旧保持着躯体的强大 但还是吃不消 他觉得手臂巨痛 仿佛要折断了 这一战 明族天神 竭尽所能 但是最后 被折断了一条手臂 黑色鸣血 从干瘪的皮肤中透出 他转身就逃 追杀天神 十号一路几迟 追杀民族天神 不紧不慢 就在后面跟着 一路上许多人实话 全都在发呆 那是慌 靠自己的实力 在追杀一位天神 太不可思议了 这才多久啊 他才多大 居然有了这样逆天的战力 他要是能活过百岁 千岁万岁 会有怎样的成就 这是一个活着的神话传说 十号故意放他奔逃 去寻求救援 免得他一个一个招 果然 这路途上 有一些天神 加入进来 对他阻击 十号大开杀机 这一次 动了雷霆之怒 血腥出手 一连又击毙 四尊天神 这实在震撼人心 最后 民族的天神 被十号拆掉了 将身体震裂 将黑色的鸣骨折断 眼路上 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 无比发呆 心中巨不汹涌 不知里面如何了 天神入场 相比有了巨大的收获 外界无人区 有教主说道 砰 说话间 一颗头颅 被人从那入口扔了出来 元神已灭 纸上也一颗黑色的头骨 嗯 民族的天神 什么 这是谁做的 居然敢这般大胆的扔出仙骨 无人区中 那些人震惊 彻底沸腾了 不怕死 这间天神都送进来 来一个 我杀一个 来两个 我杀一双 有人在戒壁这一边 冷悠悠的说道 这是挑衅 赤裸裸的下战术 针对一些教主 嗷一声 小时开始崛起了 什么人敢如此大胆 挑衅教主 赤裸裸的叫板 战术就是一颗天神头颅 民主就在此地 这个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板坐在一座悬浮于半空中的白骨山上 黑雾汹涌 附近温度骤降 冷烈的吓人 那时他坐下弟子 一位民族天神就这么被人杀了 击毙也就罢了 还将头颅扔了回来 这不是针对他是什么 无人驱 一片热论 人们在讨论是谁干的 胆子也太大了 其他教主 也神色不语 刚才那个人很强势 所传出的声音 针对很多人 哄 民族教主出手 眉心发光 一道黑色的火焰 席卷而出 如同一股洪流般 冲向入口 那是可烧死教主的名言 然而 借壁发光 内运符吻 阻挡过强的力量进入 不然的话 这些教主早进去了 怎会等到现在 最终 只有少许黑色的火焰闯进去 但已经威力不足 更是不能被外界的人掌控 在仙谷的地面上燃烧 谁家的孩子在玩火 怎么没有大人管一管 十号在里面说道 他心中有一股气 几个大教 一直在出手对付他 弟子也就罢了 而今更是 浅出天神 指明道姓要杀他 此外 在下界时 明土先殿的人 就一路追杀 七神下界 直接导致他生死 被埋黄土一年多 才复苏 如今 这些道统变本加厉 以而再的 遣除人马 要将他绝杀 怎能容忍 十号心中 有一股怒烟 早已沸腾 故此 他说话 相当的不厚道 无人屈众 一屈人实话 就是一些教主 嘴角也在抽搐 有些人 彼此对视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说 明土的人坐不住了 全都怒了 有人 嗷唠一嗓子 向明主请命 要进去击杀 此料 以正明族为言 那人太嚣张了 居然将明族教主 视作孩童 这样揶揄于讽刺 够狂妄 该族上下 全都震怒 就是明主自己 也双目深邃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看着白骨山 被黑色雾矮淹没 只留下一对可怕的眼睛 在闪动 人们也知道 他的杀意 有多么强烈 究竟是谁 有人在猜测 可惜 不能透过仙道花瓣 观看仙谷内的情景了 自从出现一道大雷风 而后一群天神被送进去 仙谷一地逐渐发生了神秘变化 越发的不可测 什么都无法观察了 仙道花瓣朦胧 不能再显示仙谷内发生的事 所以近来外界的人 只能静心等待 而无法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倒也有天神曾回来 在出口 禀告了一些情况 但毕竟不是第一时间的消息 在人们的认知中 在数日前所得的密文中 天神将士已经掌控大局 无论是石冠王 还是哲仙等 漠不隐符 不再出现 且有天神成功夺到了绝世道书 甚至送出来了一本 所有这些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人们不知这突来的挑衅因何而起 当然一个人想到了慌 但是从未听到过他的声音 并不能确认 只有极少数人确定 那就是识号 诸位道友 诸我一臂之力 我们共同打开戒壁 我等真神降临过去 民族教主说道 这一刻有人响应 跟他走到了一起 一同发力 玄公盖世 宝树惊天 成片的符文洒落 涌向入口 一时间这个地方 仙音隆隆 大道气息弥漫 混沌都被打了出来 异常的可怕 那戒壁在军令 但是却很难真正的开启 有志强规则出现 符号交织 强大而妖异 玩火那孩子又捣乱了 还有一些小伙伴跟着淘气 就没有人劝阻一番吗 谁家孩子赶紧领回去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诗号说道 漫不经心 但是却足以得罪死一片人 若非是几位教主 心思深沉 早就暴怒了 会竭尽所能动手 强行攻发 便是如此 几个诚服很深的教主 也目光寒冷 杀意滚滚 若是捉到那小子 绝对让他生不如死 因为这家伙太埋态人了 竟敢这样小觑与羞辱他们 主位 他可能是慌 天人族一位天生开口 大声说道 在此告知所有人 里面十号文言 目光深寒 这一族知恩不报 还曾将他扔进黑牢中 险些死在天之城 现在依旧在针对他 为众人分析 为他引仇恨 毫无疑问 只要十号出去 必要跟这一族死磕 外界那些教主都没有说什么 虽然心中猜测 多半就是慌 但是却没有表态 跟一个小辈多说 被他们认为犹如身份 不想理他 只有真正勤住时 才会上前 以非常手段镇压 几位小朋友还想出手 还要过来吗 我在等你们 十号大言不惨 依旧叫板 教主让我进去 有人请命 这是民族的一个强者 浑身发出各种阴云霞光 他所走过的道路 被腐蚀的不成样子 这是一头毒虫 虽然化成了人身 但是天赋本能 与神通等还在 所过之处万物皆损 虫啊 算了 你这样进去容易出问题 有人道 虫王仅次于万虫之地 绝对可怕 这是一头蛊虫的尸体 通灵后 蜕变成的天神 地位尊虫 异常可怕 小朋友 要放虫子了吗 让他进来 我陪你们过家家 十号的嘴巴很毒 一边称呼 明主等为小朋友 这般蔑视 一边将虫王 视作普通蚁虫 一副浑然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小辈 我等成就天神卫士 你祖上都不知道 在哪儿豁泥巴呢 别不知天高地好 自寻死路 虫王愣声道 再次向明主请示 要进仙谷 虫王绝对是特殊的天神 不同于一般的高手 明族教主嘴唇吸动 对他传音 让他出动一道灵声 真身莫要进去 轰 教主合力 在后方相助他的灵声 就要进去 一群调皮捣蛋的小家伙 真放一只虫子进来 不知天高地厚 十号装深沉 在里面嘚瑟 而后 看到虫子在戒壁洞口 探头的刹那 他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缠裹着仙气 以最强手段攻击 冲望发光 嘴里喷吐出成片的神霞 那是制毒 就是天神沾染上都得死 这是他承到的路 为一身精华所在 可惜 十号肉身不坏 仙气可以避过诸多诡异 原本在虫王的预料中 那只手应该被腐蚀的烂掉 化成血水 他非常有信心 可是现在却并无变化 砰 大手照常落下 打得他肉身剧烈 血肉似尖 这只虫王身上有鳞甲 比诸多天神甲咒都要坚硬 但还是被拍得剧烈了 让他遭受重创 十号吃惊 换作一般的人绝对成为血泥了 但此人竟挡住了 可惜 虫王虽然厉害 但十号那只大手不断拍落下来 还是轰得一声炸开 化成了血 外面的人又惊又怒 尤其是那虫王本体夸下海口 结果被人直接抹杀凌身 仙谷内 十号身体一阵摇动 那霞光不曾近身 只是一闪而过 就让他有些晕眩 这毒霞未免有些太厉害了 金色符纹绽放 柳神的法运软 他历时生命力蓬勃 完全恢复 不受影响了 外界有点宁静 很多人沉默了 就是教主都阴沉着脸 里面那人堵住了入口 这真是要跟他们长久的干账 一个人都不能进去了 要知道 各教邪商虽然送进去了一部分天神 但是远没有达到目的 因为这通道不稳固 每次都只能挤明 而且需要相隔很多天 还有大批人想进去呢 结果此人堵在这里 扼住了咽喉要道 报 不好了 天神在被吐落 仙谷内 有人大吼道 从远方 急迟而来 冲向入口这里 前来送信 哄 就在这时 一只金色的大手航空 一把将那人抓在了手里 扑得一声捏爆 果然 教主的猜想成真了 这家伙守住带兔 准备在这里 绝杀一批人 接下来 陆续有人前往此地送信 结果全部一只大手覆盖 排成血雾 没有一点悬念 更是有几尊天神亲自来辞 想将仙谷内的消息传出 告知各位教主 结果很惨烈 几位天神全部被那人击杀 一个都没有逃过 头颅滚落 被十号扔出仙谷一地 在外界引发轰动 民族天人族等更加愤怒了 杀鸡毕露 但是一时间却没有办法 奈何不了那个人 主位 不送人进来吗 不然的话 我便去清场了 什么天神 什么精英弟子 我要横推仙谷 十号冷冰冰地说道 此时没有人来送信了 前往出口这里的人全被他杀了 横推仙谷 外面的人脸色变了 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啊 可是他们不认为那人是开玩笑 多半要成真 里面的弟子门徒也许要倒霉了 会遭到清洗 这是大祸 怎么办 教主进不去 其他人不是对手 主位 还记得那几名降临在我三千州的神秘访客吗 这些人强大的离谱 那四五名年轻人都是修出仙气的天神 若是将他们引来 也许可以驱狼吞壶 有人突然这样说道 这一下子让许多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可 有人道 就怕狼狈违见 主位好自为之 我准备去横推仙谷了 里面传出十号的声音 他已经掌声而起 要出击了 这一日对于仙谷内的天神来说是黑暗的一天 十号留下三道灵声守在出口 自身则撕开虚空返回仙谷深处 大开杀戒 荒出关了 血战天神震动仙谷 各方都在瞩目 所有人都在猜测 他如今的战力究竟有多么强 一日间多位天神陨落 血洒大地 着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十号找到了八臂魂族 暗中跟他们交流 请他们相助 寻找那些天神的下落 毕竟仙谷太大了 有诸多小钱世界 一旦天神有心隐藏 想要发现那难度太大了 这一日他强势出击 在接连击杀天神后 任何人只要不傻都得掂量 大多都会立刻远盾隐藏起来 毫无疑问 仙谷发生了大地震 荒横扫仙谷 引发惊天波澜 又杀了一个 又以为天神死去了 人们快麻木了 一日间 这种极数的强者 接连遭解 血雨如瓢泼般 从天空中洒落 实在是惊呆了很多人 天神何其强大 高高在上 跟真神间隔着一带天窃 一旦死去 会造成天地异象 在一个小千世界中 有天神陨落 会电闪雷鸣 血雨清盆 天象恐怖 火云洞的天神 在被追杀 那是一头太古凶寝 荒好强势 太变态了 他在追杀一头 天结神秦呢 一头火红的巨鸟 横贯天地 雨意若云朵般巨大 破碎虚空 在诸多小千世界大逃亡 而是号则紧追不舍 这一头猛禽 他盯上很久了 一路追杀 马不停蹄 不过 火云洞这头天神 保命本领朝强 先是断雨 而后断尾 不断 又替死妙招 虽然浑身染血 但终究还未死 哪里走 留下唯一针鱼 留下天神肉 十号 嗷唠一嗓子 差点没有将 这头天阶神秦 弃晕过去 他乃是天地间 强大而可怕的圣灵 谁见到不犯处 可今日被此人盯上 当成了盘中餐 十号自然不会手软 早已探明 究竟有哪些大教的天神 曾经联手想杀他 现在开始回击 展开报复 嗤 一道金色的秩序神链飞出 击穿这头火红的神秦 将他锁住 长鸣震天 这头纯血太古凶勤震怒 他知道逃不了 竭尽所能反抗 调过头来 跟十号决战 嗤 十号宝箱庄严 站在那里 身后浮现一株金色的柳树 随着他而结印 催动宝树 一瞬间而已 数百条金色柳枝飞出 花成一道道皮链 全部刺进这头天阶胸琴的身体中 血液溅起 触目惊心 他尖锐大叫 七阴裂天 下方诸多山峰 在阴波中爆碎 苍鱼也裂开了 可是这改变不了什么 尽管他浑身发光 动用最强大的宝树等 但就是难以摆脱金色的柳枝 法力快速消失 这就是柳神的法 不仅可以让自身血气恢复 急咒提升 也还有至强的攻击力 特别是十号身处圣迹领域中 对此感觉更是明显 这桩宝树让他如虎天翼 实力暴涨 一道柳条回处 如同一口天刀板 将这头胸琴的头颅斩落 并击穿其眉心 一代天神就此毙命 十号拔下了这头天阶凶勤的唯真鱼 收藏了起来 而后他取出一口顶 将这头恐怖的神情躯体 收了进去 对于他来说 这是美味 值得保存 随后 十号开始追杀一头蛟龙 那也是他重点惦记的猎物 并且由于来自蛟龙道门 出手时毫无心理负担 一路追杀 在一个小千世界 一帆征战 这头超绝的天神 法力不俗 但还是不低 沾着血的鳞片陀螺 飞向四面八方 十号在这里 屠蛟龙击毙了一头 很强大的天神 光打 顶杆打开 流光一彩 他将这条蛟龙 也收了进去 又一只猎物与仇敌到手 其实十号一直在寻仙殿的天神 此人对他杀一罪浓 在其闭关时 就曾出现三番五次要击杀他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八臂魂族发动力量 动用了仙谷一些人情 也仅仅有了一些美目 哄 另一场战斗开启 十号追杀魔奎元的天神 买瓜子呢 你给我站住 十号在后面大吼 杀气腾腾 魔奎元的天神 这叫一个气 恨不得回头一巴掌 拍死那小子 但是忍住了这股冲动 因为他知道 真不是对手 那小子 踏足圣迹领域 比肩天神 且拥有三道仙气绕体 超越他们 不可立地 要知道 他们虽然惊艳 但是没有一人 曾修出仙气来 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官 同境界的人 无法比拟 卖瓜子的 你逃不了 早先不是跟 限电的天神等 要一起对付我吗 十号喝道 这一战 风云变幻 天地失色 魔奎元的天神 被逼入绝境 身后一株 黑色的太阳发光 且有一颗又一颗 晶莹的黑色玉石 飞出 打向十号 毫无疑问 全都是葵花子 每一粒 都是一道本源精气 在十号境前炸开 威力绝伦 虚空破碎 收 十号轻斥 大袖一挥 法则交织 将所有葵花子 都收了起来 这好比神丹 这些东西 价值超凡 可以说 这是一位天神的 气血结晶 这一战 魔奎元的天神商 十号收走了 他半数的黑色神子 让他元气大损 被十号轮动 大罗仙剑 一剑 削掉了头颅 斩杀元神 先古大阵 四方接近 不要说是 来自三千州的天才 就是原住民 也带住了 这位真的太凶猛了 连杀天神 这是要将天捅破吗 自有先古一地以来 三千次大战 三千次争霸 从来没有一次 像这么惨烈 过去哪有少年强者 追杀天神的 可是今日 这个魔王 却血洗各地 一路击杀天神 到现在 没有人 能够确切的指出 他究竟杀了多少 尤其是三千州的天才 简直要发傻了 经得浑身冒寒气 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样的傻心 被杀的人 哪一个是弱者 都来自大礁 有谁敢惹 可是他却像 在切菜一般 上去就噼里啪啦 一顿大沙 惊呆了所有人 轰 忽然 虚空爆碎 一只巨大的手掌出现 太土了 震杀时候 想要一把 将他抓走 有教主级人物出手 这种气息 绝对 不会有错 便是天神 也无法对抗 这种力量太强 横了 出乎意料 十号像是早有防备 一道破界伏寄出 瞬息消失 他现在可不是神神了 比肩天神 拥有三道仙气绕体 远超其他人 即便不能与教主对抗 但是想逃 还是有先天有势的 与此同时 巴比魂族的谷祖出现 一掌迎了上去 天崩地裂 日月摇动 鬼哭神吼 十号 目光冰冷 当展开虚空回来时 只匆匆一眼而已 他就知道 是谁对付他了 银穴魔术的谷祖 早先就曾去浑岛捉拿过他 而不久前 在仙谷擂台前 十号更是曾经击杀该族 一个重要弟子 银昆 这自然难以删了 很显然 这头老魔术 看到了十号的可怕之处 不惜偷袭 也想干掉他 怕他继续成长下去 危及到该族 十号上路了 没有在这里耽搁 八臂魂族的谷祖 告诉他 尽可放心 终于他得到了消息 仙殿的天神出现 正在逃向出口 十号笑了 就等这一刻呢 他在那里留下了三道灵神 就是防备有人逃走 而且此前去那里的人 都被击杀了 不曾走漏风声 如今 他真身在此 其他人都以为 无人看守出口 现在被逼到这一步 有天神萌生了退役 十号一路杀了过去 在此过程中 又解决掉了一名天神 这一日 对外界来的强者来说 是一个黑暗日 太过可怕 太过糟糕 可曾听说过 天神积连陨落的 就是在世上 最黑暗的年代 也莫过如此罢了 一个少年不断图天神 玄冥界 仙谷出口所在地 仙殿的天神玉福 跟他一同回来的 还有一名天神已经战死 看着对面两道身影出现 一步一步逼来 仙殿的天神又惊又怒 他是何等的身份 居然被逼到了这一步 这一日 十号是无情的 果断出手 没有一丝的仁慈 因为这些天神 皆是大敌 他们 以及他们身后的道统 一直想击杀他 他又何必手软呢 仙殿的天神 法印即出 他在施展近人 绝学人仙印 轰 这个地方沸腾 不得不说 此人很强 不然也不可能 毫发无损的 从教主及子雕手中逃走 什么 仙殿的天神被阻住了 在跟人激战 外界有人透过入口 见到了内幕 有强者截断前路 阻击 仙殿天神归来 仙殿的人自然震怒 但是毫无办法 教主及人物进不去 关键时刻 十号真神来了 一瞬间而已 他的身体周围 就出现上百道 金色的柳枝 化成秩序神炼 横空万丈远 杀了过去 仙殿天神虽强 但是又怎抵挡得住 拥有三道仙气的十号真身 这才一交手 身上就有血洞出现 大战下来后 仙殿传人满身是血 最后扑的一声 他的法印被破 掌心被冻穿 仙殿鼓鼓而涌 啊 他大叫 向着出口逃去 可惜 十号 已经展开绝杀 上百条金色柳枝飞出 有半数 都击中在前方的光幕上 刺穿对方的防御 仙殿充气很高 只有数十条柳枝 洞穿仙殿天神的躯体 但是 此人真的很强 燃烧自身 施展秘法 震出所有枝条 浑身喷血 急速冲到了出口这里 向外冲去 一根特别粗大的柳枝 化成了一杆绽毛肥虫 无坚不摧 任他甲胄发光 任他宝树防御 都瞬息洞穿 这根金色柳枝化成的战毛 击杀仙殿天神的元神 从后脑没入 出来了 逃出来了 外面的人还在惊喜大叫 这是仙殿的天神 惯性使人 正好向外冲击逃亡 事实上 头骨内的元神 都被震杀了 怎么回事 人们大叫 发现逃出半截身子的天神 又被扯着后腿 声声拉了回去 外界仙殿的人震怒 又抢着出手 封仙殿的天神 结果发现他早已毙命 且就在此时 咕噜一声 人头落地 仙殿天神就这样 死在了众人眼前 那无头躯体 被人声声拉了回来 傻 终于 仙殿的人忍不住了 有人一声大喝 可是终究 进不了仙谷 至此 谁都明白了 进入仙谷的重要天神 应该都被横扫了 重要人物接运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一日无比黑暗 被称作黑暗日